古书大陆在两边都觉得,时间在自己这一边的状况下,出现了诡异的和平。双方都很清楚,这不过是大战前的宁静罢了。双方的军队大环境上,紧张气氛依旧浓厚。大家都担心,下一分钟,甚至下一秒,脆弱的和平就会被打破,他们立即就会被卷入到这场声势惊人的大战争之中。如此状态,对两边的军队心境无疑都是一次考验。也因此,两边都不约而同地在后勤上提高了前线军队的待遇。 道士令的不少只差一线的超凡者们,在这样的环境下,机缘巧合地突破了本身智骨。登陆古书大陆成功之后第二天,黑之森林圣殿之中,陈兴巫师们正和万神殿,阴影之子的代表们齐聚一堂,聆听着数界尊者对后续战争的安排。忽然许多强者莫名心中一动,纷纷看向了那神之子所在方向。一位阴影之子一类一声道,这是强行撕裂空间的波动,有邪神气息在里面,是那可恶的巨人, 想要开战了。定然是消息走漏,那巨人不得不抢先出手了吧?某位独眼沉心巫师听到这话,连忙嚷出声。 古树大陆海岸线上,所有化作大树闭幕的战争古树与生命古树等,也纷纷听到命令爆发出浓郁的生命气息活了过来。 连同这数万处扎根在了古树大陆深处的法阵也在智慧古树门的启动下,让天空落下了一道道的绿光。 让得远方的萧宇抬头一看,都不由得微微一正,迷惑他只是来迎接自己的邪神佣兵们。 怎么古树大陆就下起了一道道绿光雨了? 而古树大陆这边,在启动了大量底牌之后,忽然发现,那巨人好似还好好的待在原地。 他的钢铁大军也全部都安安静静地不曾移动过分毫。 一开始嚷着巨人要打过来的陈兴巫师轻轻咳嗽了下。 淡定说道,看来我们的一番心血布置果然起笑了。 那巨人果然被我们的布置吓住了,停止了他的攻击计划。 这位大人说得很对,我也是深有同感啊。 那阴影之子听到这话,深深地高看了眼这位陈兴巫师后点头附和。 而后随着大家呵呵一笑,这事也就算先过去了。 当然了,为了避免浪费能量,各类古树们赶紧重新休眠,法阵也连忙关闭, 让得绿光纷纷消散。 大陆意志对邪神的排斥,竟然消散了。 这怎么可能? 地西亚神的声音在这时候冒了出来,黑之森林圣殿里立即传来一片惊讶声。 浪费,谎言之神的使者得到了真神的神谕,嘴角抽了抽到, 诸位,真神给予了我神谕。 那可恶的巨人果然勾结了邪神们。 刚刚撕破了空间的,是搭乘了801个邪神的巨型时空战舰。 然后,那巨人竟然强迫着古树大陆的天命之子,接纳了那些邪神, 让得那些邪神得以不受大陆意志排斥。 什么? 某位诚心巫师咬牙切齿地叫道,竟然带来了800多邪神。 那巨人这是在和全大陆为敌啊? 哼,不仅仅那么简单。 我好奇的是,那巨人靠了什么手段,竟然叫来了那么多的邪神帮手。 要知道,邪神都是群负面爆棚的怪物, 能有十多二十邪神臭味相投聚集在一起,就是极为罕见了。 800多邪神在一起。 正常而言,没和我们开战之前,就已经先自己人打成一团, 打得天昏地暗了吧。 阴影之子们对视了一眼,第一时间寝射上面后, 于萧宇军阵外围数百里处,张开阴影结界, 释放出了两位阴影之子,偷窥了过去。 立杰! 这两位阴影之子,看到了此时的天空中, 盘踞着的造型各异,幻化为各自半透明虚影的801位邪神。 这些邪神之中,最为与众不同的, 是一位宛如吸血鬼公爵的红袍贵公子。 望着这贵公子头上的仰角, 望着他忽然转头看过来并露出的笑脸。 啊! 偷窥的两位阴影之子,如遭雷击, 一声惨叫吼出去的刹那间, 浑身上下都喷一声爆炸,为了一团黑雾。 而后这些黑雾连同四周的阴影结界都以最快的速度, 闪电一般的消失不见。 不是障眼法, 是那位寒风与黑铁之神。 那个仅次于七邪神的邪神一类。 圣殿里, 付出了同伴重创为代价的阴影之子们, 其声尖叫了起来。 也证实了那巨人势力确实得到了大批邪神的加盟。 那个邪神一类。 一位诸神化身文言迟疑了下, 回忆了关于那位邪神的记忆后, 凝重点头。 这家伙可是不亚于我万神殿里顶尖主神的难缠的怪物。 有他加入那巨人的话, 能聚集八百邪神也就不是问题了。 现在, 问题来了。 有八百邪神助阵, 那巨人大概率会发动攻势了吧? 我们的援军在哪里? 一位诸神化身说到这, 有些担忧地问出声来。 数戒尊者沉默了下, 说道, 王者峡谷的梅德菲尔大帝随时都可以降临古术大陆。 不过其他亡灵大军还需要多等几天。 至于混沌魔狱, 那群恶魔还没给出准确日期。 诸神化身和阴影之子听到这, 都眼神一缩, 打起了小算板。 数戒尊者看在眼里, 也不好说什么, 只能期望到时候数戒这边多出典礼情况下, 这帮子盟军能够靠得住别放水了。 那样的话, 战具主场优势的他们, 损失应该大步到哪里去? 当然了, 最好的还是得到了邪神助阵的巨人会继续给他们时间。 只是想想都知道, 这怎么可能呢? 以那巨人表现出来的对战机的精妙把握和老道十足的指挥, 他要是肯放过这样的良解。 我, 数戒的尊者沐修, 这辈子就白活了。 数小时后, 探子来报, 却是巨人的阵地上升起了暗红色的护照, 笼罩住了整片阵地, 彻底隔绝了他们这边的探测。 让古术大陆的诸位都打起精神, 觉得这一定是那巨人在做最后准备。 大战, 即将开启。 然, 护照升起之后, 过去了一天又一天, 等到亡灵大军们都联手过来了。 战争, 依旧没有发生。 数戒尊者。 萧宇这边, 当寒风与黑铁之神带着八百邪神降临的时候, 乌图鲁乌师、光辉大帝等经验老道之人, 都看出了这时候双方的战力平衡, 正因为邪神们而倾向于萧宇这边, 不由向萧宇建议开战。 萧宇再询问了一声能不能一路碾压对手, 得知只是有机会初期占点便宜, 成功登上古术大陆的陆地之后, 立即对这提议没了兴趣。 反而在意识到有了邪神们助阵, 古术大陆那边更加不敢率先开战后。 萧宇吩咐好众人守好岗位, 转身回到了神迹之城, 并带上仓库里这段时间的积累后, 回去了现实世界。 嗯? 回到了老家的萧宇, 打开了平板电脑立即瞧见, 由于自己上次搞出来的神秘事件, 安息国与巴坦国上层都冷静了下来, 并联合在一起演了一场戏, 来平息各自内部的矛盾。 比如巴坦国就在萧宇离开没多久后, 故意买了一架大将牌无人机, 涂上了自己的军用标记后, 就升空过去, 让安息国派飞机给打了下来。 然后安息国立即将此战当做了一次重大的空战胜利来进行宣传。 被俘虏之后, 又送回来的那位安息国飞行员, 也在舆论包装下, 一下子成为了英雄, 甚至于连小孩子们都被忽悠着, 把他看作了一位牛逼的英雄。 只是, 这个时候对比一下那战死一箱的飞行员, 就不得不令人感觉这里面还真够黑色幽默的。 而更加幽默的是, 哪怕巴坦国都装作自己眼瞎了, 不再派飞机玩对抗了。 安息国的战斗机, 还是因为不可抗力, 又又又一次摔了一架。 这样的一摔, 却是出乎意料的, 没有引起多少围攻。 甚至于在安息国网民们看来, 这更是侧面证明了, 安息国国防部提及的说法是正确的, 他们的飞机才不是被巴坦国打下来的呢。 分明就是自己摔的。 你看这才没两天, 不就又摔了一架吗? 并且, 这次摔的有进步了, 摔在了自家控制区里, 飞行员再也不用担心被俘虏了。 嗯, 看了这新闻, 我怎么感觉自己拿来的安息飞机, 一定得大修一把, 才能上战场啊。 不然, 镇前摔飞机这脸, 我可丢不起。 萧宇对安息用品的质量表示了怀疑, 而后拿起了小本本, 看了看后, 知道又到了要去见调查组的时刻。 萧宇不由深深吸口气, 心中一动之间, 已然化作了那如画中人一般的青云见仙。 真武士郊区某处钢铁工厂。 小宇, 威风, 调查组副组长下了车, 没有让人打伞, 拎着小宇快步走了出来。 工厂门口, 一脸肥嘟嘟的工厂主早就等在了那儿, 看到调查组副组长龙行虎步走来, 立即凑着笑脸迎了上去。 你就是这家工厂的老板? 是的, 这家工厂我有60%的股份, 同时也负责安排生产任务。 那位工厂主听到调查组副组长的询问, 连忙一边走一边点头。 然后, 他瞟向了紧跟在调查组副组长身后, 却故意慢了好几个身位的真武士某主管部门局长。 心中不由地有些嘀咕起来, 他被一通电话从办公室里叫了下来, 因为电话是主管部门打来的, 因此, 他是一点都不敢怠慢。 没想, 这次视察还真是来头不小。 他拼命想要巴结的那位主管部门的局长大人, 在这里, 竟然只算得上一个小人物。 这次来的该不会是真武士上面的上面的大人物们吧? 只是, 自己这家工厂, 好像没啥值得关注的呀。 嗯, 莫非他们打的, 是我这片钢铁工厂占地的注意? 工厂主眼前一亮, 脑海里想到了拆迁致富四个金色大字, 并觉得这可能性极大。 毕竟真武士在真武山出现了神迹之后, 已然人满为患, 要求扩建的呼声此起批服。 自己虽然离市区远了点, 但是保不齐人家, 就喜欢了这儿。 想要在这里直接修备新城, 也不是不可能之事吧。 调查组副组长走进了工厂, 参观了一圈后, 悄悄与带来的技术人员沟通了起来。 然后, 数分钟之后, 调查组副组长来到了工厂主面前, 许长主是吧? 哼哼, 是的, 就是在下。 工厂主弯腰点头, 心中想着, 正系总算来了, 不由席而恭听。 我们大致检查了一番。 你们这家钢铁厂, 不愧是被真武士推荐的优质厂家。 各项设备维护都很到位, 工厂人员的生产积极性也很高。 你们这样的生产企业, 正是我们国家应当大力扶持的企业。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周公。 是某军工厂的技术大能, 我们打算借给你, 帮助你生产特种钢。 啊? 替我升级厂子, 生产特种钢? 工厂主瞪大了眼, 不是买地。 什么买地? 调查组副组长微微皱眉, 轻声道, 如果许厂主愿意卖的话, 我们也乐意接受。 不不不, 工厂主意识到自己是多想了, 连连摆手摇头, 乐呵呵道, 我办这工厂几十年了。 说这工厂是我家也差不多了。 那就好。 调查组副组长听到这, 点了点头, 玄机拿出了一份文件交给这位工厂主。 这是上面安排的生产任务, 你可以看看, 有什么困难和疑虑都可以提出来。 工厂主文言连忙握紧了文件, 吞了吞口水也不顾其他, 立即翻看了起来。 这一看, 他就瞪大了眼, 这是上面希望我们明转君。 不乐意的话可以商量的。 周公站在旁边微笑着说道, 啊? 傻子才不乐意? 嘿嘿, 我是说, 我很乐意。 其实我老早就盼着这一天了。 放心吧。 工厂主看清了任务要求之后, 松了口气, 不就一万吨特种钢吗? 材料够, 我鼓舞下士气。 哪怕搞三班道也保证完成任务? 那就拜托了。 调查组副组长握住了工厂主的手, 让这位工厂主很是激动。 又是保证了一番。 然后, 双方才愉快地又走出了工厂。 回到车里, 调查组副组长才揉了揉眉头松了口气, 清云见先交代的事情, 总算完成了。 副组长, 这一次倒是便宜了这家钢铁厂了。 小车里, 与调查组副组长坐在一起的一位调查组精英, 看了看窗子外已经渐行渐远的工厂建筑。 轻声说道, 接下来军方会过来安排安保工作了吧? 毕竟事关见先门清云见先之事, 我们马虎不得。 调查组副组长文言点了点头, 然后头疼地用手指轻轻揉着太阳穴后, 稍微后靠了下。 他之所以急急忙忙地跑来这钢铁厂, 完全是因为今天与清云见先进行例行的交易时候。 清云见先忽然提出了一个请求, 希望能够在真武山附近就近寻一处钢铁厂, 来专门为剑仙门生产所需的钢铁。 为何要就近? 那清云见先也没有故意掩饰就说出了原因。 清云见先直接就表示了, 这一次他们见先门所需钢铁, 会在生产过程之中离不开一些小小的神秘力量辅助, 才能得到他们眼中合格的钢铁。 如此一来, 钢铁厂如果离真武山近一些的话, 那么平时去真武山上真武官帮忙的见先门中人, 好比清云见先自己就不用再跑那么远了, 可以顺路就在这儿完成师门任务。 尽管在提出了要求之后, 清云见先也微笑着表示, 如果不方便, 选择远一些的钢铁厂也不是不可以接受。 他不会介意。 但是对于调查组来说, 又怎么可能会放过这种刷剑仙门好感度的好事? 别说真武山附近稍微远一些是有钢铁厂的。 就是真的那么巧没有, 调查组副组长毫不怀疑, 上面也绝对不会介意马上批准相关项目在附近修建钢铁厂。 我有预感, 搞不好, 等负责清云见先的钢铁厂那边真生产出第一批优质特种钢了。 上面会做出决定, 投资把这钢铁厂的规模扩大数倍。 工厂里, 许长竹本来还想和那明显是上面派来的周公打好关系, 先吃一个饭, 再邀请他去市区里放松放松。 也好增进点感情之余, 打听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让他心中能有点底, 不然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 许长主吃得再香也有点不安啊。 哪知道, 车队一离开, 那周公立即戴上了安全帽, 招呼着许长主和其他几位主管, 要求马上开会讨论出一套整改方案, 并希望许长主这边可以安排好工人们的干活时间。 就算是军方的活, 也不用那么着急吧。 许长主跟着周公进了会议室, 苦笑着小声道, 军方的活? 周公看土鳖一样, 看了看许长主, 轻笑了一声, 摇头道, 如果真的只是军方的活, 你以为我需要那么争分夺秒? 嗯? 许长主被这一句话点醒, 想到了过来找自己的那些人不乏雷厉风行的人物, 再想到自己所在真武士如今最出名的是什么。 他不由倒吸一口冷气, 身子骨颤抖了一下之鱼, 激动的脸上浮现出来两朵红韵。 他小心翼翼地贴近了周公的后背, 颤抖着嘴唇道, 难道, 我这钢铁厂被剑仙看上了? 剑仙能看上你这破场子? 周公嘴角一抽, 哼道, 不过, 你也确实猜到了一点边。 我们啊, 是分配到了与剑仙门有关的任务了。 这可是全国, 是全世界都抢破头的好事啊。 不好好干, 你知道有多少人盯着我们出错好抢过去吗? 周公停下脚步, 与众心肠地提醒着这些未来的战友。 你们知道, 我有多么努力, 才得到了这一重任的吗? 这也是为何我冒着大风险, 悄悄告诉给你们这事情的原因, 都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 明白了吗? 许长主和那些偷听的主管们都是人惊了, 也正因此, 他们比普通人更加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件机遇的价值。 这可是事关修宪的大事情呢? 这可是先缘? 虽然说帮忙练钢这点小忙, 想要入仙门是没可能了, 可是万一某位仙长体谅他们的苦劳, 稍微提点一二, 那也是能吹一辈子牛的福气了吧。 我这就叫小张先拉一车青皮牛回来。 我们今晚别睡了, 抓紧时间, 把方案什么的都定好。 然后, 明天就实验性开工验证。 另外大家都记住了, 守口如瓶啊。 这可是事关修宪的大事, 就是面对家人都一个字, 也不能说。 青皮牛是东方谷国北方某酒厂 仿造国外动力饮料 制造出来的一款抗疲劳饮料, 浓度什么的要比同类饮料都要高出不少, 效果也因此更好。 不过, 正宏光满面的许长主却是不知道, 他们的一番话语, 其实一字不漏的都传达到了真武士调查组办公室中。 甚至打印成为了书面报告, 送到了更上一级部门领导的桌前。 显然, 从周公开始, 上面就故意露出了这些迟早会暴露的消息。 目的嘛, 自然就是为了能够在精神上也鼓舞这群人, 让他们好好做事, 别搞出什么幺蛾子出来。 效率挺快嘛。 萧宇化作了青云见仙之后, 完成了与调查组的交易之后, 就传送到了天宫一边作为两位女神的代言人, 吸纳这段时间世间产生的信仰之力。 一边还化作阴阳师勤明的语气, 直接传音给了在樱花之国坐镇的安培康夫, 给予了他一个重要的任务, 收购一千万吨白萝卜。 答应的邪神报酬, 只需要五百万吨白萝卜来提纯就能绰绰有余。 不过嘛, 既然都要大张旗鼓地收购了, 萧宇觉得那就干脆搞大点, 先翻一杯收购过来, 囤着再说好了。 反正炼制成为白萝叶之后, 想要变质怎么也得二三十年过后了。 自己就是暂时用不完了, 存着也能拿来游泳不是? 嘿! 我明白了。 请放心吧, 秦冰大人, 我一定完成任务。 樱花治国英都, 安培康夫从盘膝状态之中醒来, 舒展开身体后, 拿起一个铃铛轻轻摇了摇。 顿时, 一位西装革履的金丝眼镜男子 开门走了进来, 并立即跪坐在了安培康夫面前。 我需要凑一笔资金, 购买一千万吨白萝卜。 嗯? 那金丝眼镜男子 先准备一口答应, 忽然想到了什么, 脸色有些微变道。 大人, 一千万吨白萝卜, 量有点太大了啊。 八格, 你不需要质疑, 安排好去买即可。 这, 金丝眼镜男子 惶恐地低下头道, 康夫大人, 自从修仙要吃白萝卜这一传闻 从一一带水的东方国度传来。 我们樱花之国境内生产的白萝卜和出产地 就几乎全被各大势力给包园了呀。 如今市面上流通的白萝卜 都快成为类比人参的奢侈品了。 当然, 这只会是暂时的。 发现安排康夫闻眼脸色一黑, 金丝眼镜男球生育极强地叫嚷道, 白萝卜产量摆在那儿, 便是我们安排家族也开辟了新的生产基地。 很快就能收获一批, 安排康夫冷哼了一声, 身上蛟龙是神刷一下闪耀着金光腾空而出, 蛟龙超凡威压一下子席卷了整座大宅, 令宅子里的所有人, 都好似有人在其耳畔说话一般道, 我等不了那么久, 钱不够, 就用我的名义去建。 谁敢阻止, 就用我的名义去压。 告诉他们, 谁敢不卖我白萝卜, 谁就是看不起我安排康夫。 嘿! 明白了安排康夫的决心, 金丝眼镜男也不得不赶紧表态支持。 然后, 这位西装革履之人, 开始扯着安排康夫这一张阴阳狮之狗的狗皮, 猛虎下山一般, 杀进了如今已经成为一片红海之地的白萝卜交易市场。 这样的行为, 落在了有心人眼里, 立即就是一波宣传。 让得本来对修仙要吃白萝卜半信半疑的那些中小势力之人, 纷纷倾向于相信这一传言。 于是乎, 樱花之国白萝卜市场, 甚至于上演了一日三价的价格波动传奇。 白萝卜炒家们, 有人欣喜如狂, 也有人扯下领带, 含泪上了天台。 倒是令得英都不少人茶余饭后感慨, 市场有风险, 投资虚谨慎, 投机一时爽, 亲人类两行。 愿望碑。 天宫之中, 萧宇捧着信仰神器愿望碑, 看着里面的月华之力配白萝叶熔液, 轻轻地放在嘴边品尝了一口。 数十秒后, 萧宇才砸拔了下嘴, 低声道, 愿望碑提纯之后的月华水混合了白萝叶之后, 功效要比最上品的白萝叶还要好一些。 已经摸到了一级超凡材料的天花板了吧。 这样的质量, 能让我的超凡部下里, 晋级大骑士的机会增加得更多。 只可惜, 愿望碑对我这体型来说, 还是太小了点。 不能满足我荡水喝的要求的话, 对我的修为提升已然帮助不大。 除非, 萧宇忽然转头, 视线看向了空中高高挂着, 便搭了许多的月球。 开发月球, 布置距林法阵吸取月之力, 并从里面找到更多的资源。 甚至, 先契约月球意志化为沉心巫师, 再反过来, 一步步得到蓝水星意志认可。 啊? 白萝卜又涨价了? 麻卖批! 格老子的, 为啥樱花之国那边争抢白萝卜会影响到老子的白萝卜屯猪体啊? 萧宇吩咐了安培康夫收购白萝卜的第二天一早。 沿海的平民百姓们上街买菜, 就发现市场上卖白萝卜的摊位特别的少不说, 还贼贵。 一问, 竟然说什么樱花之国白萝卜紧缺, 导致全世界各地白萝卜热潮在起, 白萝卜一下子到处都是紧俏品。 据闻, 许多国外的连锁餐厅更是紧跟流行推出了白萝卜相关时髦菜品, 狠狠地赚了一波热度和小钱钱。 就连白萝卜的孪生兄弟胡萝卜也身价飙升, 并带动着股市里和萝卜有关的股票都跟着猛涨一波。 也不管此萝卜非比萝卜, 哪怕其实是造汽车的, 只要名字能沾边, 一样, 长就是了。 调查组总部, 调查组副组长刚刚汇报完此次与青云剑仙接触的任务, 就得知了樱花之国之事。 不由当着一群大佬的面, 微微一震道, 修仙要吃白萝卜? 这不是已经被辟谣了吗? 辟谣归辟谣, 但是你我都知道, 白萝卜确实是超凡势力所需之物里为数不多的几种食物之一。 尽管我们的实验报告都表明, 吃多了白萝卜也修表现。 但是, 这次安培康夫收购的量实在是有些异常。 斯, 调查组副组长文言看向发来的文件, 吃惊到, 安培家族控制的企业收购了500万吨以上的白萝卜了。 是的, 且他们还在不断地发出收购请求, 据我所知, 连我们这边也有安培家族的商人跑了过来商谈。 安培家族这一次收购的量实在是太多了。 考虑到安培康夫乃阴阳师之狗, 是那位勤名阴阳师大人摆在名面上的代言人。 他们家族不需要靠囤积白萝卜来获利。 专家团的意见是, 这次收购行动, 应该出自阴阳师团体受益。 我也是这样认为。 调查组副组长附和道, 那么我们这边, 要怎么做? 卡住白萝卜销量? 白萝卜是卡不住。 视频会议的主持者轻轻摇头道, 白萝卜年产量低, 只是因为他没被重视罢了。 要不要多久, 白萝卜的产量就会上来。 那时候国际市场能吸多少, 我们这边就能卖多少。 没必要为这样的物资影响一个超凡势力, 对我们的胆观。 这倒也是。 调查组副组长认可的点头。 需要我这边怎么配合? 组织想要你接触安培家族的代表, 尽可能从他身上知道相关信息。 另外, 如果安培家族有需要, 我们这边可以和对方签署长期供应合同。 明白了。 调查组副组长眼前一亮, 朗声道, 相信他们一定会有兴趣的, 我们一起联手维持白萝卜市场的平衡。 并且, 对于有白萝卜需求的超凡势力看来, 无疑是一种示好的行为吧。 调查组副组长出了会议室, 立即奉命登上专机。 钢铁厂一事, 则是交给了真武市调查组分部的部长来跟进。 这部长也算是最初接触超凡的调查组老人了。 见多识广的他, 见过了屠宰场上升起的血云, 见过了真武山上斗转心仪的意向。 如今, 却不得不蹲在真武市郊外钢铁厂的角落监控室之中, 百无聊赖地瞧着忙忙碌碌的众人。 还好, 萧宇没让他无聊多久。 在花了时间洗练好了信仰之力之后, 萧宇便再次回到了真武山。 此时已是晚上九点, 钢铁厂却是依旧热火朝天。 骨干们更是和调查组人员们齐聚在一起, 看着触品的样本刚才小声嘀咕。 周公使用仪器检测着这次的样品, 眼角微微抽动, 虽然说还要经过好几道工序, 甚至国外同行们还有使用海水浸泡法清泡好几个月的工序。 可是, 就现在得到的数据而言, 最终成品, 不合格呀。 不合格。 许长主文言脸上马上潮红一片, 汗珠子铺满了眉头。 这可怎么办啊? 不行, 不能放弃。 我们再改进改进。 周公叹了口气, 苦笑道, 其实我们的工艺没毛病, 纯粹就是时间太紧了闹的。 果然, 就算我们这边有新配方了, 还是取不了巧啊。 听到周公所言, 原来不是自己等人背过, 许长主等人不由脸色缓和了许多。 而后, 一群主管连同许长主都再次互相打气, 觉得可以再改进一下工艺, 说不定就出现奇迹了呢。 周公轻叹一声, 虽然点头, 却是不认为能有什么好办法。 他暗叹, 等会自己就要写报告上去, 告诉上面, 想要按要求出产这批钢铁, 这座钢铁厂是办不到了。 就在周公悲观之时, 忽然, 厂门被吹开, 一股柔和的清风吹覆在了众人身上, 令大家无不浑身一暖, 而后倍感轻松舒适。 众人不由紧张回头, 却是同时听到一个柔和清亮的声音在心中响起, 还请让我看看。 名不自禁看向了门口走来之人。 是青云剑仙? 有人心中发出了惊呼。 更多人则是狮神一般盯着身穿白衫, 仙气飘飘而来的白衣少年, 青云剑仙。 青云剑仙好像比上次看到, 更有气质, 更帅气了, 调查组分部的部长, 曾经在真武山事件里, 看过青云剑仙。 如今再次亲眼目睹, 在这圈人里, 无疑感触罪事深厚。 萧宇所画青云剑仙, 静止走到了样品面前, 捏出了一个剑纸, 轻轻一挥。 虚空之中, 青产剑凭空出现, 发出清脆剑鸣之鱼, 青光闪耀, 让四周之人都惊艳不已地, 把目光看向了这一把, 飞剑。 我也是有缘亲眼看到青云剑仙飞剑的有缘人了。 许长主非常激动, 恨不得马上拍照留念, 只是看看那先锋盗鼓的青云剑仙。 这位许长主终究没有那个胆子, 亵渎超烦。 青云剑仙轻轻道了一声, 去。 青蝉剑立即发出了一声蝉鸣后, 轻而易举地插入了样品之中。 然后, 青云剑仙露出了笑容, 转头道, 工艺材料都无问题。 请放心继续吧。 有了青云剑仙亲口保证, 哪怕指标再怎么不合格, 周公也立马相信了青云剑仙的话。 剑仙都说可以了, 那就一定是可以了。 比起科学, 目前来看, 无疑神秘层次更高。 毕竟, 有了神秘力量帮助, 何惧便才越过了那永远的五十年, 这一道门槛成为现实啊。 何时能开工? 萧羽所画青云剑仙收回了青蝉剑, 旋即转身看向了许长主等人。 设备都是现成的, 材料也一早就运不来了。 许长主旁边负责生产的主管, 激动地上前一步, 带着一丝颤意说道, 最多三小时, 不, 只要两小时, 我们这边就能开工。 竟然能如此快? 青云剑仙露出温和笑容, 倒是让大家费心了。 哪里的话, 这可是我们的荣幸。 许长主抢先一步, 走到那主管身前, 脸上盛开着笑颜道, 能帮忙剑仙们做点事, 只会越做越快乐啊。 周公眉头瞟了瞟, 一直木讷出名的他, 在这个时候, 虽然说不出啥好话出来, 却还是挤出来笑脸, 希望能被那青云剑仙记住。 数分钟之后, 青云剑仙出现在了钢铁厂, 并留了下来要在钢铁厂布置法阵的消息, 立即上报到了最顶层大人物们的眼前。 然后, 调查组分部的车辆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工厂外, 更外围地段, 更有军方人员拉起了警戒线, 加强了戒备等级。 或许是为了避免引起青云剑仙的反感, 倒是没人因为青云剑仙在钢铁厂, 就急急忙忙地跑过去打扰对方。 只是严肃地命令当地部门一定要尽最大努力, 满足青云剑仙的需求。 这倒是方便了肖宇, 让肖宇得以专心致志地熟悉了钢铁厂的主要构建。 而后在这钢铁厂的主要设备上, 绘制出了几处大型法阵。 在把钢铁厂方圆树立区域都化作了困灵区, 以免灵气外露后, 肖宇悄悄地启动了世界奇物贪欲者之湖, 在这里转化出大量灵气。 最后, 再感觉到灵气充沛, 因为法阵可以不再需要自己灌输法力都能自发运转后。 肖宇进行了最重要的一步, 走到了配料池所在。 轻轻吸了口气之后, 肖宇所画青云剑仙便盘膝坐了下来, 并学着电视里修行者那般, 双手捏着法印还于丹田处。 口中, 喃喃自语出晦涩难明的一段段咒语。 这些咒语来源于小人国某巫师组织的秘语, 是货真价实的语言。 事宜, 旁边的周公、 徐长竹等人虽然听不明白, 却是都觉得这声音不像是胡编乱造的, 定然是大有深意的超凡语言。 他们不由纷纷想到了仙缘二子, 拼了老命地想要记住这些咒语声。 可惜青云剑仙也就念了约莫十七八秒咒语。 异象立即出现, 有清冷月光充斥满整个空间。 更有宛如投影的莲花异象在那青云剑仙四周盛开, 并传来扑鼻异香, 让围观之人一个个按到了一声, 真香。 同时, 无不心旷神仪, 感觉嗅到的这股异象对他们身子大有好处。 哗啦啦。 萧宇前方, 一滴滴晶莹剔透的淡蓝色水珠缓缓缓成形, 然后在萧宇的微操之下, 啪一声爆裂开来均匀地洒在了配料池中。 如此再三几次之后, 萧宇神师探查, 确信了自己带来的超凡材料和玉髓全部融于了配料。 这才微微汗手站起身来。 这样一来, 这一批次生产出的钢铁, 应该都符合那寒风与黑铁之神的要求了吧。 哪怕出了点意外, 这样含有超凡物质的特种钢, 自己扔去天宫晒月光也好, 扔去小人国进行二次炼金处理也好, 都能轻松许多。 并且, 萧宇还存了其他的小心思, 琢磨着利用这钢铁厂继续为自己生产不同品质的特种钢铁, 从而减轻矮人们强化合金的用量。 没办法, 哪怕萧宇都让矮人们死了, 都要干活了。 小人国的产量对比自己的需求而言, 也终究太少太少了。 这令萧宇都有些忧郁, 并在巫师们建议下挂出了天价悬赏, 以求有能够剥夺矮人强化天赋, 给予他人的法子。 可惜, 挂了那么久了, 始终没人敢来掀下这一悬赏。 不然, 萧宇哪怕只有一个巨人能得到矮人族的强化合金天赋, 哪怕天赋因此会打折, 那工作效率怎么也能等同于数十万矮人们了吧? 可以开工了。 轻云剑先站起身, 说出了四周之人心中的天籁之音。 而后, 轻云剑先有礼地向着四周之人行了一礼后, 便如来时那样, 走出了大门后, 就立即消失不见。 以至于看着监控的调查员们都猛逼了下, 还以为是自己眼花了。 轻云剑先走了。 分部部长这时候才敢打电话开口报告。 嗯, 是的, 他出手在钢铁厂进行了布置。 嗯, 是的, 全程录像都会以绝密等级标记, 并由我亲自送去帝都。 好的, 明白了, 我这就出发。 分部部长报告完毕后, 看向了许长竹等人, 对着他行了一个军礼之后, 快步离开。 许长竹眨了眨眼, 目送着这些人雷厉风行的动作之余, 他环顾了自己的钢铁厂, 呼得喃喃自语道, 我这厂子也算是有先缘的厂子了吧。 嘖嘖嘖, 俺老许, 这次是真要发了呀。 周公也擦了擦汗水, 有些羡慕地看了眼人在家中做馅饼添上来的许长竹后, 招呼其主管和骨干人员开始认真工作。 数小时之后, 萧宇在搞定了钢铁所需后, 又回去了小人国一趟, 确认了一番古术大陆那边的动静之后, 便再次回到了现实世界, 而后, 再次奔去了安息国所在方向。 这一次, 萧宇是自己南下, 沿途除了经过祖国的大好河山外, 更是亲自翻阅了世界第一高峰, 珠穆拉玛峰, 峰顶, 这座世界最为知名的雪山高峰。 萧宇一身白山站在了峰顶, 俯视着下方的苍茫大地。 然后, 萧宇发现自己已然对此索然无味。 嗯? 萧宇忽然注意到, 在自己登山方向的另外一边山道上。 赫然还有几位登山者在那儿, 似乎正在休息。 本来嘛, 这没什么, 毕竟世界第一山峰的名气在这儿。 有人来攀山很正常, 只是, 萧宇眼神微动, 发现这几个登山者中, 有一位乃是月之女神菲亚的虔诚信徒。 且, 这信徒似乎很倒霉地出了大问题了。 南德纳觉得自己真是糟透了, 明明上山的时候, 身体好好的。 怎么才跟着队友爬到半山腰了, 就一下子得了重病, 感觉快要死了呢? 偏偏这儿虽然是半山腰, 却也是世界第一缝的半山腰啊。 再加上据队友说, 四周气压变化加剧增加了救援的难度。 在这里的登山急救队, 哪怕得到了讯息, 多久能赶来, 只能祈祷神明保佑了。 神明? 南德纳忽然有些害怕起来。 他开始怀疑, 作为安息国高贵的波罗门家族出身的自己, 是不是因为改姓了月之女神了, 这才受到了师婆神的惩罚。 月之女神啊, 如果真是师婆神的惩罚, 请你, 快救救我。 我还不想那么快死掉啊。 南德纳开始胡言乱语出声, 另得两旁伺候着他的队友, 脸色越来越糟糕。 南德纳是安息国的世代大贵族的世家女, 他的父亲所在家族, 更是安息国最富有的几个大家族之一。 就在他们登山前一天, 全世界的新闻上, 可是都已经登报了他们家族在慈善行业的一次巨大异举, 一次性捐款了上百亿花齐币。 不管这当中是不是有作秀或者政治因素, 单单能够调动那么大一笔流动资金本身, 就已经展现出这一家族的恐怖底蕴了。 南德纳要是死在了这儿, 他们这些被请来陪同的, 绝对好过不了。 可恶,这时候还祈祷什么月之女神? 一个来自欧罗巴国度, 受雇佣而来的洛塞湖大叔揉着快秃顶的头发嚷道, 我从小到大四十多年, 就没见过这些神灵有灵验过。 慎爷? 旁边,出身安息犬舍阶层的脸色大变, 急切道,当初请你的时候, 大管家的警告都忘记了吗? 你又不是没看过为了老虎的神女们? 你也想去为老虎? 这不是没其他人吗? 洛塞湖大叔满脸愁容地看着盖着空调背, 注射了药剂,却依旧没好转迹象的南德纳, 苦涩道。 而且我们跟着的boss, 不就是也意识到了, 师婆神不会显灵, 才改姓了月之女神吗? 比起那些泥台雕像, 月之女神起码是活着的超凡, 而且好看啊。 本地队员却是听到这, 一下子跪在了南德纳面前, 大呼什么师婆神饶恕之语, 似乎是真的以为南德纳的病, 和师婆神的惩罚有关。 洛塞湖觉得对方够愚昧的, 却也不好继续反驳什么。 毕竟他也知道这和对方的成长环境 有决定性的关系, 自己站在高地说话, 纯粹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表现。 实在不行, 我们背着南德纳, 下山怎么样? 本地队员祈祷了会儿, 看到没有卵用, 抬起头提出建议。 不行, 洛塞湖咒没道, 根据气象卫星的数据, 有很大可能会有暴风雪突然过来了。 这样的恶劣气候下, 我们离开这处据点, 就是在找死。 而且我们的求救信号, 急救中心的, 不是知道了吗? 离开求救点, 可是大戒。 可是, 我们这样等着, 什么也不做。 南德纳死了, 可怎么办? 本地队员却是急得不行, 出身安息国的他, 比别人更清楚, 自家的那些公家单位, 到底有多少效率。 期待他们, 还不如期待南德纳家族的救援队, 先赶来更靠谱呢。 可是南德纳家族的救援队, 就算第一时间就整装待发, 也至少要十二个小时之后, 才能抵达此地吧。 那时候, 现在已经高烧快四十度的南德纳, 真能撑得住, 这一定是施婆神的惩罚? 一定是。 忽然, 本地队员注意到了南德纳纤细的脖子上, 挂着的一件项链, 忽然间无风自动地飞了起来。 项链上挂着的是一个圆月, 圆月上铭刻着月之女神的魅影。 是月之女神的项链。 本地队员认出了这项链, 只是他明明记得, 这项链是南德纳找人定做的, 一下子出现这样的异响。 正这样想着, 忽然项链爆发出了清冷光芒。 一下子充斥满了这片休息空间。 旋即, 月之女神菲亚的上半身虚影, 刷一下浮现了出来。 惊得洛塞湖大叔和本地队员, 齐齐挺直了身子, 嘴巴张得越来越大。 天哪! 月神显灵了! 月之女? 女神? 洛塞湖虽然是一个稀少的无信仰者, 却不是不关注新闻之人。 他认出了, 这美得惊心动魄的, 不由内心一下子动摇了起来。 难道月之女神是一个善良的好女神? 信仰她, 还真能得到她的保佑。 那样的话, 信一下, 好像也挺好的。 洛塞湖心中挣扎时候, 萧宇已然隐身出现在了南德纳面前。 神识一扫, 确认了这倒霉孩子的问题后。 萧宇摸了摸下巴心中道, 好歹我也是月之女神的代言人和主人, 看到她的虔诚信徒受难了, 不能不救。 顺便, 也借你们之口告诉这世界。 信女神, 得保佑吧。 萧宇施展了月之女神的神术, 罩在了南德纳的身上。 又甩出了一滴白原液, 送入她的口中, 补充体内缺失能量。 不过七八秒时间, 随着萧宇离开, 那月神项链啪一声失去了光芒, 落在了南德纳的脖子上。 南德纳摇摇晃晃着, 睁开了泪眼模糊的双眼。 刚刚她很难受, 却没有昏迷过去。 是已, 她更加地感受到了, 月之女神的救赎, 南德纳在两位队员不可思议的目光中爬起身来, 握紧了项链发出誓言, 月之女神见证。 我南德纳这一生一世, 必定为你竭尽所有, 向世人传播你的信仰。 祷告刚刚结束, 洛塞胡就举起右手, 有些腼腆的道, 那个, 南德纳小姐, 我感觉到了内心深处对月之女神的信仰。 我该怎么做, 才能成为一名信徒。 本地队员望着这幕, 只比洛塞胡迟疑了半秒, 就同样发出了希望改信的请求。 而在山腰之外, 南德纳家族和官方的急救队直升飞机, 也在即将抵达救援点前, 目瞪口呆地看到了天空中落下了清冷的月光, 让得远方即将抵达的暴风雪, 居然在这转了个弯, 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半点救援行动。 这样的神迹, 在他们接触到了南德纳等人之后, 结合南德纳的突然好转。 月之女神显灵了这一说法, 立即通过各种渠道, 传播到了安息国各地。 这其中, 再三确认了南德纳受到了月之女神眷顾的南德纳所在家族, 在权衡了一番之后, 决定将南德纳所在那一系分离出来, 全体改信了月之女神信仰, 并投入资金, 主动为月之女神菲亚宣传了起来。 安息国的圣城, 阿格拉城, 自古以来就是师婆神教信徒们心中的神圣之地。 最大的师婆神教宫殿群落便坐落在这儿。 当地土王更是直接受控于这神教, 以至于此地几乎能称得上国中之国。 安息国世世代代担任着祭祀的波罗门阶层的世家们, 无论哪一家都至少会留下一二代表留守于此地, 为家族争夺利益。 此时, 所有波罗门世家代表都齐聚了一堂, 在按照惯例享用过了圣城的神女们服务后, 他们盘膝坐在了铺满天鹅绒地毯的一处密室之中, 上一起此次会议的重要事项起来。 这其中, 得到了月之女神保佑而转位为安的南德纳少女, 成为了这次会议所讨论的重点。 消息在扩大, 我们能封锁着那些平民们接触到这一谣言, 却阻止不了那些城市精英们看见。 各个城市的主机都在担忧, 一直资助他们的那些富人和中产阶级们会选择投入月之女神的怀抱。 可恶! 亏那个南德纳, 还是出身高贵的波罗门? 他知道这是在亵渎伟大的师婆神吗? 师婆神一定会惩罚他的。 一位披着白袍, 形容枯瘦的老者, 严厉地出生。 师婆神法力无边。 我们很快就能看到南德纳这亵渎神灵者的下场了。 是啊, 一定会是这样的。 老者在会议室里威望极高, 他定下了基调之后, 立即有大批代表附和。 只是, 这些代表们心中却是掩不住对此事感到担忧。 超凡显胜, 世界出现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对于历史悠久的安息国来说, 本应该是一件大好事。 然而, 随着一件件超凡事件发生, 一个个超凡事例粉末登场。 安息国却是平静的, 好似外界发生的事情都是假的一般。 让这些安息国本土的豪族世家们, 一边可以放心地继续压榨底层, 一边却也在自我怀疑, 是不是安息国真的出现了文明和人种的断层, 从而被神话里的超凡事例给抛弃了。 当然, 也有一种怀疑藏在许多人的心中, 安息国的超凡事例, 事实上, 早就泯灭在了历史长河中了。 留下的那些本土神话, 其实全都是后人牵强附会, 然后吹牛皮吹出来的。 不然, 还真能相信, 安息国在上古时期就发生了万亿级别的大战争。 且打的, 还是宛如核战争那般的大场面。 不然的话, 为何在历史长河里, 安息国能被周边各国欺负得那么惨, 以至于若非外力相助。 现实里的安息国, 其实只是一个地理名词, 而非一个国家名称。 只是, 想归那么想。 代表们依旧同意了那位带头老者提出的决议背后的含义。 他们当代表施婆神, 给予那亵渎神灵的南德纳以惩罚。 毕竟唯有如此, 他们的基本盘才不会受到有心人带起的潮流的冲击。 他们才能继续心安理得地享受下去。 至于说什么月之女神的保佑? 这些在场的代表们可都是安息国的高层, 更倾向于相信那月之女神菲亚乃是一位强大的超凡者, 还是一位东方古国出身之人。 这样的人, 怎么会去保佑一个安息国少女? 真的是因为那南德纳虔诚? 这怎么可能呢? 那可是高高在上的天上人, 哪里需要在意凡人们的生死? 世界第一风上发生的一切, 一定是意外, 也必须是意外。 而事实上, 也确实夹杂了一部分意外因素。 萧宇一开始是做好了使用灾难怀表, 将暴风雪拘兽化, 然后将之击败的。 打开世界起雾一看, 原来这暴风雪, 其实会绕过救援路线。 他自然就懒得为自己加那么一出戏, 再给南德纳留下了一个监视之眼, 几个巫术名文。 又在卦室上烙印下了作为月之女神代言人的印记。 萧宇便继续南下, 一路跑去了安息国最大的港口城市, 并在那儿, 望见了停靠在这城市附近海军基地里的安息国航空母舰 以及好几条黑色潜艇。 安息国的航空母舰和潜艇, 虽然纸面数据看起来还不错。 事实上, 实际性能因为被坑得太惨烈的关系, 是要打一个折的。 还好, 基本功能都是完好无损的, 出问题的许多高科技设备, 说实话, 放去了小人国, 就算是好的也没法用。 深夜时分, 萧宇悄悄地潜入进去了航空母舰之中, 查看了一番后, 悄悄地在这一艘航空母舰 以及四周几艘潜艇上布置起来。 而在萧宇忙碌起来的时候, 安息国首辅, 南德纳从医院出来后, 就得到了安息国大统领的接见。 这位大统领作为安息国少见的, 真心想要做点事的政治家, 对南德纳的遭遇确实非常感兴趣。 或者说, 这位大统领对一切能够削弱 安息国内土豪列强势力的东西, 都有着很强的兴趣。 只是, 随着大统领表露出了对南德纳的这一兴趣后, 波罗门世家们的计划也随之加快了。 就连南德纳所属家族也出现了不少族人公开表达了对南德纳的不满。 再跟着, 急救中心的医生护士们也忽然间站出来承认了一切都是一场说好就开演的戏。 其实南德纳小姐压根没有的任何疾病。 山上的一切都是装的。 啊! 首府郊区的某处庄园, 南德纳看到平板电脑上的相关新闻以及评论, 气愤地啪一声将手中平板电脑砸在了墙上, 一下子令起屏幕碎裂,呈现黑屏。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不相信我说的话呢? 明明当初那么多人都看到了神迹发生的场景了, 南德纳皱着眉, 拿起了手机同时, 左手不由自主地捏紧了脖子上的月神挂饰。 尽管这挂饰只是定做的工艺品, 可是, 既然上次显灵了。 南德纳立即相信, 这挂饰已然成为了月之女神阁下的神器。 是女神对自己的恩赐。 叮! 忽然, 南德纳看到手机屏幕一亮, 一条短信弹了出来, 姐, 对不起。 南德纳看到这条来自乱马的短信, 双眸一下子睁大。 旋即, 她感到浑身被一股寒意所笼罩, 想到了网上提到的, 她或许会被暗杀的可能性, 以及回来之后, 家族长辈对她的态度变化。 南德纳经历不多, 可是耳濡目染, 可一点也不少。 她忽然明悟过来, 自己的家族恐怕放弃自己了。 甚至有可能, 现如今这庄园附近, 已然有了师婆神的狂热信徒们潜入了过来。 怎么办? 我现在该怎么办? 对了, 报警。 南德纳忽然想到大统领对自己的关照, 不由拿起手机拨打报警电话。 然而, 南德纳很快就绝望了。 手机上赫然没有了信号。 很显然, 对方的报复行动已经开始。 这些混蛋, 不想着找到信仰师婆神的超凡势力, 却来欺负我。 问。 南德纳忽然低下头, 看向了自己的山峰前那反射着金属光泽的月神卦石。 他不由好似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 双手握紧了这枚卦石, 跪在了地上, 头仰起看向月亮以前所未有的虔诚之心, 祷告了起来。 这一瞬间, 或许真是因为生死之间有大恐怖的效果。 南德纳成为了一名暂时的狂热信徒, 虽然只是狂热信徒里的不稳定态, 却足够引起作为月之女神代言人的消语注意了。 莫办法。 现实世界很现实。 就月之女神出场这段时间里, 没有足够的时间酝酿沉淀以及无数天才的脑补来形成自我逻辑催眠体系。 狂热信徒何其困难? 哪怕现如今信仰月之女神的信徒多达数千万之巨, 虔诚信徒也有数千之多了。 狂热信徒除了得有偏执行精神疾病的小猫两三之外, 也就是如今这新冒出来的难得那了。 肖语微微皱眉, 倒是没想到效率低下文明的安息国体系, 说到报复一个女人的时候, 竟然变得效率那么快。 果然还是利益最能动人心吗? 好歹是一个非精神病患者的狂热信徒, 可不能就这样轻易给人杀掉。 尤其还是给一个没有超凡力量的教派给狙击。 这可是很丢脸的。 肖语倒是没有马上出去, 只是一边开启了留在难得那身上的监视之眼查看情况, 一边启动了自己留下的后手。 顺便着, 肖语已然想到了这一次的反派们应该是那群人了。 我决定了。 师婆神教派们。 这次的大反派们, 就是你们这些窃取了神力然后被反噬为了邪神们的坏蛋们了。 月光下, 寂静的庄园迎来了一群不速之客。 这些不速之客们分为了两批人。 一批训练有素, 装备精良, 乃是婆罗门控制的土王私人武装里的精锐部队组成。 他们负责封锁这处庄园, 不让任何目标人物逃走。 至于真正行动侃侃杀杀的, 则是另外一批提着砍刀的虔诚信徒组成的队伍。 相关新闻故事, 负责人都已经颠好了。 一群师婆神的虔诚信徒们, 因为得知了南德纳伪造神迹亵渎神灵的消息, 气愤不已地, 自发前来了对方产业所属庄园报复。 并因为巧合发现了正好就在庄园里的南德纳, 于是在一阵意外冲突下, 砍死了南德纳, 并割下了他的脑袋。 至于为什么能那么巧合地遇到南德纳? 为什么一切都发生得那么迅速, 以至于附近的警局完全没反应过来? 毫无疑问, 这都是师婆神的指引。 不过, 即便如此, 一位波罗门贵族的死亡终究是要依法处理的。 当地司法部门将铁面无私地逮捕这些虔诚信徒, 并让他们在监狱里过一辈子。 当然了, 这些完成了师婆神指引的信徒们都将无一例外地选择自杀, 并走得十分安详。 因为他们得到了奖励, 提前回到师婆神的怀抱, 只等着完成接下来的九世轮回, 就可以成为上等阶层, 永生永世坐享其成了。 哄! 几个只穿了破旧单一的暴徒, 撞开了庄园的大门。 环顾了下昏暗的四周后, 就目标明确地冲上了二楼走廊, 并激动地粗众呼吸着来到了南德纳的房间门口。 亵渎神灵者必须死! 这是师婆神的要求。 几个暴徒对视了一眼, 齐齐一脚对开了房门。 然后, 他们留着唾液的大嘴和身子一起一下子定住在了原地。 双眸, 带着一丝丝惶恐地望见了跪在地上祈祷着的南德纳身上, 竟然冒出了璀璨的清冷光芒。 这光芒是那么的刺目危险。 以至于只是看到的第一眼, 就感觉到偏踢声寒, 身子失去了控制。 不要被邪神迷惑了。 带头的暴徒想到了自己被祭祀大人收养的妻女。 想到了, 只要完成此次任务, 就可以从神女身份解脱出来, 不用担心被喂老虎的妹妹。 他忍不住嗷嗷嗷叫了起来, 重新掌握了自身行动力。 他率先冲了过去, 右手高高举起了砍刀。 然后, 他借助着前冲力重重地劈了过去。 哄! 高高接触到了南德纳身上光芒的他, 以更快的速度倒飞了出去, 轰隆一声撞破了房门后, 凹进去了走廊墙壁的墙纸之中。 整个人一下子昏迷了过去。 杀! 或许是因为受到了攻击, 从而引起了刺激。 南德纳身上的光芒一下爆发而出, 使得站在庄园外的那些士兵们 都目瞪口袋地望见整个庄园二层, 都好似被一枚闪光弹给炸了一遍一样。 什么情况? 带队的军官猛逼了下, 有些后悔没扔一个通讯器给那帮炮灰。 对手只是一个弱女子, 他们八个手持砍到的成年男子。 难道还解决不了不成? 军官嘟噜了一声, 决定再等几分钟不对劲就上报。 然而, 很快地他就看到庄园大门突然再次打开。 却是两个暴徒啊, 叫着衣衫不整地跑了出来。 这两个暴徒没有上二楼, 是以没被爆发出的光芒直接影响。 然而, 萧宇留下的神力爆发, 哪怕没有直接波及, 也足以瞬息间击垮这两人的意志力, 让他们陷入不可名状的恐慌之中, 宛如精神失常一般地乱跑乱叫了。 嗯? 启动了一个巫术铭记, 解决了暴徒的萧宇, 通过监视之眼, 却是看到了庄园外突然亮起的灯光, 以及那一排排装备精良的士兵。 萧宇靠了一声之后, 立即进入月之女神代言人的身份, 对着在月光下虔诚祈祷的南德纳, 直接在她的脑海深处, 发出了威严询问。 南德纳? 无以月之女神之名义, 问你。 南德纳啊! 你愿望成为, 靠着月之女神代言人, 月神之地上代行者的身份。 萧宇的神识轻而易举地, 就被那已经把月之女神, 看作救命稻草, 从而拼命抓住的南德纳的心房, 并差一点脱口而出。 南德纳? 你愿意成为我的魔法少女吗? 好在关键时刻, 萧宇没掉链子, 心中虽然在吐槽, 发送到南德纳脑海里的声音, 却是依旧很是威严的朗声道。 南德纳? 你愿意成为月之女神的神选者吗? 神, 神选者? 南德纳听到了这声音, 并立即明白了过来, 如果自己成为神选者, 会付出什么, 又会得到什么。 她不由流出了激动的泪水, 仰着头紧紧闭着双眸, 高呼出声, 我愿意。 杀! 伴随着南德纳的这一声发自心底的疾呼, 她与月之女神菲亚的契约就此签订。 从此, 南德纳将成为月之女神的神选者, 她的灵魂将在月之女神的控制下, 直到永远。 不过相对地, 成为了神选者的南德纳, 也得以获得月之神力的洗礼, 身体素质直接上升几十个百分点, 并得到肖宇这边分配过去的神术用法和神力配额。 我总觉得不对劲。 庄园外, 负责此次重任的莫德指挥官, 看着慌乱逃出来的暴徒, 心中咯噔了下。 并且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莫德指挥官觉得这四周的月光亮度, 好像在慢慢地变亮了。 莫德少校! 一对士兵抓住了暴徒, 并在揍了一顿之后, 从他们口中断断续续得到了点情报, 这边赶紧汇报到了莫德指挥官耳畔。 那些懦夫说, 那庄园里闹鬼。 啊? 莫德指挥官微微一正, 骂道, 一群没见过世面的垃圾, 肯定是那小女孩弄得装神弄鬼的玩意。 莫德指挥官说到这, 似乎为自己找到了刚刚庄园出现的异象的答案, 拿起通讯器为士兵们打气。 大家都不要担心, 刚刚只是我们的小绵羊用高科技设备搞出来的一点小把戏罢了。 石婆神可是在看着我们啊, 打起精神, 靠近目标。 那群下等人做不好的事, 轮到我们去漂亮地解决了。 莫德指挥官说完, 立即下达命令, 让手底下最优秀的一对士兵快步杀进了庄园。 然后, 莫德指挥官拿起了卫星电话, 拨通了正在阿格拉圣城等待着消息的婆罗门大人物们的专线电话。 是, 是的, 我们这边出了一点小意外。 莫德指挥官满头大汉, 表情无比谦卑地通着话, 并不自觉地弯起了腰。 别看他是一名中层军官了。 就是一地之掌。 只要出身和莫德一样, 只是比下等人稍好点的平民阶层。 遇到婆罗门大人出巡, 还都得按照按规矩跪下来, 舔对方的脚趾。 并且还得舔得开心, 舔得心满意足才算完。 这也是为何时不时能有外面的新闻记者抓拍到安息国一些县长市长, 乃至一国议员会忽然趴在地上原因了。 也别笑, 能指那也是犬舍才有这资格, 更下等的家伙们乃是不可接触者。 想舔, 大人物们还不给机会呢? 可惜这几十年来, 随着时代大发展, 那些离经叛道的也越来越多, 尤其是在那些大城市里居住的家伙们, 更是连自家屁股再哪都忘记了, 竟然反过来反对他们的传统。 南德纳无疑就是这股反动势力的代表之一, 就和那个该死的游击队杀地利一样可恶, 是每一位师婆神的信徒都必杀之的叛徒。 哄, 就在莫德指挥官想着抓住南德纳之后, 是不是该亲手处置这股叛徒以讨好大人们时候? 庄园里再次传出的爆炸声, 让他绷紧了身子, 也让卫星电话里的大人物发出了焦急的呵斥声。 该死? 那贱人其实是一个职业佣兵吗? 莫德指挥官举起了望远镜, 瞧见了爆炸的地点是在庄园二层走廊。 那儿被砸出了一个大洞, 同时他派去的手下统统失去了讯号。 可恶, 开火! 开火! 不用留下火口! 莫德指挥官没敢再让手下进去庄园。 也没士兵愿意进入这处处诡异的庄园, 是以他们听到命令之后, 立即动用了手中武器扣动了扳机, 喷出了一条条的火舌。 作为土王的司军, 这些士兵的自动步枪都是统一款式的进口货, 可靠性和火力都有相当大的保证。 加上现实世界的步枪配上没打折的子弹, 真正威力可是比电影里的强大得多。 再加上为了保险起见, 莫德指挥官还把以防万一的汉马车也开了两辆过来, 动用了汉马车上的重型机枪。 火力扫射只是持续了十多秒钟, 庄园主体结构就被打成了马蜂窝。 屋顶被掀开, 墙壁千疮百孔。 许多房间还因为支撑点被破坏得太严重, 而他陷了下来, 连带着三分之一的建筑主体崩塌成为废墟。 不少士兵觉得, 就是来一场地震, 这庄园也不会更惨了。 里面要是有人, 应该也早就死了吧? 应该, 没问题了吧。 莫德指挥官望着前方, 心中却莫名地觉得有点心慌。 然后, 正擦汗的莫德指挥官忽然觉得, 头顶有些刺目, 仰起头的瞬间, 双眸一下子瞪大, 身子更是猛地僵硬了起来。 怎么可能? 莫德指挥官旁边, 几个军官也察觉到, 异常跟着仰起头, 发出了惊呼。 却是不知何时, 他们这些人上空的那一轮明月, 竟然一下子变大了许多, 竟然占据了天空快三分之一的视野。 这样不科学的剧月下, 一个人影, 一个散发着蓝色光芒的人影, 正悬浮于千米高空之上, 俯视着他们。 那, 那是南德纳。 一位军官颤抖着举起了望远镜, 看清了人影后, 失声叫嚷出声。 他, 竟然真的得到了月之女神的庇佑。 什么庇护? 他分明是被邪神怪物蛊惑了。 对的, 一定是这样。 南德纳其实早就死了, 现在的他, 只是那些怪物的傀儡。 莫德指挥官慌乱之中, 又挠不出来了某种真相, 来鼓舞他那些胆战心惊的士兵们。 然后, 他瞪大眼看到那南德纳忽然间从那居月上, 一下子高速飞了下来。 快开火! 打死那个怪物! 为了师婆神, 开火! 砰砰砰。 莫德带来的这两百多人, 齐齐开火。 声势还是挺壮观的。 但是如果可能, 莫德希望自己当出来的时候, 能多带几倍的人马过来。 因为声势再大, 不起笑, 也没卵用啊。 那南德纳就这样, 迎着枪林弹雨, 直接飞了下来。 所有眼瞧着, 要击中对方的弹雨, 竟然都瞬间从对方身上穿透了出去。 就好像, 这玩意其实是幻影一样。 只是真说是幻影的话, 为何会如此真实? 并让他们这般的恐惧害怕。 快, 快跑啊! 南德纳在这些士兵们眼中越来越近, 却是忽然间化作了一团蓝色光芒组成的巨人, 一落地, 就震得四周士兵失去平衡, 摔倒在地。 随手一扫, 两架汉马更是瞬息间飞上了天, 然后重重摔了下去。 更有无形的精神波动不断从这巨人身上发出, 那些士兵一被命中, 立即双眸泛白, 昏迷在地。 落地短短几秒, 战场就重新恢复了安静。 蓝色巨人消失化作了毫发无损的南德纳。 四周的那些精锐士兵们, 则是无不躺倒在地。 只剩下莫德指挥官一个人, 坐在地上, 左手握着卫星电话, 右手发抖地挥舞着手枪, 指着越来越近的南德纳。 当我放开心怀, 真正接触到了伟大的女神的神力。 我才恍然大悟, 为什么我一直对自己充满困惑? 原来, 真正亵渎神灵者, 一直是我们自己。 南德纳缓步走到了莫德指挥官面前, 望着那还处在联通状态的卫星电话, 轻声道, 真神早就死了。 这几百年来, 你们所信仰的, 不过是一群腐化的堕落者们, 编制出来的神话罢了。 他们只是一群, 趁着这片大地的本土超凡势力凋零, 窃具高位的小偷而已。 南德纳说到这, 也不顾这一番话, 会给那些婆罗门的大人物们造成多大的轰动。 顿了顿后, 继续朗声道, 听好了, 藏在这片大地上的堕落者们, 我以月之女神神宣者的名义, 代表月之女神向你们宣战。 我来了, 你们的好日子, 该到头了。 莫德指挥官张大着嘴巴, 望着月光照耀下神圣不可侵犯的南德纳。 手枪和卫星电话齐齐松开, 跌落在了地上。 然后, 他吞着口水举起双手, 女神在上。 其实我没有真的信仰师婆神。 南德纳没有理会这个指挥官, 在借用了这家伙的卫星电话, 发出了宣战书后。 他化作了一道残影, 离开了这片战场, 消失在了大道上。 南德纳准备按照神的旨意, 去寻找帮手。 他虽然已经是一位优秀的神选者了, 算得上此事超凡, 更有多种神术攻其施展。 然而, 这样的速成品, 哪怕是速成体系里公认性价比最好的神戏。 就那么短时间, 综合实力能称的上一级超凡巫师, 也已经不错了。 这一次交战, 事实上能那么顺利的原因, 还是靠了, 萧宇在后面帮了一把手, 释放出了聚悦幻象这一结界性质的神术。 削弱敌人作战意志同时, 为南德纳这边添了各种加成。 想要一人挑战整个婆罗门世家们接下来的疯狂反扑, 以及萧宇准备搞出来的对手们。 嗯, 靠南德纳自己的话, 显然是有点想多了。 婆罗门世家代表们开会之地, 宽敞明亮的会议室之中, 代表们却都觉得, 这忽然灰暗了起来。 白发老者咳嗽了一声, 打破了会议室里的平静, 如老鹰一般锐利双眸扫尸了四周后。 他呵斥道, 蠢货, 别人说什么, 你们就信什么了不成? 南德纳那个叛徒说的话, 是能相信的吗? 说到这, 白发老者双手放平在了桌面道。 不过, 在开会前我先问一问。 我们之中, 可有谁是超凡者? 是的话, 还请站出来, 毕竟就现场情报来看。 能解决掉我们派去的司军, 这南德纳身后, 恐怕有着超凡力量在支持啊。 白发老者的一番有理有据的话语, 重复了几遍。 会议室里, 自然是没人能站出来的。 没办法, 萧宇此时才刚刚挖好了舰队这边的坑。 他们这阿格拉城的坑, 需要等一会才能上线。 只是, 会议室里的代表们, 却是纷纷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那个难得那小女人说的话, 该不会是真的吧? 这片土地的超凡势力已经凋零。 现如今上位的, 是一群名字一听, 就不是好东西的堕落者窃局。 而他们这些婆罗门阶层的统治者们, 其实是被一群堕落者给利用来当挡箭牌的角色。 不然, 为何敌对神秘超凡都出现了? 自己这边试破神的超凡者们, 怎么还不出现? 这样的不对等下, 靠着自己等人掌握的资源, 真的就能解决这次危机。 并且在担忧之余, 这些人更是想到了那些堕落者们又在哪儿的问题。 猜疑也随之在各大世家之间不可避免的越来越大。 所幸, 作为统一的阶层, 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 事已还不至于在短时间里出现内乱。 波罗门阶层的异动, 自然是瞒不过官方情报部门的。 哪怕情报部门负责人本身就是该阶层的仆人, 却不妨碍他转身将消息告知大统领以及另一统治贵族沙地利阶层。 安息国受到了那么多年的冲击, 人心本就在思变了。 南德纳的登场和掀起的风波, 某种意义上只是加快了这一次浪潮的速度。 而考虑到安息国情报部门早就被各大势力渗透的和搂子一样。 在安息国大统领得知了波罗门世家派去的私军全军覆没, 月之女神展露神迹等消息没几分钟。 所有一流强国也就都知道了, 并立即对安息国投来了更多的注视。 毕竟, 不管南德纳口中的堕落者究竟是什么, 能悄悄在一个大国当几百年的幕后黑手。 无疑是一个不俗的超凡组织。 而月之女神的强势登场, 岂不是一场超凡组织之间的争斗即将在安息国这片大地上上演。 南德纳所在家族控制着一整个小镇。 小镇上所有人都是南德纳家族的仆人。 而南德纳家族的族人们则是居住于这小镇旁边一座小山的山庄上。 说是山庄, 其实更像是戒备森严的堡垒。 山庄外有城墙、壕沟以及电网。 城墙上更有多处炮台和大型的探照灯。 拿来东方古国, 直接就能用于拍近代历史战争片了。 负责守卫这山庄的司军们除了没有坦克飞机, 其余武器装备和素质更是都要明显高于当地的地方军队。 这样的豪强武装放在东方古国的人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 在安息国却是大家都无可奈何之事。 安息国的叛乱从未停过, 城组织的盗贼还好说。 最怕的是那些走农村包围城市路线的游击队们。 这些家伙拿着十九世纪的武器, 战斗意志却是意外的强悍。 让得安息国派出的围剿军吃了不少苦头, 以至于围剿司令都死了几位。 而如此大的危险一直在他们眼前徘徊, 以官方却又一次次领大家失望。 又怎么好意思让他们不自己出典礼保护好自己呢? 咚咚咚咚。 山庄忽然响起了响亮的钟声。 整座山庄一下子响了起来, 与深夜下完全暗淡的山下小镇形成了无比鲜明的对比。 还在山庄里休息的族人们, 一个部落全都被敲门声吵醒, 而后被告知立即前往大厅集合。 南德纳家族的族长, 有重大事情需要公布。 这期间, 南德纳的父亲在起身走出房门后, 心里是颇为坎坷的。 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女儿南德纳婚到那么大, 尤其是后面竟然着迷了一般, 公然在内陆宣扬起月之女神信仰起来。 是不是在作死吗? 明明家族这边都同意投资南德纳, 让他在家族控制区悄悄传叫了。 唉, 何苦搞成这个样子? 南德纳, 现在已经被阿格拉城的人抓住了吧? 南德纳父亲整理了下身上的宽敞长袍, 看到了四周路过的族人, 看向自己那不怀好意目光。 这位老男人不由低下头, 走得更快了。 进入了大厅, 南德纳父亲却微微一正, 注意到了自己的位置, 竟然被安排在了族长左手边第一个位置。 南德纳父亲不由双眸一亮, 意识到这其中必有蹊跷。 莫非阿格拉城的大人物们想通了? 绝对与月之女神教派妥协。 南德纳父亲这样想着, 只觉得一下子神清气爽, 脚步轻快了许多。 南德纳父亲坐下之后没多久, 大厅便坐满了人。 另外还有五十多位不够资格坐的族人 盘膝坐在了地上铺团上。 能来的都来齐了吗? 南德纳家族的族长是一位快九十岁了, 依旧脸色红润的老者。 身穿传统服饰的他咳嗽了一声后, 吩咐了一声。 顿时就有族人打开了投影设备。 然后, 在座的族人们立即瞪大眼瞧见了化作废墟的庄园, 以及一片狼藉的战场。 拍摄者是战后过来的救援队队员, 不知道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却忠实地记录下来了这大战后的场景。 其中, 那几辆被砸扁的汉马车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后, 战场上唯一还能哭还能叫得莫的指挥官映入了画面。 可惜这个曾经英勇的军人似乎已经崩坏了, 只知道仰着头看着月亮, 身子时不时抖一下的同时, 用沙哑的声音啊嚷嚷着。 伟大的月之女神, 请饶恕我, 请饶恕我, 南德纳家族之人看到这儿, 有族人情不自禁地站起身, 低语着不可能。 也有族人悄悄看向了南德纳的父亲。 有些明白过来, 为何他会一下子坐在族长旁边的位置了。 一小时前, 阿格拉城控制的司军出动了一个连队去了南德纳的居所。 结果, 你们刚刚都看见了。 族长说到这, 故意顿了下说道, 月之女神显灵了。 月之女神, 真显灵了。 还是有族人不肯相信, 并觉得给点时间, 自己可以找到一大堆理由来反驳这一点。 然而这些族人看见了族人的眼神, 瞬间耸了。 他们明白过来, 在家族看来, 是不是真的月之女神保佑, 其实并不重要。 只要南德纳证明了, 其身后有超凡之力在支持, 那就已经足够了。 足够一个大家族进行世家的智慧了。 既然没人有意见, 那就分家吧。 南德纳家族的族长一言而绝地, 决定了一件关乎家族命运的大事。 竟然当场分出了一半家产给了南德纳父亲, 让其自成一家。 南德纳父亲压下心中狂喜, 连忙表示了自己对家族的忠诚。 而四周的那些家族元老们, 虽然心里酸酸的, 却也没人反对。 他们很清楚, 南德纳父亲分的这家将会走上支持南德纳 和其幕后超凡势力的这条路。 而他们本家则是会一切照旧, 甚至会出钱出力帮助阿格拉城的大人物们 对付南德纳。 这是妥妥的两面投注之术。 也是世家们能生生世世, 长存千年的智慧。 不管安息国这边最后究竟是哪一边 取得最后的胜利了。 他们这一族都处于不败之地。 依旧是这片大地上的人上人。 别的世家, 包括许多沙迪利阶层的世家, 都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点, 并企图提前做好投机准备。 可惜, 他们没有生下南德纳这样的好女儿, 只好临时抱佛脚地选择了一批年轻族人, 让他们天天看月之女神菲亚相关的视频, 期望能够将之喜成女神信徒, 并联系上伟大的月之女神。 刷刷! 安息国内地的一处茂密丛林之中。 萧宇从港口出来之后, 一路急迟, 只用了两个小时就抵达了此地, 并瞧见了躺在了草丛里昏了过去的南德纳。 作为婆罗门阶层, 南德纳的皮肤本就白皙, 超繁化之后更是好似牛奶一般滑腻。 本来能打六分的模样, 也在气质加持下, 差不多能有八分的样子。 当然了, 虽然漂亮了那么多, 还是比不了萧宇本人的。 萧宇琢磨着, 现在的自己, 魅力十分为满分的话, 怎么也能拿个十五分左右, 不能再少了吧? 萧宇半蹲下了身子, 伸出右手食指, 轻轻地点在了南德纳的眉心处。 短短数秒, 南德纳眉心处多出来了一个淡蓝色的月牙, 犹如纹身一样与皮肤融为一体。 资质不差, 难怪能够靠着生死之间的大恐怖成为狂热信徒。 幸好遇到了我, 不然你这天赋一辈子都没机会发挥出来。 萧宇留下了铭记, 又挥手在这儿留下一道自己的气息, 吓退了方圆一礼的所有虫衣走兽。 然后, 萧宇转身离开, 准备为此次大戏的反派加点料了。 不然, 萧宇有点担心那群婆罗门世家们先一步不战而逃。 那就不好了。 当萧宇进入到阿格拉城的时候, 这座圣城之中, 大人物们结束了会议, 却是彻夜难眠。 安息国传承其实被堕落者们窃据的说法, 让他们难受。 而最难受的是, 哪怕是堕落者们, 依旧没和他们接触。 让他们有种自己等人连炮灰都不够资格的挫败感。 阿格拉城圣殿后院, 唯一有资格居住在此地的只有阿格拉大祭司。 这位大祭司在外面还能强撑着场面, 安抚众人, 并挠不出来各种理由解释。 回到了后院, 他却是一下子爆发出来, 敲响了铃铛, 让两位瑟瑟发抖的圣殿神女进来。 而后, 不过十多秒, 发泄了的大祭司拿起了皮鞭, 准备发泄心中不安。 神女们不敢反抗, 某种意义上他们在进入了圣殿后, 就已经不算人了。 并且, 婆罗门世家传承千年的底蕴, 也早就有了一整套的方法来让他们听话。 否则这样的制度也无法传承至今。 蠢货! 大祭司正要鞭打, 脑海里忽然传来一个充满了邪意味的粗狂男声。 大祭司不由身子一顿, 迟疑了下后, 放下鞭子, 呵斥两个神女, 立即滚出去。 顿时, 身上到处都是伤痕的神女, 在迟疑了下后, 慌慌张张地离开。 两位神女刚刚离开。 大祭司立即环顾四周, 小声道, 是哪位大人降临了? 大人! 肖宇听到这词, 马上明白这位大祭司是想自家超凡想疯了吧。 第一时间就觉得是自家超凡来找他了。 不过也算猜对了吧。 肖宇注意到了这圣殿地底另有空间, 且多处密室不曾有后人进出过。 显然这些密室都是很久以前的婆罗门之人留下的。 而那么久都没被发现, 估摸着是传承到现在资料遗失了吧。 或者直接就是故意给遗忘的。 比如, 现在这位大祭司就在自家卧室下方搞了一个小型密室, 收藏了许多不能告人的东西。 想来, 要是他突然一命呜呼, 临死前是肯定不希望有人知道自己秘密的。 肖宇没有露脸, 继续传声道, 蠢货。 现在启事取乐的时候? 身为大祭司, 现在到了你去打开隐秘之门的时候。 啊? 隐秘之门? 大祭司猛逼了一下, 觉得自己似乎找到了什么, 赶紧着急问道, 大人, 我惭愧了。 我虽然是大祭司, 可是上一届大祭司是突发意外而亡。 我不知道什么隐秘之门啊。 大祭司虽然本能地有点怀疑消语地忽悠, 可是对超凡的渴望让他自动地挠不出来了 为何自己没听过隐秘之门的理由, 并主动为各自漏洞打了补丁。 去施婆密室吧。 在那儿, 我会引导着你打开隐秘之门。 好, 好的。 大祭司连忙穿上衣服, 敲响了铃铛后, 让阿格拉城的两位祭司陪同着自己, 一起走进去了阿格拉城圣殿内藏着的一处秘密地底空间。 这地底密室有着一个室内篮球场大小, 被分割为了数十个小隔间存放了许多宗教相关的书籍和神器。 这些神器, 萧宇已经提前来扫了一遍了。 只发现了几件小器物稍微有了点信仰之力, 能拿来当超凡材料, 于是收入了随身空间之中。 嗯? 大祭司打开了密室里的灯光, 扫射了这来过不下百次的地方, 正觉得这有哪里神秘的? 忽然他看到一面墙壁竟然渗透出了一缕缕血色液体。 这面墙壁, 有问题! 大祭司赶紧小跑了过去, 而后在两位祭司迷惑的目光中伸手贴在了墙壁上。 不想这一触摸, 墙壁立即发出了血光, 然后咔咔咔声响起, 整扇厚重墙壁竟然缓缓移动了起来, 露出了藏在内衬的一道铜门, 让得密室里的三位祭司发出了惊呼声。 事实上, 这些密室的机关因为几百年没有维护了, 早就坏掉了, 包括那铜门的索性什么的也早就堵死了。 全靠肖宇手动操作, 这才产生了神乎其神的变化。 在肖宇帮助下, 铜门无风自动打开, 露出了内部铺满了灰尘, 到处都透着一股子腐朽味道的密室。 大祭司吞了吞口水, 有些害怕, 注意到两旁祭司火热的目光之后, 生怕机缘被他们抢走, 威胁到自己。 大祭司道了一声跟着我后, 第一个迈入了铜门内的密室。 旋即, 他看到了在这密室里挂在了墙壁上的数十种珍惜野生动物的脑袋标本, 并在转头间眼皮一跳, 注意到另一边的标本赫然是各色各样的人类。 这是, 莫尼莫大祭司的密室。 一位观察铜门的祭司发出了惊呼, 他看到了铜门后的名闻。 这惊呼令大祭司心中微动。 那位大祭司可是距今快五百多年的前辈呢。 并且没记错的话, 那时候的阿格拉圣城可是正处在实力滔天的时候。 雷若的沙地利阶层差不多要吐出最后一块蛋糕了。 可惜, 最后的胜利并没到来。 因为该死的日不落帝国在这个时候登场了。 他们的前辈们被打得落花流水, 一番布置全便宜给了一族人。 不过, 真是五百多年前的大祭司密室。 那么隐秘之门, 指的就是这儿了吧。 让我看看吧, 五百多年前的大祭司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宝贵的遗产。 嗯? 这是, 大祭司喃喃自语着, 然后, 看到挂在墙壁上的一颗死人头, 忽然间睁开双眸对着自己露出了笑颜。 那是一颗死人头? 会说话的死人头? 大祭司虽然信了一辈子的师婆神, 还是被吓了一大跳。 没有办法, 谁让这还是大祭司平生第一次真真切切地瞧见超凡事件呢? 且第一次, 就那么地恐怖异常。 他那一颗年老的心脏, 差点就为此罢工了。 还好萧宇这边一直关注着, 一股神力拖住了这大祭司一口气, 才没让他罪恶的一生早点得到解脱。 急促地喘了几口粗气, 大祭司微不可查地后退了半步, 看着墙壁上的那颗死人头, 颤抖着道, 你, 你是谁? 啊? 墙壁上的死人头是一个光头老人, 双眸睁开露出没有眼珠的两个窟窿, 嘴巴微张, 不见牙齿舌头。 偏偏声音却是从这嘴里清晰冒出, 你就是这一届的大祭司。 不行啊, 不行啊, 怎么会是一个凡人来当大祭司了? 哎哎哎, 算了, 既然你来这里了, 想来是遇到麻烦了吧。 大祭司文言连忙压下了心中惶恐不安, 拿出了当年争权夺利的狠劲, 挺胸靠近了死人头, 将最近发生的一系列变故都告知了死人头。 其中, 更是重点提到了月之女神的信徒在安息之地传教, 挤压师婆神生存空间的问题。 月之女神? 死人头听到这个名词, 与其露出了少许疑惑, 尽管很快就恢复过来。 大祭司何等人惊, 哪里会察觉不到? 心中立即掀起波澜。 这是什么情况? 月之女神不是千年前的上古大能吗? 那月宫一记, 那天宫可是还在自己头顶几千公里外的外太空上挂着的呢? 可以说, 大祭司一直不相信的只是月之女神会出力庇护南德纳。 对月之女神菲亚存在本身, 那是确信无疑的。 且私底下一直希望着, 既然月宫的神话是真实存在的, 那他们安息神话是不是也是真的? 而要是安息神话也是真的话, 那岂不是他们安息的超凡一系才是真正的牛逼势力? 毕竟, 要是神话也有吹牛皮大赛, 安息神话自认第二, 真的很难有人能竞争第一啊。 但问题来了, 月之女神那么强大, 为何这代表了师婆神超凡力量的死人头, 却会不知道。 大祭司脑海里想到了南德纳所说的, 自己等人幕后黑手, 只是一群几百年历史的窃具堕落者。 这似乎对上了。 呸! 我肯定是想多了。 大祭司赶紧让自己忘记心中那可怕的念头。 我明白了。 死人头表情严肃了起来, 然后, 他闭上了眼睛和嘴巴, 一下子恢复成为了一个正常的死人头。 大祭司看着这番变化, 正想要问一问有没有啥之事。 哄! 这间密室忽然间宛如地震一样抖动了起来。 然后, 已经许久没有打开过的密室中的地下室入口, 所在石板被掀开, 露出了通往地底的通道。 那地下室里, 本该干枯的油灯齐刷刷燃烧起蓝丝的火焰。 令得大祭司等人能够看到有光源从地底透出来。 吞了吞口水, 大祭司让两位祭司跟紧自己, 爬进了地下室之中。 旋即, 大祭司瞪大眼看到了这处应该是那位前辈用来秘密休息之所的地下室里, 除了各种奢侈装饰外, 一间看得出来曾经滑跪过的大床上。 一具头上戴着王冠的干尸正瞪大着绿油油的双眼看着他们。 这干尸手中握着一个黄金打造的金杯, 杯子里装满了红色的液体。 液体的气息散发在狭小空间中, 令大祭司并不陌生。 这是人血的味道。 这干尸一样的怪物, 似乎是靠着喝人血狗活到了现在。 师婆神在上, 这样的画面怎么看都觉得不正常吧? 大祭司正想着, 一股冷风吹拂在了他们身上, 令他们觉得浑身一冷之鱼。 心中无不涌出了各种恶念, 并在脑海里刷刷回想起了曾经做过的各种恶劣之事。 这样的效果来源于萧宇的邪恶侦测改进版神术。 神术之下, 萧宇看得清楚, 这些祭司们一个个早就坏事做尽, 不管是现实世界还是小人国那边都绝对能化为邪恶阵营, 并且还是没救了的那种。 特别是那位大祭司的灵魂, 要是在小人国的话, 邪神和深渊都会非常满意吧? 搞不好, 他能混到深渊里的中高层? 你们的来意我已经知道了。 大帝之上既然有超凡踪影出现, 我等也到了出世之时了。 这消息很不错。 我很高兴。 甘尸说着将杯子里的血液一口饮尽, 然后他缓缓转身露出背部。 背上竟然长满了好几个人脸, 这些人脸露出怪异笑容, 望着大祭司道, 我等便是伟大的师婆神守护者一族, 想要得到我们的恩赐吗? 那就快把祭司们都召集过来吧。 没错, 没错, 召集过来, 我等需要信仰师婆神的祭司, 让他们快快过来。 好的, 守护者大人, 我这就下令, 让他们过来。 大祭司满头大汗, 的赶紧低下了头, 惶恐不安地喊出声。 而大祭司身后的两位祭司, 则是早就浑身发软, 恐惧地说不出话来了。 作为一大势力的高层, 他们好歹也是有上网的, 智商更是不会差。 哪里看不出来这, 这甘尸上的那些怪物, 分明是不怀好意。 那些被召集来的祭司们, 只怕会凶多吉少吧。 只不过, 死到有不死平, 倒乃四海皆准的通用道理。 两位祭司在回神来之后, 也连连点头, 正接嘴了一声, 一定尽所能时候。 甘尸背部的人脸, 忽然窜出来了两头, 奸笑着一左一右, 冲进了两位祭司的体内。 刹那间, 大祭司身后传出了圣人的惨叫声。 而大祭司本人也在惊恐之中一下跪倒在地上, 以头伏地不知所措。 看着地面上蔓延开来的大片血迹, 这大祭司的内心深处已经完全相信了自家信仰之物是一群邪恶堕落者的言论。 然后, 他便一下昏迷了过去。 再次醒来之时, 大祭司已经回到了挂着死人头的密室里。 这里一切正常似乎什么都没发生过, 地板上也不曾出现过什么地底通道。 好似刚刚的一切只是幻觉。 幻觉吗? 也对, 刚刚那肯定是师婆神对我的考验。 大祭司站起身正这样催眠自己。 背后, 忽然传了出来两道整齐华一的声音。 大祭司, 醒来了? 快召集祭司们吧。 我们, 快等不及了。 大祭司身子一下僵硬, 缓缓转头肩, 愕然望见自己身后的两位祭司, 正挂着邪笑地盯着自己。 更恐怖的是, 他们的眼睛毫无生气可言, 犹如死人。 死人复活, 萧宇是做不到的。 不过, 借助当初拿到的信仰神器在狭小空间玩点换术, 忽悠凡人, 还是轻而易举的。 之后嘛, 萧宇直接按照两位祭司的模样炼制了两位亡灵傀儡, 再把阴灵塞进去之后, 就造成了大祭司误以为祭司被人脸怪物, 窃具了肉身的错觉。 这大祭司深吸了口气, 看着已经变得陌生的手下, 恭敬地点了点头。 然后, 他就听到了耳畔传来那干湿的声音, 吓倒了。 呵呵, 你是大祭司, 是有资格加入我们守护者一族的选中者。 好好做事, 你将如我们一样, 长生久世。 长生久世? 大祭司心中不由咯噔了下。 人越老越怕死, 更何况他这样的急重之人。 哪怕就目前来看, 这长生在质量上是要打问号的。 大祭司依旧心动了, 并露出了渴望的神情, 再次保证了自己一定是师婆神守护者一族的忠仆。 于是, 在两位亡灵傀儡的建议下, 阿拉格城的圣殿敲响了大笨钟, 吹响了号角。 先是在这圣城修行的各个祭司被召集了进去。 然后, 天明时分。 安息国各处大型神殿都接到了大祭司的神谕, 要求他们中的高层在规定时间里前往阿拉格城圣殿。 安息国首府区所在神殿, 是规模和历史传承仅次于阿拉格圣城的神殿。 管理这儿的主计接到了大祭司的神谕后, 心中犹豫。 他们这儿靠着官方的有意识帮助, 已经脱离大祭司管辖许多年了。 算得上自成一派了。 许多陋席更是渐渐地被改正了过来。 如果按照正常历史进程发展, 或许师婆神教的改良派会在这儿诞生。 现在嘛, 月之女神闹的事情已经发酵得那么大了。 在这位主计看来, 这是阿拉格城圣殿那儿着急了, 所以想要集中个派系的力量来办大事吧。 我们终究属于师婆神一戏。 这次的会议, 我们应该去。 主计想了想, 对着自己的亲密属下道, 不过去之前, 我打算拜访一下我们的大统领殿下。 我不在这段时间, 务必约束好信徒们。 我不希望闹出袭击月之女神信徒的大新闻出来。 请放心吧, 尊师, 我们一定不负所望。 嗯嗯嗯嗯。 这位主计点了点头, 便坐上了车, 静止去了大统领府邸。 然后不过半天功夫, 他就登上了专机, 飞抵了阿拉格城。 而此时的阿拉格城, 也吸引了现实世界各大势力的目光。 许多新闻媒体记者, 更是好似嗅到了鲜血味道的鲨鱼, 不怕死地冲了过去。 可惜阿拉格城圣殿, 可不给这些记者们面子。 司军早就接管了这一城市的治安, 配合着教派的卫队, 直接来了一个全城戒严。 也就是大势力的那些精英间谍们, 还能够在这时候潜入到这城市里来提供消息了。 萧宇忽悠了大祭司之后的第二天清晨。 圣殿大厅, 来自各地的师婆神教祭祀们齐聚一堂, 阴道1200人, 10到1120人, 还有80位受邀祭祀味道。 不过, 我不算等他们了。 他们已经用行动, 表明了他们对师婆神的不信任。 让我们先按照传统, 祭拜象鼻之神加内石吧。 大祭司坐在蒲团上, 看着到齐的众多祭祀, 一开口, 声音就显得格外的阴冷。 让得大厅里的祭祀们, 无不悄悄打了一个寒颤。 一股阴风扫过了这处大厅, 人人都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立即有祭司意识到了不对劲。 想到了这次会议, 会不会是师婆神背后的超凡势力要登场了。 无不兴奋莫名了起来。 只是, 很快这股兴奋就被熄灭了。 随着那大祭司带领着众人按照传统祭拜完那位相鼻神, 又感慨了一番师婆神教在当今环境下遇到的困难, 并表示自己接到了神域。 师婆神的使者要改变现状之后。 大祭司身后的地板忽然动开。 然后, 一具甘尸盘膝着飞舞到了大祭司头顶上空。 甘尸身上溢出一股股黑气, 更有阵阵笑声从甘尸背后传出。 杀! 那位守抚区的主祭连忙站起身, 邓大言喊道, 大祭司, 你投靠了怪物了? 这位主祭问出了众人的心声。 然而, 那大祭司却是宁笑了下, 身上同样散发出阵阵黑气的同时道, 什么怪物? 愚蠢! 这可是莫拉莫大祭司, 曾经为我们神教带来过无上光荣的仙辈。 而今的, 守护者大人, 前任大祭司, 怪物, 竟然是守护者。 祭司们纷纷站起身来, 这师婆神教的超凡势力的形象, 实在是太出乎意料了。 让他们纷纷觉得, 怎么那么地像大反派? 就在他们迷惑不安时候, 干尸被靠向了他们, 露出了背上的人脸。 然后, 随着肖宇配合着施展巫术, 阴风大起的大厅, 人脸斜笑着飞了出来。 顿时, 包含恐惧的尖叫者和惨叫声, 死起批伏。 整座大厅乱成了一片。 与此同时, 阿拉格城的圣殿上空, 一个巨大的虚影缓缓浮现出, 那是与圣殿后方山上 诗婆神像几乎一模一样的巨大虚影。 一个身高百米以上, 三头四臂的巨人。 我觉得我发现了了不得的大新闻。 一间民宅里, 靠着提前潜伏得以藏在城市里的 一位花旗设计者, 从窗口看到了圣殿方向 升起的虚影, 不由地发出了惊呼声。 我这次一定能上头条。 然后,我要申请私人办公室, 私人秘书, 还有至少一个月的带薪假期。 这记者喃喃自语着, 赶紧举起了摄像机, 并联系上了花旗设总部。 而在各大势力的情报部门总部, 他们也乱成了一团。 特工们靠着各显神通的手段, 把摄像机放进去了 与会的祭祀们身上。 然后, 摄像机忠实地把大厅出现的乱象 拍摄了下来, 让这些情报部门纷纷意识到, 师婆神教竟然也有超凡出现了。 只是, 这古老教派的超凡者的形象, 怎么看都是反派来着吧? 莫非那关于这教派幕后黑手, 是一群堕落者的传言? 其实是真的。 安息国阿格拉圣城的圣殿, 出现了神迹一事。 随着花旗设的社长, 从大统领府那儿得到了同意指令后, 立即进行了一次, 花旗国事风味的现场直播。 令得短短时间, 就让这消息, 好似生了翅膀一样, 跑遍了全球。 然后, 那位躲在民房的记者, 开始发挥一名花旗设计者的优良传统, 看热闹不嫌失大的, 一边直播前方圣殿画面, 一边进行了各种往坏处想的猜测分析。 分析之中, 自然少不了添油家族。 而花旗设方面, 更是驾轻熟路地, 配合着临时编造了各种假新闻和假数据, 来增添自家记者的说服力。 让得看到这直播的安息国上层们, 一个个冷哼一声, 并向花旗国那边提出了抗议, 然后在得到了对方肯定会登报道歉的回答之后。 直播继续进行, 记者也依旧继续着添油加醋。 大家别不相信, 我告诉你们, 有不便透露身份的消息人士, 悄悄告诉了我, 我们前方出现了巨人虚影的圣殿底下, 是一座可怕的万人坑。 千年来, 死去的那些神女和奴仆们的尸骨中, 老虎不吃的一部分, 都会埋在里面。 据说, 他们之所以这样做, 召唤出来的怪物, 要吸取那些可怜家伙的灵魂和怨恨, 方能壮大。 听到了我通过声音采集器, 收集到的圣殿里的惨叫声吗? 这就是那圣殿在进行祭祀, 进行人际的铁证啊。 花旗社记者说道, 这激动的手舞足蹈, 同时直播现场的观众们, 也听到了包括男女老幼在内的惨叫声。 结合前面说辞, 这些观众们纷纷毛骨悚然, 并对师婆神教本能地害怕起来。 尤其是离安息很远, 被自己家园保护得很好的那些观众, 也在这时候才意识到, 这个世界其实是残酷的, 充满了黑暗阴影。 萧宇一直留意着四周状况, 以免意外发生, 事已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位记者。 然后有些惊讶, 这记者竟然还收集到了圣殿里的声音, 是他神通广大, 还是其他事里送了情报过来了。 不过, 等等, 这所谓的声音采集器, 其实就是一个藏在纸盒子里的老式收音机吧。 还有, 这一段惨叫声怎么还有女人和小孩子的? 那些祭司们可没有这两种人的位置。 萧宇稍一思索, 就明白过来。 这也是花旗社记者们的老伎俩了。 只要直播效果好, 造假录音算得了什么? 至于事后, 别说事后, 一般不会有能掌握舆论的人来较真, 就算真的被事后翻账了。 大不了, 道歉就是了。 至于道歉的新闻, 没人关注。 大家相信的依旧是假新闻的消息, 那就怪不了自己了不是? 不愧是花旗社。 这次倒是曲线帮了我一把。 萧宇微微一笑, 记住了这位记者。 毕竟师婆神教可是大反派来着, 有人帮忙抹黑, 不是更好。 这是阿格拉城盛店区, 花旗社前方记者, 约翰逊在这里为大家进行报道。 这位记者看到了直播设备上不断显示的热度表, 耳机里听到了上级领导对自己的表扬。 他嘴角忍不住微微翘起, 绝对这一把自己是拼对了。 不过, 在直播新闻进入到了广告时间后, 约翰逊记者还是忍不住向上级领导嘀咕道, 我们这样黑师婆神教, 真没有关系吗? 有什么关系? 我们说的可都是事实。 事实? 约翰逊记者文言微微一正, 立即反应过来, 瞪大眼看向了圣殿方向, 声音带了颤音, 师婆神真的在人际。 是的, 所以你可是站在正义的一边。 上级领导肯定说道, 这也是为何大统领府那边会那么快同意我们的直播新闻。 要知道, 这可是事关超凡啊。 若非一方难以得到社会认可, 我花旗国何时那么快站过队了? 约翰逊记者明白了过来, 然后就想关掉直播设备跑路, 耳机里却是立即传来了领导的威逼利诱。 约翰逊记者犹豫了下, 想到了自己在国内欠下的大额信用卡账单。 想到了那些如同大明星一样显赫的前辈。 约翰逊记者咬了咬牙, 决定继续直播下去。 在他看来, 师婆神教的大人们重点是在圣殿聚会上, 应该没时间关注他这样的小人物才对。 圣殿之中, 大祭司红光满脸地望着眼前惨叫着的同伴们, 拼命地吸着从这些被飞气冲击后出现各种异变的同伴散发出来的死气。 这些死气被大祭司吞入腹中然后被身体吸收, 让大祭司觉得无比舒服, 且力量也随之增长。 只是大祭司却不知道, 这种错觉只是因为他开始了食诗鬼化罢了。 食诗鬼召唤是《亡灵之书》上记载的一种召唤术。 只不过, 这种召唤术除了可以从一空间召唤出食诗鬼外, 还可以直接对普通人释放, 让其食诗鬼化。 食诗鬼们是亡灵生物里的另类, 如果是直接转化而成的话, 往往能保留着作为人时候的记忆乃至智慧。 并且升级路线上, 食诗鬼生物与普通生灵区别不大, 从最低级的不入流食诗鬼到媲美沉心巫师的食诗鬼大军都已经很完备了。 不过成为食诗鬼后, 人也就不再是人了。 阳光会削弱他们的力量, 各种正能量属性都能产生克制加成作用。 人生乐趣上啪啪啪也是肯定不行了, 只留下食欲和贪欲。 只是食诗鬼们除了以死气为食外, 只有腐蚀才是他们眼中的美食。 一开始变成了食诗鬼的家伙们, 初期往往都会有点不适应, 到最后都会真相辨识了。 另外, 亡灵生物的通病, 对活的生灵会产生本能的痛恨这一点, 食诗鬼们也不会免俗。 肖宇本来是打算先召唤食诗鬼出来, 再由食诗鬼大闹一场的。 没想到, 现实世界竟是召唤不出这些异度空间的食诗鬼。 肖宇只好退一步, 选择了让大祭司和其亲信食诗鬼化, 然后在这圣殿中激活死灵法阵, 让这片圣殿化为亡灵乐园。 目前来看, 一切安好, 可以放心。 甚至好的有点超出一开始的预料了。 似乎是因为这群祭祀, 一个个虽然坐肩犯科, 坏得脚底流浓。 可是, 能从大批竞争者里脱颖而出, 不能不承认, 他们都是同族里面的精英。 哦! 哦! 圣殿之中, 随着第一个祭祀化作了干尸啪一声摔倒在地。 大势力们的监控发现, 倒下的干尸忽然睁开黑气缭绕的双眸, 重新站了起来。 直到大厅所有的祭祀都成为了干尸, 并站起身后。 大厅正中, 面对着悬浮的前任大祭司位置, 无数半透明的人影交叉在那儿, 不断哀鸣出声。 这样的场景, 无疑很容易让人想到, 这是一个人类灵魂的集合物。 而灵魂来源, 毫无疑问是那些化为干尸的祭祀们。 宁孝者的大祭司和那前任大祭司, 对着这灵魂聚合物摊开双手, 用古老的语言道, 师婆神的忠实信徒们, 不要害怕。 很快你们就能和神融为一体了。 感觉到了, 那充斥你们灵魂深处的恐惧和痛苦了吗? 这是师婆神赐予你们的恩赐。 好让你们可以更加的充满力量。 现在, 我们必须展现我教的力量, 让那些愚蠢的凡人们重新记起师婆的威严。 神, 需要你们的灵魂。 说完这话, 前任大祭司背部冒出一句大话的人脸, 脸上大嘴一下张开后, 竟是一口吞下了那一团灵魂聚合物。 他, 他吃掉了那些祭祀的灵魂。 法克尤, 这干尸大祭司百分百的, 是一个邪恶怪物。 各大势力的情报部门总部也在同时纷纷发出了惊呼。 并随着起身的干尸越来越多之后, 不少官员坐不住了, 站起来道, 将自己的手下灵魂吃掉了, 还把肉身通通化作类似亡灵的怪物。 这师婆神教的大祭司, 疯掉了吗? 还是说, 他们是以此来增强自身的超凡力量, 好对抗月之女神教派。 不过就算有这样的理由, 这样的手段也太邪恶了。 是啊, 让我想起了可怕的妖魔。 很难相信, 这样的超凡势力会在大劫来临之时庇佑人族。 猜测之余, 各大势力都明智地做出了选择。 尽管他们没有亲自下场组成联军讨伐邪恶, 却是找到了出现在了安息国港口城市的南德纳, 提供了情报支持和财力支持。 安息国大统领也在稍晚一些时候, 从花旗国与莫斯卡那边接收到了第一手资料, 看到了师婆神教在圣殿里的所作所为, 哪怕是大统领也未知色变。 这是在和所有婆罗门世家为敌了吧? 大统领旁边最得信任的幕僚看完后, 深吸了口气, 历历不安地道, 他们疯了。 又或者, 他们是准备殊死一搏。 大统领, 我建议将资料分发给各大家族, 取得他们的谅解。 然后, 这位幕僚正要继续说出心中想法。 一个官员听到了消息, 赶紧打开了办公室里的电视机。 顿时, 花旗社直播画面出现在了电视机里, 却是圣殿那边异状再次出现。 一股股黑气竟然从圣殿之中冲天起, 然后消失在了远方。 同时, 正在直播的约翰逊记者所在明居, 也不幸地被一股黑气砸破了窗户所在那面墙壁, 落在了这位记者面前。 黑气消散, 露出了一具有着两个脑袋和四只手臂的丧尸。 这看起来和丧尸差不多的怪物, 约莫一米八高, 身材粗壮有力, 通体披着一层黑色灵甲, 双眸燃烧着绿油油的火焰, 落地之后就一下扑倒了约翰逊记者, 并咔嚓一声挥舞手臂打坏了直播设备。 刹那间, 除了最后一声惨叫外, 直播信号就此中断。 这样的画面, 让得收视率再次创造出了新的记录, 也引起了无数观众发出惊呼, 并为那勇敢的花旗设计者的命运感到担忧。 哼, 怪物抓起了昏迷的花旗设计者, 直接带回了圣殿。 藏在附近的一位间谍瞧见了这幕, 悄悄通报之后, 却是不敢再留在原地, 远离了圣殿所在城区。 至于这圣城的居民们, 却是大半依旧蒙在谷中。 没办法, 除了上等人外, 这圣城居民们几乎都是圣殿的仆人, 从出生开始就为圣殿服务。 大部分人, 祭祀说什么, 他们就信什么。 以至于其他地方都在高呼, 圣殿里有恶魔了。 城里的人还以为是神灵展露神迹了, 纷纷按照祭祀们以前吩咐的那样, 跪在地上朝拜不已。 安息国航空母舰所在港口城市, 南德纳遵照神谕, 抵达了这儿, 刚刚进城, 就被自己的父亲找到了。 让南德纳欣慰的是, 自己的父亲竟然选择了支持自己, 为此不惜与主家分家。 有了财力人力支持, 南德纳连忙联系上了当地的执政官, 并告知了他一个惊人消息, 这片大地的堕落者们醒来了, 他们会来此打开封印, 放出恐怖的怪物。 怪物们饿了几百年了, 这座城市的所有人都会是怪物们的目标, 这座城市必须撤离。 军队, 也需要做好准备。 当地执政官一开始, 还以为是南德纳故意夸大事实。 没想, 很快他就接到了安息国大统领的电话, 亲自指示了一切行动, 听从南德纳的建议。 并且没多久, 各大势力的外交官竟然都跑了过来表态支持南德纳。 令这执政官猛逼了下后, 立即明白了形势危急, 下达了动员令。 南德纳听到消息之后, 表情并未缓和, 反而身子突然一颤后, 当着各大势力外交官的面惊呼道, 不好了。 我听到了来自神的启示。 那些堕落者们, 已经抵达我们附近了。 什么? 马萨卡? 瓦特? 外交官们瞪大了眼, 脑海里响起了变成干尸的祭祀们。 执政官也在补了相关视频资料后, 脑门冒出了虚汗。 他们都没想到, 这超凡之间的战争, 效率竟然会那么地快。 早上才举行了仪式, 这中午就要开战了。 执政官站起身, 看向了锁在关底窗外的大海。 我们最强的舰队就在这片海域上。 我相信, 他们可以挫败那些怪物的阴谋。 安息国第一舰队。 是安息国最强大的一支海军力量。 同时也是驻守在这片安息海域里, 最强大的海军了。 至少在纸面数据上如此。 毕竟, 这支舰队拥有着一艘莫斯卡那边改制的航空母舰不说, 更装备了从欧罗巴联盟那边采购来的主力战舰。 除了时不时航空母舰起火燃烧, 又或者创造出了第一次炸了自己的潜艇等让广大军迷欢笑的事外。 好似也没有其他大问题了。 此时此刻, 这支被港口城市众多大人物们寄予厚望的舰队。 因为安息国大统领的担心, 一大早就装备了实弹游离在了近海边上。 第一舰队的司令, 卡列伯中将此时正在皱眉。 尽管在海上, 卡列伯中将还是通过自己这边的情报部门得知了这段时间发生的事, 并在听到南德纳到了城市的时候。 他就敏锐地意识到了, 麻烦也可能紧随而来了。 果不其然。 才没多久呢, 来自大统领的通讯就来了, 并告知了他, 第一舰队必须担负起责任起来, 向世界展示安息国的军事力量。 当然了, 安息国的军事参谋们也提出了建议, 那就是尽量地保持距离。 武力展示上, 还是以导弹等远程力量投射一些就好。 让我们的好小伙子们都打起精神来。 对了, 我们的专家们呢? 让他们检查一下装备。 卡列伯中将在结束了通讯指挥, 摸了摸下巴, 拿起了通讯器, 开始全舰队通话, 告诉他们这次可不是什么演习。 要是再出现把自己炸了的事故, 就算他们都是杀地利, 我也会让他们在监狱里待一辈子。 顿时, 整个舰队所有人都忙碌了起来。 而在港口城市郊外, 随着萧宇抵达此处, 经过土路的市民们忽然间注意到了四周的草丛里, 大量的黑气正汹涌地从地表涌了出来。 大片杂草瞬息间就开始枯萎, 而后短短几秒就彻底化为了黑灰。 从高处看去, 这片曾经的草地刹那间化作了被黑色覆盖了一层的黑色沼泽地。 更有一缕缕的黑色死气从地面上腾空而起, 短时间就充斥了大半个天空。 恐慌瞬息间就从市民心中那儿蔓延开来。 无数人惶恐不安地奔走, 富人们都用卫星电视看了花旗舍的直播, 更是一个个激动地牵家带口奔走。 城市里负责治安的治安员们握着手中可用追溯到十九世纪的古老步枪, 徘徊在街头不知所措。 而在港口执政官的官邸里齐聚的大人物们也在听到了城外的异状之后, 赶紧联系上各自的渠道, 期望能得到撤离此地的退路。 执政官看向了南德纳, 带着一丝期望, 月之女神可有给你回应。 尊敬的南德纳祭祀, 请你一定要帮助你的同胞们。 我正在祈祷, 我相信月之女神一定会听到我的祈祷的。 南德纳坚定地点了点头, 闭上美目就在这办公室里盘息坐下。 没人敢打扰他。 不过却不代表他们就无事可做了。 至少执政官这边派的人得到了黑色沼泽的坐标信息, 并将之发送给了第一舰队。 很快, 第一舰队的数艘军舰喷出了火光, 十多枚导弹飞了起来, 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线后, 带着尖啸声越过了港口城市的上空, 修一下落入到了黑色沼泽地面上。 轰, 轰轰, 导弹爆炸了, 将黑色的泥土炸得漫天飞舞, 并在现场留下了十多处大坑。 只是, 这些黑气本就是萧宇施法的特效产物, 炸得再多大坑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是以萧宇微微笑了笑, 打开了亡灵之书, 在没有借助任何灵力惊石的情况下, 就完成了一个大型亡灵巫术。 顿时, 爆炸的烟云还没消失, 正在高处楼房上的观察组, 就看到烟雾里冒出来了一批批怪物。 这些怪物大部分是从附近挤出乱葬岗爬过来的窟窿和丧尸。 还有一部分是来自高级亡灵巫术形成的体型超过三米的尸体拼接怪物。 此外, 为了证明这些怪物和那狮婆神的大祭司有关, 打头的几位是萧宇炼制出来的四臂双头怪人。 同时, 烟雾之中, 数十头被生双翼的黑色鸟头人飞快地冲了出来, 目标明确地飞向了执政关关底。 迪席! 天台上的观察组发出了惊呼, 旋即被一个鸟头人近距离地越过了头顶。 这些鸟头人是战争女神魔力甘的神力化身。 经过了萧宇的这段时间的培养, 肉身都已经达到了一级超凡骑士的标准。 可惜这种程度也就到这些化身的极限了, 还想再进一步只能熬时间或者使用天才地宝。 萧宇舍不得天才地宝, 不过巫术和神术方面短时间强化肉身的术法还是很多的。 萧宇使用战争女神的神术, 临时强化了这批鸟头人的身体, 并让他们附加上了来自火凤大陆的黑炎符文。 这些黑炎经过了观察组所在天台, 那些设备刹那间被点燃化作了火炬, 天台上更是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几个以为自己逃得够远的观察员也在同时感觉到了一股火浪冲了出来, 让他们齐齐惨叫着倒在了地上。 他们身后的伙伴赶紧跑了过去, 纷纷惊呼出声。 却是那几个观察员的正面都已经被烤得焦黑一片。 鸟头人快速地在城市上空穿插, 很快就有两头鸟头人撞破了直阵关关底办公室的窗户, 轰隆一声落在了地上并第一时间扑向了盘膝而坐的南德纳。 哄!南德纳身上爆发出来了一轮弯跃虚影, 瞬息间就将两个鸟头人再次震飞了出去, 撞塌了墙壁飞了出去。 安息国的地面武装果然不值得信任。 一个花旗国代表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暗暗摇头。 这次袭击似乎从开始到现在, 除了一开始的导弹外, 这些入侵者就没有遇到什么抵抗。 正想着,花旗国代表又再次蹲在了墙角, 却是更多的鸟头人尖叫着冲了过来。 只不过,南德纳却是一下睁开双目露出喜色醒来, 然后双手一张。 来袭的鸟头人再次以更快的速度被击退, 让得众人看着张开双手, 浑身沐浴在了清冷光芒里的南德纳。 无不羡慕不已,超凡之力。 南德纳信仰了月之女神, 真的成为了超凡者了。 南德纳也微微一正, 有些吃惊自己的超凡之力竟然变得那么强了。 明明按照自己估计, 能够挡住那些可怕的鸟头人的攻势, 就已经到极限了。 没想到,自己稍微一用力, 这些鸟头人就那么凄惨地倒飞回去了。 莫非,月之女神的神力果然对这些堕落者们有着克制作用。 南德纳想到这, 不由嘴上挂起了好看的笑容。 哦! 窗外, 鸟头人们纷纷爬起身, 并再度张开了双翼腾空而起, 蠢蠢欲动。 也在这一刻, 半空中数十道能量光剑射击了下来, 刹那间就将十多头鸟头人们射得千疮百孔。 另外有几头鸟头人急匆匆地惊恐后撤, 却是一下子就从树道蓝色光圈给捆住, 摔倒在了一处混乱不堪的市场中。 几头鸟头人尖笑出声, 摇晃着脑袋想要爬起身。 却见天空之中射出利剑的十二位半人马骑士, 脚踩白云飞了下来。 这些半人马骑士长相鹦鹉不凡, 身穿银白色铠甲, 手握强弓, 背上除了剑筒外更有一柄短毛和一把马刀。 这些半人马骑士可都是正儿八经的月之女神的神力化身, 身上充满了月之神力的光彩。 难得那第一眼看去, 就帮助这些半人马骑士证明了身份。 太好了, 月之女神的骑士降临了。 他们会帮助我们抵挡那些可怕的堕落者们的袭击。 难得那说到这里的时候, 执政官也在微微一正之余, 兴奋地说道, 太好了, 我们这边第一舰队也会支持月之女神。 执政官事实上算是婆罗门某世家分支出身。 不过嘛, 在这个时候了, 他哪里还不清楚选择哪边对自己有利。 第一舰队那边, 官兵们也从导弹好像无果的感觉中松了口气, 再次鼓起勇气进行作战准备。 卡列伯中将站在指挥塔里, 遥望远方碧海, 拿起了通讯器就准备下令再次开火, 对准黑色沼泽骑射一波的时候。 忽然, 他听到了旁边一个副官的尖叫, 不好了, 海底怎么会出现了那么多不明物? 什么? 卡列伯中将瞪大了眼吼道, 海底里面, 我们不是还有三艘潜艇吗? 海底深处。 三艘潜艇的海员们此时也都已经慌了, 因为他们都在雷达上发现了, 海底里正有大型生物在飞速地接近他们。 大型生物是潇雨直接使用水元素召唤而成的水元素巨人。 潇雨此时更是亲自潜入在这水元素体内, 急迟而来。 哄! 潜艇射出了鱼雷。 巨响之下, 哪怕是水元素巨人也在这巨大震荡中一下子缺了大半身体。 不过也就短短几秒, 水元素巨人就在四周海水的补充下回复了过来, 并在第二轮鱼雷射出之前撞在了一艘潜艇上。 顿时, 这一艘潜艇被撞击的侧面便一下凹下了大半。 这一刻, 潇雨更是瞬间双眸一闪, 精神力压住了潜艇里的所有人, 让他们瞬息间昏迷了过去。 另外两艘潜艇的舰长听到了通讯器里的惨叫后更加可怕的沉默, 纷纷大叫着上前。 然而, 潇雨的目标可是整支舰队。 心中一动, 藏在海底的大圣已然跃土冲了出来。 大圣此时早已施加了伪装巫术, 尽管体型没有改变, 身上却已经被一层黑色金属所笼罩。 同时, 背上还装上了两条粗壮有力的神力化手臂, 形成了四臂巨猿型怪物。 正好试破神教派里面也确实有那么一只猴子是这样的形象。 它的出现不会引起旁观者的怀疑。 毕竟, 谁规定了超凡巨猿只有东方谷国那儿有。 并且, 两者之间的气质可以说实在是差别极大。 好。 大圣冲到了一艘潜艇的前头, 然后猛地抓住了这潜艇的头部后, 羞一下向着海面上冲了出去。 于是乎, 不过十多秒而已。 海面上惶恐不安的安息国海军就目瞪口袋地望见一艘黑色潜艇, 被一个四臂巨猿竖着举了起来, 并重重地倒翻着砸在了海面上。 这潜艇里的成员们也都在这急促上浮的瞬间, 一个个失去意识昏迷了过去。 好。 好。 大圣兴奋的一跃踩在了潜艇翻起来的腹部, 四臂垂着自己的强壮胸膛不断吼叫。 每一次吼叫, 声音都响彻了整支舰队所在的上空, 让这些海军官兵们一个个脸色苍白。 卡列伯中将更是一边喊着一定要消灭敌人, 一边招呼副官急匆匆后撤。 他准备赶紧乘坐在这艘战列舰后方的直升飞机, 离开这个鬼地方。 至于说, 在这面对敌人的关键时刻, 先跑会不会被审判? 卡列伯中将却已经在恐惧面前, 没时间去思考这些了。 在他看来, 最惨也就是被削掉军职罢了。 想当初安息国与东方谷国交战的关键时候, 那些还没看到敌人踪影就不战而逃的将军们, 也不过是降级罢了。 刺激这可是面对着更加可怕的怪物脸。 保留有用之身, 怎么想也是情有可原吧? 开火! 快开火! 四周的军舰上的炮台转动了起来, 对准了大盛之后喷出了火舌。 宿舍炮喷出的炮弹打在了大盛的身上, 被一层暗黑色的光运死死挡住。 数秒之后, 爆炸的火光之中, 众人看见四壁巨员冲了出来, 在炮火下一口气撞破了一艘驱逐舰的箭身。 轻而易举, 就将这艘舰折为了两半。 哄! 舰船刚刚变成两半的瞬间, 四壁巨员腾空而起, 在了百米高空, 然后张嘴喷出了一道土锡。 这土锡砸在了一艘炮剑上, 顿时, 那炮剑也轰一声侧翻了过去。 空中, 两架战机的在驾驶员鼓起勇气后, 射出了导弹。 轰轰两声爆炸, 驾驶员们却愕然发现, 海面上那怪物不见了踪影。 在发现时候, 那怪物已经出现在了另一边的空域, 并对着自己这边大吼了一声。 顿时无形音波袭来, 两架飞机就好似被飓风吹动的模型, 一下子翻着滚跌落进了大海。 其余升空的飞机, 见此立即做了鸟兽散。 短短时间, 四壁巨员的不可战胜的印象, 就牢牢让所有官兵记在心头。 似乎是意识到了, 四壁巨员目标都是大船。 无数船员冲到了救生艇上逃生。 航空母舰上。 一片混乱中, 两位负责后勤部门的婆罗门世家出身的军官, 没能抢到直升飞机逃跑, 看到已然冲来的四壁巨员。 这两位连忙腿一软跪倒在地, 并激动地嚷道, 神侯在上, 我们可都是师婆神的预备祭祀啊。 我们都会被师婆惊, 我们愿意为神继续奉献。 高呼声下, 两位军官兴奋地看到四壁巨员竟然在轰隆一声落地, 踩坏了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之后, 停在了他们面前。 他们不由暗暗松了口气, 以为自己等人的身份起效果了。 果然, 我等婆罗门就是要高人一等啊。 哈哈, 我等婆罗门才是人上人。 这些人高呼出声的话音还未能落下。 大圣已经烦了这两个军官的嘈杂之音, 在问了萧宇可不可以厚, 还活着的人看到, 那四壁巨员忽然挥舞了一下右臂。 顿时, 那两位自以为是人上人的安息官就已然飞了出去, 化作两团黑影扑通一声跌入了大海。 安息海域, 四壁巨员肆虐安息国第一舰队的消息, 很快就传遍了全世界的高层。 无数上层人士们第一次瞧见了, 现代海军面对超凡力量是多么的无助。 无能而又可怜。 这让他们纷纷心计不已, 毕竟安息国的军队再怎么无能, 那也是世界公认的军事强国之一啊。 纸面数据上, 无论哪一个国家提及现代军事力量, 安息国也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重要组成部分。 安息国的惨败, 让他们都有些误伤其累起来。 许多文官更是觉得, 这些堕落者未免太强大了吧。 明明是刚刚复苏的超凡势力。 听说还是窃聚了安息之地的一群没了底蕴的家伙, 怎么也能那么轻易吊打安息国的第一舰队? 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搞错了? 萧宇对此, 却是心中早已经预料到了结局。 那肆虐海军的四壁巨猿, 本体可是大圣。 大圣的肉身已经达到了传奇巅峰的水准, 哪怕是在小人国, 也足以一人横推没有成心巫师的全大陆, 建立唯我独尊的统一王朝。 更何况, 大圣走的神系路子下, 还能进行天神下凡, 让自己短暂地成为媲美沉心及超凡的真神。 配合大圣的体型优势, 哪怕没有放出沉心法香进行加成, 也足以好似欺负小朋友一样, 欺负这支第一舰队了。 闹了一阵, 大圣没有继续破坏航空母舰的表面, 而是猛地跃到了海底之中, 然后四壁一起撑着了航空母舰的底部。 然后, 随着一阵阵轰鸣声响彻了大海。 正在救生艇里, 急匆匆远离的第一舰队官兵们大呼出声, 妈妈! 我的天啊! 三! 航空母舰被那怪物举起来了, 官兵们目瞪口呆地望见了, 让他们头皮发麻的一幕。 那艘第一舰队的骄傲, 莫斯卡出品, 然后免费赠送给了安息国, 只是收了数倍于正常购置费用的改装费用的航空母舰。 竟然猛地一抖后, 发出嗡嗡声地抬起了船头, 然后给四壁巨猿先地倒立于了海上。 哼! 倒立起来的航空母舰立即向着海底沉了下去, 并随之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这漩涡的出现, 令得救生艇上的官兵们惊醒了过来, 纷纷尖叫着, 滑水远离。 一架还没离开太远的直升飞机上, 机载的摄像头忠实地记录下了这一幕, 见证了这艘第一舰队的骄傲彻底没入海底的画面。 很快, 这画面就被剪辑后送到了各大势力的桌上。 引得他们之中, 有人颇为感慨地叹了一声, 安息国第一舰队, 完了, 咚! 港口城市当地执政官手中的电话一下子滑脱, 先砸在了木桌上发出巨响, 然后又滚落到了地毯中。 执政官阁下, 这是怎么了? 南德纳父亲眼皮一跳, 看着失态的执政官赶紧询问。 安息国的第一舰队遇到了师婆神教的报复, 已然全军覆没。 看着执政官欲言又止, 花旗国的代表也接到了消息, 于是好心地走上来解释道, 南德纳父亲听到这个惊人的消息, 先是猛逼了一下, 玄机表情凝固在了脸上。 冷汗刷一下布满了他全身。 花旗国代表却是不理会这人的表情, 他摇着头道, 很道歉, 执政官殿下, 我接到大使的吩咐, 有钥匙得离开这儿了。 我的朋友, 我也接到了上级的命令, 有钥匙需要离开。 太巧了, 我也短短数秒。 各大势力的代表们纷纷离开了这处办公室。 南德纳看出了执政官和父亲的担忧, 出言安慰。 请放心吧, 那不可能是哈努曼。 哈努曼? 神侯哈努曼阁下? 执政官殿下微微一正, 事实上, 他只知道第一舰队完蛋了, 细节他还没资格了解。 南德纳却是胸有成竹, 月知女神的代行者告诉了我, 那摧毁了第一舰队的四臂巨猿, 只是被堕落者们窃取了哈努曼曾经的遗物, 而催化出来的怪物罢了。 他的实力, 不足神侯哈努曼的十分之一, 听到南德纳的安慰之语, 安息国偷听的情报部门头子和大统领们 却是一脸的欲哭无泪。 法克游, 这意思不是那四臂巨猿太强, 而是第一舰队太废了, 连一头神侯十分之一实力的怪物都挡不住。 不过, 细细一丝, 这里面蕴含的信息也太可怕了吧。 上古时候的那些超凡生物们, 到底是多恐怖啊。 他们这些失去了超凡传承的凡人们, 想要在大劫之下活下去, 活得好一点。 除了联合起来, 还有其他路子可选吗? 港口城市忽然传来了一声怒吼声。 玄机, 天海之间, 一个黑点迅速扩大, 竟然是一头浑身冒着黑气的四臂巨猿正踏着海水急驰而来。 这巨猿每一脚都能踩出好似水雷炸了一样的效果。 另一个城市里的人们, 想要不注意到踪迹都不可能。 四臂, 原身, 直正观脸色刷一下苍白的毫无血色, 是那一头毁灭了第一舰队的怪物。 他, 他要来毁灭我们了。 惊呼之下, 四臂巨猿已然缩短了与港口的距离, 短短十多秒, 已经离港口, 只剩下不到五六公里距离了。 也是这瞬间, 刚刚得到了市民们赞誉有加的月之女神的骑士, 那些半人马们纷纷冲了出来抵达了港口。 一共十二头半人马骑士在港口的大道上列为了一个小型锥形阵。 十二半人马骑士整齐滑衣地举起了短矛, 并指向四臂巨猿方向。 然后, 半人马骑士组成的锥形阵爆发出了夺目的乳白色超凡灵光, 一匹超凡灵光组成的半人马骑士虚影更是被投影了出来。 这半人马骑士虚影取材于真正的某传奇半人马勇士, 气质形象俱佳, 配合如今环境和投影放大之后, 比十二个半人马骑士组成的锥形阵还大一圈。 不得不说, 迈向极佳, 一下子就让四周恐惧的人心安了不守, 绝对有这样的勇士保佑, 自己等人的安全一定会没有问题的, 对吧? 哇! 一声鸣叫, 半人马骑士组成的锥形阵冲出了港口。 吼! 四臂巨猿怒吼了一声, 憋住了笑意也冲了过去。 三秒后, 双方无情地对撞在了一起。 刹那间, 轰隆巨响之下, 震荡而起的海水化作了巨大球形水墓挡住了所有人的视线。 滔天的巨浪下, 沿海地区都受到了波及。 大片海水化作了大雨倾盆落下, 让得港口城市一下子沐浴在了暴雨之中。 月之女神的骑士们, 一定能赢的吧? 执政官望着海面上巨大的声势, 小声地说道。 南德纳父亲也附和道, 那肯定啊, 我女儿不是说了, 那巨猿不是真的神厚哈努曼吗? 南德纳却是轻轻摇了摇头。 月之女神的代行者可是提醒了她, 此地缺乏月之女神的信仰, 客场作战下, 只是降下分身的半人马骑士, 是很吃亏的。 南德纳对着执政官道, 并非如此, 月之女神的骑士只是一缕分身, 在这片被堕落者经营了许久的地方作战, 本身就处在了劣势。 不过女神已经注意到了我的请求和这里的乱象了。 只要能多争取到一点时间, 月之女神一定能够救赎这座城市的。 南德纳说到这里时候, 海水已然哗啦着坠落了下来, 露出了半空之中, 四壁抱住了大半个身子的巨猿 以及仅剩下三个的半人马骑士。 谁都能一眼看出, 半人马骑士们吃了大亏。 真是遗憾啊, 现在可不是黑夜。 并且, 这里是我们的地盘。 月之女神的骑士们, 看着吧, 我很快就能杀掉你们的使徒, 然后血迹了此城。 你们果然堕落得没有救了。 身材最强壮的半人马骑士 举起了断了毛尖的短毛, 朗声呵斥道。 你们果然把目标打在了那些上古妖魔的封印之中。 想要血迹此城, 打开封印。 四壁巨猿松开手臂, 耸肩宁笑道, 没办法, 谁让你们仅仅相逼呢? 如果可以的话, 谁希望头上多出一个主人出来? 也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 四壁巨猿和半人马骑士的交谈声 在传到了空气里时候, 突然放大, 令得全城都得以听见。 双方交谈的语言都是充满了古老韵味的上古语言, 在场的无人能听得懂。 但是在萧宇暗中释放的通晓语言巫术下, 智商在人类平均线以上的市民们 都得以无视自通地明白了对话的意思。 藉由这些人的口, 最最顽固的老古板们也害怕起来, 向着城外方向逃去。 只是, 这些逃难者们很快就发现他们被困住了。 却是那些黑色沼泽里涌出来的亡灵怪物们, 不知不觉之中, 已然堵在了这座城市的每一条通道口。 一丝丝黑雾弥漫而成, 环绕在了城市四周。 陆路已然不同, 绝大部分人, 已然失去了逃生的可能。 恐惧和绝望, 开始蔓延在了大部分人的心头。 也在这一刻, 四壁巨猿再次与半人马骑士们交手, 并在熟苗里, 把两半人马骑士打成为了光点, 消失在了空气中。 堕落者, 身为月之女神的骑士, 哪怕点燃灵魂, 我也不容许你解开封印。 仅存的半人马骑士一跃而起定在了高空, 面对着四壁巨猿挥出的拳头一动不动。 在拳头抵达身子瞬间, 这半人马骑士一下子燃烧起来, 成为了一朵在白天也无比耀眼的火焰。 旋即, 这朵火焰化作了一串火焰形成的锁链, 哗啦啦间五花大绑地捆住了四壁巨猿。 吼吼吼, 被捆住的四壁巨猿拼命地发出了怒吼。 吼声下, 靠得近的港口附近建筑, 所有的玻璃制品都啪一声碎裂开来。 巨大声浪下, 执政官和南德纳父亲都惨叫着蹲下身子, 信得南德纳及时张开了神力护盾, 这才好受了许多。 巨猿被捆住了, 可以趁机攻击他。 港口城市外一条主干道上, 安息国最能打的西克军团里的精锐部队赶到了战场附近, 却被黑雾挡住去路, 没敢进入黑雾缭绕区域。 代表了安息官方的代表, 通过卫星视频看到了四壁巨人的窘迫, 感觉到自己遇到了一个大功劳的他, 连忙向这只西克军的指挥官提出了建议。 西克军全部由西克族的族人组成, 类似于莫斯卡那边的哥萨克族。 西克族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当兵为安息国作战, 而安息国则是尽可能地在物质方面满足西克族的要求。 此时的西克军指挥官看着画面皱紧眉头, 可以的话, 他是不想和一群怪物交手的。 只是他也得知了那些堕落者们的阴谋。 虽然不知道封印打开放出的妖魔是什么鬼东西, 本能的他觉得真要放出来了, 整片安息大陆恐怕都要遭殃。 西克族也不能幸免于难。 这指挥官也是果断之人, 迟疑了也就两三秒, 他就点头接受了安息代表的建议。 顿时, 西克军队这边立即展开了火炮阵地, 并向着四壁巨员所在进行了覆盖式骑射。 哄哄哄。 连续几波爆炸后, 四壁巨员身上冒出了大片黑气。 然后似乎是愤怒了, 四壁巨员仰头长笑着同时, 拼命地张开了双臂, 拉着身上锁链。 尽管锁链始终还是没能拉开。 四壁巨员的口中却是喷出了一道黑光, 羞一声飞去了西克军面前。 注意戒备。 西克军指挥官看到着黑光来袭, 脸色一变第一时间下达命令。 黑光突然爆裂开来, 却是形成了一道黑光护照, 轰一声落下, 扣住了包括火炮阵地在内的三分之一西克军。 包括那西克军的指挥官, 也被扣进了这黑光护照里。 然后, 一阵阴风吹来, 这些官兵们纷纷昏倒在了地上。 然后, 一处角落, 萧宇显露出了身形, 并在这里打开了随身秘境的大门。 下一秒, 大批亡灵傀儡和石员们冲了出来, 如同荒野野蛮人一样, 搜刮着眼前能捡到的一切。 那西克军指挥官, 也被一位石员大将亲自扛在了肩膀上, 被扔进去了随身秘境的石员群衫之中。 数分钟后, 黑光护照消失。 西克军乃至其他势力的探子们, 望着似乎地皮都被挂掉了三尺的地面。 纷纷意识到, 刚刚被那黑光笼罩的西克军, 恐怕全都凶多吉少。 更有专家, 看到现场挠不出来了, 西克军官兵连同那些武器装备, 一起被分解为了粉末的清洁出来。 西克军失去了胆气, 不顾安息国大统领那边的要求, 开始后撤。 且不仅仅是西克军, 其余几个方向赶来的安息队, 也纷纷放慢了脚步, 谁也不肯再接近港口城市。 西克军们怂了。 港口城市的人们, 在听到炮火声, 只是响了一会儿就安静下来之后, 纷纷意识到了不妙, 陷入了绝望之中。 然后, 在西克军后撤十多秒后, 海面上的四壁巨员大吼一声, 震开了锁住他的锁链, 而后一跃千米距离, 喷一声落在了执政官官邸所在的小山坡上, 仰起头与南德纳目光撞在了一起。 哼哼, 总算看到你了, 越知女神的信徒。 四壁巨员说到这, 顿了一下, 有些不情愿地说道, 转告给女神听。 如果他能同意不继续插手这片大地上, 我等的统治。 大祭司们同意以恒河为鉴, 以北之地的生死, 我们师婆神教不再过问。 南德纳父亲听到这瞪大了眼, 本能地想要骂这四壁巨员竟然想要分裂安息国。 只是, 嘴巴刚刚张开, 他就忽然觉得这提议, 好像也不错嘛。 大家都能和平共处, 不是挺好吗? 特别是自己这一次也能苟活下去了吧。 至于这算不算卖国? 好像也不算吧。 毕竟只是神权领域上的划分。 我不会转告的。 南德纳清冷中充满了决意的声音, 吓醒了南德纳父亲, 让他老脸一下子红了起来。 欲言又止的执政官也呵呵一笑, 后退了半步, 拉开了与南德纳的距离。 而听到了南德纳的回答, 四壁巨员不怒返笑, 果然如此, 那就不怪我们没有给你们机会了。 看我血迹此称打破封印, 然后, 我会在你最绝望的时候再杀了你。 好。 四壁巨员转身看向了山下的城市, 四壁张开发出了怒吼。 顿时, 城市四周的黑气沸腾得更快了。 一些靠近城边的高楼大厦也被黑气侵蚀了进去, 引得逃难的市民们慌乱地后撤, 集中在了城市的中心区。 哈哈。 四壁巨员得意地放肆地大笑了起来, 笑得真诚。 毕竟刚刚他可是一直憋住了笑意的。 南德纳激动地流出了泪水, 不顾父亲的阻拦, 冲了出来想要阻止这四壁巨员的血迹。 南德纳爆发出了超凡灵光, 令自己包裹在了一团白光之中。 只是还没靠近四壁巨员身边十米范围, 南德纳就被一股巨大的力量震得灵光消散, 整个人飞了出去二三十米远, 扑通一声落在了泥地之中, 摔出了一个人形浅坑。 呜, 南德纳口中溢出了鲜血, 也是这时候, 南德纳才意识原来鲜血的味道是这样的难言。 他觉得自己的内脏好似在燃烧着一样, 火辣辣的疼痛, 骨头更是好似散架了一般。 他不由无比痛恨, 痛恨为何自己会那么不幸, 那么无力? 痛恨为何那些堕落者会在自己的家乡当幕后黑手? 月之女神, 请保佑我们。 痛恨的南德纳不愧是一名合格的狂信徒, 哪怕身受重伤了。 依旧念念不忘为月之女神菲亚提供信仰之力。 只是这股信仰之力乃是有所求之力。 虽然精纯, 萧宇却是看不上的。 有所求之力可是信仰之毒里最最难缠的品种。 诸神一旦沾上, 也就跌下凡尘了。 萧宇甚至隐隐约约猜测, 一旦沾过了信仰之毒。 相当于诚心巫师巅峰境界的主神, 就是神戏这条修行路的尽头了。 想要再上一步, 化身挥月, 将再无可能。 反派已经猖獗, 轮到正派现身了。 萧宇嘟鲁一声, 收起了随身秘境, 消失在了原地。 而后, 就在山坡上所有人都只敢眼巴巴地望着四壁巨园, 在那儿进行着某种古老仪式, 准备血迹全城之时。 一道剑光自远方次来, 划破了天际, 闪耀了城市的上空。 也一下打断了四壁巨园的施法, 让他不得不四壁护着上半身, 还是被轰一声从山坡打飞了出去, 跌入海水之中。 一剑击退了四壁巨园。 一个人影出现在了天空, 只见他身穿轻衣, 背着双手踏空而行, 身旁一柄小剑盘旋四周, 不断吞吐着轻芒。 是青云剑线? 是剑线门的青云剑赶来了? 城市之中, 有认出了青云剑线的市民喜极而泣, 发出了欢呼声。 各大势力一直关注着 这场巨变的情报部门之人也在这一刻, 虽然立场各不相同, 却也不由地拍起了掌。 身为人类, 他们选边站的话, 毫无疑问都会站在青云剑线的这一边。 剑线门也要来烫这一浑水。 轰隆一声乍响, 四壁巨园从海里面跃出落在了一间港口区的仓库顶上, 仰起头对着萧羽所画青云剑线发出了怒吼。 神权之争, 我们剑线门不会管。 然, 谁敢打开封印? 谁就是剑线门的死敌? 好。 很好。 那就站吧。 四壁巨园咆哮一声, 体型再度膨胀了一圈, 近视变得差不多有七八米高, 相当于一座二层楼样式的别墅大小了。 它变大了之后, 气息也更强大了, 双脚一蹬, 锁处仓库天花板立即轰然倒塌。 然后没几秒, 余波震荡之下, 这座仓库的外墙也随着裂缝如蜘蛛网一般蔓延开来而垮塌了大半。 动! 四壁巨园与青云剑仙在空中交手起来。 期间每一次青蝉剑与四壁巨园手臂的碰撞, 四周观察者们都能清晰地看到空气里荡起了一圈又一圈的冲击波。 撕破大气的尖笑声更是一刻都不曾停止过。 对地面上人来说, 就好似一场大型台风刚刚好登陆了一样。 甚至影响力上还要更严重一些。 萧宇和大圣的交战可都是实战。 除了没动用法相之力和装备, 双方都出了全力进行着对抗。 使得超凡对决的特效的效果, 简直好的不能再好。 哄! 萧宇所画青云剑先慢了一拍, 被四壁巨园抓住了机会, 一个爆锤击落到了市区边上, 正好命中了一座十二层高的办公楼。 顿时这办公楼就好似被一枚高爆炸弹击中了一下, 青云剑仙落入的顶层爆碎了不说。 整座办公楼也随着萧宇卸掉了大圣刚刚那一击的距离, 而钢筋水泥齐齐断裂。 不过几秒, 整座办公楼就好似拼街的玩具一样倒塌化作废墟。 还好, 众人瞧见青云剑先从废墟里冲了出来。 身上衣衫完好, 风采一叫。 去! 萧宇天赋巫术虚空之手, 加持青蝉剑。 顿时这一柄飞剑化作一道青光, 直刺苍穹。 哄! 四壁巨园想要躲, 却感觉到自己无从躲, 起, 只好再次护住上半身硬抗了这一剑。 据想之下, 四壁巨园手臂被震开, 不过青蝉剑也失去了力道, 只能倒飞了回去。 微笑一下, 青云剑先已然紧随其后, 落在了巨猿的肩膀上。 对准了巨猿脑后脖子, 青云剑先右手捏成了剑指, 迅捷的一点。 当即! 虚空之手捏住了巨猿的身子, 刷一下, 让其在短短一秒钟就从千米高空坠落 进了一处无人区的十字路口。 哄! 刹那间, 这十字路口化为深邃大坑, 再无存在痕迹。 十字路口四周诸多建筑, 也纷纷墙壁开裂出清晰裂缝, 令得其他人纷纷怀疑下一秒, 他们会不会也跟着垮塌成为废墟。 山来! 青云剑先飞抵了巨猿落地所在, 一声轻贺。 郊区外一处被贴满了浮空 或者羽毛树名纹的小土山被连根拔起, 轰隆着飞到了青云剑先所在后。 随着青云剑先挥了挥手, 小山立即从空中坠落了下去, 轰隆一声填平了被砸出来的大坑。 至少也是传奇境界的超凡对决, 眼花缭乱, 却是每一幕都震撼人心。 也让各大势力真真切切地感悟到了传奇强者的强大。 移山倒海, 毁成灭国, 皆非虚妄。 可以说, 有了此战的录像和战场。 许多专家们的嘴可以就此给堵上了。 也让无数军事狂人们的脑子就此清醒了过来。 当然了, 除了这些理由外, 萧宇也和大圣得以舒服地在现实世界正大光明地活动了下筋骨。 这种感觉和小人国完全不同。 尽管这灵气活性极低, 导致萧宇现在法力空了大半, 还无法正常恢复。 这种达到了传奇境界的打斗, 却是令萧宇隐隐约约地感觉到现实世界这片天地。 似乎更亲近自己了。 莫非, 是因为我不断地释放法力影响了这片天地的缘故。 这样的话, 我未来契约蓝水星走上沉心巫师之路, 好像更近了一些吧。 萧宇想了想, 看向突兀出现在十字路口的小山, 意念一动, 演戏继续。 顿时, 众人都以为被击败的四壁巨猿再起波澜。 小山先是剧烈摇晃了几下, 然后, 整座小山竟然给那四壁巨猿举了起来, 并轰一声扔了出去, 侧翻在了一条大道上, 直接化作了土堆堵住了这一条大道。 呼! 呼! 四壁巨猿体型已然缩小, 恢复到了一开始那般大小。 他仰起头望着如皓月一样耀眼的青云剑仙, 张嘴露出了獠牙, 青云剑仙。 既然你不想要我活, 那就一起死吧。 哈哈哈哈。 四壁巨猿大笑了起来, 身上涌出了大团血气。 同时, 四周黑气弥漫得更加剧烈, 黑色沼泽里更有几头身高百米的黑色妖魔虚影浮现了出来。 这些妖魔虚影都是取材于小人国那边邪神们的模样。 哪怕只是模糊的虚影, 只是看一眼都足以让普通人们感觉到压力山大, 并潜意识地相信这些虚影的主人都是人类的死敌, 绝对邪恶的怪物。 不好。 南德纳躺在地上哭喊出声, 代行者告诉了我, 那巨猿要自我献祭来提前打开封印。 哦, 怎么办? 怎么办? 什么? 执政官等人听得心中拔凉, 纷纷担忧, 看向那嘶吼声传出之地。 就在这时, 全城之人都听到了青云剑仙的一声冷哼。 旋即, 带着安抚人心力量的声音继续从青云剑仙口中传出, 月之女神已经注视到了这里了。 你的血迹之术已经迟了。 什么? 四壁巨猿脸上露出了一丝惶恐表情。 怎么会那么快破开大祭司们的结界注视过来? 啊, 是天狗祸斗。 四壁巨猿明白了过来, 发出了大叫声同时。 哇! 大黄所画天狗祸斗的狗叫声突兀间从天空落下。 旋即, 白昼化为黑夜, 一轮被砍了三分之一的明月挂在了高空。 与此同时, 月之女神的注视, 真的看过来了。 在那明月所在位置, 众人无不产生了幻觉, 感觉自己好似一下子看到了几十万公里外的月面上, 看到了在那儿, 正有一位无比高贵的爵士女神, 正缓缓睁开双眸, 看向自己等人。 顿时, 无数人发出了我被月之女神注视的呼声, 并感到所有的恐惧与不安都在这一刻消失无踪。 而那四壁巨猿, 则是在一声惊呼下, 化为一道黑光, 从市区飞速顿入了海里。 只是这巨猿刚刚顿入海面, 空中已然落下了一道十米粗的月光光柱, 轰一声砸了下去, 直沉海底。 然后, 没有爆炸, 也没其他波动。 一直观察数据的人却发现, 四壁巨猿的生命波动, 在刚刚那瞬间消失在了扫描仪器里。 它们不由暗暗扎舌, 刚刚那被山压都压不死的怪物, 这就没了。 月之女神, 果然神圣而伟大。 随着天狗或逗漏了一下脸, 施展神术带来了天狗十月这一大型结界。 月光如青沙一样浮在了整座城市上, 城市施展的黑气开始飞速消散。 原本堵在路口的亡灵生物们也纷纷如冰块一样融化, 最后软化在了地面上。 前前后后不过两三分钟, 再笨的人也能察觉到, 这港口城市的危机总算得以解除。 幸存的人们开始赞美月之女神, 感激她的仁慈美德。 尽管施婆神教依旧掌握着圣城, 大祭司们还安坐在圣殿之中。 大部分人却已经相信, 这次超凡战的胜利者将会属于月之女神一系。 萧羽所画青云剑仙飞抵了小山坡上, 看向了南德纳。 南德纳身上此刻冒出微弱光芒, 是月光神术的力量正在启笑。 月之女神的信徒, 有缘再见了。 青云剑仙走了过来, 看着已无大爱的南德纳, 轻轻抱拳一笑后, 在南德纳欲言又止的目光之中, 已然化作一道青光飞去了远方。 青云剑仙没有走远, 很快就抵达了传送点, 回去了天宫之上。 天宫之中, 萧羽独自一人站在了观星台上, 仰望星空, 感觉到一阵星际袭来。 萧羽不由微微皱眉, 想到了什么, 挥手打开了世界奇物灾难怀表。 顿时, 萧羽不由吃了一惊, 天宫之上, 萧羽眉头紧紧皱起。 世界奇物灾难怀表的预知能力, 让她看到了一个天灾, 正在星空深处悄悄袭来。 九个月之后, 一颗直径超过五公里的陨石, 将与水蓝星擦肩而过。 只是, 这一次与十年前不一样, 这枚陨石在这次擦肩而过的过程里, 会脱落出小部分碎片化为流星, 砸入水蓝星。 亚非欧三大洲都会被波及, 且如今的意大利首府, 印度以及建康市都将会被部分大型碎片波及, 产生恐怖灾难。 这是, 弱化版的天地大冲撞, 预感到了陨石落下的灾难现场。 萧羽也不由身子紧张了起来。 同时, 萧羽记得现实世界的专家们曾经计算过, 6500万年前结束了恐龙时代的陨石直径大约在11到12公里。 那一枚陨石产生的陨石坑直径超过了180公里, 深度达到上千米。 产生的爆炸能量, 全人类从出生算起生产的一切能量加起来, 也不足其一个零头。 也是在这样的蔑视灾难威胁下, 陨石冲撞危机, 一直都被不少人关心着。 虽然这样的关心, 其实对这样的天灾并没有啥用处。 好比十年前, 事实上就有一枚陨石从不列颠的上空与地球无比惊险地擦肩而过。 而有新人如果注意当时新闻, 会发现新闻媒体报道, 这枚擦肩而过的陨石之前的那个月。 花旗国突然召开了全球范围, 万人级规模的专家会议。 偏偏如此大规模, 等级如此之高的会议, 竟然没有任何新闻媒体报道相关细节, 只是宛如通报一般, 汇报一声他们在讨论外太空领域的事情。 然后, 普通人该怎么过, 就怎么过。 唯有某些金融领域的会注意到, 那个月粮食石油等重要物资出现了异常波动, 且不列颠那边的上层们开始集体跑去了其他地方度假。 某些媒体开始报道趣闻, 掀秘出许多富豪修建的末日避难所。 然后, 陨石擦肩而过了, 最糟糕的情况并未出现。 一切才恢复了正常, 好似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说起来, 那次报道出来的陨石, 直径也不过2.5公里。 如今这枚陨石直径看起来也就5公里, 把人类灭种应该是做不到的了, 但是横扫地面建筑, 让人类文明推倒重来, 努力一下, 还是有机会的。 至于如电影里那样阻止。 很道歉, 就目前的人类科技, 想要如萧宇这样开挂发现, 这枚陨石会轨道变动本身就超乎了天文学家们的能力。 而等到发现了, 往往时间也就只剩下一两个月了。 到那时候, 除了听天游命, 萧宇想不出能做什么? 还真能跑去钻地埋核弹? 就核弹这种大量能量都会不断扩散的武器。 萧宇不觉得, 她能做炸化一颗大型陨石, 甚至连推动它偏离轨道本身都极难做到。 幸好, 天又人类, 这枚陨石到最后关头, 依旧会如同其他时候的陨石那样, 只是擦肩而过, 不会出现最糟糕的情况。 只是, 哪怕是次一些的坏情况。 萧宇依旧不乐意瞧见。 萧宇想到这, 一开始的惊恶缓了过来, 并开始琢磨着, 如何利用这一重要信息。 时间还有九个月。 这九个月里, 团结全人类之力, 并非没有抵挡这次天灾的可能性。 并且利用的好的话, 或许能够促成人类联合的进度, 让外太空科技攀升得更快一些。 毕竟大力之下有奇迹嘛。 而且, 最重要的是, 哪怕我的阻止计划失败了, 提前撤离之下, 也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的伤亡和财务的损失吧。 毕竟萧宇提前知晓了并没有蔑视危机, 最多就是当作现实世界发生了三起大地震, 外加几百次余震了。 心理压力一下子减小后, 萧宇认真思考了话。 数分钟后, 萧宇看向灾难怀表, 目前的那枚陨石不会引起天文学家们的重视。 想要提前引起注意, 需要施展你的力量了。 将那陨石、灾厄巨瘦化吧。 萧宇心中一动, 玄机惊讶发现一向没有半点停止感的灾厄怀表, 突然微微颤动了起来。 怀表里的纷争几次走动了一格, 又很快被调了回去。 直到这样僵持了许久, 纷争先咔一声走了半格, 灾厄怀表才恢复了正常。 不过萧宇却发现, 这世界奇物下一秒竟然自发化为一道白光顿回了自己体内。 小人国的世界奇物, 果然在现实世界里并无没有极限。 还好, 目前来看, 这上限依旧极高。 虽然灾难怀表需要休养三个月以上才能恢复功用, 它也确实将那陨石灾厄巨瘦化了。 萧宇转头看向星空。 星空之中, 哪怕萧宇眼力惊人, 想要看到九个月之后才会过来的陨石, 无疑力有不歹。 不过没有关系。 萧宇已经决定了, 等解决了安息国的事情, 就开始忽悠各大势力, 让他们的天文学家们自己去找那一个星空中的怪物。 想来, 以那陨石的天灾级别和体型, 灾厄化之后的巨瘦体型绝对只会更大, 而不会更小。 想一想各国的天文学家们目瞪口呆, 三观崩坏的场景。 萧宇忽然觉得, 心中竟然还有点小激动。 可嗨嗨。 萧宇舒展了下身子, 摇头驱散掉心中杂念, 开始休息恢复法力起来。 而在地面上, 东方古国世界最大的一座天文观察设备附近的大楼里, 观察员小周正一脸激动地关掉了电视开始上班。 天文观察工作是枯燥的。 除非是真爱, 不然正常人很难坚持。 小周在最初的激情过去之后, 只剩下习惯去坚持正常工作。 至于来时的梦想, 发现外星人进行第三类接触。 嗨嗨, 小周早就埋在了心头, 再也不好意思和周边人提及了。 唉。 小周喝了一口速溶咖啡, 看着大屏幕上的数据图, 脑海里却是想着了新闻媒体提及的安息国头条新闻。 也不知道月之女神有没有分身降临那儿, 不知道那分身又会多么地美丽。 小周摇了摇头, 正想要偷偷摸摸打开手机。 忽然, 他注意到, 好像有一个数据图出现了异常数据。 微微一正, 专业素质让小周开始工作起来。 这是花旗国、 莫斯卡、 欧罗巴联盟以及我们四方共享的星图数据, 主要适用于监控异常陨石。 嗯, 应该是某个陨石变鬼了吧? 小周并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多录了一声之后, 他将数据记录了下来, 并进行了保存后, 便发送去了上级数据库之中。 迟到快要吃晚饭了。 小周才回忆起不久前那段数据。 犹豫了下, 在电脑上输入了数据, 想要看看那陨石的轨道。 嗯? 小周微微一正, 注意到这新轨道离水蓝星只有两倍地域距离。 看起来这是很远的一个距离了, 但是就天文单位而言, 这和擦肩而过其实没有多少区别。 如此近的距离下, 一旦出现什么意外, 往往会让水蓝星受到波及。 或许这点波及对水蓝星本身而言, 不过是被轻轻吹一口气那么简单。 可是, 对生活在地表上的人类而言, 将不亚于一场灾难性的全球风暴。 安全。 小周确认了下数据, 发现根据数据库的测算, 这样的陨石属于安全范围。 他也就放下心来, 嚷着吃饭离开了观察室。 其他天文台也差不多类似反应。 毕竟这陨石实在是太远了, 并且类似擦肩而过的陨石, 对他们来说, 每过几年就会遇到那么一两颗。 标记一下, 记得等外太空望远镜有空了去看一下, 也就是了。 各大势力的高层们也没注意这些天文信息, 他们把更大的精力放在了安息国这片神奇的大地上, 并纷纷派出了外交使团与那月之女神的信徒南德纳所在势力, 结好。 安息国大统领更是带着大批高官坐飞机抵达了港口城市, 以自身表态了自己的立场。 在安息国大统领的亲自表态下, 大批中上曾阶级出身的官员都纷纷站在了正义的一边。 只剩下阿格拉圣城以及其周边一带受到师婆神教影响, 实在是太深的地区, 还能够被那些大祭司们牢牢控制住。 不过这样的师婆神的好日子, 显然是不多了。 随着南德纳占据了大势, 得道者多助这一句话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四壁巨猿与青云剑仙交战后的第二天中午时分, 安息国已然有四分之三的地区势力站出来表态支持南德纳, 支持月之女神的正义之举。 这其中包括了当地的婆罗门阶级, 甚至与许多婆罗门世家改头换面, 敲碎了神像, 拆掉了神庙的大门之后, 便摇身一变, 成为了月之女神的坚定拥护者, 让得不少人暗道了一生果然会如此发展。 而事实上, 这些世家们在选择了南德纳和安息国大统领这一方之余, 不代表他们就没留后路了。 除了有家族嫡系子弟携带巨额财富跑去了东方谷国、 樱花之国、花旗国等地发展外, 他们在盛成的家族子弟们则是被断绝了家族关系之后, 纷纷成为了师婆神教的走狗, 并为他们提供了几处秘密据点的物资。 显然, 世家的智慧啊, 他们安息国的家族们也一样玩得贼溜。 可惜, 遇上了肖宇的月之女神。 月之女神菲亚和那些尼胎素的雕像最大的不同, 就是她乃是真神。 活着的真神? 是不是虔诚信徒, 是不是狂热分子, 心中有目有亵渎之念? 她是真的知晓, 并能赐予下神恩。 是以, 当南德纳遵照启示, 在港口城市的元师婆神的神庙举行了盛大的祈祷仪式, 并散播女神的信仰之后。 很多以为自己靠着高贵的血统, 背后的人脉物力支持, 能够成为月之女神教派中的婆罗门阶级的人们。 惊讶地发现, 想要成为月之女神的祭祀, 是需要付出真正的信仰, 一言一行, 符合教义, 得到神恩才行的。 想要靠钱财和血统, 不劳而获。 对不起, 月之女神不欢迎你们, 我们的投资失败了。 怎么办? 我怎么知道? 可恶啊, 那小表杂竟然敢拒绝我们, 他忘记了他的血统吗? 够了, 大家都不要急躁, 我们千年抵运, 就连当年的日不落帝国也拿我们没有办法, 何况一个小屁孩。 看着吧, 只要我们不配合, 那月之女神的传教就顺利不了。 对啊, 就算那小屁孩不懂事, 他父母总该明白事理吧。 还有那女神, 他就不怕我们干脆投靠战争女神摩利甘殿下吗? 这些婆罗门世家们躲在了一起商量对策。 到最后, 他们想要了驱虎吞狼之计。 并有世家请来了从其他国度拿来的, 据说被真神开光过的战争女神摩利甘的黑色木质雕像。 月之女神菲亚, 已然是公认的真神了。 但是, 战争女神摩利甘大人, 可是比月之女神菲亚, 还要早的真神啊。 这些世家之人们想到这, 纷纷笑了起来, 并举杯庆祝, 好似看到了南德纳这幸运屈服时候的美妙日子。 可惜, 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 他们的驱虎吞狼之策, 还没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失败。 因为, 这老虎和野狼啊, 那是一家人。 他们的头上, 还有着肖宇这样一位英明神武的主上。 阿德拉圣城, 圣殿, 已经彻底食食鬼化的大祭司, 此时已经彻底化为了食府动物。 对他来说, 腐烂变质的羊肉和哨水, 才是真正的人间美味。 事宜第一次用餐的时候, 大祭司本能地呕吐了好几次, 后来也就习惯了, 并时不时在内心深处憋出一句真相出来。 大祭司, 卧室门被打开, 一个干尸一样的祭司推开门走了进来。 这祭司曾是大祭司的亲信, 亡灵化之后依旧归大祭司管辖。 怎么? 那些亵渎师婆神的罪人发出通告了。 这干尸祭司带着一丝巨翼, 他们马上就要举兵讨伐我们了。 怎么办? 慌什么? 大祭司高深莫测地冷笑了一声, 站起身来, 我等师婆神教几万亿年的底蕴, 岂是一个月之女神能比的? 去告诉那土王, 不想死就派兵保护圣城。 只要我们的底牌好了, 一切亵渎者都不过是罗尼罢了。 阿格拉圣城郊外, 当地土王的司军正如灵大敌地戒备着。 尽管装备上, 这些司军并不比安息的正规军要差。 可是在大意上, 毫无疑问是安息正规军们占据着。 当今网络如此便利, 加上各大势力都有熟悉心理战的参谋过来帮忙出谋划策。 哪怕底层建民们接触不到这些讯息, 作为中坚力量的军官们毫无疑问不可能接触不了, 不受影响。 也因此, 当广播突然响起安息国大统领的声音, 宣布他们受到了缅国的邀请, 已经出兵五万为其打击叛军的时候。 对圣城地理位置熟悉的军官们都纷纷意识到, 他们的后路也已经被断了。 许多军官寻思着的打不赢就跑去邻国躲一躲的想法, 无疑早就被人家发现了。 再加上来自各大势力优秀特工们的努力。 当南德纳在大批军队的护送下, 接近了阿格拉圣城势力范围的时候, 当年花旗国欧达以拉克的战役被复刻了。 躲在自家城堡里的土王和以他的族人为主的将军们, 目瞪口呆地得知了他们的司军竟然还未交战就被一一策反。 甚至于有一位土王小儿子亲自率领的亲卫军也在大军逼近一处重要的关卡时候, 一枪未开地目送着对方路过并疑哄而散。 徒留下那小儿子领着几位亲信向着一名安息国高官投降。 土王得知了这个消息, 迟疑了一下后竟然选择了前往圣城请罪。 让得很多族人都有种自己的族长是不是疯了的错觉。 他们却不知道这土王早已经被大祭司忽悠着, 实施鬼话了。 是以这土王很清楚, 他这一族所有人都可以投降, 唯独他不能。 他的命运已经和圣城和师婆神教牢牢绑在一起了。 大祭司不是属下无能啊, 实在是那些可恶的亵渎神灵者太狡猾了。 他们迷惑了我的部下, 让他们失去了对师婆神的信仰。 土王跑进了圣殿之中, 跪在了大祭司面前, 说着自己都不相信的话语。 大祭司摆了摆手, 对这土王他虽然心中不喜, 却还是另外有些想法的。 这家伙虽然蠢, 好歹也是得到了神伦的同伴了, 并且他的身份很有用。 大战之后, 他们师婆神教胜利之后, 世俗上的事情依旧需要用到这土王的族人去管理。 至于师婆神教会失败, 一开始大祭司也是有这样的担心的。 只不过, 在看到了自家的底牌之后, 大祭司已然不觉得他们会败了。 因为师婆神教, 可是也有着真正的神撑腰的啊。 则则则, 也不能让那些亵渎者那么自在。 师婆神未对, 该上阵了。 大祭司咳嗽了一声, 赦免了土王的罪之后, 对着旁边站着的干尸祭司下达了命令。 顿时, 几天前在圣殿被石狮鬼化, 亡灵化的上千祭司变成的石狮鬼们, 纷纷从地底的死气池中醒来。 这些死气池, 利用了阿格拉圣城地底的几处万人坑来完成, 省了消予很多力气。 而从这些死气池里爬出来的石狮鬼们, 也相当于得到了二次强化的亡灵生物。 有了短时间里, 不惧阳光削弱的能力。 是以, 圣城的街道上, 祈祷的居民们很快就发现, 一头头身穿祭祀服装的石狮鬼们, 四肢着地, 露出长满尖牙的大嘴, 宛如野兽一般的, 成群结队着, 冲出了城门。 最初的惊慌后, 城市里传出大祭司的声音, 解释了这些都是师婆神放出的神兽后, 当地居民们纷纷重新安定下来, 并更加虔诚地在大祭司的声音带领下进行祈祷。 大祭司目送着石狮鬼们离开了城市, 这才走进了圣城的地宫。 这地宫修建在圣殿后方广场的地底深处, 比不上相当于第二个城市的圣主之城地底的建筑群落, 却也是在原有溶洞的基础下进行的二次开发, 有差不多两个体育馆那么大了, 足以令每一位第一次进去的正常人类, 从心底里冒出敬畏来。 坐着地底电梯进入地底深处时候, 一位干尸祭司迟移了下小声道, 大祭司,那些出城的祭司们都是没有恢复理智的残次品, 别说对付敌方超凡了, 就算是对付普通人的军队都会很麻烦吧? 何必让他们去送死? 大祭司冷笑了下, 小声道, 神的复苏可是需要血迹的, 而祭司的血迹最能增强神复苏时候的能力。 为了我们试破神教的未来, 他们的牺牲, 我以后都会记住的。 我相信, 他们的牺牲, 是有价值的。 说着, 大祭司感觉到电梯停了, 连忙率先踏了出去。 顿时, 一处颇为宽敞深邃的地底空间出现在了他们眼前。 这是阿格拉圣城的地底祈祷大厅, 靠着几盏大型日光灯照明, 却是因为空间太大, 显得十分昏暗。 普通人看去, 只能注意到四周都是凹凸不平的石壁, 头顶上则是一片漆黑。 不过最能吸引目光的, 则是那依靠着石壁而修建的一座高大的石像。 一座四壁双头的师婆神石智神像。 这神像高达86米, 历史之悠长可以追溯到阿格拉城建立之初。 到现在为止, 至少也有17800年的历史了。 而在这神像注视下的那片祈祷场所, 这千年来可以说进行了至少数万次的大型祈祷仪式, 乃至血腥残酷的自我牺牲式的血迹。 那些一辈子都被压榨的神女们没被喂了老虎, 往往也会在被认为失去了价值后, 作为祭祀的陪葬品们一起在这神像底下进行自我献祭。 如此久的岁月, 加上如此多的, 残酷却又不得不说, 这般残酷压迫下最能激发一个智慧生灵信仰力量的仪式。 这四壁师婆神像的信仰之力, 是肖宇前所未见的浓郁。 可惜了, 现实世界灵气没有复苏。 可惜了, 这世界只有肖宇为我读法。 不然, 肖宇怀疑要是按照小人国那边的法则体系来玩。 哪怕原本没有师婆神, 这师婆神像也能靠着亿万生灵信仰之力, 具象画出那么一个师婆神出来。 对于如此牛逼的神像, 肖宇在看到的时候, 就已经做出了一个决定。 此神像, 与我有缘。 南德纳正坐在一辆改装过的重型装甲, 卡车的车厢里, 享受着最好的待遇。 受到如此优待的南德纳, 却是有些尴尬, 却止不住那些将军们的热情。 还好, 就在一位将军再次询问南德纳, 要不要咖啡的时候。 南德纳得到了神的启示, 微微一正之后, 看向那位腼腆的胖子将军道, 女神给予我启示了, 师婆神教的堕落者们, 派出了他们转化失败的食食鬼们过来了。 啊? 胖子将军瞪大眼, 吃了一惊。 而后不敢怀疑, 这出自南德纳之口的话语真实性的他, 赶紧联络了情报部门。 十多秒后, 果然有消息传来, 约莫一千左右的四肢着地的怪物, 正在以时速五十公里的速度, 接近着他们。 食食鬼, 不会是小说里的那种食食鬼吧? 和他们交战, 不会也变成食食鬼吧? 胖子将军接到消息后, 立即下令军队停止前进并开始不防。 而后他转头看向南德纳, 谦卑地求叫起来。 南德纳轻轻摇头, 食食鬼们也是超凡生物, 被他们伤到了最多也就是有几率转化为丧尸罢了。 想要成为食食鬼, 至少也得是高等级的食食鬼使用心头血感染才行。 丧尸? 胖子将军闻言眉头皱起, 各种电视剧电影里丧尸毁灭人类的场面从他脑海里闪过。 然后, 不等他说出担忧。 车厢里传来了安息国参谋部部长的声音, 感谢你, 月知女神使者南德纳祭祀你提供的情报。 我们已经批准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并出动了轰炸机前往你们所在位置。 不知南德纳祭祀可知道, 这些食食鬼有没有对空能力。 女神的代言人告诉了我, 这些食食鬼只是一群失败品, 他们没有对空能力。 至于其余怪物, 女神的骑士们也都再次降临了, 他们会为你们创造攻击环境的。 参谋部部长文言, 声音轻松了许多, 那就实在是多谢贵方了。 我们安息国, 热切欢迎月知女神教的到来。 南德纳所在军队刚刚停止了前进没多久。 上空数千米高处, 三架轰炸机在十多架战斗机的护卫下呼啸而来。 为了保证此次轰炸任务能够不出丑, 安息国这次也是下了大力气了。 不顾本土势力滔天的空军武器装备大公司的反对, 专门请了来自莫斯卡的专业团队过来维护了这批出征的战机。 再花费了高昂的费用之用, 也让得这次行动没有再次造成什么军事笑话。 轰炸机进行了覆盖式的轰炸, 除了大当量的炸弹外, 还投掷了禁用的燃烧弹。 顷刻间将食尸鬼们所在的那大片平地炸成了火海。 战斗机携带的白鳞弹也纷纷投射了过去, 只求能够起到效果。 轰,轰轰。 宛如烟火表演的一连串轰炸后, 现代化武器展现出了它应有的威力。 只是刹那间三分之二的食尸鬼就失去了行动力。 剩下的也人人带伤, 移动速度锐减。 而胖子将军也把从心战术发挥到了骨子里, 看到爆炸的火焰和烟雾冲上了天空干扰了视线。 不知为何, 他就想到了有烟雾伤这条定律。 尽管这是小说和动漫里的定律, 然而现在超凡出世的如今, 何尝不像了? 有时候胖子将军都有些怀疑, 是不是自己这个世界的世界线变动出错了? 事已, 这位胖子将军不断下达指令, 要求全军的远程投射力量不要吝啬弹药地向着前方开火。 用火炮和极鼠火箭弹, 把十多公里外的平地轰炸了一遍又一遍, 直到萧宇这边都确信了那些石屎鬼们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 炮火都不曾停息, 直到炮管通红, 一箱箱弹药箱打空了, 这才不得不停了下来。 待到烟消云散, 望着已经化为了焦土的前方平原, 胖子将军依旧有些不自信地嘟噜道, 竟然那么顺利? 这些石屎鬼们, 难道是对方故意派来送死的? 很有可能。 南德纳也表情凝重地点了点头, 然后道, 所以, 继续前往阿格拉圣城的话, 将会有极大的危险。 将军们, 你们还要护送着我, 过去吗? 这, 这是当然要送的。 胖子将军听到这, 脸色变得严肃起来。 南德纳祭祀, 请放心吧, 我们可是和月之女神站在同一阵营, 而且我们也相信着, 正义站在我们这一边, 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说归说, 大军还是以防万一地绕开了那片焦土, 另外寻了一条路靠近阿格拉圣城。 同时, 安息国大统领也在了解到了施婆神那边的不正常操作之后, 进行了紧急会议, 并取得了使用核武器的权限。 这一刻, 各大势力的卫星们也都通通调转镜头, 对准了这座历史悠久的名城, 想要看看这一场战斗的最终结果会如何。 也在同时, 花旗国藏在圣城的一位特工, 却是和一大群被选中的居民们一起, 被安排着送到了地底溶洞, 并在那里瞧见了正在举行的盛大仪式。 这是做什么? 最后的信仰安慰吗? 这位特工早已年过半百, 混杂在居民群里的他, 作为一名演员的自我修养, 表现得无懈可击。 可惜他不够帅。 不然, 他或许早就被星探发现, 走向另外一条康庄大道上了。 而在看到了那巨大的尸婆神神像之后, 特工诧异地顿了下身子, 旋即想起来了在档案里看到的情报资料。 那里面对这巨大的神像是有着记载的。 尽管从没有影像资料, 不同年代的旁人的叙说还是有很多的。 他记得在这举行的仪式是尸婆神教派最高等级的神秘仪式了。 传闻, 每一位大祭司更是必须在这里亲自主持过仪式, 才有资格担当。 而每一个参与过这里的信徒, 还能活着出来的, 往往都会成为非常虔诚的祭祀。 在以前, 专家们对此的解释是环境的作用产生了强大的使命感, 从而强化了信徒们对神灵的信仰。 全都是心理学上的东西。 只是现在超凡已经展现, 特工自然不会认为全都是心理学那一套。 他在随着人流走到了神像面前后, 有些着急地悄悄汇报, 长官。 我只是一个假装成普通人的普通特工, 现在却进入到了神秘势力最核心的区域, 现在我该怎么办? 在线的, 挺急的。 特工的长官听到了对方的求救讯息。 只是, 通过安装在那位特工眼睛里的同步摄像头看到的场景, 让他们很为难该如何说才好。 少许, 一位长官才安抚了一声特工, 并告知了他, 孩子, 还记得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这本书吗? 越是关键的时候, 越要冷静下来, 想想你完成任务, 回到家乡的好日子吧? 动力十足了吗? 你能进来这地底溶洞, 说明了你的身份并没暴露, 装作自己是一名师婆神的虔诚信徒吧? 我们这边也安排了顶尖的专家, 全程为你与英辅助。 我, 特工低着头, 跪倒在了地上, 在四周大群信徒们的叩头声中, 回答道, 我尽量冷静。 放心吧, 你一定能办到的。 我们猜测, 你们完成仪式之后就会回去了。 毕竟那么多本地人在这儿, 他们还要不要超明星了? 专家这边刚刚安慰了几声, 正要继续说一些什么。 特工抬起头来就瞧见了, 一个祭祀带头, 让这些信徒们一个个走到了神像面前, 用一把石刀割破自己的手腕, 滴血在那神像的宽大脚掌上。 每一个信徒都会献出自己大约一小碗血的量, 积少成多之下。 快轮到特工的时候, 特工已然注意到, 这神像的两个脚掌都已经暗红色一片, 刺鼻的血腥味, 哪怕离他还有十多米远都能嗅到。 且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特工总觉得四周的温度越来越冷了。 那昏暗的上空, 更是好似有着各种各样的邪恶怪物, 正在睁大眼睛打亮着自己。 呼呼, 一定是错觉, 我必须要冷静。 我的小女儿, 还是等着自己教她游泳嘛。 我的大女儿的婚礼, 还等着我去参加呢。 我, 在这紧张的环境中, 特工不断想着美好的事物, 以免自己情绪失控, 终于, 轮到了她。 祭司露出了干尸一样的脸孔, 看了这特工一眼, 把石刀交给了她。 为了师伯神, 愿我的血与你同在。 特工学着其他信徒样子, 拿起石刀割破了手腕, 然后滴了过去。 时间只过去了十来秒, 特工却是感觉到了度日如年这一成语, 是何等的精妙准确。 就在特工手腕被祭司抓住, 一块带有药草香味的泥巴啪一声, 敷在了她的伤口上那一瞬间。 特工如释重负, 差点没忍住大呼, 做到了,没做,你做到了, 你不愧是我们花旗国最好的特工。 等等,那是什么? 就在特工蹲回去了原位, 暗暗庆幸自己躲过了这一劫的时候。 有祭司推着一车车人力车, 放在了祭司神像面前。 车上装满了还有着血气的内脏。 猪羊牛狗几乎都被取下, 放在了车中, 而后倒在了地上, 堆积为了一座小土坡。 一股偶遇, 一下子涌到了特工心头。 他想要转移视线。 在线的长官却是严肃地命令他必须看过去, 并认为这可能涉及到了重要的情报。 特工身边的信徒们却是出现了不小的骚动。 一些信徒脸色潮红, 要不是有祭司在场, 说不定他们就要站起来发飙了。 没办法, 这次的内脏之中出现了牛这一生物的, 实在是让不少信徒难以接受。 要知道, 牛这种生物在狮婆神教派里可是有着无比神圣的地位的。 安息国别的地方或许没有那么在乎, 甚至于还把安息牛肉当作了特产品畅销全世界。 可是, 在这阿格拉圣城附近, 在这狮婆神教信仰的保守派大本营里, 毫无疑问, 每一头牛都值得他们尊重。 而情报部门之人看出了这一点之后, 也更加地相信了, 如今的狮婆神教其实是被堕落者窃据的说法。 如果是土生土长的那些超凡者, 又怎么会在这种关键细节上出错? 伟大的狮婆神啊! 你的信徒们向你祈祷, 只因为我们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醒来吧! 无上尊贵的神! 睁开你的双眸, 注视那些可恶的亵渎者, 然后审判他们吧! 大祭司身披长袍走到了神像面前, 张开双臂大声疾呼着前任交代的台词。 说完后, 这位已经识诗鬼话的大祭司紧张地仰着头等待着神迹出现。 嗡! 数秒之后, 忽然间整座地底溶动, 竟然摇晃了起来。 摇晃幅度越来越大, 以至于突兀间会有碎石从天花板上落下。 顿时, 信徒们惊呼着后退, 离开了这空旷的祈祷大厅。 大祭司看了眼那些信徒, 也不阻止, 更不害怕, 反而狂热地盯着眼前的师婆神神像, 无比期待着前任大祭司提到的真神的登场。 哄! 溶动的摇晃更加剧烈。 甚至于有巨石碎裂落了下来, 砸倒下了那些大灯。 几个甘尸祭祀健壮, 想要扶着大祭司撤退。 不想, 伴随着那些内脏忽然间融化为泥水, 他们锁在地面突然开裂凹陷, 竟是令他们惨叫着跌入了地底深处。 大祭司扶置心灵的身子一动, 竟是爬上了这神像的头顶上。 然后, 伴随着一阵剧烈抖动, 八十多米高的师婆神像, 竟是浑身出现了细密的血色纹路反光之后, 整个巨大身子缓缓地动了起来。 哈哈! 我等的神啊, 活过来了。 大祭司欢喜地笑出了声来, 声音回荡在这溶洞之中越来越响亮, 而躲在了大厅出入口边上的特工, 坐在了地上, 嘴角抽动的嘀呼出声, 长官! 大事不妙啊! 咱们刚刚祭拜的那具小扇一样高的神像, 竟然动了起来了。 我觉得我最好先撤退, 保留有用之神。 长官们和专家们也早已经被画面上的情景给惊呆了, 那可是货真价实的有八十多米高的神像啊。 樱花之国动漫里的奥特曼也才五十米呢。 那些高达机器人什么的, 更是多在十多二十米上下。 以前遇到的那位青铜泰坦, 也没有超过十五米。 八十米这一高度的神像, 动起来之后, 这视觉效果实在是太惊人了。 让他们无不陷入短暂的诗语中。 而那特工再没得到回应后, 顿了顿, 猛地转身, 以平生最快的速度向着出口, 以狗爬式的姿势爬了过去, 并不断大叫着, 以此来干扰耳朵里长官的声音, 展现出来了极为强大的求生。 地底溶洞之中, 师婆神神像已然在世界奇物傀儡之心的作用下, 完全活了过来, 并缓缓拔地而起, 舒展起身子起来。 这神像为四臂双头, 头像面容凶恶, 浑身上下布满了血色纹路同时, 更有各种奇形怪状的血色虚影, 自发浮现在他身边。 消于远距离, 感应了下自己这一次搞出来的傀儡。 满意的嘴角微微, 翘了起来。 本就感觉到了, 这师婆神神像靠着千年来的血迹, 信仰之力浓郁得差不多能在灵气复苏环境下自我成神, 绝对是一个宝贝了。 没想到, 被我傀儡之心给激活了之后, 竟然可以如此之强。 只是神像之身, 就不亚于大圣的天神下凡状态下的肉身了。 神力更是强得我前所未见。 恐怕, 只有万神殿里面的主神中的主神, 才有这样的神力威慑力了吧。 消于感应着世界奇物傀儡之心, 提供给自己的大量讯息, 越发觉得自己的这步棋走对了。 在安置了傀儡之心前的那一天, 消于抽空回去了一趟小人国, 并告知了他们就在今天, 等待着自己从炎黄巨人一族请来的援兵抵达之后, 就立即开战。 本来还有点小担心, 要是这神像不是那么给力, 那不是给炎黄巨人一族给无上至尊九天神皇丢脸了吗? 现在看来, 这在小人国等于有八千米高的四壁双头神像, 要是能登场。 哪一个势力还敢质疑, 自己幕后势力的雄厚底蕴? 那帮子与神迹之城贸易往来的各片大陆的陈兴巫师们, 只怕都得伸长脖子, 微笑着朗声喊一声, 神迹之城, 炎黄巨人, 牛逼, 破阴, 吧。 师婆神, 在安息国有着破坏神的名称, 就改名为破坏神好了。 登场吧, 安息国的破坏神, 让陈兴之力, 在现实绽放吧。 萧宇心中一动, 阿格拉圣城, 立即天翻地覆了起来。 仿佛有一场大地震突兀间在这城市四周爆发了过来, 到处都在摇晃, 甚至旁边的山峰都在动摇。 而后, 轰得一声巨响。 圣城的千古名圣圣殿整个被掀飞到了半空, 大量宗教建筑随之垮塌崩坏, 露出了一处深不见底的巨坑。 数秒后, 八十米高的破坏神神像, 一跃而起, 冲上了天空。 刹那间, 就跃出了十多公里的距离, 喷一声坠落在了一座数百米山峰的峰顶上。 只是落地, 立即爆发出了一道耀眼血光。 旋即, 那数百米高的小山, 竟是硬生生被这破坏神神像给踩为了平地。 由此产生的冲击波, 不亚于一枚云爆弹爆炸之后的能量, 使得, 正在行军的安息队, 也纷纷惊呼着感觉到了前方的恐怖声浪。 是神, 是神降临了。 那些堕落者们, 竟然让师婆神的神像活过来了。 最前方的直升飞机里的飞行员看到了落地的破坏神神像, 立即开始胡言乱语了起来。 而通过卫星, 看到了这幕的各大势力们, 都纷纷惊讶于安息国出现了这样的变数, 并暗暗猜测起, 这破坏神神像的伪力强弱起来。 嗡! 破坏神神像缓缓转头, 盯着天空中的直升飞机, 张嘴发出了一股杂音。 顿时, 不仅仅是那些直升飞机的玻璃, 全数破碎。 数十公里外, 南德纳所在的大军也纷纷在这股音波下, 惨叫着双耳流血, 痛苦道地哀嚎起来。 只是一击, 或者都不算出手, 只是一句话。 安息国的前锋大军近五万人, 就集体溃不成军。 让得安息国大统领后退了一步, 觉得自己的头突然间好疼。 或许, 自己应该立即去一趟东方谷国治病。 法克游! 花旗国的一名海军上将站在了一艘最先进的安装了电磁炮的军舰上, 突兀接到了来自花旗国大统领命令的他, 忍不住骂了脏话。 然后, 他下令电磁炮射击那代表了师婆神教派的破坏神神像的同时, 赶紧登上了一架直升飞机, 准备远程指挥。 哄! 在意大利天使降临之后, 就被证明却有奇效的电磁炮武器系统, 是这一段时间里各大势力研究的最深的先进武器了。 由于目标是恐怖怪物, 不需要担心穿甲深度过剩这一问题。 如今开火的这一门电磁炮, 威力方面已是当初意大利时候击破了天使防御立场那一门的两倍。 正常而言, 这样的电磁炮, 穿甲能力已然足够突破传奇巅峰等级的领域结界了。 就是一般成型生物, 被这种同体型下的电磁炮击中, 也会受一点轻伤。 破坏神神像却在电磁炮呼啸而来, 靠近了快一百米的瞬间, 被一股无形的神力凝聚而成的防御结界给卡住了。 这层防御结界, 厚达十米。 而花旗国的电磁炮的炮弹, 只是突破了一米, 就已然到了极限。 下一秒, 这枚炮弹彻底悬停了下来, 然后叮咚一声, 落在了地上, 砸出了深坑。 嗡! 破坏神神像缓缓转头看了眼那小坑。 双腿缓缓弯曲蓄力。 然后, 哄! 破坏神神像原地登出了一块足球场大小的盆地瞬间, 整个身影已然消失在了这片天地之中。 难得那仰着头, 望着那因为破坏神神像的离开而被吹散的蓝天白云。 嘴巴微张, 差点因为恐惧而昏迷过去。 他好歹也算超凡了, 也因此, 比起其他普通人, 更能感觉到一级超凡与顶尖陈星级存在之间那宛如深渊一样的差距。 花旗国在安息近海的军舰, 也在开火之后, 全员撤离。 只是他们没有想到, 那破坏神神像会来得那么快。 从命中到破坏神神像从天而降, 整个过程竟然十秒不到。 可以说, 这破坏神神像的移动速度, 在他们看来, 竟然可以比炮弹还要快。 这样的怪物, 还叫他们这些普通人怎么打? 哼, 破坏神神像准确地落在了那一艘军舰的面前。 落水的瞬间, 一个直接伸到海底的恐怖漩涡立即成型。 花旗国的这一艘军舰都没等破坏神神像出手, 便转着圈被漩涡给拖入了海底。 噢! 破坏神神像从海底缓缓升空, 沿途无数海水都被它隔离于百米之外。 而随着快要浮现到了海面之时, 仰起头和四臂, 发出了一声怒吼。 吼声吓! 血光四显, 万千亿类蟹影, 从四周浮现了出来, 并越发栩栩如生。 破坏神神像四周的血色异类, 很快就布满了其四周方圆两三公里的范围。 吓得还在直升飞机上的花旗国将军大叫, 开火, 快开火! 阻止那些怪物! 事实上都不用这花旗国将军下令, 附近地区各大势力的军事基地都默契地在军舰被袭击的瞬间, 就已然接到了开火指令。 随着破坏神神像在这海面上登场用召唤出大批小弟, 上百枚导弹, 数万计算的各式远程火箭弹, 已然划破了天空进行了一次覆盖式火力投射。 老实说, 这样强度和密度的火力投射, 已然是各大势力在这短时间里能够拿出来的最大火力了。 也是目前的世界之中, 同单位时间里做到的最高强度的一次火力投射。 导弹们命中了目标产生的火焰, 甚至于从外太空望去都能隐约看见。 除了没有核弹爆炸事后产生高温高压和辐射波外, 这一连串导弹和火箭弹爆炸本身的杀伤范围, 已经超过了核弹爆炸的直径了。 只是, 如此强度的火力, 却是随着一声破坏神神像的怒吼。 轰一下, 漫天的火焰和烟云全都烟消云散, 露出了毫发无损立于海面上的破坏神神像。 卫星和各种高空监视设备都忠实地将这可怕的景象完整地发送回去各大势力的屏幕中, 让得这些屏幕面前的各方大佬们再次感觉到了凡人与神秘力量之间纳致的差距。 并且这一次或许要感受更深刻一些, 也更绝望一些。 根据目前得到的数据来计算, 一部分专家们甚至对核弹能不能伤害到这怪物都极为不看好起来。 先不说这种等级的存在会不会和战争女神魔力竿一样, 有着神奇的防御手段吸收乃至偏移核弹的攻击力。 单单那连最先进的电磁炮都突破不到百米内的神奇防御手段, 就让专家们怀疑核弹的爆炸大火球范围能不能伤害到破坏神神像。 至于核弹那上一度高温下的绝对毁灭范围, 对破坏神神像这样的存在而言, 实在是太小了。 专家们毫不怀疑以其表现的速度来看, 哪怕是直接命中, 最好的结果也是在百米距离爆炸。 而这样的距离下, 核弹爆炸瞬间抵达百米的那点时间, 已经足以破坏神神像撤出绝对毁灭区域了。 可以说, 假如这破坏神神像不需要休息, 它一人, 已然足够横扫全球, 抹平所有军事武装。 破坏神神像的额头上, 那位石狮鬼化的大祭司兴奋地撕开了衣衫, 让一缕缕从破坏神神像身上溢出的血影渗透进了身体之中。 然后不过两三秒, 这大祭司的身躯竟是一下子膨胀了起来, 化身为了一个身高五米开外, 浑身都鼓起了钢铁铸造一般肌肉的肌肉型石狮鬼。 肖宇更是注意到了这大祭司变异的石狮鬼身上, 竟然也有着一丝神性存在。 显然, 作为师婆神教的大祭司, 他还真的在阴差阳错之下, 被破坏神神像给眷顾了。 他, 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神之使徒。 如果傀儡之心没有时间限制的话, 或许十多年后, 这大祭司还真有机会完全神力化自身, 摆脱石狮鬼身份成为半神半人那样的存在。 可惜在知道了破坏神神像一切底细的肖宇面前, 大祭司并没有潜力, 值得肖宇去可惜。 是已。 当这大祭司感觉到自己变大了, 也变强了, 把目光对准了逃跑的直升飞机, 猛地蹬地离开了破坏神神像的势力范围, 逼近了那直升飞机的瞬间。 萧宇化身轻云渐先登场了, 一道清光从天空如流星一般滑下, 奸笑之声下, 只是一剑, 便将这大祭司的脑袋从身上取了下来。 怎么回事? 大祭司瞪大着眼睛, 感觉不到痛苦的他, 仅存的脑袋悬浮在空中, 目瞪口呆地望着自己的无头身子打着转地落入了大海之中, 恐惧洗满了他的大脑, 让他完全无法相信, 明明上一秒, 自己还觉得自己得到了破坏神神像的眷顾, 已经天下第二了。 怎么下一秒, 自己就只剩下一颗脑袋了? 这不对劲啊。 初次进入大祭司境界, 都会陷入这样的心魔之中, 我也有过这等错觉, 所以我理解。 可惜, 你不是真的大祭司, 借助外力的你, 等到破坏神神像消失在这个世界, 你就将因为透支了心血灵魂而整个人坏掉。 既如此, 那还不如我现在一剑斩了好。 萧羽所画青云剑仙看着这一大祭司的死人头, 淡淡一笑间再次挥动剑指。 顿时青蝉剑再次出手, 将这一死人头直接披围了两半击入大海深处。 直升飞机里, 得救的飞行员和将军连忙松了口气之余, 向着青云剑仙敬礼感谢。 哦! 远处海面上, 破坏神神像的声音却是再一次响了起来。 血光肆意释放, 映照的海面上本是碧蓝一片的天空, 竟是化为赤红色。 让得四周之人, 无不仰望着赤红色的天空, 从内心深处感觉到慌乱不已。 忽然, 破坏神神像所在海面上空, 一道月光撕裂了血色的天空, 落在了破坏神神像身上。 而后, 月之女神菲亚高达百米的巨型虚影, 伴随着这一道月光出现了高空。 与那破坏神神像仰起头的双眸, 对视在了一起。 青云剑先见到了月之女神菲亚降临, 收起了青蝉剑, 对着月之女神菲亚抱拳行了一礼之后, 便急退离开。 然后, 各大势力的观察设备, 瞧见了月之女神菲亚, 伸出了右手, 向着海面缓缓地压了下去。 顿时, 破坏神神像所在海面一下子沸腾了起来, 巨大的漩涡在无形的压力下, 以破坏神神像所在为中心, 轰然形成。 同时, 刷的一声, 天空落下了无数的银白色光焰, 笼罩住了整片战场, 一下子让所有观察设备都瞎了双眼。 这是神之战。 这光焰, 应该就是故意屏蔽我等观察设备, 保护我们这些凡人的吧。 调查组总部, 来自正义道的顾问老者, 一本正经地望着屏幕, 说出了心中猜测, 立即得到大批人的点头认可。 调查组副组长望着那光焰形成的巨型援助, 感叹道, 此时此刻, 安息国的高层们一定慌得不行吧。 那当然, 要是月之女神胜了, 自然好说, 可要是败了, 一位女调查精英文言轻笑, 安息国高层恐怕都得连夜逃出国了吧。 刚刚说话的那老顾问是铁杆的剑仙门粉丝, 听到这轻笑了一声, 我觉得不一定。 剑仙门可是表态了支持月之女神一方的。 在我看来, 有剑仙门支持。 这把呀, 肯定妥了。 破坏神神像在成行的那刻起, 已然超过了肖宇手中的两大女神, 成为了肖宇最强力的底牌。 如此强大的战争机器, 要是就这样放着不利用一番, 无疑是暴殿天物的行为。 所以, 肖宇在让月之女神菲亚配合进行了一番演出之后, 立即换出幻影戏的光焰, 制造出了一幕巨大的海事纯楼出来。 而在这巨大的幻影里, 破坏神神像和月之女神菲亚 早已经在肖宇的命令下转移到了肖宇的随身秘境之中。 然后肖宇马不停蹄地传送回去了老家, 并立即回到了诸神峡谷之中。 于是, 在这一瞬间, 古术大陆上的几位前来助阵的陈兴巫师, 琪琪没来由地感觉到了身上一冷, 一股寒意直达了他们的脊椎骨深处。 咦? 站在一棵巨大的战争古术的树冠之上, 一位独眼短发的陈兴巫师握紧了手中法杖, 表情凝重了起来。 某座弟弟宫殿群落里, 正在一同完成某个陈兴奇物的两位陈兴巫师, 琪琪手抖了一下, 导致了这个陈兴奇物前功尽弃。 不过他们来不及生气, 而是奇怪地对视一眼后, 按到了一声怎么回事, 并立即瞬移到了地面。 蒂西亚神也从休眠中一下惊醒了过来, 露出了一丝错愕。 刚刚是怎么回事? 我为何有种大恐怖即将降临的错觉? 不是错觉。 守在蒂西亚神休眠之地的树界尊者活动了下自己的树根, 发出了洪亮有力的声音, 这时有未知的强大存在, 入侵古术大陆进来了。 怎么会? 蒂西亚神带着颤音, 越强大的存在不是会受到越大的大陆意志反, 反抗吗? 蒂西亚神的声音越说越小, 显然想到了, 之所以古术大陆那么平静。 只会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那位恐怖存在, 是可恶的巨人势力所属。 那个巨人, 该不会把七邪神之一请过来了吧? 蒂西亚神有些担心。 七邪神虽然无比强大, 却也因为这份强大的力量, 成为了类似深渊意志那样的混乱存在了。 树界尊者对此却是颇为肯定, 就算那炎黄巨人一族有无穷财富, 也别想请动七邪神这群疯子。 那, 我没感觉到任何熟悉的气邪。 树界尊者老实说道, 应该是从炎黄巨人一族那儿请来的救兵吧。 我们也正好看看那什么的炎黄巨人一族的抵月, 可比深渊却还能保持理智的辉跃极势力。 哼哼, 我等可是不相信能有这样的势力存在的。 树界尊者自信满满地道, 我树界有记载的这万年来, 还从未有过真正的辉跃巫师出现的记录。 所有寻找偏方想要成为辉跃巫师的, 不是陨落了, 就是成为了疯子。 我就不信了, 那突然冒出来的炎黄巨人一族, 还能是万年前的辉跃极一族不成。 蒂西亚, 放心吧, 我又把握刚当那股星际的感觉, 肯定是那强者配合了某种特殊奇物的效果。 说完, 树界尊者的意念散发了出去。 顷刻间, 整个黑森林圣殿上空映照出一棵无比巨大, 直通天空的清脆大树虚影。 虚影虽然有些半透明, 却是在出现后, 散发出一圈又一圈的绿光, 让得整片古树大陆的树人们都受到了眷顾, 各项属性增加, 抗性增强, 并与他们建立起了心灵联系。 这是, 生命母树虚影。 站在树棺上的沉心巫师, 转头看向了那高耸露云的巨树虚影, 眼中闪过一丝异彩, 真是神奇的树界巫术啊, 好想学习。 可惜树界从不肯与我们分享知识, 实在是太遗憾了。 不过, 这就是生命母树的化身形态了吗? 传闻里, 生命母树就是树界之中的辉月极存在, 它是最早的一批树界尊者, 为求的晋升, 它以自身化作了树界如今的核心, 与整个树界天人合一, 成为了树界至尊。 泽泽, 只是竟然无欲无求, 这样的辉月极存在, 和那些被信仰制毒完坏的神灵傀儡有何分别? 分明连深渊那疯子都不如吧? 就是一个木偶一般的东西。 也难怪, 树界那么多年了, 尊者出了不少, 至尊也就出了这一个。 陈心巫师嘀咕到这, 刚刚被那一丝心迹引起的不安, 倒也随之消散了大半。 只是, 就在这时, 远方突然间传来了一阵刺耳的呼啸声。 却是神迹之成, 在萧宇归来之后, 正是向着古术大陆开战了。 无数火炮对准了古术大陆开始了覆盖式火力打击。 十多艘军舰更是一字排开在了海面上后, 按照萧宇的命令, 向着海水深处射出了鱼雷。 这些来自樱花之国和安息国免费提供的鱼雷, 很快就冲了出去, 直接撞碎了水底下的大批那家族大军的同时。 随着他们撞在了珊瑚大船上。 哄哄哄, 一连串的海底大爆炸发生了。 顿时, 在这些那家族看来, 他们所在的大海就好像在短时间里整个沸腾了起来一样。 海底虽大, 竟然没有了他们幸存之地。 更有恐怖的海浪被炸出来, 轰击去了海岸边, 让那几个想要来救援的传奇强者们纷纷止步。 那家之神哇啊的大叫了起来, 冲了过来想要止住大海的呼啸。 肖宇这边则是趁着鱼雷爆炸的功效, 大军已然冲了过来。 大圣一马当先, 眨眼间就冲到了那家之神的面前, 只是一棒子敲了过去。 这那家之神已然化作棒球, 休一声消失在了众人眼界之中。 节界开启, 我们现在可是具备主场优势。 战争古术大阵, 起! 术界尊哲早就等着这一会儿, 立即居中调节, 启动了布置在海岸边的大阵。 顿时, 一道道的绿光从天而降, 染得天空都绿油油一片。 配合那生命母树虚影加持, 便是大圣这样的晨星级强者, 刚刚踏上陆地, 就感觉到了莫大的压力袭来。 一身的本事, 竟然被压制了三成! 只是, 萧宇见此, 却是微微一笑。 来自破坏神神像的恐怖气息, 瞬息间就席卷了整片古术大陆。 让得大陆上的所有超凡者, 都一下子感觉到了那股高高在上, 宛如执掌了自己等人性命的主宰者的气势。 压得那些古术超凡一直运转自如的灵力, 竟是纷纷不自觉地慢了起来。 战争古术大阵也随之出现了问题, 让得大圣等先锋压力被减。 大圣兴奋怒吼了一声, 正打算趁机冲上海岸边大闹一场呢? 忽然, 只感觉一阵飓风从身后天空袭来。 旋即伴随着阴影覆盖前方的大地山川。 在小人国的超凡者们看起来, 至少也有八千米高的破坏神神像已然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轰隆一声从天而降踩在了古术大陆的陆地之上。 哄! 只是落地的瞬间, 就有数十棵战争古术被采为了泥土树皮混合物。 掀起的冲击波和土石巨浪, 更是瞬息间波及到了方圆数十里范围, 让战争古术大阵直接空出了一片大大的空白。 使得大圣不由扎舌停下了脚步, 看了看四周, 有些猛逼, 这也太猛了吧。 不过这也是情理之中, 那么高大的陈星级主神级存在, 还是实体化的。 一举一动都已经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动量级了, 做不到这种程度才会不对劲吧。 就是有点可惜了, 他这一来, 好像没我啥事了。 大圣嘟噜着, 四周军舰上的神迹之城大军却是没有停下手中动作, 纷纷抓紧时机登陆。 古术大陆那边, 担任总指挥的术界尊者也为这突然出现的破坏神神像, 吓得心跳加快了不少。 不过, 作为见识过大世面, 经验丰富的术界长者, 这位术界尊者, 还是很快就分析出了破坏神神像身上的超凡属性, 并一边调集其他军队去围堵神迹之城的登陆大军。 一边亲自调动了术界生命母术的力量, 加持在了五位陈星巫师和自己身上, 又动用上还剩下的五千多战争古术列出的小型法阵之力, 对上了破坏神神像。 破坏神神像得到了消雨指示, 喷一声登地而出, 离开海岸之后, 一路向着黑森林圣殿方向直接冲了过去。 沿途奔跑形成了痕迹, 足以在这古术大陆形成一条大运河。 而就在破坏神神像连续撞碎了一条大型山脉的十多座高山, 为古术大陆的交通事业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贡献时候。 术界尊者带着的陈星巫师们总算聚集好感来了。 顿时, 下一瞬间, 巨大的爆炸声响彻在了四周, 震得稍微近一些的树木纷纷被连根拔起, 先飞到了空中。 五位陈星巫师加上术界尊者和数千战争古术形成的巨大绿色光团 与破坏神神像的护盾撞在了一起, 让得破坏神神像一直保持着的均速移动不得不停了下来。 然后, 这一次合力一击的效果也就如此了。 破坏神神像那现实世界十米后的护盾在古术大陆的这些陈星巫师们看来, 简直就是在作弊。 是巨大的浪费神力的手段。 毕竟, 就算是万神殿最强的那一批主神, 也没谁会为自己张开他们看来至少一千米后的神力护盾吧。 不过不得不承认, 这样简单粗暴的作弊手段偏偏非常有效。 哪怕是他们这些顶尖强者联手合击, 也紧紧破开了这一千米后护盾的十分之一。 这神像的主人究竟是什么来历? 那么厚的护甲。 独眼陈星巫师在撞击瞬间就及时退到了十多公里外, 有些恼怒地盯着那破坏神神像。 诸位, 要是还有办法就施展出来, 否则这场仗不好打呀。 这神像上蕴含着一股澎湃神力, 应该是出自某位强大无比的主神之手。 另外我还感觉了至少持续了千年的血迹残留, 这神像即可能是那主神千年温养的实体化身之一。 如此说来, 这主神岂不是存在了至少千年以上? 一位尖耳灰疲的陈星巫师带着一丝惊讶。 如此一位主神都存在一千年了, 这万神殿竟然一点线索都没有。 再想想, 那突兀冒出来的两位女神, 难不成传闻没错? 那炎黄巨人有着自己的一套不输给万神殿的神系势力。 这话一出, 顿时五位陈星巫师都沉默了起来, 眼中闪过一丝阴郁不安。 倒是数借尊者那百米高的身躯最后退了回来, 听到这些谈话的他没敢责怪陈星巫师们长他人稚气, 灭自己威风。 而是安抚道, 莫要自乱阵脚, 这神像虽然力大无穷, 护甲极厚, 却终究没得到主神意志降临, 出手只能简单粗暴为主。 而那千米厚的护甲虽然不可思议, 却也就不是完全没有对付的办法了。 还请诸位听我指挥, 引对方入我陷阱。 数借尊者发话, 另外五位陈星巫师也纷纷应了一声, 旋即与数借尊者一起和那破坏神神像且战且退了起来。 只是, 在破坏神神像的追杀下, 这一过程并不顺利。 因为破坏神神像的爆发力实在是太可怕了。 加上他的体型可是相当于小人国八千米高的高山。 一步迈出, 已然要比陈星巫师们的顺移术还要远。 时不时就有陈星巫师躲避不及被挥舞的拳头击中, 又或者直接被一脚踢飞, 狼狈不堪。 母树在上, 请救我力量, 毁灭这个亵渎者。 数分钟后, 陈星巫师们终于带着破坏神神像抵达了一片山间的盆地。 这片盆地占地约莫五个足球场大, 泥土呈现不正常的灰黑色。 在盆地的地底深处, 埋藏着这次数界出征坏掉的所有古树超凡躯体。 利用这些躯体激发了生命母树的力量后, 破坏神神像刚刚一脚踩凹下去大片泥土, 就见着盆地突然间掀开冒出了万千树根。 这些树根长满了道次, 每一根都要比现实世界里的粗绳索还要粗一圈。 它们没能突破破坏神神像的护盾缠上神像躯体。 却是刹那间互相交错纠缠在了一起, 一下子把破坏神神像给包裹在了一团由树根组成的巨检之中。 盆地上空, 小人国眼里千米高的生命母树的虚影浮现在了高空, 落下了一道绿光照耀在了这树茧之中。 顿时, 郑挥拳轰击在了树根上的破坏神神像, 反而身子一抖。 出拳的手臂上十字外壳咔嚓一下, 出现了十多条裂缝。 尽管这些裂缝瞬间就恢复完好, 却也令观战的萧羽微微一正, 有些吃惊这树界的手段了。 这是树界的反弹巫术了吗? 我的破坏神神像轰出的权力, 有小半被反弹了回来, 伤害到了自身。 不过, 不仅只是困住我的破坏神神像那么简单吧? 萧羽对破坏神神像充满自信, 开始默默遥控起来之余。 注意到了万神殿, 阴影世界的大军正配合树界的战争古树们袭来, 企图把自己的大军赶下海。 萧羽轻轻一笑, 穿上了战甲, 启动了世界奇物青铜之躯项链。 顿时, 相当于小人国世界三千米高的青铜巨人闪亮登场, 两位女神则是一左一右陪同着青铜巨人出现。 猎阵! 一切为了神迹之成。 海岸边, 三万神卫军整齐滑一地行动了起来, 金铁盾牌向前, 钢铁长枪挺起, 人马合一爆发超凡灵光。 顿时间, 三万神卫军超凡灵光化作三头白光闪闪的猎虎, 每一头都有近三四百米长。 每一头栩栩如生的猎虎都由一万神卫军的超凡灵光凝聚而成, 一出现就散发出包裹住了全军的灵力光环, 极大增强着神卫军们军阵的生存力。 百人成军便可凝聚超凡灵光军阵法乡。 如今万人精锐猎阵成军, 军阵法乡竟然化作了巨型猎虎神兽。 哈哈, 我兰斯特洛一族秘法, 也能有今天, 老祖宗们一定无比欣慰了吧。 领导着一只神卫军的兰斯特洛骑士, 望着凶艳滔滔, 气势如虹的猎虎法乡, 心中充满自豪。 尽管这猎阵之法, 事实上已经被肖宇这边的大巫师们改动了几百次, 改得如今, 兰斯特洛家族老祖宗复活也未必认得出来了。 但是说到根本之处, 说到灵感来源, 那就绕不开这兰斯特洛骑士的家族秘法。 所以, 兰斯特洛骑士相信着, 此战展现出这军阵秘法的好处之后, 神之子殿下一定会无比重视的吧。 而神之子大人一重视了, 他们这一家族在迷失大陆, 在神迹之城的地位还不立即水涨船高了。 他, 也再也不用被别人悄悄在背后说闲话, 什么这就是那位神迹城外虎崩垮, 然后先投为敬的骑士大人了。 吼吼吼, 在例行的一番火炮投放之后, 阴影怪物们最先从半空洗向了萧宇这边的军阵。 这些阴影怪物, 以体型在小人国眼里三米左右的阴影突旧为主, 夹杂了几头巨型阴影蜘蛛。 刚毅交手, 猎狐法乡们就齐齐发出了怒吼, 爆发出一圈圈的炽热白光。 白光下, 第一波阴影怪物, 不管是突鹫还是蜘蛛, 都化为了灰烬。 更远一些的身影也一下子半透明了许多, 实力大减。 杀! 神卫军们列阵向前, 整齐华一地举盾灰枪, 阴影怪物们犹如撞上了水泥大坝的潮水, 看似汹涌, 却是怎么也冲不破这神卫军们组成的大坝。 高空之上, 阴影之子们与两位女神交手, 靠着几件阴影世界大人物的奇物, 勉强保持了一股军事。 萧宇这边, 萧宇没有出手。 相对的, 万神殿这边的善恶之神化身, 以及十多位诸神化身, 也纷纷凝视着萧宇所化青铜巨人陷入僵持。 这让萧宇微微一正之余, 明白了过来, 自己现在的名声果然也到了名动天下的地步了吧。 所以只要随便那么一站, 就能牵扯住对面的一大批高手。 嗯, 这样也挺好的, 毕竟自己的部下们也是需要成长起来的呀。 萧宇胡思乱想时候, 善恶之神感应到了地面上的战场形势, 发现阴影大军竟然处于劣势。 他不由心中不满, 当初信誓旦旦地说好的能在军阵交锋之中占据优势, 从而逼迫巨人那边动用邪神援军调虎离山。 结果, 竟然连一群传奇都没有的军队给挡住了。 让战争之神去帮手吧。 善恶之神念头一动, 阴影大军身后, 一位头戴红银铁盔, 身上只穿了红内裤, 裸露出大片大片古铜色肌肤的鸡肉男, 左手持钝, 右手握枪, 激着红披风气势汹汹地走了出来。 我乃战争之神化身, 战神爱瑞斯。 出来吧, 我的军团。 咚。 这位鸡肉男举起长枪, 用力地拍了一下自己的青铜圆盾。 顿时, 仿佛这片天地都响起了一声好似众物落地的巨响。 然后, 这鸡肉男的身后, 竟然出现了一道道蓝色光芒。 光芒散开之后, 鸡肉男的身后, 出现了一大批深批铁甲, 武装到了牙齿的绿皮肤巨魔大军。 这些巨魔每一个都至少有五米高, 鸡肉鼓起, 撑抱着身上的每一寸铠甲。 吼吼吼, 巨魔大军们一登场, 尽管只有一千多头, 吼叫声却是压过了萧羽这边三万神卫军的声势。 不过随着这吼声, 萧羽这边新登陆的两万多野蛮人不爽了。 这些超凡野蛮人们纷纷喝下了二锅头, 而后体型急速膨胀, 一个个挥舞起了锤子斧头, 一下子越过了神卫军们的军阵。 两万多超凡野蛮人大吼着的叫声, 反过来压住了那些巨魔。 巨魔们猛逼了一下, 玄机觉得气势上不能输, 纷纷吸气后嗷嗷大叫了回来。 一时间就连萧羽都听到了地面上的乱叫声, 嘴角微微抽动。 比声音, 我神迹之称真没怕过谁啊。 萧羽想到这, 心中一动。 顿时, 魔刀刀奴从随身秘境里提着音响设备冲了出来, 喷一声落在了地面上后, 立即散开, 露出了青铜巨龙的身影。 这青铜巨龙不如眨了眨眼, 本以为自己是骑兵, 没想到却被派来吼叫。 他看了看那些看不明白的设备, 又看了看前方的那些巨魔。 深吸了口气, 青铜巨龙对着话筒吼出了瓶声最大的一次龙吼声。 吼。 青铜巨龙不如发出了怒吼。 龙吼声瞬息间随着音响设备的扩音器加成冲向了正前方。 龙吼的下一瞬间, 来自樱花之国最豪华的音响设备砰砰砰, 瞬息间爆炸。 不过在爆炸之前, 这些音响早就完成了使命, 把青铜巨龙不如的龙吼声送到了那些被战神爱瑞斯的巨魔军团耳中。 只是靠着音量本身的力量就已经掀起了一股飓风, 让得那上千巨魔齐刷刷地摔倒在了地上, 并而恐流血。 战神爱瑞斯第一时间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并撑开了战神领域企图挡住对方的诡计。 然而, 战神爱瑞斯没有想到, 这一次青铜巨龙不如的攻击竟然会是最不可思议的音波攻势, 让得他的战神领域只起到了最低的效果。 自己虽然没受到这波音波的影响, 手下们却是都被这一声怒吼给震倒了。 哼! 战神爱瑞斯脸色通红了起来, 举起长矛再次重重地敲击了一下地面。 顿时, 那些倒下的巨魔们身上浮现出来了一个个半透明的灵魂。 这些灵魂一开始还很模糊, 随着战神爱瑞斯身上红光一闪, 纷纷凝实了起来。 这是战神的神术能力, 英灵归来吗? 青铜巨龙不如微微眯起眼, 瞧着战神爱瑞斯旋即看向被自己一吼坏掉的音响, 感觉有些可惜。 青铜巨龙不如没学过英波术, 不过, 这些战神英灵们对物理攻击有极强抗性, 面对着英波这种无处不在的渗透性攻击方式的时候, 却反而会被克制。 只是, 这种能大幅度增强英波的炼金奇物, 肯定非常昂贵才对吧? 能用一次, 也已经不错了。 哪里能够继续让殿下破产? 青铜巨龙不如这些想着, 却有巫师察觉到了这些巨魔英灵的弱点, 赶紧告知了肖宇。 肖宇微微一震, 连忙挥手放出虚无之手, 从随身秘境里抓出了另外一套音响设备, 扔在了青铜巨龙不如面前。 让得青铜巨龙不如和对面的战神爱瑞斯等人都目瞪口呆了一下。 肖宇对此微微一笑, 以表尊敬, 而后目光方向了破坏神神像那边。 破坏神神像此时正被捆住, 术界尊者调动着古术超凡们的力量, 借助着手中奇物的力量, 让那些树根分泌出了绿色的枝叶。 这些绿色枝叶对一切非术界生物都有着极其强大的腐蚀性能力, 便是现实世界的亡水, 也往往比不了这种枝叶。 也因此, 肖宇在注意到这点之后, 默默将之记住, 打算战后拿来检查一下, 看看能不能成为某种神奇的炼金材料。 这神像的抗性太强了吧? 独眼诚心巫师望着不断传来一圈圈冲击波, 从而变得越来越大的盆地, 心中越发敬畏这破坏神神像幕后的存在。 生命母术, 真的可以困住这样的怪物吗? 另外一个诚心巫师也一边准备着巫术, 一边担心低语, 哪怕数界的反弹巫术天下第一, 可是每次被轰击, 也绝非一点损伤都没有。 要是在我们准备这大型禁术之前被破开了, 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诚心巫师说出了自己担心, 忽然发现身边出现了新的强者气息, 他们不由好奇感应了过去。 顿时发现, 在那数界尊者旁边飞来了两位身高五六米, 通体布满了暗红色灵甲的大恶魔。 这两大恶魔有着蛇一样的尾巴, 蝙蝠一样的翅膀, 丑陋的脸上长着两根弯角。 只是出现就自带了暗红色的光运, 影响着四周空间, 让得周围环境都有些不正常地扭曲着。 是混沌魔狱的混沌大恶魔。 一个陈兴巫师认出了这两位大恶魔, 小声道, 没想到蒂西亚神说的是真的, 混沌魔狱也派出了强者前来助阵。 这样的话, 王者峡谷的强者也肯定过来了吧。 话音刚刚落下, 陈兴巫师们又前方靠近那盆地的一片山脉, 忽然有一座千米高山崩塌, 一道蓝光从崩塌高山的山体中贯穿而出。 旋即, 骑着一匹高达五十米骷髅巨像的王者大军梅德菲尔率先从蓝光之中走了出来。 他摇晃着身子, 高傲地望着前方盆地里的破坏神神像所在位置, 拔出了一柄寒光闪闪的大剑, 轻轻指向天空。 他的身后, 上百头冰霜古龙在数千头黑色石像鬼的陪同下, 咆哮着飞了出来。 山坡处, 更是有数不清的亡灵骑士们, 披着厚厚的铁甲, 举着长枪或者镰刀, 形成黑色的浪潮, 双眸闪烁着冰冷蓝光呼啸而过, 冲向了盆地。 这些亡灵骑士们并不会神卫军们的军阵凝聚超凡灵光之法。 不过那亡灵大军梅德菲尔张嘴吼了一声, 亡灵骑士们身上立即闪烁起来一抹黯淡的红光。 旋即, 所有亡灵骑士的气息都急速减弱, 与之相同的, 他们手上的兵器开始闪耀起妖翼的蓝光。 陈兴吉的亡灵禁术, 孤注一掷, 让亡灵生物全部力量集中在武器上, 从而获得超出自身极限力量一击的机会。 不过这样的一击下, 那亡灵生物短时间里也就废了。 而我看这亡灵大军的禁术应该是变异版的, 恐怕一击之后, 那些亡灵骑士都会灰飞烟灭。 空中的几位沉心巫师都是眼力极强的大能, 很快就看清楚了对方的底细。 佩服之余, 也对战胜那破坏神神像有了一丁点信心。 混沌魔语跑来了, 王者峡谷也出现了。 看他们准备的大招也要到尾声了, 看来, 术界的底牌这是出得差不多了吗? 萧宇靠着破坏神神像的力量赶制着整个战场, 确认了四周应该没有隐藏强者, 不用担心破坏神神像吓跑那些小朋友之后。 萧宇决定让破坏神神像认真起来。 破坏神神像得到了萧宇的直接控制, 仰起头发出怒吼的同时, 身上冒出了一圈红光。 红光之中无数异类虚影冒了出来, 竟是一下子就穿透了那些树根, 布满了方圆数十里范围空域。 这是破坏神神像的天赋绝技, 森罗万象地狱。 这代表着最强主神等级的领域一张开, 整片盆地都瞬息间化为了森罗万象地狱景象。 生命母树的绿光更是直接被雪光给挡在了千米之外。 破坏神神像在小人国展开了主神领域, 破坏神神力肆无忌惮地横扫四周。 让得还在和肖宇对峙的那些万神殿的诸神化身们 都忍不住纷纷转头看了过去。 怎么回事? 这股恐怖的神力威势, 这种恐怖的威呀, 是哪位主神降临到了古术大陆了? 诸神化身们纷纷惊恐不安。 善恶之神更是因为本就是主神, 从而感触得更深厚, 更能明白自己与对方的差距。 在善恶之神看来, 这股神力威势的等级, 已经不逊色万神殿的那位主宰狂烈之神殿下了。 但是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怎么会突然间冒出来一个不逊色于 狂烈之神殿下的新的主神? 再看看对面那一点都不惊讶的巨人, 善恶之神自然联想到了 数界尊者去托住的破坏神神像。 立即明白过来, 这股神力威势的主人, 只可能是那破坏神神像。 而按照万神殿那边的习惯, 神像都能散发出如此威势了, 本体至少也能再增强一半吧。 可如今, 威势已经是主神的极限了, 是狂烈之神殿下数百年来都没能寸进的极限。 再增强一半, 岂不是真的脱离了 陈星与灰月之间的那条红沟? 这破坏神神像的主人, 岂不是真的是一名主神之上的灰月级大神, 名副其实的无上神王? 哄! 破坏神神像的领域阻挡了生命母树的绿光, 那些树根的能力直接被削弱一半。 随着破坏神神像再次用力, 万千树根顿时爆炸为了碎片, 并很快就被领域里出现的千万一类血影, 争抢吞噬的一干二净。 五! 树界尊者受到法阵反噬, 寄生的这具生命古树, 瞬息间树根就死掉了一半, 树关上绿叶更是一下子全树枯黄落下, 显示受到重创。 还好, 五位晨星巫师们此时已经完成了大型禁术, 在他们的合力施法下。 天空中出现了一枚巨大无比的火球, 向着破坏神神像砸了过去。 这火球, 差不多能有现实世界里小汽车那么大。 放在小人国, 绝对称得上庞然大物中的庞然大物了。 并且, 作为晨星巫术产物, 火球能量密度极高, 并蕴含了晨星巫师们, 直接从秘境里提取出来的神秘火焰。 不仅高温方面对得起晨星级, 更是在对抗巫术防御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 两位混沌大恶魔也意识到了情况的危急, 本以为万无一失才跳出来真功的他们, 现在后悔也来不及的, 只好趁着那破坏神神像破开禁锢的这一瞬间, 配合着出手。 尽管有些匆忙, 两位混沌大恶魔还是没有藏丝, 一出手就是成名绝技, 射出了两道足以洞穿大部分晨星生物防御护盾的绝命光束。 亡灵大军梅德菲尔, 也气急败坏地取出了一枚宝石当场捏碎, 再次增强了孤注一掷的效果。 顿时, 他手底下的那批亡灵骑士们纷纷尖笑着连人带马地化作了一道道红光, 如同炮弹一样的羞羞羞撞击向了破坏神神像。 当然了, 无论是亡灵大军梅德菲尔, 还是那两位混沌大恶魔都对自己的攻击力度很有逼数。 事已都控制着攻击节奏, 放在了那一枚大火球之后, 打着那大火球破开了破坏神神像防御之后, 他们补刀的念头来进行的。 拼了! 独眼沉心巫师对这枚合力完成的沉心禁术炼狱天允很满意, 只是想到破坏神神像带给自己的可怕威势, 他还是有些担忧地决定下血本。 于是, 这独眼沉心巫师在完成巫术之后, 心中一动, 身上十多件奇物, 全数破碎, 化作了一道道能量灌注到了火球之中。 然后独眼沉心巫师看着又大了一圈的大火球, 意识到旁边四位沉心巫师都和自己做了一样的事。 不由互相对视着露出了会心一笑。 大火球在成型的下一瞬间, 已然好似瞬移一般地出现在了破坏神神像所在头顶上空, 压在了破坏神神像的森罗万象地狱领域上。 尽管, 这大火球已经再次膨胀了一圈了。 然? 从小汽车变成了小面包车大小的大火球, 在目标是现实世界八十米高的神像的时候。 依旧, 看起来太小了一点啊。 哄哄哄。 破坏神神像张开四臂齐齐挥拳打向了大火球。 拳头接触火球瞬间就引爆了这枚大火球, 倒是一下子让火焰刷一下充斥了大半个天空。 无数在领域里溢出出来的异类蟹影都被这火焰一扫而空。 只是, 消失的异类血影们刚刚消失的瞬间就重新浮现了出来, 并自发地冲向了火焰本身, 吸收其火焰能量起来。 混沌大恶魔的绝命光束刺穿了领域红光, 然后再从盆地边缘到抵达破坏神神像身躯外之前, 就被吸收得最终暗淡消失。 亡灵大军这边孤注一掷的亡灵骑士们所化的红光, 靠着如高压水柱那般不断撞击着一个位置, 飞速深入到了破坏神神像面前, 竟是没被护盾阻挡, 直接撞击在了破坏神神像的身上。 哄! 无数亡灵骑士化作的红光, 如炮弹一样砸在了破坏神神像的胸膛上, 不断地爆炸出一朵朵美艳的火花。 这一幕, 如果是一幅油画的话, 想必是充满了史诗感的。 只是, 很快亡灵大军梅德菲尔就意识到了不对。 亡灵骑士们的孤注一掷, 威能已经在加持下达到了传奇巅峰, 且蕴含了一丝来自某件神秘奇物的毁灭之力, 就是主神清灵也要被重创。 可是那破坏神神像却好似完全无视了这些破坏力, 并似乎在吸收着这些力量。 开玩笑吧! 孤注一掷竟然无效! 不可能! 不, 也不是不可能! 如果, 这神像的神力已经无限接近了辉越那条界限的话, 它确实可以做到这种程度。 那种界限, 几个晨星巫师微微一正, 想到了那位让他们畏惧的身影万神殿的狂烈之神。 那位狂烈之神已经站在了主神巅峰, 接近了辉越的力量。 也因此, 一切灵魂系的巫术都在他的面前毫无效果。 狂烈之神的神拳是吞噬凝聚一切生灵之灵魂。 那么这神像的神拳是破坏。 那岂不是, 一切毁灭系的巫术都能被其吸收并无效化。 破坏神神像快速地向着天空挥舞了几下拳头。 晨星巫师们联合在一起释放出来的净数大火球, 最后的那点爆炸烟云也随之消散, 露出了破坏神神像毫发无损的身形。 令得远远观战的蒂西亚神忍不住呕呼了一下, 心中震惊不已。 并从内心深处, 隐隐间产生了一丝不安, 有点怀疑自己与世界意志融于了一体。 不留后路的做法是不是有点欠考虑了? 书界要是保不住自己了? 那可怎么办? 心中担忧中, 蒂西亚神忍不住想要调动自己压制者的一部分古术大陆的力量压迫向那破坏神神像。 那片盆地所在, 高空之中, 顿时电闪雷鸣了起来。 受到重伤的数戒, 尊者看到这幕, 却是脸色一变, 连忙发动留在黑森林圣殿的秘法, 想要阻止。 只是依旧慢了一步。 破坏神神像仰起头, 注意到空中电闪雷鸣之后, 张开了嘴, 身上红光呼啸飞出, 森罗万象地域领域竟是一下子变得扁平了许多, 直接延伸到了高空中。 一瞬间, 将那电闪雷鸣的乌云整个笼罩在了领域内, 吞噬消化为了己用。 顿时间, 蒂西亚神发出了惨叫。 他感觉到自己的一部分控制权消失了。 随之而来的, 就是那被压制住的世界意志开始本能的剧烈挣扎了起来。 引动的整片古术大陆, 到处都在发生小规模的地震, 山火或者雷霆暴雨。 几座重要的死火山更是重新燃了起来, 有浓烟滚滚冒出, 大有再次喷发的趋势。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蒂西亚神痛苦哀嚎, 数界尊者的意志通过密法飞了回来怒斥, 没点眼力的蠢货。 不知道这种涉及诚心巫师的战争已经不是你能插手的档次了吗? 现如今你非但没有帮上忙, 反而让自己被重创, 失去压制这超大陆世界意志的能力。 你必须补偿回来。 话音刚落, 蒂西亚神立即感觉到密室内法阵被启动, 生命母树的绿光能量充斥了这处狭小空间。 这时母树阁下来救我了。 等等, 不, 不对, 你们不可以这样。 很快, 蒂西亚神就感觉到在这股绿色能量下, 他的神魂竟然彻底与封印那古树大陆世界意识的一处祭坛融为了一体。 这样一来, 自然加强了镇压力量, 重新让古树大陆安静了下来。 可是, 如此一来, 蒂西亚神也就彻彻底底地与古树大陆分不开了。 哪怕最终树界取得了胜利, 树界可是要吞掉这古树大陆的。 而他, 蒂西亚神也将随着古树大陆一起被树界所消化。 这可是必死的结局啊。 不, 你们不可以这样。 我为树界立过功, 我为尊者们看过门, 我要见大长老。 我要见大长老啊。 蒂西亚神的呐喊已然无人能够听到了。 随着法阵发动, 他已经彻底化作了祭坛上的一部分。 别说声音了, 就是意念也已经发不出去了。 哪怕是树界尊者以后感到后悔了, 也对此无能为力。 战场上, 破坏神神像却是没有因为蒂西亚神的异变而耽搁时间。 对而言, 刚当的天边异象只是一点微不足道的小小插曲罢了。 破坏神神像在萧羽指挥下, 开始了雷霆来临一般的反击。 眨眼间, 还未听到盆地那边巨响声传来, 五位联手的陈兴巫师已然发现, 那破坏神神像如高山一样雄伟的身躯已然整个撞了过来。 顷刻间暴力破开了他们不知在四周的多重护盾。 快退! 独眼陈兴巫师发出惊呼, 捏碎一件符文, 瞬间瞬移到了三十公里之外的一座小山山顶上。 刚刚瞬移完成, 来不及喘一口气。 这独眼陈兴巫师立即微微一正, 赶至外放瞬间发现了那神像的一只有力手掌正从天落了下来。 不! 根本就来不及发出什么呼救声。 随着破坏神神像手掌落下, 那座在小人国不顾五六百米高的小山便连同那独眼陈兴巫师一起被硬生生压碎了一地。 另一边, 正暗暗松了口气自己不是被追杀的某个陈兴巫师, 正打算飞回去黑森林圣殿修养。 猛烈间发现, 自己四周已然被异类血影给围住了。 这些血影组成的异类无不其形怪状, 偏偏每一个都硕大无比, 令陈兴巫师看着心中打鼓, 偏偏也不敢拖延时间。 他握紧法杖, 低吼了一声解放出自己密封在法杖中的一道禁术。 顿时间四面八方都落下了蓝色的天雷, 横扫了四周血影。 四周围之一空, 陈兴巫师连忙哈哈笑了起来。 笑声刚刚发出下一瞬间, 血影再次浮现, 且更加密集, 更加繁多了起来。 令得这位陈兴巫师一下哑然。 嘴角抖动了下, 双眸闪过一丝焦虑的同时, 他忽然瞧见右手边一棵大约两百米高的战争古术 竟然轰隆一下衰落了下来, 杂裂为了几半之鱼。 一个绿头发的陈兴巫师 从里面狼狈不堪地跑了出来。 这让被困的陈兴巫师双眸重新亮了起来。 绿废斯殿下, 快与我合力施展空间巫术, 逃离险境。 那绿头发陈兴巫师 乃是一位精通空间系和植物系的绿精灵, 成为陈兴巫师之后, 这两方面的能力更是倍增。 有他在, 哪怕打不赢, 至少也能逃得脱。 然而, 刚刚呼喊救命的陈兴巫师却没想到, 那位绿发陈兴巫师 灰头土脸地看到了自己这边后, 脸上却是同样露出了绝望的表情。 旋即, 下一秒。 破坏神神像已然从天而降, 轰隆一声将那绿发陈兴巫师 直接砸落到了大地深处 不知何处位置之中。 也是这一砸落 引起的天翻地覆一般的震动。 令得被困住的陈兴巫师 看到了四周无比细微的空间波动。 顿时明白过来 为何那绿发陈兴巫师会那么绝望了。 他被连同那战争古术 一起砸落了下来的时候, 这片空间已然受到了神力领域影响, 封锁了空间转移等救命手段。 可恶! 反正陈兴不死, 我等契约大陆不灭, 血脉不亡, 就能滴血重生, 转世归来。 给你拼了! 被困的陈兴巫师 心疼了一下自己一身的神装, 抱着不能便宜了敌人的念头。 他心中一狠心, 已然燃烧起灵魂, 超越极限的激活自身装备起来。 四周围攻过来的一类血影 也随之被震荡开去, 不得不退避了数十米。 而后, 这陈兴巫师整个人化作一道白光, 如电磁炮一样 刺向了破坏神神像右边的头部。 因为有着两个脑袋, 萧宇都不需要让破坏神神像转头, 面对着那陈兴巫师的脑袋嘴巴裂开, 嗷的一声喷出了一股血红色吐息。 蕴含破坏神力的神之吐息, 瞬息间吹灭了陈兴巫师身上的白光, 将他身上的一件件装备 全部粉碎之后。 下一秒, 陈兴巫师的 也在有缓缓前进了几厘米之后, 灰飞烟灭。 简直可以与我族的魔王媲美了。 两位混沌大恶魔 远远望着破坏神神像 充满了破坏美感的暴力手段, 这些超凡们纷纷远离开 这两位混沌大恶魔。 并暗暗嘀咕, 混沌魔域的恶魔们 果然都是一群邪恶透顶的怪物。 要不是那可恶的巨人 给他们带来了那么大的压力? 他们实在是不想要和这群 混沌恶魔们联手啊。 合体吧。 只有这样, 才能多少测出对方的能力。 确实如此, 那就合体吧。 两位混沌大恶魔 自言自语了几声, 旋即互相亲密地抱在了一起。 然后, 随着一番剧烈的扭动, 两头大恶魔 如同两团橡皮泥一样 融合在了一起。 而后一番神奇操作后, 竟是化作了一头 四翼六臂双头 尖嘴喉塞的 十项鬼模样的怪物。 这合体大恶魔张开四翼, 发出了整整呐喊。 身上刷一下 燃烧起了红色的火焰, 一缕缕来自混沌魔域的能量 穿破了时空 与其连接在了一起。 隐隐间, 数届尊者能够发现, 这合体大恶魔的身上 出现了至少五位 和自己同级的强者的神念。 萧宇操作着破坏神神像 一口气干掉了 三个陈星巫师的肉身, 正打算再接再厉, 让那五位陈星巫师一家人 整整齐齐地回家的时候。 破坏神神像 带来的强大感应, 让他一下发现了 从身后及时赶来的 合体大恶魔 混沌魔域的强者 萧宇没和混沌魔域打过, 不过从奏过的混沌魔域 遗族贪婪恶魔们来看, 这禁地势力和那些巨龙 应该差不多 都挺耐打的 所以, 出手就得够力才行 萧宇心中一动 破坏神神像 已然开始蓄力 然后身影一动 化作了一道残影 轰一声四臂气出 四个小扇一样大的拳头 从四个方向 砸向了还没破坏神神像 拳头大的合体大恶魔身上 砰 合体大恶魔的护体神光 接触的瞬间就被摧毁 不过他的肉身 却是没被直接打爆 虽然在拳压下严重变形 破坏神神像 出力完成之后 这合体大恶魔 依旧没有死去 竟然有如此强悍的物理抗性 萧宇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之余 还带了一丝喜色 混沌大恶魔们的 都那么强壮吗 这简直就是科幻小说里的 星空巨兽们的体质吧 残骸一定要留下来一部分 拿回去做实验 哪怕不能复制 也能验证一番 这种材料 能用到哪些关键地方 能不能带来新的黑科技成果 对合体大恶魔的强悍肉身 表示了一番尊敬后 破坏神神像 四壁齐齐出现血红纹路 破坏神力涌出 灌入了合体大恶魔体内 当即 刚刚还以为自己等恶魔 挡住了可怕神像 全力一击的合体大恶魔 灵魂寝刻间被破坏殆尽 身上神念也没能逃出生天 紧跟着灰飞烟灭 让得混沌魔狱的几位魔王 齐齐停下了手中的工作 疑了一声 而正在不断召唤冰霜古龙 已然凑够了快三百条古龙的 亡灵大军梅德菲尔 也在这一刻 停下了手中的操作 看像已经没有了破坏神神像的盆地 发呆了小会儿后 这位亡灵大军 默默地把大宝剑插回了剑鞘 拍了拍做其巨像 咳嗽了一声道 忽然想起我的领地 还有要事需要处理 数借尊准啊 很遗憾 我不能继续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下次 下次记得再叫上 我来对付那可恶的巨人 传话了出去后 这位亡灵大军 也不等主人家那儿 有什么表态 已然发动集体传送术 带着亡灵大军顿回去了 传送门那儿溜了 使得捏起了合体大恶魔身躯 放在了安帝斯神音背上的消雨 注意到后 有点小失望 那么多的冰霜古龙 多么多的优质材料啊 还有那些高级亡灵 才有可能诞生的亡灵之星 收集得够多的话 自己的罗小英道长 也能成长为高级亡灵 然后自己再动用 魔刀兵心恩赐的力量 他就能化身刀奴之一 一跃而成 一名生活可以自理的传奇强者了吧 咚 破坏神神像 重新落回到了大地上 目光遥望前方 已然可以隐约看到 数界在古术大陆最大的据点 黑森林圣殿所在了 感觉了一下 此时破坏神神像的剩余 可操作时间 还有一分钟 神力存备量 也还剩三分之二 还要多一些 小语发现 这具破坏神神像 自己至少 还能再玩两次 就是世界奇物傀儡之星 有着时间限制 每次至少得间隔十天以上才行 不过 不管是在小人国 还是在现实世界 十天其实只是一个 很短暂的时间罢了 小语更是相信 经历了此次古术大陆的大战 破坏神神像的登场 足以令禁地及势力 也忌惮不已了 哪怕是看自己不顺眼的万神殿 那狂烈之神 就真敢这个时候下台来 和自己对不成 他就不怕破坏神神像 和自己打得两败俱伤 然后被手下的反骨子 给谋朝篡位了 随着接触加深 小语也是看明白了 禁地及势力 绝非小巫师们想的那样 是修行界的净土 甚至于因为前路暗淡 这几千年来 挥越之路断绝 禁地及势力 内部大佬们之间的争斗 要更加的残酷 更加的凶残疯狂 破坏神神像 从发起反击 到击杀了三个陈兴巫师 下退了亡灵大军 再到捡到了 混沌魔域合体 大恶魔的尸体 前后用石 事实上不超过一分钟 数界尊者 和剩余的陈兴强者们 急退回了黑森林圣殿 望着已经逼近到了 数百里外的破坏神神像 他们的心情 都无比沉重 两位保住命的陈兴巫师 更是心中暗暗骂自己 这一把失策了 本以为这是一场难得的 讨得数界有情的美差 却不想 对方王牌一出 自己这边 竟然就兵败如山倒了 除非生命母术殿下 本体清零 否则 我们阻挡不养的神像 圣殿里 一头战争古术长老忌惮地 盯着远方的神像 感觉到对方的领域 正在不断侵蚀着 黑森林圣殿的 母术生命能量 他焦急地捏断了好几根树根 我们的大军 还在与对方军队交战 诸神化身 更是挡住了那可恶巨人 我们代表了数界的荣耀与尊严 无论如何 都必须抵挡到最后 数界尊者寻思了一下 下定了决心 身上哗啦一声 释放出数十根粗大的树根 轰隆一声 刺破了大得 接管了黑森林圣殿的防御法阵 他已然存了 不惜代价 也要抵挡了神像的决心 破坏神神像在骁宇的操控下 缓缓靠近了过去 立即感觉到了 生命之术散发出来的大量能量 对自己领域的压制 不由的 破坏神神像的前进速度 变得缓慢了起来 数界尊者也得以打开了水晶球 扫了眼其他战场的情况 然后数界尊者 和那些诚心巫师们看见 诸神化身为首的强者们 正与萧羽所化青铜巨人对峙着 双方看四剑在弦上 却始终没有人开出第一枪 而地面上 却是颇为古怪 青铜巨龙布鲁 正拿着古怪的炼金奇物 在那尽情地高吼着 龙族赞美师 在这青铜巨龙布鲁身边 更是堆积了 快有小山那么高的 坏掉的黑色蜂巢物 而相对地 在这青铜巨龙布鲁的前方 除了战神艾瑞斯 还能苦苦支撑外 已然倒了大片巨魔 和其他种族战士们的尸体 并且 眼尖的数界尊者还能看到 空气之中 更是充斥了无数阴影怪物 和阴灵等无形之物的 半透明躯体碎片 显然 哪怕是魂体系的怪物 也在那奇怪的炼金奇物 加持的音波系龙吼下被摧毁 那到底是什么动线 一个诚心巫师迟疑了下 低声询问 旁边 某位黑精灵传奇猎手小声道 从商人那边传来的消息称 炎黄巨人一族 拥有着一种 可以极大增幅音波威力的神秘奇物 只可惜 这种神秘奇物 一直以来都隐藏得极深 所以我们得不到更多的情报 不过目前来看 应该就是这些古怪的东西了吧 有极大增幅音波的奇物 加上那头青铜巨龙对音波的操控 有这样的战果 确实不算出奇 不过我们的盟友 难道就这样看着了 那青铜巨龙不如再强 也只能守一面吧 殿下 听到数界尊者提出质疑 黑精灵猎手苦笑道 我们的那家一族和海蜥一族联军 在海底遭受了对方炼金奇物的重创 已经溃不成军了 至于另外一边 随着他们登陆的军队越来越多 我们的主力在正面战场上被击溃了 什么 正面战场上被击溃 这不可能 几个战争古术长老文言 纷纷剧烈地晃动了起来 那黑精灵猎手早有准备 赶紧把监视之眼的图像放了出来 却是在青铜巨龙布鲁和战神艾瑞斯 互相哼哼哈哈的时候 术界这边也没闲着 由三千颗百米级战争古术为前锋 五万多妖精射手为主力的术界军队 也在绕了一圈 避开了音波主要辐射方向后 杀了过来 这支大军 同样得到了来自生命武术的祝福 战力大增 并且 五位阴影之子和从其他各族征召而来的 一百多位伟三级以上强者 都被加入了进来 企图一战攻城 只是 他们没想到的是 随着时间的耽搁 大批的浮空飞艇和登陆艇 已然冲上了海岸线 卸下了更多的神卫军和巫师团的团员 随着神卫军的数量超过了十万 超凡灵光亮变引起了质变 不仅出现了十头百多米长的超凡猎虎 五头百多米级的雄鹰 更是有一头龙头蛇身的四爪蛟龙翻腾而起 张牙五爪间 发出了阵阵龙鸣声 君阵十万 可谓蛟龙 蛟龙之威 已然能媲美晨星及神兽 配上体型优势 阴影之子们入场带来的优势 竟是一下子就给抵消了 尽管这样的代价 是这十万神卫军 都得在短时间 消耗大量的超凡资源补充能量 以免营养跟不上了 对于已然让樱花之国 帮忙收购白萝卜的消雨而言 这点能让别的势力肉疼不已的支出 在他眼里 不过是九牛一毛罢了 甚至于 如果多支付十倍 能让蛟龙形态的伟力再增强 哪怕十分之一 消雨也是会欣然同意的 反正 不就是白萝卜吗 我 神之子 有钱 玩得起 超凡灵光凝聚而成的蛟龙雄鹰猎虎 弥补了正面战场上高阶强者的差距 甚至因为体型问题 往往在战场上占据了不少便宜 尽管一开始 神卫军这边还是吃了不少亏 不少神卫军方阵被战争古树冲了进来 撞得宛如天女散花一样 随着越来越多的超凡野蛮人也加入了战场 神迹之城的军队开始越打越多了起来 而伴随着全副武装的亡灵傀儡和神力化身 端着现代化武装冲了出来 发起突袭 数界的主力不得不连连败退了 至于数界这边的偷袭两片大陆连接点的计划 也没有成功 负责偷袭任务的陈兴及强者们 在看到那几百个邪神号征以下的守卫在了那后 就很自觉地放弃了这冒险的行为 偏偏数界尊者还不能怪罪过去 毕竟你们计划中一开始的调虎离山之计 还没开始就已经破产了 这怎么能怪罪到他们这些人身上去 罢了 收缩战线 让他们都退回来吧 数界尊者快速看完了投影 叹了一声下令后 一道秘语传递给了身后的那位战争古术长老 那战争古术长老心中一动 了然地点了点头 心中回答道 我等明白了 这就开始转移物资人员 这片古术大陆 我们得不到 那巨人 也别想得到 嗯 数界的军队 全面收缩了 萧宇听到了黑衣卫们的汇报 得知了数界开始收缩 萧宇不由看向了 还和自己对峙的诸神化身 拳头开始握紧 然后就在善恶之神 终于得知了数界尊者那边的决定 下达了撤退令的瞬间 萧宇所画青铜巨人 已然一朝天降正义轰击了过来 让得诸神化身们纷纷 本能地选择了躲闪开来 从而一时间阵形涣散 我就知道 我们被数界给坑了 一个牛头人身的狂野之神 化身咆哮了一声 运转神力 想要反击之时 战争女神魔力甘 已然从他身侧飞过 手中的长枪上 多出来了一枚这狂野之神的心脏 另一边 几位诸神化身 也在四萨逃的瞬间 被月之女神菲亚找到了机会 一一抓住 困入了手中的月光泡泡之中 善恶之神暗骂了一声 这群贪食怕死的同伴 却是一刻不停地与萧宇等人拉开了距离 善恶之神毕竟是主神 跑得那是相当地快 眨眼间 就越过了地面上跑路的战争古术军队 看到了远方的黑森林圣殿 并突然间感觉到一阵危机感 而不得不停滞了身形 糟糕 我跑错方向了 不 不对 这是专门等我的 可恶 我只是一个帮手罢了 为什么不去对付那些数界军队 而来找我 善恶之神看到了不知何时出现在了自己身侧 高达八千米高的破坏神神像 眼中闪过一丝不幸 破坏神神像却是按照萧宇的意念 早就等待在了这儿 准备把剩下的神力份额 用来解决这善恶之神 这位看起来老实 其实是萧宇目前遇到的敌人里面 战力最高的一位 哪怕动用赤月圣体 萧宇也没有把握能留下这善恶之神 事已 萧宇决定王牌对王牌 让破坏神神像出手 也不知道 善恶之神要是知道实情如此 会不会后悔当初跑来古术大陆装逼 展现自己的所谓抵御 想来 今天之后 他也会明白 神不作死 就不会死的道理了吧 哼 破坏神神像领域全开 瞬间笼罩了方圆数十公里范围 一切空间 而后 两个脑袋同时张嘴发出怒吼同时 四臂齐出 砸向了善恶之神 如是我闻 善恶一体 开 善恶之神 双眸发出了金光 身上刷一下浮现出来了一个 好似两个只有正面的神像 一前一后拼接起来的合体神之 这神之正面 是一位露出微笑表情的善神 背面 则是一个露出凶恶表情的恶神 双神合一 神之高度从百米刷一下成长为了千米高 小人国的千米放在现实世界也有十米高了 就是肖羽也会在境界压制下 故此是比 然而 千米及两面神之 在八千米高的破坏神神像面前 依旧 太矮了 质量上 破坏神神像依旧占据绝对的优势 善恶之神的挣扎 仅仅是让他撑住了破坏神神像的四臂 其出拍出的距离 随着破坏神力汹涌冲击了过来 善恶神之很快就变得千疮百孔了起来 不可能 炎黄巨人一族的神之怎么可以这样强 啊 下一秒 善恶之神的神之虚影彻底崩灭在了破坏神神像的领域之中 而后 善恶之神连一秒都没撑下去 就在破坏神力面前灰飞烟灭 这让萧宇嘴角翘起 暗叹破坏神神像真心好用 可惜这师婆神靠的是千多年不间断的血迹 才有如今的神力抵御 用完之后 哪怕放回去现实世界 也不是短时间就能补充回去的 呜 我却是有些贪心了 能够再用两次破坏神神像 已然是 值得庆幸之事了 我竟然还有些欲求不足 这样的心境 可是修行大计啊 回去之后 得找点修行的秘籍参考了 萧宇这样想着 心中却是令破坏神神像 缓缓收回了领域 并重新转身 看向了黑森林圣殿 黑森林圣殿里 一片安静 陈兴巫师等大批超凡 亲眼目睹了善恶之神 被破坏神神像短时间里碾灭 这对他们的三观 可以说得上 是一次天地大冲撞一般的冲击 就连数界尊者 也在心头颤抖了一下 要知道 他一开始可是一直认为 善恶之神也就是 和自己差不多一个档次的存在 而在看到了 那善恶双面神之出现后 数界尊者就意识到了 这善恶之神 难怪能够在 万神殿的主神议会里 有着一席之地 并自己带起了 一匹人马 圈地为王 对方分明也是 接触到了 那条界线的大人物啊 数界之中 最强的那一批尊者 或许也就如此程度了吧 偏偏这等强者 依旧被那神像无情碾灭了 甚至在碾灭过程里 没有半点反抗之力 高层战力输得一塌糊涂 正面战场 也兵败如山倒了 接下来这一场战 还他马的 怎么打 没办法了 只能 数界尊者忽然注意到 远处那一举一动 都让他们有种 莫大压力的破坏神神像 竟然缓缓半蹲了下来 而后 解除了青铜巨人化的消雨 在两位女神的陪伴下 飞了过来 并轻轻地落在了 破坏神神像的头顶上 居高临下 看向了黑森林圣殿 我 神迹之城之主 想要和你们谈谈 消雨传递了讯息进去 顿时 数界尊者身边一阵骚动 大批古术强者 都看向了数界尊者 数界尊者犹豫了下 看了看那破坏神神像 口中的一声没什么好谈的 不觉换成了 可恶的巨人 我们与你有什么好谈的 还是谈谈比较好 消雨耸了耸肩 谈开双手 我可是带着诚意而来 你 好吧 你想要谈什么 消雨看到数界尊者那边服软 不由露出微笑 这才对嘛 我们都是大势力了 要对自己的势力负责才行啊 首先 我必须告知诸位 不管你们来自哪一个势力 都必须清楚 古术大陆 我照了 可恶啊 这巨人 这是何等的狂妄啊 他这分明就是在侮辱我们吧 黑森林圣殿之中 战争古术长老们 闻言纷纷愤怒了起来 几位数界强者也鼓噪起来 希望能够破釜沉舟 与那巨人决一死战 数界尊者 却是意念一动 压下了身后属下们的躁动 他环顾四周 看到了沉心巫师 和诸神化身们眼里的畏惧 在桥桥远处天空 压根没看到阴影之子们的踪影 数界尊者 哪里还不明白 阴影世界和混沌魔狱 都不想下场 与那破坏神神像硬碰硬 数界尊者 心中悲叹了一声 提起精神 化作一缕化身 飞抵了结界外 对着萧宇喝道 巨人 你的胃口 未免太大了 这片古术大陆 乃是我们数界苦心 经营了多年之物 岂能就这样让给你 嗯 萧宇听到这话 脸上浮现笑意 听你这话 那就是可以谈了 事实上 我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并且看不得平民们死伤 所以 如果能够和平接收 古术大陆的话 我是可以稍微补偿一下 你们的 你们所有人都可以 从容离开 你们在古术大陆 搜刮的物资 也都可以运回去 这样的条件 就要 我们让出古术大陆 太苛刻了 数界尊者微微摇头 旋即想到了什么 露出一丝难未表情道 而且 我决定不了如此大事 必须数界全组长老会议 讨论了 才能决定 这样麻烦吗 萧宇微微皱眉 耸肩道 也罢 我能理解 毕竟我家乡遇到 重大事项的时候 也是经常开会讨论的 可惜我还不够资格 被选中 为代表参与那些会议 每次都只能在 投影评中得知 他们决定事项 哈 数界尊者听到这话 有些不幸 开什么玩笑脸 你这神之子的本事地位 已经能压着 他们这些禁地 及势力的外围们 在地上各种摩擦了 竟然好意思说 自己还没资格 去当与会代表 这一定是在说谎吧 否则 那些能够与会的代表们 都是何等强大的大能啊 炎黄巨人一族 存在了那么多的恐怖存在吗 殿下 这不好笑吧 以殿下你的能力 还不够资格 当然不够资格 萧宇对此诚恳地点了点头 双眸清澈地望着数界尊者 眼睛里没有半点的退缩 因为萧宇说的 可都是老实话 在现实世界 他还没到能被选为代表的 最低年龄呢 当然不够资格了 数界尊者能感觉到 这巨人说的是实话 他不由有些恍惚 这神之子 当真没有欺骗自己 他竟然不够资格 炎黄巨人 如此牛逼的吗 数界尊者 一直以来的傲气傲骨 不自觉地矮了三分 而在黑森林圣殿里 听到了数界尊者 与萧宇谈话的 陈兴乌师们 也嘴角微微抽动 脑子里忍不住 胡思乱想了起来 在他们看来 萧宇如今的本事 虽然只是传奇及大骑士 却能靠着赤月圣体 做到陈兴级的爆发力和破坏力 配合体型优势 与世界奇物加持 一般的陈兴乌师 都是被压着打的 算成一位中高阶的陈兴乌师 一点也不算高估了 偏偏这等实力 都无法入炎黄巨人一族的眼 看来 想要成为炎黄巨人一族代表的族人 至少也得是陈兴乌师级巨人了吧 则则则 传奇就如此可怕了 陈兴乌师级的炎黄巨人 还不得直接可以与各势力最顶尖存在媲美 这样的代表 肯定很少 陈兴乌师们这样想着 数界尊者也在缓和了几句气氛后 试探着询问出生 贵族的代表们 数量一定很少吧 问出这话的时候 天空中生命母术虚影暗淡了几分 却是施展出了侦察术 可以通过神奇的波动 窥探出萧宇说出的下一句话 是否真实 还行吧 普通代表的话 两百多万人还是有的 当然了 最顶尖的那批代表会少一点 但是今年也有两千九百多人来着 肖宇随口说出了 从新闻里看到的数据后 生命母术立即反馈 肖宇这话没有说谎 至少没有说半点微星之语 以生命母术 比肖宇高出两个大境界的能力 这判断绝不会错 于是 那么一瞬间 数界尊者忽然发现 自己失声了 黑森林圣殿 一直鼓噪的战争古术们 也一下子安静得好似一个个乖宝宝 陈兴乌师们纷纷低下头看着地板 寻思着 本会应该用什么姿势投降 比较豪讨炎黄巨人一族的欢心 哼 许久 数界尊者才急促不自然地喘息了几下后 望着肖宇憋了一口气道 殿下此言 真是让我等大开眼见 我忽然觉得 我们数界非常重视与殿下之间的谈判 我一定会尽力请求 数界与殿下和平共处 肖宇心中好笑 脸上则是保持着谦虚微笑道 如此当然最好 毕竟我也不是什么坏人 不过 数界商讨的时间 我希望能够将古术大陆 愿意迁移去我神迹之城的土著 都送回去 嗯 数界尊者微微一正 没想到这巨人竟然提出了 要古术大陆的土著居民 那些居民们 数界入侵之后 不放心用来做炮灰 就干脆圈了一块地 让他们苟活 如果计划一切顺利 这些土著 除了一小部分天赋异禀的 能被数界大人物们 选中成为眷属种族 其他的都得和古术大陆一起陪葬 成为数界享受大餐之余的开胃甜点 见到能够用这些鸡肋之物换取宝贵的时间 再加上心中觉得自己已经探听到了炎黄巨人异族的大秘密 数界尊者表态同意了下来 并告知了肖宇那些土著们被圈养之地 于是乎 交易达成 肖宇为表示诚意 更是让破坏神神像 回去了随身秘境之中 让得被破坏神神像气息 压得喘不过气的那些数界 超凡们纷纷松了口气 只是这口气刚刚松下 想当那位可恶的巨人口中提到的 两百多万炎黄巨人代表 以及最顶尖的近三千大能 他们又纷纷不寒而立了起来 数界尊者飞回去黑森林圣殿 开始向数界长老会写信 信封上第一序言便是 炎黄巨人异族之底蕴 恐怖如斯啊 动 破坏神神像 回到了随身秘境之中 寻了一处山谷 缓缓半蹲了下来之后 就重新化作了普普通通的雕像 大圣带着十元异族 抵达了这雕像附近 一声怒吼之后 十元异族 纷纷在神像附近 修建起祭坛 布置起各种仪式用品了起来 肖宇故意与数界尊者谈判 并主动释放善意 看似是以退为进的外交手段 事实上 就是因为破坏神神像 这一次的持续时间 有点久了 肖宇有点担心 对方孤注一致后 自己这边破坏神神像 消耗太大 且有几率突然死机 那样的话 失去了最大王牌的自己 没打赢就算了 关键是 还会一下子露线 让别的势力 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 炎黄巨人异族 恐怖如斯的印象 狠狠地打一个折扣 至于护送古术大陆土著们 去神迹之城 这也是肖宇当初 答应过 那天命之子黑精灵的许诺 肖宇自问自己 还是一个诚实可靠之人 许诺过了的 能做到肯定会做到 于是 随着破坏神神像 消失在古术大陆 零零散散的战斗 也随之在古术大陆停止 神迹之城的钢铁车队 也得以一路顺风地 抵达了古术大陆深处 接走那些当地土著 帝西亚帝国的皇族们 在得知了数界尊者派来的 使者告知的情况之后 第一时间都觉得 这是数界在骗人 却不想 没多久 来自神迹之城的钢铁车队 竟然真的开来了 那通体钢铁金属铸 庞大 粗糙 偏偏很实用的炼金傀儡 可以说 已经是神迹之城的标志物之一了 除了神迹之城 没有别的势力 有这个资源 玩得起如此浪费的炼金奇物 战争结束了 帝西亚皇女 有些失神地 站在了一辆电动三轮车的后车厢边缘 望着顺着钢铁铁板桥爬来的大批子民 心中恍惚 只是停战罢了 帝西亚三王子 看了看自己的老姐 小声建议 古术大陆 肯定还会继续爆发战争的 抄大陆 没有哪个势力舍得放弃 这不过世数界缓兵之计罢了 不过殿下能够同意 看来也有自己考虑 对了 黄姐 怎么了 去了神迹之城 我们的皇室身份 就真的只剩下名誉了 黄姐啊 你是我们一组里 气质最好 最漂亮动人的了 要不要考虑一下 去当那位殿下的侍女啊 帝西亚皇女 眉头微微皱起 玄机解开 可以啊 不过以我们的身份 未必有资格能够进去那侍女团 毕竟 传闻里 那位殿下的侍女团 已然是无数人心目中的 预备女神团了 别说我们这些失去家园的流浪者了 就是许多诚心巫师 或顶尖大势力 豪门里的绝世天骄 也不乏有被安排去了神迹之城 寻机会进去 那侍女团 已图一飞冲天之机缘的 你家黄姐 未必有这机会啊 古树大陆百足土著们的搬迁 很顺利 树界那边展现出来了非常好的礼仪 甚至还沿途送来的石水 搞得护送队伍都能感觉到 更害怕停战协议破坏的 不是他们 而是这些树人 萧宇则是与那树界 尊者商讨一些细节 得到了一个五天之后在意 议和期间 树界绝部布置新法镇的承诺后 与海岸边留下了十万军队助手 邪神们继续守卫连接点 而后萧宇便快速离开了小人国 再次回到了现实世界老家 一到老家 萧宇开始把没演完的大戏 继续演了下去 首先是那片安息国领海 月光虚影光焰 在燃烧了快半小时之后 总算熄灭 然后 一直焦急地等待着战况的各大势力 便纷纷瞧见 海面上风平浪静 那半小时前不可一世 横扫了大队 无视炮火的破坏神神像 竟然消失了 这 这是怎么回事 各国的调查总部 立即传来一阵阵惊呼声 旋即 有观察员发现了阿格拉圣城的异常 却是那召唤出了可怕的破坏神神像的圣城圣殿所在 突然被一道月光从空中垂直落下 旋即 那位死里逃生的特工 趴在百米外的地板上 惊叫着 望见圣殿在月光照耀下燃烧了起来 同时 石石鬼大军也遇到了月之女神的英灵骑士们 伴随着月光一道道落下 连接了天地之间 一个个石石鬼不甘地被净化为了灰烬 如此一来 尽管没有超凡者跳出来进行解说 大家都能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想象力 认为月之女神菲亚显然成为了最后的大赢家 打赢了破坏神神像之后 还有余力收拾那些堕落者 一切结束之后 大军围住了阿格拉圣城 对于这座城市乃至周边区域的师婆神教信徒们 被吓怕了的不少军阀 已然悄悄提议干脆全部做掉 一干二净为好 毕竟 狂热信徒们是不讲道理的 谁也不能保证 今天放过他们之后 会不会留下后患 加上这样做 还能在月之女神菲亚面前 表一下忠心 对这些军阀而言 何乐不为 尤其是原先的婆罗门世家 出身的人们 更是表现得最为积极 似乎不如此 不足以表现自己痛改前非 与以前的堕落者划清界限 难得那却是得到了月之女神的神域 摇头阻止了这些人的报复行动 月之女神告诉了我 在战斗到最关键的时刻 是师婆神残留的意志苏醒了过来 并大无畏地发动了自我牺牲之术 重创了那些堕落者的头领 这才让得此战可以如此顺利 师婆神教本身也是一种传承 就让他在这座城市里存续下去吧 难得那公布了神域之后 安息国各大势力立即明白了过来 纷纷赞美月之女神心底善良 竟然为那已经没有了真神的师婆神教 留了根基 虽然这根基已经缩水 为了一座本就是其基本盘的城市 可是想想 安息国历史上发生的各种宗教变化 产生的血腥残酷的事件 月之女神的举动 绝对是安息国有史以来最善良的神 没有之一了 安息国大事已定 本来紧张的周边局势也随之缓解 原婆罗门世家 自是有人笑有人哭 师婆神教授此 重创之后 除了阿格拉圣城外 其他地方圣殿都被改弦一辙 换了牌子 便成了月之女神菲亚的神庙 南德纳家族 更是选中了一座 一山傍水的风水宝地 投入了巨资 打算在这为 伟大善良的月之女神菲亚 修建一座神像 为了不逊色 那师婆神的破坏神神像 这月之女神的神像 初步规划就有110米之高 在能工巧匠们一番商量 并得到了安息国 前百企业的捐款之后 月之女神的神像 最终定稿位了120米高 一旦雕刻完成 这神像将会成为 同类建筑里最高的那一座 对于安息国国内势力的 这些讨好行为 萧宇表示 随便你们 只要你们高兴就好 樱花之国 王室请宫 老天王满脸疲惫地 望着坐满了房间的大臣们 轻轻咳嗽了一声之后道 我已经太老了 该让位于太子了 我们来确定一个新的年号吧 老天王声音虽然小 在这安静的空间里 大家还是都听得很清楚的 几位亲近王室的大臣 上前开始演戏 好似排练多次一般 连续三次之后 才白手同意了 老天王退位的旨意 安培康夫 此时站在了天王的右手边 对此事倒也并不惊讶 自从三神器 被阴阳师安培勤明大人带走 老天王的身体 就一日不如一日了 如果没有什么大变局 他完全可以熬到老死 在传校位子 可是现如今局势 可是越来越不对劲了呀 虽然樱花之国 凭着阴阳师 已然跃入大国的博弈场里 混得风生水起 可是未来的危局 却也在他们这些老奸巨华之徒 心头不断放大 这样的背景下 让老天王退休 换一个年轻气盛的新天王 来稳定人心 无疑是一件 值得去尝试的事情 安培家族几百年来 都是王室的中狗 按道理 安培康夫应该表现的 和那些亲信大臣一样 泪流满面才对 只是 已经投靠了阴阳师一系的 安培康夫 却是重新定位了 安培家族的历史定位 对王室 他只是保留了尊重 想要再让自己去当狗 对不起 安培家已经回不去了 安培康夫亲 你心中可有好的年号想法 就在安培康夫 准备一直保持中立 沉默不语的时候 英都的地方执政官 却是忽然一脸 讨好表情地看了过来 此话一出 秦宫里所有大臣 都默契地闭上嘴 安静地注视 向了安培康夫 显然 这些大人物们 都十分重视 阴阳师之狗 安培康夫的回答 安培康夫心中 嘀咕了一声 还是被麻烦找上门了 却是不敢擅作主张 他微微欠身道 既然大家都想要 一个好的年号 还有谁能够比得上 国师构资格 提出这件事呢 请大家稍安勿躁 等我回去 立即就去神功禀报此事 哈哈 那就好 那就有劳安培康夫亲了 一阵热切寒暄之后 此次会议友好的结束了 年号方面 也达成了共识 等着安培康夫这边 给出的结果 于是乎 当萧宇化作了 阴阳师安培勤明大人 来到了神功之中 接收新收购到的一批 白萝卜和特殊材料之后 就从安培康夫的禀报里 得知了 樱花之国 竟然要换天王了 也因此用了几十年的年号 也要换了 还想要自己来出主意 萧宇不由眨了眨眼 对樱花之国的年号问题 明智养世 大政养国 昭和养鬼 平成养猪 昭和南 平成废宅 嗯 好像想不到什么好话呢 萧宇所画安培勤明 有些为难地 慵懒地躺在了软榻上 绣着安培家提供的龙咸香 他忽然瞧见了 用作装饰的书架上 放的满满的大量古书 这些古书 可都是樱花之国古书馆的珍藏 每一本 都是有着大量注释的真本 当然了 不管是正文还是注释 这些古书上用到的 都是汉语文字 萧宇施展巫师之手 随即选了一本书 让其飞到了自己双目之间 并刷一下 随即打开了其中一页 嗯 我看看 这是皇帝内经啊 气可令和 和气之方 必通阴阳 萧宇直接看向了这本皇帝内经 随便翻开的那一页最后一段话的末尾 念叨出来之后 萧宇笑了笑 心中已然有了决定 数十秒之后 正安静的盘膝 坐在一间会客室 踏踏米上的安培康夫 耳朵微动 脸上浮现了欣喜之意 玄哲的心思 也安定了下来 安培康夫是跟着 勤明阴阳师最老的一批人之一了 打交道多了 也就知道了 这位樱花治国的国师 很多时候 在人情事故上并不靠谱 安培康夫可是有点担心 这年号万一取得奇怪 该怎么办 还好 年号令和 听起来就充满了诗意嘛 不愧是阴阳师大人 想这年号时候 肯定费了许多心思吧 安培康夫 连忙鞠躬行礼了三次之后 快步离开了神宫 很快 英都的上层人士 便都知道了 阴阳师那边 给出了他们的建议 在从安培康夫口中得知 这年号 是勤明阴阳师亲口给出的后 所有专家都把找错的小心思 扔去了一边 在得知勤明阴阳师 没有说出年号出处之后 专家们开始费尽心思地 翻找古籍起来 总算是皇天不负有心人 在专家们的努力下 《樱花之国》的古籍 《万叶集梅之花之歌》中 还真有余时初春令月 《气书风和一句》里 可以拼出令和一词出来 然后 事情就变得简单了 随着英都那儿的发言人 召开了发布会 《樱花之国》新年号 为令和一试 已然是天下皆知 网络上一下子沸沸扬扬了起来 段子手门更是开始绞尽脑汁 想要为令和这年号 配上一个新词 以便能与前面几句谚语搭配起来 可以耳熟能详便于传唱 萧宇在炼化了一批白元叶之后 想起了此事 也上网看了看 顿时发现自己按照皇帝内金口 胡出去的年号令和 原来还有那么多的出处 不由感慨了一下 汉文化的博大精深 花旗国最大的天文台之一 格里菲斯天文台 在这一个晴空的日子里 天文台正迎来附近 私立学校的一批师生参观拜访 天文台的实习生乔纳 有些疲惫地揉着没睡好的双眼 喝了一大口苦咖啡后 强迫着自己露出校言 去接待那些师生 心中则是不断诽谤着自己的上级 那个已经半秃的老教授哈克 诅咒他剩下的毛发 也快点掉完 只有成为了完全踢的秃头 才能真正符合 这吝啬卑鄙教授的性格 花旗国的好学校 大多属于私立学校 少数好的公立学校 也只可能是因为他们处在富人区 乔纳在接待中有些庆幸 这次不是那些熊孩子多的 社区学校的师生 他不需要花费多少精力 就能引导着这些师生们 跟上自己的节奏 接下来 我们将进入天文台的顶层 在那儿观看到美丽的星空 我们 乔纳话语声刚刚收到一半 忽然 走廊处的播音器 突然间放出声音 乔纳女士 格里菲斯天文台 接到了特殊任务 很道歉 这次参观必须终止 啊 来参观的师生们 露出了惊讶表情 不少正处在中二期的青少年们 则是对这起意外 显露出好奇 并兴奋了起来 乔纳微微一正 这样的状况 他还是第一次遇到 滴滴 乔纳拿起了手机 看到是老教授哈克 打给自己的电话 他按骂了一声 拿起了手机没几秒 脸色一下子苍白了起来 咔嚓 手机那儿传来了挂断声 显然老教授 哈克很忙 非常忙 乔纳却是再也不敢乱诽谤半句话 因为老教授 哈克是天文台的权威 而他刚刚告知了乔纳 格里菲斯天文台 已经进入到一级戒备状态 乔纳能来这里工作 自然是做好了功课的 他很清楚 一级戒备是什么意思 发现了有可能袭击人类文明 毁灭一个城市以上陨石的 也不过是二级戒备罢了 一级戒备 要么是发现 外星文明出现在太阳系了 要么 就是发现 当初毁灭了恐龙文明的级别的陨石 又一次出现在撞击轨道上了 这二者不管哪一种 都让乔纳内心慌得一别 那些参观的学生 自是有不少提出了抗议 更有中二青少年 企图偷偷逛出去 已遇到神秘机缘 只是 情况显然比想象之中要严重 乔纳费力向带队的学校代表解释的时候 天文台大门已然被粗暴地推开 玄机 来自当地的武装人员 赫然全副武装地走了进来 开始接管这天文台的保护措施 赶在乔纳等工作人员面前耍脾气的青少年们 面对着武装人员 却是一下子乖巧听话了起来 很快 格里菲斯天文台的无关人员 就全部都被清退了出去 玄机又是一份名单列出 背景不干净的 被上面认为不值得信任的工作人员 赫然也被清理离开 乔纳本以为自己也会是被清退出去的一员 这很服他心意 毕竟这可是带薪假 还有奖金 他正好回去补眠 没想到 乔纳却愕然得知 他竟然被哈克老教授给要求留了下来 并成为了那位老教授的助手 乔纳得知这消息的时候 眨了眨眼 打开了化妆盒 仔细地看了看平平无奇的自己 脸上长满的麻子 配上熊猫眼 他鼻子 以及粗糙的皮肤 乔纳再次确信了 自己并没有变成老教授喜欢的那一种类型后 乔纳鼓起勇气 接受了自己的这次升职加薪 根据指示 进入了天文台的控制中心 乔纳就听到了一阵急促的吼声 双子天文台已经纠正了最新数据 我们快点休整 对了 最新引力数据测算出来了没有 给麦克唐拉天文台一份 欧罗巴的加涅望远镜数据有没有传来 继续催一遍 东方古国呢 他们的超级天眼已经实用化了吧 给上面打电话 请求他们快点与东方古国共享天文数据 乔纳低着头 快步走到了不断翻开资料的哈克老教授旁边 望着已经秃顶的更加厉害的老教授 他忽然觉得自己 似乎看这位认真工作的老教授 没有那么讨厌了 教授 这是发生了什么 哈克老教授注意到乔纳来了 把一叠资料交给了他 我记得你拿过奥数奖牌吧 大学是知名大学数学系毕业的 嗯 乔纳连忙点头 那就好 帮忙看点数据 哈克老教授点头道 今天可是出了大事情了 大事情 你记得一周前 我们这边曾经向上面通报过吧 侦测到了 有小行星数据出现异常波动 上面例行进行了检查和重新计算后 却发现他们找不到那枚小行星了 小行星 失踪了 乔纳微微一正 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小行星当然不可能真的失踪 这说明 那小行星变鬼了 移动速度可能也出现了改变 上面决定一级戒备 是不是意味着 那失踪的小行星 有可能撞过来 确实如此 哈克教授严肃点头 并打开了平板 指着上面的星图道 你看 这小行星原来的轨道 就离我们水蓝星非常的近 约摸三到五个地月距离 这样的距离 在星空之中 说是擦肩而过 一点都没说错 可想而知 这样的小行星轨道变动 撞击我们或者月球的可能性 都将大幅度提高 而不管它最终撞击到了哪里 都可以预想得到 这会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 因为 老教授哈克说到这 轻轻点了下图标 展现出那小行星原有数据 乔纳看着那小行星的数据 浑身都一下子凉快了许多 那失踪的小行星 直径竟然超过了十亿公里 这 已经和当初毁灭了恐龙世界的陨石 差不了多少了 要真是时运不济 人类文明 恐怕真要完了 鹰 应该不会那么巧吧 乔纳有些勉强的小声道 我们都希望不会有那么巧 老教授哈克探道 但是 这不是我们人力能够改变得了的 我们现在只能争取最快时间找到它 并观察到它 希望 一切还来得及吧 老教授哈克说到这 再次投入全身心的 于工作之中去 而这样的一幕幕 不仅仅是在花旗国 也在东方古国 在欧罗巴 在樱花之国 在棒子国等一切相关工作人员的工作场景之中 不断出现 所幸 现实世界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天文知识和观测能力 尤其是肖宇这边提供的一些特殊材料 也极大的增强了少数几台外太空观测设备的能力 使得现实世界各大势力齐心合力之下 终于在半天的时间 重新定位到了失踪的小行星所在位置 而后 超级观测设备全功率工作 图像实况转播到了 联手参与此次行动的所有与会势力手中 看着大屏幕里超级电脑 进行了还原化处理 逐渐清晰的图像 所有与会者 无不倒吸了一口冷气 数十位负责情报部门的实权人士 更是牙齿打战的小声自语 分明就是妖心来袭吧 这 就是传言里的千年不遇之大变局了吗 快 快通知各大超凡事例 妖心来了 借助超级天眼和超级计算机的努力 天文台巨大的屏幕上 还原出来了 此时此刻 正在黑暗冰冷的外太空中 不断前行的那一颗失踪小行星 只是 在看到了这小行星此时此刻的模样后 所有够资格看到这幕的专家们 调查员们 都在感到无比震惊的同时 第一时间怀疑这画面的真实性 也无怪乎他们会怀疑 哪怕是操作超级计算机的那些顶尖大能 也无比的迷茫 一方面 他们相信着自己的方程式 不会出错 另外一方面 他们却又难以相信 眼前这还原出来的画面 竟然会是真实的 因为 如果这画面为真 这也太崩坏他们这些人的三观了 画面上 失踪的小行星 此时并非大家认为的那样 是一颗外表凹凸不平的不规则椭圆体 而是 变成了一个活着的 如同许多魔幻大片之中才会出来的妖星那般 成为了一颗到处都在不断蠕动 浑身上下 有着数十颗直径一公里以上血红眼睛 数百根至少三四公里长出手的超巨型妖兽 一颗直径超过十一公里 能够横跨外太空 并根据轨道测算 最迟九个月就能抵达水蓝星所在的 妖星 哪怕相隔着大屏幕 哪怕心头明白 这东西和自己等人的距离 比太阳离水蓝星的距离都还要远得多 但是 仅仅只是看着 恐惧 恶心 绝望等情绪就不由自主地冒了出来 让得不少人慌张地低下了头 竟是不敢再去注视那大屏幕里的妖星图案 我感觉我在看酒一会儿的话 我一定会发疯 乔纳颤抖着双手扶着桌面 闭着眼低着头 喃喃自语 他身边的老教授哈克 剩下的那点毛发 已然在短短时间里 完全秃了 不过老教授哈克不在意这些 他只是睁大眼睛 看着平板电脑 并不断输入数据 进行着测算 少许 这老教授哈克 有些苦涩地喊出了声 我们的盟友 没有计算错误 这颗妖星的轨道虽然改变了 但是并不会与我们正面相撞 他大概率 会从离我们水蓝星三个地域距离的位置过去 说到这 老教授哈克苦笑了下 如果他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话 我会建议大家解除一级戒备 然后回去好好喝一杯 然后睡一个好觉 听到老教授哈克的玩笑 四周之人无不叹气 确实 要是那被找到的小行星 还是他们熟悉的玩意儿的话 他们应该松一口气 然后回家休息了 或许会有不少人 能靠着这枚小行星水几百篇论文 然后名利双收 现在嘛 看看那大屏幕上 给人绝望与恐惧观感的妖星 大家哪里还有 这闲情一知 哪怕轨道 确实没有正面撞击水蓝星 可是 这他喵的是活的 直径超过了十一公里的星空巨兽啊 稍微有点认知的人 哪个敢相信 他只是路过水蓝星 无论如何 接下来的九个月 我们恐怕要加很多板 做很多事情了 哈克老教授咳嗽了一下 看向乔纳 对不起 第一天当我的正式助手 就遇到了那么糟糕的事情 对了 你结婚了吗 哈 乔纳微微一正 小心翼翼地看了看 哈克老教授 已经没有了头发的头顶道 还 还没有 哦 那真是遗憾 哈 遗憾 乔纳看向老哈克的眼神 更加谨慎起来 心中暗自嘀咕 难道哈克老教授 还有这种口味 就在乔纳准备戒备 哈克老教授时 哈克老教授咳嗽了一声说道 你恐怕没有个人时间 去处理私人情感问题了 不然 按照惯例 上面会同意 安排你的丈夫 带着孩子过来帮忙的 老哈克教授 说得漫不经心 声音很小 乔纳却是一下子瞪大了眼 明白了 老教授这是在委婉地提醒着自己 世界大变 要来了 很有可能 一部分人 将会更有机会 在未来的大变局中活下去 而他们这些相关工作人员们 无疑都有机会会集家人 九个月吗 乔纳低语了一声 再次鼓起勇气 看向大屏幕上的妖星 在恐惧中如动嘴唇 九个月 太短了吧 哼 世界奇物灾难怀表巨兽化的妖星 终于被发现了吗 说起来 如果没有我这一首 这枚小行星 将会在半年之后 才会被再次发现 有极大危险性吧 然后 在它擦肩而过之下 突然分裂 开来一部分坠落到水蓝星 产生毁天灭地的大灾难 我这是提前 就让现实世界 做好了防范准备吧 哪怕我与各大势力 接下来的一系列应对措施 都失败了 实际造成的伤亡和财产损失 也绝对要比原本发生的轻许多许多 放在神话小说里 我这种拯救上一人性命的家伙 说一声立地成佛啥的 不算什么了吧 只是 萧宇通过监视之眼 望着各大势力的惊慌 微微皱眉 九个月呢 也不知 我们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得出手给各大势力 希望了 不然 真被人认为 是世界末日将来 人心崩坏 秩序崩溃 那可不是 我想要看到的 小语想到这 立即动身 两大女神的神力化身 也纷纷出动 顿时间 现实世界 全球各地 超凡者频频显胜 意大利地区 圣主之城 有多名天使下凡 圣光展现沐浴 圣主之城 长达三天三夜 波特兰首府区 亚瑟王传承女骑士 骑着独角兽 登陵首府区附近圣山 圣山附近花草树木 一夜之间疯狂生长 化作原始森林 有游客从里面逃难一般出来 惊呼在里面见到了 全欧罗巴不同地区的野生动物 莫斯卡 莫斯卡大统领 又一次在办公室里 见到了两位不寝而来的野生超凡者 并发布公告 将他们的存在昭告天下 战争女神摩利根庇护的诸多小国 祈祷的祭祀们纷纷在睡梦中得到了来自女神的旨意 大劫将临 然生机不绝 人族希望仍在 所有女神的信徒们都必须团结起来 维护好世界秩序 而各大势力的高层们 则是被通过各种渠道 得知了东方古国那大名鼎鼎的剑仙门 已然准备在那天外天的天宫中 召开一场特别会议 去天宫开会 花旗国大统领望着国务卿送来的邀请函 一块很有东方文化韵味的白玉玉佩 大统领忍不住拿在手中 立即意识到这块白玉不简单 竟然是一块暖玉 只是手指间肌肤接触 都能感觉到一股股暖意从白玉上释放出来 并飞快渗透入自己的肌肤 渗透进自己的血管里 骨髓中让自己浑身都觉得很是舒服 好东西 花旗国大统领赶紧把这白玉佩捏在了手掌心里 并把手放进了口袋中 连赶紧网上发消息的念头也被压了下去 国务卿嘴角抽了下 看向花旗国大统领 阁下需要我们为你推荐名单吗 当然需要 花旗国大统领点了点头 喃喃自语起来 这可是剑仙门啊 被各大超凡势力公认为天下第一的剑仙门啊 这次会议的主题 应该就是关于那颗妖心了吧 说到妖心 花旗国大统领与国务卿两人不约而同地 琪琪想起了那一颗被血红眼睛与触手覆盖的巨大肉球 他们的身子开始不寒而立 不得不赶紧急促呼吸摇头驱散掉心中的不安与恐惧 专家们也认为 确实如此 另外 最近两天各地超凡频频出动 展现神迹 也被认为是超凡势力有组织的安定人心之举 安定人心吗 也对 花旗国大统领微微汗手 妖心实在是太大了 模样也太独特了 以至于 哪怕在黑暗的星空里 也如萤火虫一样显眼 要不了多久 民间的天文爱好者也会注意到这一颗不正常的妖心 我们瞒不了多少天 这样的恐怖灾难面前 比起我们这些官方势力的许诺 人们恐怕更加倾向于相信神秘力量的保证吧 花旗国大统领说到这 轻轻摇头 国务卿却是苦笑了一声 拿出来自情报部门的报告 事实上 因为此次妖心事件波及全球 动用了成千上万的相关工作人员 如此多不同势力不同国籍不同环境的人员都得知的秘密 哪里还能成为秘密 哪怕网上限制了信息流传 却也限制不了流言蜚语的产生 现如今 妖心来袭 世界末日的说法 已经开始在暗流里酝酿起来了 且 明明超凡势力都在警告这些败类渣子 别捣乱了 还是忍不住 想要利用这场危机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吗 花旗国大统领看到了调查报道 脸蛋一下子赤红一片 话说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在对方搞出事来之前 就抓了这些野心家呢 让情报部门的给他们打电话 告诉他们 现在可不是以前了 关键时刻 谁敢搞乱秩序 我们就搞谁 花旗国中部某州 一座小城市的教堂里 莫桑神父刚刚开完了一场弥撒没多久 就接到了来自情报部门的警告电话 这位年过半百的神父满口答应了下来 关掉电话之后 却是露出邪校 看来情报是真的 真的有妖心来写 啊 赞美圣主 这一定是因为你对这个星球上的亵渎者们失望了 毕竟 除了我的圣训外 其余的都是假的 莫桑神父低语到这 脸上浮现出来一丝狂热表情 作为这个州最大的反圣主教教派之主 莫桑神父在忽悠信徒的同时 也确确实实地 把自己都给忽悠了 老实说 他是真的相信着 自己才是圣主在世间唯一的使徒这一件事的 也因此 当圣主之城出现了超凡事件之后 莫桑神父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一蹶不振了好几周 直到他最后脑补出了新的自我逻辑 圣主之城的超凡事例全都是假的 骗人的 有心之人伪装的 那沙天使 沙亚历山大神父 其实都是邪恶大反派们 故意演出来的一场场大戏 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更加的信仰 那伪劣的圣主教派 脑补成功之后的莫桑神父恢复了过来 并开始传播这一套理论 你别说 这小城市的信徒们 狠吃这一套 还真相信了莫桑神父的真话 并更加自豪地坚信 他们才是这愚蠢世界里 唯一清醒着的群体 那些质疑他们理论的专家教授们 都是被迷惑的可怜人 莫桑神父登陆了神秘网络 在付出了不菲代价后 得到了一张妖心的图片 这图片自然不是原屏幕的高清大图 而是出自某工作人员的偷拍画面 莫桑神父却是不介意这些细节 他高兴地把照片打印了出来 立即召开了一场新的神会 莫桑神父已经决定了 要马上公开妖心的照片 并将他宣布为圣主对水蓝星的神法 卑微世人们唯一能够自救的机会 就是赶紧投奔他 信仰他的教义 一小时候 小城的教堂 已然被里三层外三层的人海所包围 树立在电杆上的扩音器 响起了莫桑神父的声音 看到了吧 我的信徒们 神降下了神法 伟大的妖心 快与我一起忏悔吧 否则 世界末日就要到了 在莫桑神父的山洞中 信徒们纷纷恍惚了起来 有不坚定地开始寻思起来 自己是不是也信仰一下 万一莫桑神父说的都是真的呢 那自己不就是救世主了 哪怕还是世界末日了 自己跟随着莫桑神父 也能去天堂的吧 人因恐惧而信仰 更会因为身处群体 而在互相影响下 犹如被降至光环笼罩一般 自我分辨能力降低 当最里面的那一圈信徒们 高呼着口号 掀起声势 越来越多的市民开始迷惑 开始迷茫 并在看向从教堂里走出来的莫桑神父 看到他捧着的那放大版的 妖心宣传画面板后 越发地迟疑了起来 谢特 教堂一条街外 一辆匆匆赶来的调查局车辆停在了路边 车里面的两位调查员 看到了这汹涌人流后 立即明白他们逮捕莫桑神父的计划 现在是不可能实现了 一个搞不好 他们两位调查员 说不定就不用看明天的太阳了 花旗国的狂热邪教徒 枪击官方人员 可是屡见不鲜的 就在调查员们打电话 向上面求援的时候 突然 一道圣光从天而降 落在了莫桑神父等人的上空 使得嘈杂之声 随之一静 莫桑神父 正澄清在自己幻想的美好世界里 不可自拔 忽然感觉到浑身一暖 他忍不住仰起头 看见了忽然间亮度增加了许多 偏偏一点都不刺眼的天空 沐浴圣光 莫桑神父忍不住泪流满面 圣主在上 我就知道 我才是你唯一的使徒 圣光落下 教堂四周在安静了会儿后 更加喧闹的祈祷声 不约而同地响了起来 轿车里的两位调查员们 则是直接傻了眼 没有想到 这位在档案里标注为 疑似精神病分裂患者的莫桑神父 竟然真的得到了神的眷顾 他的幕后 也有一只超凡势力在支持 这可麻烦了 老一点的调查员揉起了额头 有超凡势力插手 我们的上级 来自我们上级的上级 恐怕都不敢得罪对方啊 谢特 现在这世界 有超凡当后台 可是比有参议员当后台 还要好用得多了 调查员们忍不住吐槽的时候 教堂那儿 一边突起 欲让人灭亡 必先让其疯狂 萧宇故意为莫桑神父 添加了光环特效 令其自信心 膨胀到了顶点后 一枚一种 没如莫桑神父的体妹 顿时 这位莫桑神父 感觉身体充满了力量 狂热的冲动 更是充斥了他的大脑 让他忽然张开双臂 哈哈哈哈大笑了起来 我的信徒们 看到了吧 看到了吗 圣主在注视着我们 快听从我的圣训吧 鞭打身边的亵渎者 用他们的血和泪 来证明你们的前程 眼看着 这莫桑神父 就要煽动一场暴动 忽然 圣光顷刻间消散 一片乌云 覆盖了小城市的上空同时 一个黑色骑士打扮的巨人虚影 浮现在了远方 并对准了莫桑神父方位 做出了一个投掷的动作 眨眼间 一枚寒冰组成的长枪 瞬息间在空气里凝聚而成 并轰一声 命中了莫桑神父的胸口 将他牢牢的45度脚鞋 插在了教堂大门口的地板上 长枪前半部分 没入地板 寒气化为冲击波 把莫桑神父四周的那些信徒 通通先飞了出去十多米远 并令得他们 在这大热天里 受到了冻伤 然后 没被波及 或者只是 受到了轻伤的信徒们 以及四周那些围观群众们 惊讶地发现 被冰长枪钉在了地板上的那位莫桑神父 竟然开始一变起来 莫桑神父 当着所有人的面 竟是在短短几秒里 蜕变变异 为了一个类似石狮鬼的怪物 没有了皮肤的脸孔 长满了肉流的身子 还有那些不断散发出腐臭液体的脓包 莫桑神父的圣徒形象瞬息崩坏 让得最信任他的信徒 也发出了惊叫 大呼 原来莫桑神父是一个邪恶的怪物 果然 大部分人都是视觉动物 想要改变一个人在别人眼里的印象 最直接的方法 就是改变其外表形象 并且 深渊异种的作用彻底爆发出来之后 莫桑神父更是完全失去了理智 双眸血红地扫尸着四周人类 张开大嘴 想要吃掉他们 只是 萧宇哪里会给他这样的机会 萧宇要的乃是震慑 意念一动 冰长枪立即砰一下自爆了开来 形成的一级巫术寒冰之环 瞬间就将莫桑神父为中心方圆五六米之地 化作了一片寒冰炼狱 莫桑神父便以为怪物的形体 保留着原本的可怕形态 化作一具寒冰雕塑 默默地躺在了原地 引得越来越多人围观 甚至拍照录影 将之上传到了全世界 花旗国的情报部门 一开始是想要阻止这一信息流传的 只是 随着花旗国大统领那儿 亲自打了电话过来 传达了来自黑暗议会的意见 花旗国情报部门 不仅放行了这些视频 还出动了专业人士 进行剪辑和添加特效 令其得以更快地风靡全球 他们也明白过来 这其中的意义 这是大型超凡势力们 在警告全世界的那些 企图火中取利的肖小们呢 别想浑水摸鱼 否则 官方来不及抓你 他们也会出手 来解决你 如此声势 却也让专家们和上层们 能够看得出来 这场妖星来袭 各大超凡势力们 都对此非常非常地重视 而从全球不断出现的事迹来看 似乎所有的超凡势力 都已经团结了起来了 托小宇在现实世界施展的 一系列雷厉风行的行动 各种打着看似美好旗号的 新兴教派组织 还有那些野心家们 都在意识到 冒头就会被超凡者盯上 然后不讲道理的一击打死之后 一个个变成了乖宝宝 一些有钱人 甚至还化身为了大善人 主动帮助官方组织生产 稳定秩序 而没有了这些野心家们 带头浑水摸鱼 哪怕妖星来袭 终于只包不住火 也没有能够引起 什么大范围的骚动 基础生活物资 一个月前是什么价 现在还是什么价 倒是奢侈品 以及不少中高档消费品 受到了人们 催发出来的旺盛消费需求 一下子销量大大增加 让得全世界各大势力的经济数据 都变得好看了不少 东方古国 月之女神菲亚风神台所在 泰山 在妖星被发现一周后的今夜 泰山附近的一座 早就严密戒备起来的军事基地里 如果有时事记者在场 一定会无比惊恐地发现 全世界各大势力的核心 居然在没有任何媒体报道的情况下 已然集中在了这个军事基地之中 这样的盛况 也就当初意大利的超凡大会 可以媲美了 只不过 比起当初的超凡大会 如今的各大势力首脑和手下们 表情无不显得更加的严肃认真 随着时间流逝 各大天文台 对那一颗妖星的分析资料 也更加详实 也因此 让得他们这些知晓实情之人 感觉到肩膀上的担子 越发沉重了许多 通过测算 专家们再三确认了 这妖星是实心的 并测算出来 哪怕这妖星什么都不做 就凭着自己的体型质量 从外太空保持目前均速砸下来 产生的破坏力量 将超过100亿吨TNT 水蓝星会留下一个凹下去的疤痕 而水蓝星上生活的人类吗 灭亡不至于 文明倒退100年 都算是运气好了 约定好的时间到了 泰山脚下 代表了现实世界各大势力的 一群人下了车 轻装减刑地聚集在了一处登山平台上 随着一名东方古国的调查员 看了看手表 小声说了一句 月光形成的光柱 准时落了下来 瞬息间 就落在了登山平台上的那些人身上 严重的失重感 袭击上了这些人身上 旋即 下一秒 当失重感消失 代表们已然来到了漂浮在外太空的 天宫观星台上 环顾四周 除了那美伦美秧的天上公雀之外 便是一望无际 足以令人望而生畏的无尽星空了 花旗国大统领 瞪大着眼睛 望着这片壮阔的无法用言语 来准确诉说的美丽星空 他急促呼吸了好几次 咬了咬嘴唇 才忍住了当众拿出手机在观星台上进行自拍分享的冲动 花旗国大统领悄悄看了看四周 很快注意到不少平民出身的政治人物 此时的表现比自己还要不堪 他不由松了口气 至少自己不是最丢脸的那一个 这就足够了 主委代表了各自国家的朋友们 请进主店吧 忽然 天空中出现柔和蓝光 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之后 人们看到两位宫庄丽人飞了出来 脸上带着淡淡微笑说道 这两位宫庄丽人 可都是萧宇模仿自己侍女团里的几位美少女 捏出来的神力化身 自有一股异国情调运味在其中 偏偏幽邻那些目睹之人 无法判断 这到底出自哪一国 从而只能心中惊叹 或许古书里记载的仙女运味 就是指的这一种吧 有月之女神菲亚的女仆发话 大家自视不敢不听 纷纷整理好仪表 顺着大道走去了那宫阙主殿 嗯 这走廊里竟然别有洞天 来自东方古国的一位代表 走进了大殿的走廊 立即发现走廊两旁环境忽然变幻 四周竟然能听到鸟语重鸣 笔里可以嗅到极好闻的花香 邓大言仔细看去 能看到走廊两边不知何时 已然变成了类似皇家园林的布局 隐约能看到有麒麟白虎 朱雀玄武等神兽 在园林里嬉戏玩耍 这位代表是一个生物学大拿出身 忍不住想要伸手一探 却是手掌撞在了空气里无形的墙壁上 不由回神过来露出尴尬一笑 自己真是老糊涂了 这都什么时候了 自己竟然还想着近距离去观察神兽 这位代表赶紧加快了脚步 跟上了大队伍 萧宇注意到了这细节 摸了摸下巴 暗暗嘀咕等自己 真把这天宫后花园修建出来了 倒也不是不能开放给各大势力之人参观 此外在天宫这边 月之女神教派选拔出来的修炼者 萧宇可是都打算扔在了这里修炼的 月之女神工缺的主殿 处处都透着不凡 巨大的石柱上 雕刻着出自名家之手的雕刻艺术品 四周的代表里 不乏有欣赏水平颇高的 纷纷对这些艺术品赞不绝口 其他代表一听 哪怕欣赏能力不足 也绞尽脑汁紧跟着赞美起来 卧槽 这石柱上的雕刻真好看 调查组副部长 有些痛恨自己当年上学的时候 没好好学语文课 导致自己文化功底太弱 想了半天 千言万语 最后都只能总结 为了一句 真好看 还好 这一丝尴尬在这个时候 没人会在意 随着大家步入了主殿的大堂之中 看到了这儿 早就有排列好的方舟木椅 连忙上前各自选好了位置坐好 数分钟之后 随着萧宇启动了投影时 一道道超凡者虚影 也出现在了大殿的半空 这些超凡者里 不乏诸多代表们熟悉的 剑仙门清云剑仙 印度的勤明阴阳师 雷神赵莽等等 不过令这些代表在意的是 这些熟悉的超凡者们 竟然都屈居在了 另外一些模糊虚影的身后 他们瞬间明白 真正的超凡大人物们 也在这次会议上登场了 随着大殿上蓝光的亮度 忽然增加 月之女神菲亚 出现在了大殿的王座之上 月之女神菲亚脸上挂上了面纱 身上蒙着一层好似薄纱的雾气 令得不少代表 隐隐间有些失望 他们可是早就被月之女神菲亚的颜值 给震撼过了的 早就期待着 能够用肉眼亲自见见 这位角色无双的女神 不过很快 他们就调整好了心态 觉得这样也挺好 毕竟不如此 他们扪心自问 谁能保证在那样不可思议的 超凡魅力诱惑下 不失态 萧宇也不故意 拖时间摆谱了 在确认了这些现实世界的代表们 全部都就位 并心态平复了下来之后 她开始操作着月之女神菲亚的虚影 开口说话了 很感谢 诸位对我的信任 此次请大家齐聚天宫 想来大家都已经清楚 是什么情况了吧 当然 一位坐在秦明阴阳师身前的虚影 说出粗重的东方语 大便将临 妖魔鬼怪奇出 那些域外协议也想要来凑热闹了 此事 你们出主意吧 我们阴阳师一脉 绝对竭尽全力 我等古色灵一脉 也会竭尽全力 见仙门对此责无旁贷 古神联盟对那些域外邪魔毫无好感 我们会祝大家一臂之力的 超凡者们首先开口 纷纷定下了团结合作的基础 代表们纷纷感觉到 随着一个个超凡势力表态 那位月之女神菲亚面杀下的表情 似乎轻松了许多 这一次的妖心来袭 莫不是会被神秘势力们给轻松解决了吧 要真是这样 那真是 太好了 可惜 这些代表们很快就被喊醒了 月之女神菲亚继续用她那好听的声音道 主委来自各大势力的代言人们 想来都通过科技的力量 看到了那一个域外邪魔了吧 是 是的 我们看到了那一颗妖心 那样的存在 简直颠覆了我们的三观 一位来自花旗国的代表 文言站起身 鞠躬点头表态 并立即得到了众人的附和点头 月之女神菲亚 微微汗手 旋即伸出右手玉指 轻轻一点 顿时 月光凝聚在了半空 化作了一副外太空的立体投影 投影里 比超级计算机还原的高清图 要清晰地不知道多少倍的真正的妖心虚影出现了 巨大的肉球 复数的斜眼 可怕的触手 只是看一眼 就让代表们感到绝望 席卷了自己全身 刹那间 好似血液流动 都在这妖心的影响下凝固了 对于没有超凡之力的凡人 只是欲外邪魔 哪怕只是 只是其投影 也太困难了 剑仙门的大人物说出温和之声同时 一股清风在大殿里凭空吹了出来 令得在场代表们纷纷浑身一暖 从妖心带来的绝望感里 挣脱了出来 而后 有人颤抖了下身子 指着那妖心投影道 就是你们口中的欲外邪魔 不错 这就是欲外邪魔最常见的一种类型 当然了 这次来的这一头 体型或许不是最大的 实力却至少能排前三啊 阴阳师那边的大人物点头讲解 以我们如今的回复速度 想要九个月后避免这场危机 可得拼命了 听到这 代表们纷纷紧张起来 也意识到此次大变局里 他们这些凡人们 好似不会变成背景版了 只是 如果可以 他们真希望 能够一直继续当背景版的呀 欲外邪魔竟然是直径超过 十一公里的星空巨兽 神啊 你们要不要那么强 当然 也有一直保持清醒状态的代表 从这些细节里 敏锐地察觉到了 或许超凡势力所在的平台 不是他们一开始想得那么小 连对手都能纵横星海 掠夺各种生命星球生机 没理由能够当这些 星空巨兽对手的超凡势力们 就做不到吧 在这些代表们看来 哪怕突然有一天 接到来自 隔壁太阳系的电报 告知了他们 当地星球 已经被某某超凡势力给殖民了 他们 也不会有半点惊讶 刷 月光亮度提升 妖星被放大 占据了三分之二的投影位置 月之女神菲亚 看着妖星开始说道 诸位代表请看 这就是你们称呼为 妖星的域外邪魔 这是一种 被称为母巢的星空妖魔 你们可以理解为 这是一艘能横渡星空的星际母舰 它的肚子里 内含着一处特殊秘境 藏着数以亿计的各式妖魔 这里面 不乏可以媲美各派精锐弟子的大妖 一旦让它靠近了我们的家乡 诸位不用怀疑 它一定会带来一场大灾难 代表们纷纷点头 东方古国的代表 更是铿锵有力地说道 有需要我们这些人帮忙的 请吩咐吧 为了我们自己 为了保护我们的家乡 我们都会付出一切代价的 听到这话 各大超凡代表 纷纷点头汗手 月之女神菲亚 也微笑着道 这也是 为何我这次会邀请诸位前来的原因 域外邪魔离我们越近 危险就会越大 最好的方法 无疑是遇敌于千万里之外 而这 便需要大家的帮忙了 我这儿 有一份来自超凡 各派列出的计划表 诸位可以一看 另外 剑仙门有一个不情之请 希望诸位可以为剑仙门 提供当量最大的核弹 当量 最大的核弹 核弹作为现实世界人们掌握的最终兵器 威力之大 简直不像是当今科技文明 就能掌握的武器 能被超凡奠击 也是情理之中 只是 一直被超凡势力打击了多次的代表们自己 反而对核弹能不能起效 感到有些担忧 毕竟 核弹虽然漫画小说 吹得比较猛 事实上 百万吨级的核弹爆炸后 有效杀伤范围 也就五六公里远 甚至有实验证明 在有一定防护设施的情况下 普通人也能在三公里外 成功躲过百万吨级核弹爆炸后的威力而不死 当然了 核辐射引起的后遗症 许多时候会比爆炸本身 更令普通人害怕 但是超凡存在们 似乎都无视了核辐射这一大杀招 且不列颠时候遇到的战争女神摩利杆 还有花旗国遇到的灾厄巨兽 他们都好似不怎么惧怕核弹的轰击 我们的核武器 也能对那些域外妖魔起效 有代表杨起头 看向了剑仙门方向 迫切地希望得到认可 剑仙门里大人物微微汗手 你们走的科技格物之路 同样是一条前途广大的道路 我被中人 同样对你们的科学家们充满了敬意 如果只是你们制造的核武器 并用于简单的投掷的话 不管是我们这些超凡 还是那些妖魔们 只要见识一次 下一次就会想到各种方式 来抵御这种攻击了 实在是因为你们的能量利用方式 在我等眼里 实在是错落百出 那 代表们听到这话 无不脸红耳赤地 想要说什么 却又说不出来 毕竟 核弹被超凡之力打脸 都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他们这些代表 还做不到记者们那样不要脸 更关键的是 他们不敢当着超凡者的面 睁眼说瞎话 用核武器对抗欲外邪魔 只是你们肯定不行 但是我剑仙门这边 有神剑赤销出身 正可充分发挥 你们提供的核武器 用超凡的方式 发挥出他们的真正威力 听到这话 代表们一边点头 一边悄悄地 把神剑赤销一词 牢牢记在心头 准备回家之后 就马上查资料 看看这是何等神器 萧宇当然目有什么神剑赤销 目前博物馆里 唯一有点信仰之力加持的 只有藏在东方博物馆里的那一把 巨文式越国勾剑的青铜剑 一把王者之剑 可惜出土太迟 信仰之力不足 未能形成质变 不过 萧宇手中 却有着从邪神那边唠叨的神格 以及一套完整的信仰神器炼花之法 以神格融入神器之中 再如化神那样借信仰之火炼造神器 将有一定几率 得到小人国里 也极其少见的神兵 这种神兵本身就相当于 一个真神级的傀儡 可以媲美大部分的高阶陈星遗物 也因此属于被万神殿掩打的巫术 加上条件极其苛刻 想办到的没能力 能办到的则是 不需要冒着得罪万神殿的风险 去搞这种鸡肋之物 有这功夫 自己打造一把陈星遗物不好吗? 但是对萧宇而言 得罪万神殿 这还算过事吗? 随着会议继续召开 各大势力 渐渐地也对妖心有了充分了解 比如 这妖心的究竟有多重 外表那层层叠叠的肉质层下 哪一处可能是弱点? 其造型又是如何? 等等数据 都在月之女神菲亚的讲解里 告知了这些代表 这让代表里有 天文相关专业的专家 那是相当的震惊 毕竟现如今的科学 在外太空领域 更多的是靠脑补 每一个数据 都会有一定的误差值 像月之女神菲亚 这般一口肯定的话语 在专业领域 她们是真心不敢用的 并且她们还注意到 许多数据可是连超级计算机那边 都没有建模成功 并测算出来的 想不到超凡这边 竟是先一步就探测到了这些数据 也无怪乎不需要他们 这些人通知 超凡事例 似乎就已经提前准备好了一切了 恐怕 在天文台捕捉到那失踪小行星异常之前 超凡者们已经洞悉了一切吧 专家们的这一想法 很快就能随着天文学家 和各领域专业人员的努力 而越发被认可 因为他们很快就会发现 他们耗尽心血算出来的数据 与越之女神菲亚提供的相差无几 哄 天宫主殿的大门 在最后一个代表离开门槛后 便轰然关上 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巨响 最后离开的欧罗巴联盟代表 回头看了看大门上复杂多变的花纹 忍住了拍下来的冲动后 他追上了花旗国大统领 两人长话短说 很快就确定好了一件件合作计划 东方谷国的代表 更是刚刚出门 就被一群代表们给围住了 有请求合作的 有需要帮助的 还有厚着脸皮 希望能够塞钱 加入那些大计划的 令得不少花旗国代表 望着这一幕 有些吃味 曾几何时 东方谷国 不过是跟在他们身后的背景板之一 哪里想到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随着这超凡出世 见仙门威震天下 东方谷国的发展速度 反而更快了 到了如今 哪怕大家嘴巴上还不说 心底里却已经承认了 东方谷国 才是当今世界的No-E 不出意外 说不得花旗国 已经跌落下来的霸主宝座 也能轮到东方谷国上去做作了 不过极度归极度 在妖心来袭 这一大变局面前 没有人会在这关键时刻搞事 不仅现实世界 大家力亦不容许 超凡们也不容许 见仙门 阴阳师一戏 乃至不明确立的 好几大超凡派系 都已经明确表态了 谁敢阻扰抵抗 域外妖魔这一大局 谁就是超凡们的敌人 不管那人有和身份背景 有多大的关系 超凡们都会打死不论 比起那些阴影中的利益 毫无疑问 小命更加要紧 而且 这次超凡会议上发下来的各大势力 需要承担的任务 可是都颇为沉重的 核工业需要全力开动 大威力的核弹 将在九个月内制造出成品出来 同时 航空工业也将实现 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联合 所有具备航空工业实力的势力 都将一起努力 利用月之女神菲亚提供的天宫 这一优良平台 在这平台上 建造出至少一艘以上可以航行出 离开地面至少五六千万公里之外的载人飞船 另外 或许也是受到了 域外妖魔那么快来袭的刺激 东方古国 樱花之国 还有花旗国 莫斯卡四大势力 都欣喜地得知了 超凡势力 将在这四个势力管辖之地 招募新人 这批新人原则上不属于任何超凡门派 他们将被集中到天宫中来修炼 修炼功法则是纯粹看他们本身的天赋来确定 虽然在大会上 阴阳师那边已经提醒过了 这次选拔出来的新人 因为要使用速成功法 虽然能快速成为超凡者 为抵抗域外妖魔大业出力 却也会因此限制了他们以后的成长潜力 与会的代表们 却是心中已经决定了 回去之后 就赶紧联系自己家族的每一位成员 尽最大努力去争取此次机会 毕竟危机之下 唯有超凡力量 才能带给他们少许的安全感了吧 萧宇目送着这些代表们 各怀心思地集中在了观星台 随后被自己挥手送走 他深吸了口气 感觉了夏天宫中充斥着的灵气 再看了看 作为距灵法阵核心的贪欲者之乎分身 他摸了摸下巴估算了一番 天宫这边 至少能维持住一千名超凡者骑士出来 成为巫师关键的启灵药剂方面 然后 我有深渊一种提供的魔精 作为主材料 再配合邪神那边交易得到的 一级巫师用超凡材料 一千名巫师学徒是绰绰有余了 可是想要晋级为一级巫师 哪怕我使用来自邪神那边的巫术 我目前只能凑出60份晋级药剂 成功率的话 就算有月光神力庇护 能有一半就不错了 毕竟 我最多给他们月光神力浓缩药液 洗水炼体 月华玉露什么的 我还有大用 且 60份晋级药剂 这边之人最多给一半 另外一半 真武山那边的外门弟子 还有阴阳诗神宫里的安培康夫 加几个资质不差的巫女 都可以给他们这样一个机会 至于能不能成功 就看他们自己运气了 萧宇心中分配好了手中资源 念头通达之后 便也转身离开了这处天宫 徒留下贪欲者之狐的分身 不断吞吐四周固体灵气 而后将之转化为气体 充斥到天宫四周 真武山上 真武官 许悦真人一天前 就下令召集弟子 等到今晚点数之时 真武官所有内外门弟子 都已经一个不少地回来了 这其中 包括了前往海外仙岛打杂的那些杂役 以及成为遇见杂役的宋御等人 月光下 英姿潇洒的罗晓英道长 带着一道清光落在了大殿之中 神态淡然地扫射了殿内 盘膝而坐的数百弟子 玄机 罗晓英道长对着许悦真人 轻轻拱手行了一礼之后 把妖心来袭一事说了出来 此时 妖心来袭的流言蜚语 早就满网络都是 许多人早就有心理准备 只是听到代表了剑仙门的罗晓英道长 也承认了此事 大家还是感觉 心头沉甸甸的 不少人第一时间担心起自己的家人起来 罗晓英道长释放出超凡灵光 威慑住了大唐所有人厚道 妖心抵达我们这儿 还有九个月的时间 这九个月里 剑仙门将为你们提供更多的修炼资源 希望你们之中 能有人在这危急存亡之秋 爆发出自身潜能 成为超凡 大便之下 每一个超凡 都是我人族 可在这星空之下 永垂不朽的希望与力量 我希望 你们不会浪费了这次机遇 罗晓英道长 话音落下 宋玉只觉得 胸口燃烧起了一团烈火 他望着被罗晓英道长挥手制造出来的恐怖妖心投影 想着他砸下来会导致的蔑视天灾 他不由握紧了双拳 一种我他瞄的一定不是咸鱼 而是英雄的念头涌到了他的脑海里 让他大吼出声 请见仙门放心 不及尽全裂 我死了都不会放过自己 没错 那些狗日的域外妖魔们 怎么能阻挡住我们人族的兴旺之路 人族 牛逼 罗晓英道长微微汗手 这一届的弟子们 看起来还是很不错的 作为一名优秀的亡灵 他能感觉得到 这些生人身上的生命之火 都在疯狂地熊熊燃烧着 定下基调后 众人纷纷散去 殿内只剩下罗晓英道长 与虚悦真人两人 虚悦真人 罗晓英道长转头 看向了这位真武官的老修行 再次鞠躬 这是青云师兄 从昆仑为你求来的丹药 能填补你这些年的亏损 得以具备真正步入超凡之门的机会 说着 罗晓英道长手掌里 捧出来了一枚 散发着白萝卜清香味的药丸 这药丸 不过寻常玻璃珠大小 在虚悦真人看来 却是要比整个世界还要大 他盯着这药丸 闻着萝卜清香 泪目满面 这是何苦 我只是一个行将就目的老人罢了 能在死前看到超凡之光 我已经可以瞑目了 何苦烦恼青云小道长 为我这般奔波 罗晓英道长微微一笑 在骁雨的操控下认真的道 请别妄自菲薄 虚悦真人 论道兴 我们这一辈的 无人能与你相比 真人你只是生错了时代罢了 早生千年 真人必是科青史留名的道家名人 说到这 罗晓英道长顿了下 继续道 清云师兄托我转达真人 能成功成就超凡 为人族之生死存亡出力 才是最重要的 虚悦真人闻言闭目了会儿 旋即睁开 眼中闪过一丝金光后 他果断拿起了药丸吞了下去 旋即 虚悦真人立即盘息在了蒲团上 开始以冥想法感觉体内那炽热无比的要力 罗晓英道长没有离开 而是盘息坐在了虚悦真人对面 为其护法 虚悦真人修炼过 肖宇当初给的超凡骑士功法数月 一开始进展颇快 只是很快就有了瓶颈难以突破 虚悦真人对此也不以为意 毕竟自家人知道自家事 他已经太老了 身体气血早就衰败 内脏功能衰竭 能够得到超凡帮助恢复健康 已是大幸运了 哪里还能贪图更多 是以每月的白元叶份额 这位虚悦真人都存了起来 通过各种比赛赏给了下面的那些弟子 现在 配合肖宇的这一枚 加了各种豪华套餐的白元叶药丸加持 虚悦真人的瓶颈理所当然地被攻破了 一级超凡骑士之境理所当然地达成 虚悦真人身上 开始冒出了属于超凡的超凡灵光 同时 药丸里面的一滴月华玉露发生了作用 虚悦真人白发转为了青丝 脸上皮肤红润而富有光泽 半小时之后 虚悦真人结束冥想 他已然为自己的变化吓了一跳 不知不觉之中 他赫然恢复到了自己五十多岁的时候 这 不可思议 这只是成为超凡附带的一点小小效果罢了 罗小英道长站起身来道 恭喜真人迈入了超凡门槛 不过现在真人还只是肉身入了超凡 我等修行之人更注重神魂方面的修炼 真人今日起 可以尝试着修神了 罗小英道长说着 取出了一件巫师学院传承用的传奇及奇物 这奇物里面 被肖宇输入了这段时间得到的数千巫师派系的学徒 到晋级二级大巫师的功法 通过激活奇物的力量 他可以帮助被传承者找到最适合自己体制的修炼功法 从而传承过去 虚悦真人很快就得到了属于自己的一门巫师修炼法 肖宇好奇地查询了下 得知这一门修炼法来自光辉大陆的一家二流巫师组织 这巫师组织虽是二流 历史上靠着那门修炼法 倒也诞生过好几位传奇级别的巫师 虚悦真人选修了这门修炼法 倒也不差 至于以后修到了传奇 会不会出现前路断绝的问题 肖宇觉得 要是自己都能培养出现实世界的传奇巫师出来了 那时候的自己 至少也得是晨星巫师里面 牛逼轰轰的顶尖存在了吧 这等存在帮忙按照天时地利人和修补一下巫师修炼法 那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只要有自己在 跟着自己混得超烦闷 前路就断不了 虚悦真人开始认真修行 争取早日成为一名正式的修行者的时候 樱花之国 英都 安培康夫通过自身世神帮助 成功获得了进阶的修炼法 激动的不顾已经深夜 爬起来向着神功方向叩头不已 旋即安培康夫起身穿衣 连夜前往了神功 在那儿 浑然不知自己等人已经被选中的几位巫女 将被安培康夫安排着 开始成为超烦的艰苦修行 待到天明时分 现实世界的网络上 却是一下子沸腾了起来 却是东方古国 花旗国等大国势力 纷纷发表了正式公告 今日起 超烦计划正式实施 超烦计划一公布 随之而来的 便是铺天盖地的关于那一颗妖心的常识科普 通过这些来自超烦事例 以及科学界提供的数据 妖心被拨开了神秘面纱 无数谣言随之消散 当然了 为了维持住社会总体秩序 从而更好的调集力量进行超烦计划 在对妖心的介绍 和对超烦计划的分析中 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朝着最美好的方向去说 在那些嘴皮子专家们口中 似乎直径11公里的陨石不再是什么绝世浩劫 而是一场类似14级台风的自然灾害 并且 这一场自然灾害在官方团结一致之下 在超凡势力的出手下 必然 肯定能够化险为夷 现实世界的大众们 只需要当好热心观众即可 这样的说辞下 不少有着天文学知识的人 心中自然是充满了疑问的 他们才不相信 现实世界如今的科技实力 已然突飞猛进到了黑科技时代 可以实行小行星级别的阻扰计划了 只不过 一方面他们的质疑声 会被官方利用权限与水军给限制住 另一方面 这些人也注意到超凡势力的参与 令得他们无不心中 偏向于相信官方的宣传语 毕竟 超凡者们 总是可以化不可能为可能的 东方古国 某航空制造中心 经过一番紧急磋商之后 超凡计划公布的第二天 这里便迎来了20多个国家的专业团队 运进来的高科技制造设备 总价值更是超过了一百亿花旗币 其中 不乏有一直以来对东方古国禁运的好东西 引得不少当地老专家 望着那些运来的设备 两眼通红 似乎有些难以置信 在自己老死之前 竟然能看到那么多的老东西 运到自己眼前 这 简直比做梦里的遭遇还要爽啊 跟随着这些设备过来的安全专家们 脸色都不太好看 只是想想 超凡计划里最重要的绝世浩劫项目 必须要全人类团结起来 才有机会成功 他们也只好 把心中不快闷在心头 倒是萧宇直接化为了青云剑仙 跑了过来 以代表赤梅长老的名义 好生地参观了一番 这些平时分散在各处制造基地 几乎不可能齐聚一堂的高科技设备们 并留下了大量的监视之眼 和巫术法阵 以备不时之需 类似这航天制造中心的地点还有不少 且大部分都放在了东方古国禁运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一方面 这离泰山这通天之路径 另一方面 需要动用到大量基建的情况下 各大势力思来想去就会发现 全世界还就是东方古国 还算靠谱 东方古国这边 虽然基建能力举世无双 不断承担重任下 也差不多到了极限了 为此 许多不必要的工程都被暂时终止 大部分海外业务更是收缩了回来 同时 电视上网络中 各大顶尖绩效的招生广告 也再度闪亮登场 占据了大家茶余饭后黄金时段的空隙 许多大业青年 在看到广告里提到的诸多优惠条件后 纷纷心动了起来 这些绩效都施展出了 不要学费这一大招 同时还许诺了学成之后 根据技术能力包工作单位 且一旦入职 收入水平至少也会是当地城市里的中等水准 除了那么多好处外 一个留言更是散播了出来 说是官方突然扶持绩效 是因为超凡计划 需要大量的技术工人 而这批技术工人将有机会前往仙人福地工作 要知道 在仙人福地工作 哪怕只是干杂役 说不定就能被仙人发现自己 其实有着仙缘呢 那不就可以一飞冲天了吗 并且 就算没能被选中 根据真武风那边的经验来看 福地四周灵气浓郁 常人待久了 也能得到诸多好处 甚至可以摆并全息 一时间 本来还学员紧缺的各大技校 纷纷接到了雪片一样飞来的申请函 以及咨询电话 不由痛病快乐着地 赶紧忙碌起来 花旗国大统领府 花旗国大统领 听到了来自顾问的汇报 有些极度地叹道 有时候 我真羡慕我们的老对手 他们的基础教育非常不错 使得他们只需要两三个月的培训 就能培养出大批的技术人员出来 相比之下 我们却连维持住现有的技术人员队伍 都无比艰难 大统领阁下 那只是因为我们正处在衰退气 等缓过来了 我们花旗国一定又能爆发出强大的生命力的 顾问文言 安慰着大统领 只是作为接触不少资料的高层参谋人员 这位顾问哪里不知道 花旗国已经击中难返了 想要复兴 只剩下不迫不力这一条路可走了 只是不管是上一届 还是如今这一届 没有谁敢有这个胆子 也就当当休不将了 如果超凡没有出现的话 世界大局又会是一场轮回吧 现在 超凡成为了未来大局的一大变数 更因为大变局的到来 让得大势力之间的勾心斗角 都在更大的矛盾下被掩藏了下来 顾问不由由此联想了起来 或许 未来真有那么一天 人类不需要自相残杀 就能团结在一起 用一个声音 一个纲领行动 并把剥削和野心的对象 放在了星辰大海之上 忽然 花旗国大统领府邸办公室的电话响了起来 却是花旗国的特工们在南半球发现了异常 阿提亚国 坐落于安地斯山脉的第一高山 阿加空之山 随着当初超凡险胜 犬神祸斗闪亮登场 这儿的山脚下 多出来了一座雕刻了犬神祸斗的大型神殿 许多被强迫改了信仰的犬神祭祀 在这里面用音响播放着犬神祸斗的教义赞美诗 配上来自小人国的史诗及音乐 老实说 听久了 还是有那么一点效果的 如果配合出自小人国大师级画家 绘制的犬神祸斗图画 更能效果翻倍 而在阿加空之山的山体之中 巨大的几个露天矿坑出现在了它的身上 东方古国制造的超巨型挖掘机 不分昼夜地挖掘着这里面的矿石 并送到附近的简易熔炉之中 进行初次熔炼 那些熔炼出来 在许多好奇赶来的专家们看来 怎么看都只是铁的铁疙瘩 在这段时间里 已经堆砌得差不多有两座小山那么高了 这些铁疙瘩 表面看起来确实只是品质稍微好点的铁 事实上 它们却含有微量的光芝起源金石 只不过 这些光芝起源金石 如同沙粒大小 并往往只存在于这些矿石体内 别说没人注意 就是注意了 也或许会将之当作某种杂质给丢掉 萧宇在第一次过来这儿 发现了这条矿麦之后 就借助了世俗力量开采 到如今 也算是可以移用了 毕竟 现代工业的开矿能力 还是非常不错的 哪怕矿麦含量极极微少 可挡不住量大啊 萧宇忙完了科研任务 想到自己的神剑赤销 还没着落 便来了这儿一趟 准备收走这儿的材料 于是 此地正在工作的人员 立即发现天空刮起了大风 乌云弥漫在了空中 大雨却怎么也不见落下 倒是一头巨大无比的猎犬 嗷呜了一声 从虚空之中冲了出来 是犬神祸斗 在这儿的工作人员 来自十多个不同的国家 不过能来这儿的 都接受过相关专业教育 知道此地 是哪一个超凡势力管辖之地 山脚边的犬神神殿 更是这些人逢眠过节 必定祭拜之处 阿提亚国在此地的人员最为激动 一个月前 阿提亚国就修改了本国法律 立了犬神祸斗为本国守护神 犬神教为国教 犬神显灵了 对他们阿提亚国只会有好处 你们干得不错 大黄盘旋了一圈 好好的装了一下笔后 飞到了堆砌铁矿之处 感知了一番咧嘴笑了起来 然后 大黄深吸了口气 嘴巴猛得张大 猛得一吸 铁矿山中的白色沙利物 纷纷无风自动地飞了起来 被大黄吞入了腹中 旋即 那些失去了白色沙利物的矿石山 轰然倒塌了一地 被大黄嫌弃地瞟了一眼后 给出安排 这些矿石都已经没用了 所以你们找个地方搬走吧 别站着地方了 是的 霍斗殿下 我们这就行动 矿场的负责人 一位快六十岁的阿提亚人 驾驶着一辆皮卡车 带着急刹车停在了旁边 而后小跑着下来 不顾自己喘不过气地点头答应着 你们表现不错 这次我很满意 犬神霍斗 谨记萧宇的教育 觉得该给这些人一点好处 他看了看这负责人 心疼了下后 还是从嘴里吐出来了一小瓶暗红色的药剂 这是本神猎杀的一头青眼白龙的龙血 经过本神瘟养 毒性已经降低到普通人都能够接受了 以你的体质 只需一小口 身上暗剂就能全消了 对了 大黄说到这 看向这负责人的腰部以下位置 还可以促进二次发育 让你拥有生育能力 蛤 负责人微微一正 玄机明白了过来 却没有老泪纵横 而是猛逼了下 回想到犬神大人用的是拥有 而非恢复一词 这岂不是意味着 自己其实并没有生育能力 这不对啊 负责人摸了摸自己头顶稀疏的贺法 暗暗迷惑 自己一共结了三次婚 三位夫人 每一位可是都替自己生下了儿女的 自己也不是什么笨蛋 每次新生儿出生 都悄悄委托了在医院的好友 帮忙进行过亲子鉴定的 怎么可能会有生育问题呢 哈 肯定 肯定是犬神祸豆大人 给自己开玩笑脸 负责人想着 想着 想到了自己的医院好友 那一头和自己儿女 很相似的灿烂黄毛 笑容逐渐僵硬 大黄完成了任务 才不管别的呢 立即闪人跑去了萧宇那边领宫 萧宇此刻正待在阿提亚国 安地斯山脉的一处活的火山口 安静等待着贪欲者之狐 将此地的灵气浓度 提升到小人国秘境水平 看到大黄飞来 吐出了那些光之起源金石 萧宇微微一笑 虚空之手随心动 抓起了所有金石 然后调动法阵之力 所有光之起源金石融在了一起 并逐渐形成了一把宝剑模样 剑长一米五 嗯 比起青蝉剑 倒是更像一把飞剑了 萧宇看着光之起源金石融合在一起组成的宝剑 深吸了口气 打开了随身空间 并使用了巫师之手 打开了来自青铜巨龙步入提供的青铜巨龙之血 浇灌在了这一宝剑上 随着龙血浇灌 神剑上的裂缝被鲜血冲斥 化作了一道道血色龙纹 令得好似白玉雕刻而成的这一把神剑 充满了威严庄重的韵味 随着萧宇轻轻咬破自己的舌尖 喷出一口含有赤月圣体的热血 并让这股热血 全部被这一把神剑吸收 神剑的威严韵味 暴涨了数十倍同时 竟是自成了天地法香 出现了一瞬间的天地尊荣 使得整座火山口四周天地 都仿佛在那一瞬间颤抖了一下 任凭谁 此时看到这一把悬在空中的神剑 都会感觉到 这是一把王道之剑 不过这并非结束 按照邪神那边提供的炼气之法 萧宇取出了神格 没入了这把神剑的剑柄中 随着神念探入其中 代表神剑凝聚神格 剑柄上 一闪过了两个古老名文 赤萧 神剑赤萧之名一定 惶惶天威 赫然落下在了 这片天地之间 第一波来自各大势力上层 精英人士们的信仰之力 汹涌而来 冲抵到了神剑赤萧的身上 按照邪神所言 神兵是不需要担心 被信仰之毒荼毒的 是也可以放心大胆地 吸收信仰之力 这也是 为何那些神兵 同级下 往往能比真神本体还要猛 不过萧宇总觉得 这里面搞不好有问题 考虑到信仰之力 在现实世界 对自己而言 其实不算什么稀奇玩意 萧宇还是按照女神的待遇 对待这把神剑赤萧 去掉了杂念的精纯信仰之力 涌入了神剑赤萧之中 旋即 萧宇轻轻挥手间 神剑赤萧 没入火山口之中 沉入到了火山内 开始自发地吸收这座火山的能量 凝炼自身 如无意外 一周之后 萧宇便可多一柄神兵 一柄自己炼制的成心及奇物 神兵赤萧 进入了火山深处 在荣江带来的高温和高压中 不断熔炼强化 萧宇确认了神兵赤萧没有大爱之后 便起身离开了火山口 回去了小人国 小人国 古术大陆 一周时间匆匆而过 术界的大佬们 在这一周里 难得地争吵了许多次 见识过萧宇神秘之力 怀疑巨人幕后炎黄巨人一族 恐怖地不可思议的术界尊者一系 都坚持和谈 并认为在得到一定赔偿之后 不是不可以放弃古术大陆 毕竟没了古术大陆 术界 再找另外一片大陆 来吞噬不就好了 寻常地迷失大陆的话 最多十年就可以让术界 超凡扎根于那 然后将之献祭给术界 不过在术界内召开的大会议之中 这一派往往被责备为术奸 认为他们忘记了术界的荣耀 被敌人的虎皮给吓住了 炎黄巨人一族真那么厉害 真有几百万以上的代表 那他们十大禁地势力 为何几千年来 都活得那么逍遥自在 半点没被神秘力量 给隔空打压了 几位自以为是理智派的术界高层 更是主动挠不出来了炎黄巨人一族的现状 认为炎黄巨人一族这一背景版 要么是那可恶的巨人说谎了 要么就是这炎黄巨人一族 有着他们还不清楚的限制 使得他们只能派出传奇以下的巨人前来帮忙 甚至为此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来催化出两位真神及女神 某种意义上来说 术界这一部分人的猜测 无疑已经相当接近一部分真相了 不过 随着古术大陆的术界尊者 把破坏神神像的投影释放了出来 术界会议上一时间鸦雀无声 望着破坏神神像 竟然反攻并打赢了生命母术的投影 许多术界高层刚刚还在张牙舞爪的藤蔓 以及树根刷一下全都收缩了回去 而后 安静了许多的会议里 只剩下尊者级别的大佬互相交流 直到 约定的时间已经到了 术界才总算做出了最终决定 古术大陆 黑森林圣殿前方百里处高空 此时 正是一个艳阳天 温暖阳光下 萧宇站在神纪号星纪战烈剑的身上 在两位女神陪伴下 来到了此地 等待术界的答复 看到前方空间突然破开 旋即一位浑身上下 都闪耀着绿油油光芒的高大树人出现 并看向了自己等人 萧宇不由做好了准备 只等谈判破裂 就立即启动破坏神神像 让他再来一次横扫千军的表演 哄 树人落在了地上 双脚上的树根疯狂扎根在了大地上 旋即这树人竟然宛如特效大片加深了一样 疯狂便大起来 不过两三秒钟 刚刚还只是萧宇眼里 二十厘米小玩偶的树人 竟是变化得差不多 有幼儿园的小朋友 那么高大威武了 尊敬的神之子殿下 我是树界的谈判官 树伦威尔长老 自称树伦威尔的树人 树干上裂开出了嘴巴 并开口说出了声音 树伦威尔 肖宇没听过这名字 却表现出久仰久仰的表情道 阁下带着树界的善意 还是恶意而来 树伦威尔沉默了话 如果可能 他真想一巴掌拍向那表情做作的巨人脸上 然后再大喝一声 这就是亵渎树界的下场 出招砍掉这巨人狗头 但是 树界的长老们已经集体决定了 出于对和平的期望 这一次 不忍心多制造杀掠的树界 就放过那可恶的巨人一次好了 树伦威尔 缓缓低矮了下身子道 我们树界 一直以来都是爱好和平的境地及势力 我们 自然是带着善意而来 善意吗 肖宇露出白皙牙齿 那就给点诚意可好 先把你们在大陆中心区的树界超凡 都撤回去如何 树伦威尔听着这无理要求 却是点头代表树界同意 请放心 战争结束了 我们树界作为客人 自然会回去树界 那就好 树伦威尔看着微微点头的肖宇 心中闪过一丝恼怒 只好拼命地安慰着自己 这些屈辱 也只是暂时的 等他们树界的至尊 从休眠中醒来 失去的 都能翻倍拿回来 树伦威尔这样麻醉着自己 与肖宇商谈起种种细节起来 大后方 神迹之城的神卫军统领们 等了那么久 都没等到进攻指令 纷纷下意识地觉得 神之子殿下 真是太牛逼 破硬 十大禁地及势力之一的树界 竟然也在伟大的神之子殿下面前 从心了 沙沙沙 古树大陆 被战争破坏形成的沙漠之中 阴影之子们 在这沙漠地底聚合 以为十有九八 今天会再次开战的他们 在等待了那么一会儿后 也明白了 树界这是怂了 阴影之子们 不由摇头不已 暗探树界 真是丢了他们 十大禁地势力的名声 怕不是一个假的 十大禁地势力吧 不然 哪有被人家夺走了口中肉 还好怂得那么快的势力 忽然 一道波纹扫过了这片沙漠 阴影之子们纷纷 身子一抖 互相对视了眼同时 感觉到了不妙 果然 下一秒 高空之中 安蒂斯神鹰 已然从万米高空落下 并投掷了一枚现实世界里 差不多五百公斤重的那种 黄皮煤气罐 这煤气罐里装的 自然不是煤气这种 如今已经排不上档次的玩意 而是熔炼到了极致的 月光神力精华 为材料制造的净化符文 并添加了大量光之起源 金石的碎末 强化了其中的光属性杀伤力 巨大的煤气罐 被安蒂斯神鹰 加速到了超音速之后 才被扔下来 眨眼间 就落到了沙漠上 即将掀起如瀑布倒流 一样奇观时候 阴影之子们反应了过来 心中无不握槽了一下 赶紧出手 想要把这不怀好意的东西还回去 然后 三位来得及出手的阴影之子的阴影之力 刚刚接触煤气罐表面 煤气罐上面 来自某位晨星巫师手笔的名文 立即爆发出了刺目的白光 并带来了超高温环境 一下挡住了阴影之子的力量 使得他们只能眼睁睁感觉到 那物体轰隆一下 沉入了沙漠地底深处 甚至比他们这些阴影生物 所在地底还要深 然后 哄 没入地底的煤气罐 炸裂了开来 刹那间 整片沙漠几乎一半的沙土 都被掀飞了起来 冲到了上百米高的高空之后 才重新化为暴雨落下 而在地面上 乳白色的光团 充斥了地底到地面的每一寸空间 让得这只躲在沙漠地底深处的阴影大军们 一瞬间 就全军覆没 卧槽 从阴影世界里 重新诞生的阴影之子们 虚弱地爬了出来 对视一眼 看到了对方眼中恐惧之鱼 他们也明白了过来 古术大陆 能那么快发现我们踪迹的 只有掌握了世界意志的树界 可恶 一定是树界出卖了我们 阴影之子这样想着 并很快就得到了更多的证据 因为不仅仅他们被可恶的巨人给安排了 在阴影之子们 被偷袭不久 诸神化身所在营地 也被从天而降的十多枚导弹给重点袭击 一头数百米长的犬神 更是出没在了那附近 一口就咬破了十多位诸神化身联手部下的护盾 没了善恶之神助阵的诸神化身 旋即溃不成军 数分钟之后 也紧跟着全军覆没 然后 被安排登上时空战舰离开的七位沉心巫师们 也在准备离开的时候 被来自神迹之城的大批舰队给友好围观 而后 在大家的欢声笑语中 七位沉心巫师 微笑着被送去了神迹之城所在 迷失大陆 从巨人那边的渠道传下来的传闻是 神之子殿下 重视每一位沉心巫师 也非常重视这些沉心巫师身后的沉心大陆 神之子殿下 很乐意与每一位沉心巫师 都签下友好贸易条约 并互相承诺 一定给予最优惠待遇 据文 那七位沉心巫师 在神迹之城待了两天之后 都签下了条约 并承诺了未来一年的最低贸易量 实在是可喜可贺 术界那边 自然是坚决不承认这黑锅的 他们也确实没有 为了讨好巨人 就把盟友们给出卖了 然而 术界那边 也同样没有阻止地西亚神 这位已经离不开古术大陆的倒霉蛋 在被萧宇注意到 并帮忙解开了祭坛上的封印之后 为了活命 主动向萧宇示好之举 至于你说地西亚神是术界之人 可嗨嗨 这可就不对了 地西亚神被打入祭坛之中那刻起 他就只能算神系生物 而非术界生物了 术界可管不了地西亚神 做什么坏事 才不是术界觉得他的盟友们 一个比一个奸诈卑鄙 出功不出力 所以才故意为之德呢 萧宇靠着地西亚神的帮助 清理掉了古术大陆的隐患之后 清点了一番 玄机发现古术大陆虽然还在 元气却是大伤特伤了 随着术界强行降临 古术大陆的高山几乎都被抹平 草原森林更是在术界离开同时 潜力耗尽而全树枯萎 若大一个古术大陆 除了黑森林圣殿还算完整 其余地方都已经化为了一片荒漠 甚至有爆发战争 或者被强行抽走矿脉的地方 出现了大片大片的沙漠地带 令德肖宇高空视察了一圈后 忍不住感慨 这术界的风范倒是有了自己的三分心得 不过没事 土地还在超大陆的灵力自我循环系统没坏 这对自己而言就很有价值 正好古术大陆所有生灵 都被自己迁移去了神迹之城居住 古术大陆就变成自己的啃种基地好了 还省了处理杂草的工夫 随身秘境之门打开 在术界完成承诺 离开了古术大陆的第三天 巨大的钢铁巨兽 开始在古术大陆的大地上肆虐 来自花旗国那边大农场的机器 在神力化身的操作下开啃出了一片又一片的灵田 这些灵田用白原液来当水源进行浇灌 扑以天地法阵和各种特殊秘法 为的就是加快那些一二级巫师用药材的生长 以便能反补现实世界 则则则 用白原液来浇灌寻常的地心草 还有那边的池塘 我没看出的话 用的是白原液和地灵草药液混合物吧 养的是青园鱼 这操作 简直是用百倍消耗来 强行换取另外一种同级的超凡材料吧 有趣 果然有趣 寒风与黑铁之神 飘然而来古术大陆 先是参观了一番 萧宇在古术大陆的操作 旋即 他找到了萧宇 萧宇看到了这邪神来了 淡然一笑道 我本以为术界认输那一天 你就会过来 没想到 还能让我多拖几日 我也没想到 术界会认怂 寒风与黑铁之神耸了耸肩 颇有些意外 殿下的破坏神虽然强悍 有心人不难察觉 其无法持久的弊端 术界尊者如果下决心 请出几件术界至宝 还是能拖住那破坏神的 只是 至宝不可轻动 且术界至尊 恐怕还在休眠 术界这才选择了一条 让我等意外之路 不过 寒风与黑铁之神说到这 顿了下提醒道 殿下需要小心了 术界吃了那么大亏 肯定会报复回来的 等那位至尊醒来 古术大陆 必定还有一战 萧宇文言泄了一声 旋即叫来了大卡车 运来了当初承诺的钢铁 和白元叶 寒风与黑铁之神对白元叶 只是看了一眼 就收回目光 看向钢铁时候 却是双眸发亮 哈哈大笑了起来 与殿下合作 当真是痛快啊 说着 这位大名鼎鼎的鞋神 幻化出一八臂鞋神的法香 将白元叶与钢铁 全数融入了法香之中 倒是令萧宇高看了 这位寒风与黑铁之神几分 随身空间能力 这是我的诚心天赋 寒风与黑铁之神 听到萧宇这询问 心中莫名意冷 赶紧回答 一般来说 天赋可是夺不走的 当然 也非绝对 至少萧宇就知道 小人国是存在着 能夺走别人天赋 这种神奇能力的世界奇物的 只不过 这种世界奇物 属于最顶尖的那一批 世界奇物 被掌握在 禁地及势力手中 萧宇现在还 攻不进去那些 禁地及势力的秘境 也只好把念头 压在心中 不过 萧宇还是对 寒风与黑铁之神 提出了新的贸易请求 你手上 可有多余的世界奇物 有的话 开个架吧 开一个架 寒风与黑铁之神 看了看一本正经的萧宇 心中不由轻叹了一声 这炎黄巨人 还真是痴迷于 收集世界奇物啊 世界奇物 我确实有顺手得到了那么几个 寒风与黑铁之神 酝酿了一下词汇后说道 不过 殿下该知道 能拿出来 交易的世界奇物 大多都不会是什么太有用之物 加上世界奇物融合上 往往条件苛刻 很多时候 融合一件陌生的世界奇物 完全就是一种赌博 很可能下了血本 却只能得到一件无用之物 这个我当然了解 萧宇点头 倒也没说假话 征服了光辉大陆 又开通了那么多条贸易路线 还通过万界紫禁 和越来越多诚心巫师们 进行了一番友好交流 萧宇自然不会在世界奇物方面 一无所获 事实上 哪怕神迹之城 所在迷失大陆 因为有些特殊 而在世界奇物的量上 稍微有点超过大陆平均数 其他大陆 差了那么一点 却也不会连几个 世界奇物都木有 只不过就如这邪神所言 能用到的世界奇物真心不多 萧宇这段时间 在世界奇物方面的收获 还得推到 在光辉大陆 得到空间系世界奇物 强化了时空传送之界之实 其他的世界奇物 有能让人在一千度以下 零下一百度区间 不受影响的 有能够无需任何法力 就能制造出 和素体差不多大小的泥土人偶的 要是萧宇没能超凡 这些世界奇物 还能拿到现实世界 去装神弄鬼一番 现在嘛 无疑就是一个积累了 不过 再积累 也阻挡不了 萧宇收集他们的雄心壮志 反正 哪怕自己用不了 也可以拿来 扔给贪欲者之壶吞噬 化为黑色闪电的弹药嘛 寒风与黑铁之神 在确认了萧宇不会后悔之后 倒也爽快 直接就再次换出了八臂法香 并从法香体内 取出来了三枚 闪耀着乳白色光芒的世界奇物 双寒冰甲 沉默者指环 以及 叹息者耳钉 萧宇好奇地打量着 这三件世界奇物 轻声道 有意思 这三件世界奇物 都是不曾融合过的吧 嗯 殿下竟然一眼就看出来了 寒风与黑铁之神 微微一正 旋即点头道 这三件世界奇物 乃是我千年前 从一处上古墓地中得到的 可惜我也好 我那些傀儡也罢 都没人够资格融合这三件奇物 说到这 寒风与黑铁之神想了想 还是决定 别坑这巨人了 老实道 虽然没融合 我们还是用了点其他办法 得到了它们的使用权 这件双寒冰甲 穿戴后可以激发一个冰冻领域 只是这领域的威力 只有一级巫术那么大 范围也仅有两三百米 这件沉默者指环 则是在戴上后 可以加快对灵力晶体等 含有灵力物质的吸取速度 道士叹息者耳钉 与空间系有关 戴上后每十二小时 能在不消耗灵力的情况下 进行一次瞬移 就是瞬移距离短了点 只能在自身范围五米内 听到这话 空间系世界奇物都卖给自己了 传奇开始的超烦闷 因为初步有了 法相虚影的缘故 动手起来都是片杀伤 大范围攻击 更是家常便饭的事 这瞬移五米 真心只能聊胜于无了 而根据小人国的经验 世界奇物融合之后 往往也就是比使用全时候 在一定条件下 增强其原有功能 像魔刀兵心恩赐这种融合之后 能够培养打手 并再次质变的 那都是顶尖的世界奇物 这样的世界奇物 绝大部分在大势力圈子里 那都是记录在按的 剩下的少部分嘛 就是那些 一直没被融合成功过的 世界奇物了 从没有被融合成功过 自然也就不会有记录出现 一切便都是未知 我要了 萧宇点头 而后看向寒风与黑铁之神 开架吧 寒风与黑铁之神 看到萧宇那么爽快 一时间反而有些 不知道该如何喊架 才好 看着萧宇期待的目光 这位邪神迟疑了几秒钟之后 开口道 殿下 白元叶和钢铁我 暂时是不需要更多了 用这三件世界奇物 换你一次助阵如何 助阵 萧宇微微一正 旋即心中一喜 如其他大陆的陈兴那般 跑去助阵转外快 对他而言 还是第一次 萧宇连忙点头 说说看 我准备修炼黑铁圣体 寒风与黑铁之神 咧嘴一笑道 但是有一些老朋友 显然不乐意看到我变得更强了 所以 我想请殿下能在关键时刻 来助我一臂之力 当然 无需死斗 殿下到时候 可随时抽身离开 可以 萧宇寻思了话 点头同意 于是 那寒风与黑铁之神 倒也大方 立即把三件世界奇物 奉送给了萧宇 旋即 扔出了一枚邪神 雕像在了萧宇手掌心中 殿下 当雕像激活之时 还请殿下能及时出手 这是一枚含有邪神特殊神力的奇物 可以瞬间制造出一道空间之门 从而把跨入门的生物 带到邪神身边 萧宇收起了邪神雕像 想了想到 炎黄一族秘境 可隔绝万法联系 便是深渊也无法注视到呢 你如果真心信得过我 可提前三天 告知我 可能会出手时间 以免意外 寒风与黑铁之神 微微一正 而后表情明重地点了点头 然后 这位邪神迫不及待地离开了这片大路 萧宇则是把玩着 这三枚心到手的世界奇物 也回去了神迹之城的宫殿之中 沉下心来 尝试着与之沟通 对这三件世界奇物 萧宇内心深处 还是有些小期待的 随着世界奇物融合了那么多 萧宇已经隐隐间觉得 自己在研究世界奇物方面 已然是小人国最有经验的大拿了 嗯 这双寒冰甲 倒是最快接受我的 原来如此 需要在零下两百度的环境下 才能进行融合吗 融合之后 可以极大增强冰冻领域 此外还提供了 格外的冰霜护甲 和冰系清合加持 融合之后 可成为一名冰系超凡天才 这世界奇物 对我用处不大呀 我已经修成为了赤月圣体 又有天地法相 鸡类 萧宇嘟噜出了这一个词后 眨了眨眼 却是想到了现实世界之中 用这一件世界奇物的话 在现实世界之中 制造出一个冰系超凡 必能轻而易举吧 话说 这双寒冰甲造型挺酷的 选一个美男子穿上 怕不是会被人认为是圣斗士吧 想到这 萧宇将这世界奇物双寒冰甲 收入了随身空间 只等着超凡计划里的 各大势力人选出来之后 看看会有哪一个信任 能入自己的眼 萧宇把目光 放向了另外两件世界奇物 数十分钟后 萧宇微微皱眉 盯着那两件世界奇物 萧宇没想到 邪神融合不了的世界奇物 自己竟然也碰了笔 这还是自己在世界奇物上第一次碰笔 只是 这样的遭遇 萧宇反而心中兴奋起来 卧槽 这两件世界奇物 绝对不简单 搞不好 也是和威严王做一个档次的世界奇物 嘖嘖嘖 那寒风与黑铁之神 这波亏大了 千万里之外 一处小行大路上 寒风与黑铁之神 莫名的后背一寒 有些迷惑之余 暗暗猜测 这可能是直觉提醒了自己 自己的修炼之旅 绝对不会顺利 这次在巨人那儿示好 并留下了一条后路 说不得 还真能成为我以后的一条生路 寒风与黑铁之神 默默嘀咕了一声后 修一下 顿入到这大陆的海中 消失不见 而在神迹之城 从古术大陆那儿 迁来的大批族人 此时为了能够活得更好 也拼命地学习着 神迹之城的规矩和文化 越来越多的超凡者们 也纷纷站了出来 开始为神迹之城 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这其中最开心的 就是马法巫师率领的巫师团 和炼金术士团了 他们可以说是 目前神迹之城里面最开放 也最欢迎外来超凡的团体了 马法巫师向古术大陆的大巫师们 日夜不停地请教着新知识 并开出了高架 从那些超凡团体里 把巫师们挖到自己麾下 这操作 自是令不少巫师组织的上层们 颇为恼怒 偏偏在神迹之城 他们只能敢怒不敢言 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 神迹之城郊外 萧宇用帐篷搭建起来了 一处处临时营地 每一个帐篷 对于小人国的居民来说 就相当于一座小镇 帐篷里 铺了名为塑料的防潮之物 同时有一批批简易房屋 耸立在里面 供他们居住 在这样的环境里 一处方形屋子中 一位红脸的中年巫师 用力挥舞着拳头 嚷叫着出声 这才第三天啊 我们苍越巫师会 就走了一半的会员了 其中还包括了三名高级会员 以及一名核心会员 我们不能坐视不理了 红脸巫师对面 一位苦瓜脸巫师点头附和 再这样下去 我们巫师会要变成一个空壳子了 那 我们能怎么办 巫师会的会长 是一个刚刚被推上来的小年轻 他对此 现状忧愁又害怕 偏偏他想不到 有什么好办法解决此次危机 他感觉自己很无助 找不到人倾诉 更找不到人出主意 旁边的那些核心会员们 年轻会长可是心中知道的 一清二楚 这些家伙 父亲早就提醒过自己 绝对不能相信 至于前任会长 他的父亲 已经在数界降临一战中阵亡了 想到父亲 年轻会长哀叹了一声 以身体有样为理由 提前离开了这屋子 屋子里的其他核心会员们 对此毫不在意 要不是大便来得太快 大家都怕神迹之城打出头鸟 在他们看来 哪里轮得到那个才一级巫师的小家伙 当这会长 现在嘛 随着局势稳定了下来 听闻数界也耸了 战争结束了 神迹之城 好像也是一处讲道理的地方 这帮子核心会员们 又重新在心中 燃烧起名为野心的东西 也就立即感觉到了 自己的利益 被神迹之城的一系列措施 给损害了 他们巫师会的会员 其实说被挖走 就可以被挖走的 抗议 我们一定要去抗议 没错 我们要将自己的态度表达出来 是的 并且不只是我们 我相信其他超凡组织 还有那些皇室和大贵族们 他们也肯定在恼怒 自己手下们的背叛行为吧 团结他们 然后一起提出抗议 有点不妥吧 那巨人 那神之子殿下 真会听我们抗议 一个巫师忧心忡忡地担心起来 红脸巫师却是白手道 我打听过了 那神之子殿下 就是来游历的 超近地级势力的贵公子 神迹之城大部分政务 其实都被几个走运的早期 跟随者协商处理 那些跟随者里 我听说有几个 才晋级为了二级巫师 全凭着那神之子的信赖 才得以服众 我们要是闹大了 他们一定会担心 被巨人认为能力不行吧 有道理 听到红脸巫师这一分析 其他巫师纷纷眼前一亮 无不觉得 似乎光明的未来 又在朝着自己等人招手了 哪怕最终大家妥协 手下们 还是被挖去了 各处研究所等怪地方工作 至少他们这些 原本的超凡势力高层 怎么也能争取到 一二优惠待遇吧 人上人 岂能换了一个地方 就不是人上人了 年轻会长回到了自己房间 身子猛的一顿 确实看到屋子里 床头边 一位一身得体黑衣的黑衣巫师 正微笑着向自己行礼 苍越巫师会的现任会长 年轻会长感觉了下对方的气息 只觉得深不可测的他 点了点头 看起来 你不认可你的部下们的行动 他们可不是我的部下 年轻会长自嘲了一下 那就好 黑衣巫师文言 呵呵笑了下 既然如此 会长啊 我代表神迹之城黑衣卫 向你发出邀请 愿意成为一名黑衣卫吗 成为 黑衣卫 年轻会长猛逼了一下 来到神迹之城的临时营地之后 他也是被科普了一番的 自然是知道 黑衣卫在神迹之城的特殊地位 与不凡的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一级巫师啊 年轻会长弱弱地 对着面前的黑衣巫师说道 还是外来者 我这样也能入得了黑衣卫的眼 哈哈 黑衣巫师笑了起来 旋即双眸瞪大 身上散发出令四周温度 急剧降低的低温道 会长何必妄自菲薄 你虽然只是一级巫师 那也只是因为你小时候受过创伤 未能痊愈罢了 你的天赋 绝不在当初 创立了苍蕴巫师会的初代会长之下 你们黑衣卫竟然那么厉害 我这种小人物的情报 你们竟然都收集了 年轻会长脸颊抽动了下 他受伤一事 可是他这辈子最大的痛 不 你误会了 黑衣巫师摇了摇头 我们确实有收集古术大陆超凡的情报 不过目前的档案 还只统计到伪三级超凡以上 你的情报 我们是从蒂西亚国皇室 主动提供的情报档案里看到的 蒂西亚国皇室 年轻会长微微一正 立即意识到 自己身后的那些核心会员们 恐怕都要失望了 在迁到了神迹之城附近之后 已经隐隐间被公认为 他们这些人的带头人的蒂西亚国皇室 人家已经先一步带头投靠了 黑衣巫师看到年轻会长有些失神 微微一笑给出了对方再也无法拒绝的许诺 马法巫师大人很看重你的天赋 大人说了 你要是愿意成为黑衣卫 他做主为你求一份月华欲录 让你恢复如初 当 当真 年轻会长身子一抖 再也镇定不下去了 当然 听到年轻会长的质疑 黑衣巫师很是生气 马法巫师大人日理万机 岂会在这上面欺骗你 也对 神之子大人身边的当红巫师 岂会在这种小事上欺骗我 年轻巫师激动的双目含泪 啪一下就跪在了地上 只要能治好我的身子 愿意为黑衣卫肝脑涂地 死而后已 啊 黑衣巫师看着这年轻巫师 摇了摇头道 蠢货 你说错了 入了黑衣卫 你效忠的对象只有一个 也唯有一个 那就是伟大的无上至尊 神迹之成之主 至高至胜的神之子殿下 对得 对得 年轻巫师听到这话 赶紧磕头不已 并大声叫道 我宣誓 我效忠伟大的无上至尊 神之子殿下 至死方休 至死不渝 好 黑衣巫师满意点头 玄机给了他一块令牌 要他今夜凌晨后 前去一处据点开会 也算是黑衣卫 给他们这些新人 举办的一次迎新会 年轻会长对此很是重视 毕竟 这可能是最有机会 治愈自己的身体 让自己恢复天之骄子 身份的机会了吧 年轻会长 使用了水系巫术 和火系巫术 为自己烧了一幕桶热水 好好地洗干净了身子后 还奢侈地拿出了一小瓶 父亲留下的香料 使用巫师之手 小心翼翼地取出了一点 抹在了身上 让得自己身上 可以散发出一股淡淡的 好闻的一箱 这一箱 遮住了自己的体位 和超凡波动 在披挂上一整套黑斗篷 年轻会长自信 除非传奇清零 不然没人能认得出自己 数小时之后 年轻会长偷偷摸摸地 来到了一间 约某三层楼高的别墅处 别墅门外 耸立着的两头石像鬼 睁开了眼睛 看了过来 年轻会长出示了名牌后 看到石像鬼重新闭上眼 深吸了口气的他 咬了咬牙 推开了大门 走了进去 穿过前院走廊 来到木门面前 年轻会长 重新整理了一下行装 这才推开了木门 顿时 眼前传来了悦耳的音乐声 四周光线柔和 空气里充满了可口的甜酒味 再看布置 倒是和神迹之城 科普的酒吧的风格 似乎差不多 还真是一个迎新会 预想的下马威并不存在 反倒是几位侍女 送来了美酒和佳肴 而接他的那位黑衣巫师 也站在二楼的吧台上 向自己示意 年轻会长稍稍放下心来 拿起了一杯血红色的美酒 刚刚走了几步 就不由再次停住 因为他瞧见了熟人 当然 这熟人只是他认识对方 对方却不认识自己的那种熟人关系 那不是黑精灵一族的女王陛下 坐在女王陛下对面的 似乎是欧诺王国的王太子吧 还有那边的那两位 不是古术大陆最强大的巫师势力之一 五月巫师塔的正副塔主吗 他们 竟然都被吸纳为黑衣卫了 卧槽 年轻会长没有文化 只好用最质朴接地气的词汇 来宣显内心的震惊 在他看来 他那帮子核心会员的下场 恐怕会非常悲惨了 想想看吧 那帮子充满野心的家伙们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看似团结了一大帮大佬 来当自己后台 终于鼓起了勇气 向着神迹之城发起抗议之时 却猛烈发现 除了自己等人外 其余的家伙 全部都是二五仔 那酸爽 那悲愤交加的感觉 嘖嘖嘖 一定会成为一辈子的心理阴影了吧 当然了 如果还能有机会的 年轻会长不由庆幸自己加入黑衣卫了 否则 哪怕他只是一个傀儡 也难保不会被拖下水 成为替罪羊之一 年轻会长继续边走边 小心翼翼观察着 忽然 年轻会长身子一顿 被一楼吧台上放着的一个玻璃罩子 吸引了目光 罩子里 放着肖宇没能融合成功的两件世界奇物 沉默者指环 与叹息者耳钉 在年轻会长 看向这两样东西的同时 叹息者耳钉 发出了轻微的鸣叫声 虽然这鸣叫声微不可查 比蚊子声都要小上十倍 可看吧台的 乃是黑衣卫里的一位副统领 早就是伟三级骑士强者 立即双眸一亮 看向年轻会长的双眸 毫不掩饰地闪烁着 是刚刚来的新人吧 登记下你的名字 名字吗 年轻会长犹豫了下 干脆掀开了斗篷 露出了真容后说道 海恩英菲斯 朋友们都称呼我 巫师海恩 巫师海恩 完成了一次修炼 让女神为自己垂背捏腿 做大宝剑的消语 微微眯起了眼 他从黑衣卫那边的渠道 得知了自己刚刚的布置 竟然那么快就有了收获 世界奇物叹息者耳钉 这一枚连自己都不给面子的家伙 竟然与一个年轻巫师起了共鸣 果然 自己也不是什么机缘都能独占 不过不要紧 现如今那海恩巫师 可是自己的黑衣卫来着 他的 不就是我的吗 海恩签约了吗 萧宇心意一动 联系上了在现场的那位副统领 禀告殿下 海恩巫师已经现场签约了 用的是最高等级的灵魂契约 并有着两位女神殿下的见证名文 嗯 听到回答 萧宇微微汗手 既然如此 那就把叹息者耳钉给他吧 顺便帮他完成融合所需条件 我可是很好奇这件世界奇物有什么功能 萧宇说到这 顿了下后忽然道 活动结束了 把他直接带回来内城区吧 是的 一切都将如你所愿 副统领连忙回应 旋即收回在海恩巫师上的目光 嘴角含笑道 你小子走大运了 啊 突然被询问名字 然后在把台签约的年轻会长颇为不安 却又犹豫着该不该离开 不仅仅是对黑衣卫的敬畏 他还发现自己去那玻璃罩子里的一件奇物 似乎产生了说不清到不明的感觉 直觉告诉他 这是一场莫大的机缘 自己 绝对不能错过 这枚世界奇物叹息者耳钉 与你有缘 副统领有些羡慕极度地 看了看名叫海恩的年轻会长 取出了耳钉 放在了他手中 试试看 能得到什么讯息吧 殿下会为你 安排好一切所需的 这 年轻会长有些猛 不过手掌中那神秘耳钉 带给自己的颤抖感 却是越来越强烈 他点了点头 轻轻握住了耳钉 数秒之后 年轻会长惨叫了一声 惊得酒吧四周之人 纷纷投来惊讶目光 碰 副统领连忙扶住快要倒地的年轻会长 超凡灵光爆发 却是看到这海恩巫师的双眸 变得雪白一片 同时 他嘴唇微动 一句上古词汇 开口吐出 副统领听不懂这古语的意思 只觉得不明确立 肖宇却是同步接受到了这古语 并立即转送给了马法巫师 乌图鲁巫师等人 随着马法巫师那边 上报了这古语的含义 肖宇一声令下 那改装为酒吧的黑衣卫临时据点 立即被月之女神菲亚 亲自出手给封锁并带走了 这样的举动 自是引起了不少名字叫做客人 实际上是情报人员之人的注意 他们纷纷心中猜测 神迹之城 这是又干了什么大事了 却是绞尽脑汁都不知道 肖宇为世界奇悟 找临时主人的计划 刚刚开始 就有了意想不到的巨大收获 叹息者尔丁 确实是世界奇悟不错 但是它真正的作用 事实上是传递一个讯息 一个打开万法之门的方法 万法之门 古老的巫师派系 才会流传下来的传说之物 传闻 最早的巫术知识 就诞生于万法之门那门后的世界 而能够找到万法之门 并打开万法之门的巫师 才能够成为一名真正的挥越巫师 这传说因为就没人见过万法之门 更没有人打开过万法之门 而一直被认为是某个追求真理 失败的巫师的发狂脑补之作 不过 现如今肖宇这边 自是没有人会认为这是虚假的传说 毕竟 提供了消息的 可是货真价实的世界奇悟 叹息者尔丁啊 就算是肖宇 也不会质疑这消息的价值 就算万法之门的作用 是后人挠不出来的 能制造世界奇悟传递消息本身 就代表了万法之门的身后意味着什么 那可是 能制造世界奇悟的巫术 或者某种神奇能力啊 单单这点 已然能让肖宇激动万分啊 而肖宇身边的那些巫师高层们 也是一个个好似打了鸡血一样兴奋 仿佛看到了 他们也会跟着鸡犬升天 并有机会接触到挥越巫师的机密 而这样的机缘 别说一流大势力了 就是禁地及势力 恐怕也没人拥有吧 只是 靠着海恩巫师的帮助得到的消息 仅仅让肖宇知道了万法之门所在区域 乃是小人国时空海洋深处的一处 超大型时空漩涡的中心位置 而开启万法之门的条件 除了海恩巫师本人的鲜血外 另外两个条件的讯息 一个是在沉默者指环身上 一个却是在不知道何处的 另外一件世界奇物身上了 按照叹息者耳钉给出的讯息 唯有三个条件凑齐 万法之门才会出现 并被打开 肖宇眨了眨眼 感觉有一种得到了残缺藏宝图的感觉 只是 肖宇轻轻闭目回响了下 脑海里闪过了寒风与黑铁之神 憨厚的表情 他微微眯起 觉得这位邪神 真不知道那两件世界奇物的真相 恐怕不见得吧 肖宇寻色化 拿来万戒紫镜联系上了那邪神 看到联系被打开 肖宇立即开门见山 叹息者耳钉的主人被我找到了 讯息也得到了 哦 寒风与黑铁之神也没装 而是微微欠身道 还真是恭喜殿下了 这可是传说中的万法之门呢 是啊 传说中能让诚心巫师们都发疯的万法之门 只是 越美好的东西 也就意味着越发危险 你说 我把消息放出去 让大家都知道如何 嗯 寒风与黑铁之神微微一正 脸色变换了一下 邪教道 殿下还真是形势出人意料 不过这样一来 那得到另外一件世界奇物的势力 岂不是就占据了先手 先手吗 无所谓吧 消雨说道 叹息者耳钉 可是给出了位置 和一样必需品的 我相信 其他两件世界奇物 也是一样信息 老实说 我有点怀疑 当初制造这三件世界奇物的家伙 为何会蛋疼的 要把秘密 分发在三件世界奇物上 就好像 希望有人凑齐三件世界奇物 然后跑去指定地点一般 所以 邪神文言沉默了下 问出声 我准备向你学习 消雨表情认真的道 这锅 还是扔给别人玩好了 反正 这锅我不背 殿下之想法 还真是与众不同啊 不过也因此 我倒是对于殿下合作 更加地认可了 寒风与黑铁之神 微微欠身 在消雨嘴角微微翘起 正打算轻贺一声 你压坑我 还敢叫我合作这话之前 这位寒风与黑铁之神 便通过万界紫禁 把一枚世界奇物送了过来 这是一枚琉璃宝珠 从其气息来看 消雨微微眯起眼 空间系世界奇物 是的 寒风与黑铁之神 谦卑地点了点头 这珍贵之物 代表了 我对殿下的歉意 好吧 既然你都那么 诚心诚心地道歉了 我就暂且收下好了 消雨还想装一下 没想到右手 很老实地 已经抓住了 这枚空间系世界奇物 感应到这件世界奇物 能够再次为自己的 时空传送之界 带来强化 消雨顿了下 回答了寒风与黑铁之神 不过 人情却是没有了 消雨很明确地表态了 想要他助阵 没问题 但是 助阵费用等 拿空间系世界奇物来底 寒风与黑铁之神 倾笑了下 对此倒是没有用什么 空间系世界奇物 太过稀罕等理由来回绝 而是直接答应了下来 并在离开之前 还附送了一份秘法 这秘法 来自邪神之中 名气颇大的魔女之神 消雨检查了一番这秘法 立即移了一声 对此有了兴趣 这秘法记录了一种 独特的巨石碑奇物的 制造方法 这巨石碑奇物 需要诚心巫师 和真神存在两种力量 同时出力 才能修建成功 而一旦修建成功了 就能代替那位真神 和四周的智慧生灵 达成灵魂契约 而后不断吸取 被契约生灵自愿奉献来的 法力 或者信仰之力 如果只是这样的话 这具石碑 也就是效率更高 更智能化的 神灵分身傀儡罢了 关键是 这具石碑 不仅能吸纳法力 和信仰之力 还能反补回去给契约者 令契约者 无师自通地 释放出各种巫术 或者超凡技能 只要据石碑上有记录的 法力或者神力又足够 那就可以让一个凡人 也能轻而易举地使用 在小人国 这算得上 是一件很恐怖的事了 想想看 不管是巫师系 还是骑士系的超凡者 都无不要消耗海量的资源 时间 还需要天赋机遇 才能有所成就 依靠神力的祭祀们 再怎么神圈在身 也得自己天赋高加努力 才能熟练掌握神术 真神的神域里的英灵们 也需要资源和时间 还有大量神力滋养 才能作战 哪里享有了巨石碑影响之后 天赋不重要了 也不需要苦苦修炼 突破瓶颈了 只要努力给巨石碑奉献力量 就能得到反补 并且上位者们 还能通过在巨石碑上 添加自己的权限 借用别人存在巨石碑中的能量 从而让自己或者选中的人 一下子刷刷变成超凡巫师 或者超凡骑士 魔女之神 正是靠着这具石碑 轻而易举地 打入到了一片片大陆之中 制造出数以千万计算的魔女 并再沦陷了整片大陆所有生灵 巨石碑覆盖范围 笼罩了整片大陆后 最终反客为主 直接接管了所有的巨石碑 而后掌控住 已经彻底依赖那巨石碑 所有生灵的生死大权 不过 魔女之神的这一大招 自然也有缺点 靠着巨石碑催生的魔女们 说到底 不过是一群伟神仆从 巨石碑记载的巫术上限 往往就是 他们能达到的力量上限 加上魔女之神 还是一个正儿八经的邪神 最喜欢的 就是种下种子 等其发芽之后 一口连根吞掉 巨石碑催生出来的魔女们 最强者也就止步于传奇出街了 是以 寒风与黑铁之神 在给出的秘法上提及过 有能力制造巨石碑的话 是可以集快速培养一批施法者出来 从而大幅度提高生产力 但是 巨石碑绝不能滥用 否则有被魔女之神 趁虚而入的可能 快速培养施法者 大幅度提高生产力 小语轻笑了一声 微微摇头 看着记载着秘法的魔法时 轻笑着在心中暗道 一群木友看过互联网的土鳖啊 麻卖屁 这玩意 事实上已经是巫术版互联网的雏形了吧 用来给那魔女之神一个人娱乐 实在是暴殿天物 小语微微摇头 对寒风与黑铁之神提到的小心 却也不以为然 她在小人国乃神豪 说实话 培养施法者什么的 她更喜欢用正常方式去培养 毕竟 她不差钱 而万一又得到一个天才巫师了呢 岂不是能对自己的巫术体系 产生很大的帮助 为了这个可能性 那点消耗 她小语还是亏得起得 至于说 要用到巨石碑的现实世界 小语可不相信 深渊都无法注视之地 那位魔女之神 就能够跑过去接管了 嗯 现实世界使用这一技术 势在必行 不过 取什么名字比较好呢 小说里的魔王 好像用这名称的略微多了 小语摸了摸鼻子 忽然双眸一亮 我在现实世界吹的牛逼 我记得好似是灵气来着 那就叫做灵能网握好了 简称 灵网 小语虽然心中激动 却也知道分寸 没有急急忙忙 就跑去现实世界进行测试 小语把这秘法 交给了乌图乌师 请他帮忙研究透彻 并看看能不能尝试着 添加更多的功能进去 另一方面 小语宣布了古术大陆的开发计划 并大方地将十分之一的土地 封给了荒兽大帝和光辉大帝 两位陈兴巫师 青铜巨龙步鲁也因有功 得到了一片专属领地赏赐 并获得了小语的月华药液 洗髓体的恩赐 其余有功人员 也随之被一一赏赐 短短十日 神迹之城 竟是有上千人的境界突破成功 每小时 都有喜极而气之人 大呼邀宴请亲朋好友以庆祝 而在临时营地 苍越乌师会的核心成员们 一番努力下 也有了很大的成绩 他们联络上了许多 对神迹之城政策不满意的贵族 与乌师组织 并争取到了许多强者们的认可 这让乌师会的野心家们 无比的欢喜 说着古武士气的化身 都格外有利 却是殊不知 在他们订好时间没多久 一间小屋里 他们约好的五十多位超凡强者 齐聚一堂 纷纷点头问好之后 主办方 黑衣卫的副统领 微微汗手后 微笑道 很好 看来我们之中并没有出现叛徒 接下来 该收网了 乌师传统不可切 我们的千年传承 绝不能毁于一旦 没错 神迹之城 不可以那么霸道 乌师会所在屋子外的空地上 已然聚集小两百人在这 可不要觉得人数少了 这小两百人每一个可都是货真价实的超凡者 放在以前 那也是在古书大陆能明镇一方的上层人士 不是这个会的副会长 就是那个塔的名誉长老 再不计 也是某位大贵族的客亲 有着自己的乌师塔 有数十甚至成百的学徒伺候使唤 他们本以为大家带着传承而来 应该得到神迹之城的优待才对 哪里想到 神迹之城压根不斥这一套 虽然没有直接撕破脸吞了他们的产业 却是肆无忌惮地挖他们的墙角 并为那些跳槽的弟子们撑腰 没有了名为学徒 实为奴仆的伺候与人力 这些人立即就感觉到不妙并受不了了 他们纷纷质疑神迹之城的政策 认为对方竟然用大规模的雇佣制 把乌师当成了工人 这简直就是亵渎 哪怕在被当成工人的乌师们看来 怎么也比以前当农模 要墙上百倍 这 也是不乌术的 必须要改 否则 长此以往 必是国将不国呀 所以 他们这些人在这抗议 发出他们的声音 其实都是为了神之子殿下好来着 蒂西亚皇女站在一栋小屋的屋顶上 望着那些群情激愤的家伙们 看了好一会儿后松了口气 还好 没有我们皇室的人 你们皇室教育得挺不错 像我的族人 就有好几个小部落的族长看不清 加入了过去 蒂西亚皇女身边 披着白色薄纱 浑身上下沉没了高贵与妖艳两种气质的黑精灵女王 哭了一声 蒂西亚皇女看了看这位宛如冰山女王 事实上却一直很关心自己的族人的黑精灵女王 小声安慰到 神之子殿下对内一向宽容 就算他们大逆不道 一般也不会判死刑的 蒂西亚皇女 这话倒也不错 萧宇的势力虽然发展很快 可是小人国的生产力发展在快 在萧宇这巨人看来还是太低太低了 也因此 萧宇对自己手中掌握了超凡之力的超凡者们 尤其是对那些巫师们 那是真舍不得杀死的 都能如矮人一族那么好 哪怕死掉了 成为亡灵之后 也能继续用天赋能力为自己劳作 很多巫师死掉之后亡灵化后 成为的骷髅巫师 往往只具备一两个巫术戏法 并且 巫师们最重要的创造力 更是会消失殆尽 想要恢复 那得是成为高级亡灵巫师之后的事了 而成批生产高级亡灵的办法 别说萧宇了 就是亡者峡谷也还没能力办到 一阵阵的欢呼声中 苍越巫师会的一位核心会员 忽然迟疑了一下 他有些迷惑 怎么总觉得 热烈气氛里怎么少了一点什么 对了 怎么没看到那些超凡强者们登场 按照约好的 不该是气氛最热烈的时候 他们闪亮登场 带动大家情绪 然后宣扬出声势 把我们的主张 传播到整个神迹之城区域吗 迷惑 不解 然后便是不安 这核心会员身子一抖 想到了某种可能 难道我们之中出了叛徒 是了 一定是这样的 我们之中出了叛徒 那叛徒让神迹之城的人 困住了我们约好的带头人 想到这 这位核心会员 立马准备悄悄退走 离开这片是非之地 只见他利用自己矮小瘦弱的身材 一会儿就来到了最外层 就准备一溜烟离开 这核心会员 忽然看到 黑精灵女王与蒂西亚皇女 结伴走了过来 他微微一正 旋即发现其他地方 约好的强者身影也出现了 他不由松了口气 原来是来迟了一步啊 还好 最坏的情况没有发生 他又缩回去了圈子里 并准备等会卖力表现 会场正中 一位此事的倡议者 悬浮在了半空 看到强者们来了 正要高呼一声 让我们欢迎 咚 话音还没落下 一道雷霆劈了下来 直接将这位倡议者 披落在了地面上 发出焦糊味道 雷声更是一下子 让四周的声音安静了下来 刚刚想跑的那位核心会员 意识到不妙 后悔却是来不及了 他们集合之处四周 空间已然被封锁 约好的强者们 纷纷散发出超凡灵光 威慑住了他们 怎么 怎么会这样 几个核心会员颤抖着身子 正要说一些什么 忽然瞧见 空中飞来了一群黑衣卫巫师 带头的 竟然是他们熟悉的那位 懦弱胆怯的会长 海恩巫师 诸位 你们的事情犯了 海恩巫师 此时双眸闪耀着金光 身上充满了自信 得到了叹息者耳钉认可之后 海恩巫师立即得到了一份 月华玉露药剂 伤势痊愈之后的他 再次回复了当年的绝世天资 并且因为那么多年 没有放弃的苦苦修炼 海恩巫师的基础 可以说打得极为扎实 只等有空 晋级二级巫师 简直就是确定无疑之事 至于传奇之路 黑衣卫更是都为海恩巫师 提供好了数十条方向 只等他自己决定 以后好走哪一条道路 晋级传奇 待遇什么的 就算是他当初那位会长父亲 也是比不了得 会长 还有那些超凡强者 你们 竟然都背叛了我们 一个核心会员 颤抖着尖叫出声 住口 海恩巫师冷哼一声 大喝道 你们这群忘恩负义的卑鄙小人 枉费殿下 将你们从数界的牢笼之中救出来 你们不知道感恩不说 竟然还想要毁坏殿下的名誉 殿下乃无上至尊 岂能容你们诋毁 海恩巫师开口说这时候 黑精灵女王 蒂西亚皇女等几位传奇巫师 配合着使用巫术 封闭了那些家伙的嘴巴 使得整个场面变成了海恩巫师的一言堂 不知情的人看过去 恐怕还会以为 这是海恩巫师掌握了大意 所以然那些卑鄙之人们 一个个哑口无言呢 大家都不要怕 他们肯定怕惊扰到神之子大人 暴露出他们的缺陷 一起 海恩巫师宣讲完毕 这边超凡威压刚刚解除 立即有不怕死 或者已经意识到 只能垂死挣扎的核心会员 跳了出来 高呼出声 假如一切都是如他们所想的那样的话 说不定这威胁 还真有可能凑效 毕竟任何势力的管理层方面 不会是铁板一块 这样莽的操作 是很可能被当作把柄的 只可惜 把农奴制升级为故宫制 乃萧宇金口预言 有神之子背书 乌图乌师 马法乌师等 对待这些萧小 那是完全不怕的 海恩巫师身后 出现了黑衣卫副统领的身影 他挥手放出两道 超凡灵光形成的气人 刹那间 就将跳出来的两位核心会员 一分为二 雷霆手段一出 立即吓住了其他人 这小两百人二话不说 琪琪跪了下来 大呼自己受骗了 黑衣卫副统领冷哼一声 挥手令黑衣卫 将这些人通通收编 然后看了看那两具尸体 淡淡地道一声 埋了吧 立即有黑衣卫诺了一声 前去收拾尸体 海恩巫师 看着不久前还能对自己呵斥的长辈 现在竟是变成了一滩死狗 他暗叹了一声 世事无常之余 也对黑衣卫副统领表现出来的声势 颇为的羡慕 大丈夫 当如是 海恩巫师心中 暗暗下定了决心 自己一定不能错过这次机缘 靠着神迹之城提供的机会 自己 一定要让海恩巫师之名 响彻整个时空之海 海恩巫师却不知道 在他心中 立下雄心壮志的大愿望的时候 他的名字已然随着叹息者耳钉之主 万法之门要是等词汇一起 被肖宇挥类大甩卖 卖给了万界紫禁的客户们 许多客户明明知道 能被巨人那么轻易卖的消息 肯定有坑 听说了与万法之门相关之后 他们依旧忍不住心中的好奇心 同意了 为肖宇提供各自服务 来支付消息费用 并在得知了肖宇 没有添油加醋的消息之后 很快就想明白了 肖宇在做什么 这位炎黄异族的巨人 这是要把水搅浑啊 或许也是顺便 为了把掌握了另外一件钥匙的势力 给逼出来 毕竟 想要开启万法之门 三大条件缺一不可 消息一倍多人知道 自然而然的 也就不再是秘密了 最多也就24小时 十大禁地及势力的强者们 就一个不落的都知道了 万法之门 就在那神秘大漩涡正中 需要凑齐三件特殊的世界奇物 以及相关钥匙 才能解锁 顿时间 整个小人国再次风起云涌了起来 许多强大势力的上层 都敏锐地注意到 气氛开始不对劲了 啪 深渊之中 一位浑身宛如黑药石雕像的大恶魔 睁开了血红色双眸 粗重地呼吸声下 他所在的高山燃烧起了熊熊烈焰 四周空间更是一下子哗啦出无数的裂缝 那巨人 怎么敢把万法之门的秘密泄露出去 可恶 这位大恶魔诅咒了几声后 站起身来 却是一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远方 数十道目光收了回来 这些目光的主人 都是深渊里的深渊领主们 很快 深渊之王醒来的消息 也随之流传了出去 令得不少深渊贵族瑟瑟发抖 寻思着这段时间 是不是不要出远门了 不然 遇到了那从不讲理的深渊之王的话 被其吞噬了 因为本身并未死亡 而是成为其一部分 深渊可是不会复活他们的 神迹之城 神之子宫殿前方的大型广场上 铺满了大理石的地板上 三十万神卫军老兵 正依老代心 让合计共一百万的神卫军方阵 当着消语的面 进行着演习 百万神卫军 人人皆是超凡 结合军阵之后 超凡灵光 凝聚起来了十条蛟龙 和百头猛虎 除此之外 消语更看到 在蛟龙与猛虎的上空 一头体型 在小人国看来 至少也有三百米长的三头青眼白龙虚影 正在徐徐成形 之所以会有这三头青眼白龙法香 却是与带头的将军们 大半都服用了青眼白龙的龙血药剂有关 是以凝聚百万军星之后 潜意识地凝聚 而成了三头青眼白龙 要是换成东方古国的军人上去 则是更可能会出现 五爪金龙的模样 不过模样还是其次 关键是能否实用 消语看着这三头青眼白龙 微微点头 旁边爱诺迪亚巫师 立即小声介绍 殿下 这三头青眼白龙 乃是青眼白龙一族 传闻里 上古无上至尊 挥月龙神的模样 传闻青眼白龙一族 修炼到了最高深境界之后 就可以形成这等模样 哦 消语微微汗手 那就赐名究极青眼白龙好了 究极 青眼白龙 爱诺迪亚巫师微微一正 下一秒喜笑颜开 殿下这名字取得真好 以后我军的三头青眼白龙法香 便全都称呼为究极青眼白龙了 随后 消语看到这究极青眼白龙法香 彻底成形之后 依旧呈现半透明模样 不过一生龙鸣之后 龙威肆虐四周 超凡灵光波动之强烈 已然不亚于许多陈兴巫师了 就是究极青眼白龙一动 百万神卫军们 就齐齐 脸色苍白了一下 纷纷服用了药剂 才缓了过来 也侧面说明了 军阵升级到了 召唤究极青眼白龙这一步之后 消耗也更大了 拿去给其他势力 别说他们压根凑不起 上百万超凡这个数 就是凑齐了 他们也用不起这种杂钱 才能变强的招数 消耗有点多了 乌图鲁巫师眉头微动 成形之后 就得用到一百万瓶地灵草药剂 打都一起 更是每分钟都需要再用 一百万瓶法力药剂 看着这钱烧得 有心疼啊 而且 殿下 地灵草作为超凡材料 我们存备不是很多了 并且如此消耗量 就是有钱也没地方买啊 乌图鲁巫师这话 倒是大实话 小人国不管哪片大陆 法力药剂这东西 一个势力存上几百瓶就不错了 大势力 有个几千到一万的存货 也差不离了 哪里会如消雨这样 一场演习 就消耗上百万瓶 纠集青眼白龙的消耗 让乌图鲁巫师等 老成持重的 不断皱眉摇头 消雨却是淡定一笑 不要紧 古书大陆 已经开辟出来了大片林田 我们可以 都用来种植地灵草等基础材料 另外 我还会从别的地方 也先拿一部分来用 现实世界 地灵草的种植经验 已经成熟了 所缺的 不过是施法者 消雨准备借助陨石浩劫 推广超凡之力 培养这儿八经的巫师学徒 这些巫师学徒 自然是要出力的 另外 巨石碑的出现 更是一个意外之喜 能让消雨 培养大批的施法者来干活 说不得 现实世界的生产力 也能够在这个意外之喜面前 猛增一波 就在消雨和玉慧的 不同势力之人 各怀心思地 看着神卫军的演习到了最后 纠集青眼白龙 已经准备消散的瞬间 忽然 天空东的一声炸响 一大团漆黑黑洞 从天空出现 然后 一只完全由黑钥匙包裹的 粗状爪子 刷一下探了下来 明明看起来 比消雨本体还要小一圈 这爪子压下来的时候 巨大的虚影法相笼罩四周 却是给人一种 这爪子落下 就和天空塌下来了 一般无二的错觉 陈兴巅峰 不对 还有着超越了陈兴 却又次于辉月的力量 夹杂在里面 这一招 不可立敌啊 这瞬间 只要达到了 陈兴境界的超凡强者 都在脑海里 猛地闪过了这般念头 而一下子本能地 只想要逃跑 反倒是神卫军统领们 只有传奇之力 反而没有受到 爪子拍下来的精神波动影响 只知道 这是敌人的他们 齐齐怒吼 爆发超凡灵光 顿时 究极青眼白龙三个脑袋 齐齐昂首 喷出了纯白色的光束 轰一声撞在了爪子的虚影上 爆发出照亮了 小半个大陆的白色光芒 而萧宇 先不提威严王座 让他无视精神冲击 本身也不是沉心的他 对爪子只觉得不明确立 看到究极青眼白龙反击 稍稍挡住了爪子去世后 萧宇也腾空而起 大喝一声 运转起了赤月圣体 放出了刹那间的天地法相虚影同时 一招核爆神拳轰了出去 此拳一出 爆发出的声浪 让得迷失大陆的云朵 瞬息间 全部都被吹跑了 被纠集青眼白龙 消耗了一波的爪子虚影 也随之破碎消散 下一瞬间 回神过来的两位女神 愤怒出手 神力打在了 那快速退走的爪子上 却是被轻易弹开 萧宇微微皱眉 却是不打算就这样放过 这胆敢偷袭自己的家伙 想了想自己的底牌 萧宇寄出了贪欲者之壶 献祭了一枚 对自己无用的世界奇物之后 萧宇心面一动 神卫君齐齐配合 当即 纠集青眼白龙 十条蛟龙 摆头猛虎 齐齐自发 灌入了贪欲者之壶中 萧宇还觉得不够 两位女神也极尽全力地 轰出各种大招 并封印起来 灌入贪欲者之壶里 直到眼看着那爪子 马上收回 天空黑洞正要收缩 再蓄力 就来不及了 萧宇大喝了一声 去 贪欲者之壶 立即喷出了一道 漆黑如墨的死亡闪电 刺向了黑洞 这死亡闪电的速度 比光还要快 众人看到虎口 冒出黑光的时候 事实上 黑光代表的死亡闪电 已经穿过了黑洞 命中了那黑药实力找 下一秒 黑洞收缩消失 在场的众人 却是微微心中一荡 似乎听到了一个 粗重的痛呼声 出现在了自己等人脑海 显然 殿下刚刚的绝招 把刚刚那恐怖无比的偷袭者 也给伤到了 遇会之人 有十大禁地势力的探子 将这情报汇报上去之后 不少大势力上层 立即猜到了 那黑药实爪子的主人是谁 深渊之中 高居无数深渊领主之上 无限接近于辉月的 深渊最强者之一 深渊领主里 排名第二的 深渊之王 莫都拉 这是一个在深渊 极其稍有的独行者 但是却无人敢轻视他 因为他一人便是一国 他的体内 吞噬了不知道多少深渊魔物 多少深渊贵族 甚至传闻里 他能成为最强者之一 是因为他 曾经把十多个深渊领主 也给吞噬掉了 如此怪物 放在其他禁地势力 都是无比尊贵的存在 是当之无愧的大人物了 却不想 这样的尊贵大人物 竟然 也在神迹之城吃亏了 还 被那巨人利用某种奇物给击伤了 这神迹之城的神之子 果真是恐怖如斯啊 更有境地及势力大人物 很快想到了 为何那深渊之王会突然冒冒失失地 跑来找萧宇麻烦 毕竟这家伙可是深渊里的异类 除非被深渊抓了壮丁 不然比起入侵一大陆 他更热衷于在深渊修炼 或者猎杀深渊里的强大魔物 大家都不是什么笨蛋 很快 就纷纷猜测到了 这家伙是因为万法之门的事情而发怒了 而考虑到这家伙的人际关系 好吧 说不定这家伙除了知道神迹之城 有一个可恶的巨人外 其他相关知识皆为零吧 深渊 被死亡闪电命中的深渊之王 果断地在第一时间就断掉了自己的右臂 看着落在地上 瞬间就化为了一堆灰尘 而后连灰尘都不见的手臂 深渊之王闷哼一声 左手抱住了右肩 微微皱眉 他这次实在是大意了 竟是没有想到 深渊之外的那些大陆 居然一下子 冒出来了一个如此强大诡异的新兴势力 哪怕断臂 他的伤竟然一时间无法恢复 能阻碍世界奇物之力的 只有另外一件世界奇物 那伤到了我的 定然是一件世界奇物 岂是经历了多次强化的物品 深渊之王喃喃自语着 他的黑药室皮肤 忽然冒出了一张张嘴巴 嘴巴奇怪的只有牙齿 却没有舌头 这些嘴巴不断地发出诡异哀嚎声 以及吃东西的声音 也不知吃的是什么 渐渐地 这深渊之王的右臂 开始缓缓蠕动了起来 虽然缓慢 却看得出来正在重新增长 不过与此同时 深渊之王的气息也在渐渐减弱 似乎这一动作 需要消耗他极大的精力 杀 深渊之王所在的深渊之地 忽然起了一阵阵恶臭飓风 十多个形态各异的深渊领主 不约而同地从四面八方出现 并围住了深渊之王 莫多拉把你吞噬的领主都放出来 否则 今天就是你被杀到变成深渊如虫的日子 深渊 十大禁地势力里 公认最难缠的禁地及势力 在各大上层圈子里 更是认为如果深渊意志 不是混乱斗逼形态 那么深渊将军临十大禁地势力之首 因为深渊的超凡强者们相对而言 优势实在是太大了 只要是深渊贵族乃至以上阶级 只要是在深渊住世之地 那么他们就是不死不灭的 哪怕是令他们飞灰烟灭 他们也能够在短时间里再次从深渊里复活过来 深渊之王莫多拉能够成为深渊领主 自然也是在深渊之中留下了强烈印象的 也因此其他围住了这深渊之王的深渊领主们 并没有提到将其灰飞烟灭 而是威胁将之杀成深渊如虫 深渊贵族以上的复活能保证他们不死不灭 但是每次复活往往会产生负面影响 短时间里多次复活 更是会让复活者出现衰弱 退化等一变 深渊如虫作为最最低级的深渊魔物 要是真有深渊贵族被追杀到成为如虫 其想要重新恢复过来 以深渊目前的大环境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事了 这也是目前为止 最能威慑深渊贵族以上存在们的方法 这方法 深渊之外的大势力也多多少少知道 只是知道了却也没有办法去实施 深入深渊 别开玩笑了 就算是精神系天赋的陈星巫师 也不敢保证自己进入深渊之后 可以不被深渊意志给腐蚀心灵 最后堕落为魔物 深渊之王莫都拉四周 狂风吹过 带起的呵斥声 却只是换来了这位深渊之王的不屑一笑 这让联手而来的深渊领主们愤怒了 他们在得知莫都拉突然醒来之后 立即明白了过来 这个深渊里的残忍君主 是要去找那可恶巨人的麻烦了 而通过对那可恶巨人的分析 这些深渊领主们敏锐地意识到 这一次碰撞 深渊之王莫都拉 很可能会吃亏 于是 贪图莫都拉身上世界奇物的 恼怒莫都拉吞吊掉 自己部下或者有人的 都联合了起来 并欣喜若狂地发现 这位深渊之王莫都拉 竟然比自己等人想到的还要惨 深渊之王莫都拉的世界奇物 黑钥匙文章凝聚而成的 黑钥匙之夫被破坏了 没错 那可恶巨人 这次倒是做了一件好事 他破坏掉了莫都拉的黑钥匙之夫 眼看威逼不成 深渊领主们准备动手 一个快九十米高的独眼巨人领主 拿起和自己差不多大小的狼牙棒 咆哮道 没了黑钥匙之夫提供的力量吸收特性 我不信我这次还会输 独眼巨人旁边 一位吸血鬼公爵模样的深渊领主 也飞到了高空 凝聚起大团含有血光的乌云 大家一起出手 千万别给这家伙恢复能力的时间 高呼下 十多个深渊领主们 齐齐出手了 只不过这群家伙 没有一个肯近身肉搏的 全都是施法或者使用奇物 进行远程攻击 深渊之王莫都拉剑茨 冷笑着闭上了双眸 哄哄哄 深渊领主们的攻势 持续了整整半分钟 他们的毁灭力量 将这片荒原 炸出了一个深度千米 直径数万米的超大型陨石坑 他们本来还可以继续砸下去的 却是吸血鬼领主察觉到不对 大喊了停止这才罢手 一个深渊领主 施法消散了前方的浓烟 旋即 他们看到正中心处 深渊之王莫都拉号整以侠的盘膝在那 身上黑药石皮肤上出现的嘴巴整 越来越少 右臂则是在这半分钟里 已经完全长了出来 这怪物 明明没有了黑药石之父的能力 为什么还可以无视我们的攻击 陈兴和陈兴之前的差距 有那么大吗 深渊领主们 齐齐颤抖了话 空中的吸血鬼领主 忽然眼睛一动 正要说一些什么 突然 布满黑药石鳞片的利爪 忽然间出现 一把抓住了他上半身后 眨眼间 这吸血鬼领主 已然落在了深渊之王莫都拉手中 好似刚刚那瞬间 他的右爪 跨越了时空的界限一般 哄 随着深渊之王的右爪一面 吸血鬼领主 整个爆裂开来 化作一团血雾 然后这团血雾 被深渊之王皮肤上的嘴巴 全吸了进去 时空之手 这深渊之王 已经恢复如初了 可恶 四周深渊领主 分分后撤 在时空之手出现的下一瞬间 竟是就全部消失在了深渊之王的视野里 让得那深渊之王冷哼了一声 一群鼠辈 旋即消失在了陨石坑之中 而那些跑路的深渊领主们 很快就意识到他们被骗了 因为吸血鬼领主 竟然从深渊那儿复活归来 这意味着 刚刚那一击 深渊之王虽然杀死了对方 却来不及发动自己的天赋技能 抢灵魂合体了 而会如此 只有一个可能 他们看到的对方恢复如初的模样 全部都是假象 回到陨石坑 看到深渊之王 莫都拉不出所料 已经不见 深渊领主们 脸色阴沉得一个比一个可怕 不是普通奇物效果 应该是另外一件世界奇物 可恶 这莫都拉 竟然融合了三件强大的世界奇物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找不到莫都拉踪迹 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回复过来 然后找我们麻烦 不想被对方杀成如虫 我们至少也得杀掉对方一次 夺走他融合的世界奇物才行 深渊领主们 飞速交流着 一番寻思之后 一个曾经被蕭宇 按在地上摩擦的深渊颜魔领主 忽然提出来一个主意 诸位 别忘记了 那莫都拉 是因为谁而受了重伤 嗯 当然是那神迹之城的神之子 你 你不会是要提议 与那可恶巨人合作吧 合作 不不不 我们深渊怎么会与深渊之敌合作 深渊颜魔闻颜满脸的严肃认真表情 我们只是在恰当的时间 出现在恰当的地点 然后刚刚好和那巨人一起对抗 共同的敌人罢了 深渊领主们沉思了会儿 犹豫到 那巨人肯答应 当然会答应 只要告诉他 那莫都 拉有他需要的世界奇物即可 神迹之城 萧宇正打开了万界紫禁 寻找知道真相的诚心巫师们了解情况 没多久 就得知了一位信誉良好的中介商 送来了一封来自深渊的信件 萧宇拿过来一看 很快就从信里得知 来袭的那位乃是深渊里面的大人物 深渊领主里排名第二的深渊之王莫都拉 信里之人大胆地猜测 之所以这位莫都拉会来袭击神迹之城 很可能是因为关于万法之门的第三把钥匙 其实就在他的手中 这本该是作为深渊之王暗中持有的大秘密 没想被萧宇这一闹 竟然天下皆知 秘密不再是秘密 反而会被有心人追查到 要是在自己手中而麻烦不断 也难怪那信奉不服就干的深渊之王莫都拉会恼羞成怒地出手了 第三件钥匙 萧宇眨了眨眼 我对这玩意兴趣不大 我还准备将叹息者指环放在广场 任凭所有人去尝试能不能激活呢 这第三件钥匙 等有了真正主人 自然会来找我 我不着急 萧宇微微摇头 心中已然不准备当对方的枪 接着看下去 萧宇不犹疑了一声 信里提到了那深渊之王莫都拉有着三件世界奇物 已经完美融合 除了一件疑似能短时间让素体恢复巅峰状态的世界奇物 还不明确外 深渊之王莫都拉另外俩件世界奇物 已经被摸清楚底细了 世界奇物黑药石文章 可以在体表生成黑药石之肤 令传奇以下一切攻击无效化 完美融合之后 可吸收一切冲击力 吸收上限疑似与素体境界相关 世界奇物 撕咬一切之嘴 可以换出数量不等的带有力尺的嘴巴 这些嘴巴可以吞噬一切物质来为素体疗伤 完美融合之后 可在体表也生成数十力嘴 除了疗伤外 疑似可短暂提升肉身强度 萧宇看着这说明 心中一动 世界奇物贪欲者之壶 已然浮现在了萧宇身边 贪欲者之壶的壶面上 那怪笑的人脸 靠着吸收贪吃之舌 吞噬一切之唇 贪婪之眼 人脸上眼睛 舌头 嘴唇部位都已经点亮 缺失的 只剩下鼻子 还有嘴唇内那一圈 已经内部的细小利尺了 萧宇看着贪欲者之壶的细微抖动 意识到 这深渊之王莫都拉的世界奇物 撕咬一切之嘴 恐怕就是贪欲者之壶 缺失的戴力尺的嘴巴部分了 现实世界 贪欲者之壶 给自己提供的方便 堪称最高 没有贪欲者之壶提供的灵气 萧宇的大部分计划 都得腰斩 更不必说 现如今贪欲者之壶的死亡闪电 已经是萧宇手中最强的王牌了 深渊之王莫都拉 竟然融合了这一件世界奇物 萧宇微微皱眉 这件世界奇物明明应该是我的 得让它死掉一次才行了 爱诺迪亚 萧宇将信封交给了爱诺迪亚巫师 帮我回信吧 就说 我对莫都拉融合的世界奇物很有兴趣 掉落的世界奇物 我都要 遵命 殿下 爱诺迪亚巫师连忙欠身行礼 而后按照萧宇吩咐回信 神迹之成礼 在最初的骚乱后 秩序很快恢复了过来 神卫军和黑衣卫们巡逻四周 确保没有人趁机占便宜 乌图鲁巫师很满意神卫军列阵形成的 纠集青眼白龙的威势 跑去了关押青眼白龙的地方 没一会儿 当地巫师们得知 所有青眼白龙俘虏的伙食提升一荡 并捡出牢役 他们将恢复 吃了睡睡了吃的美好日子 不过相对的 抽血也将更加频繁 神卫军的将军们 都将服用龙血药剂 来晋级超凡大骑士 乃至传奇骑士 这让不少知道内情的人 对神卫军羡慕极度恨了起来 短短时间里 加入神卫军 变成了与加入黑衣卫 差不多光荣的一件事 就是古术大陆的黑精灵女王 也悄悄替自己族人询问了一声 黑精灵里的战士 能否加入神卫军 又能否服用龙血药剂 来强化肉身 而在大家都兴致勃勃的时候 遥远的北方荒原上 被以扰乱秩序 煽动叛乱为理由 抓捕的那些巫师们 正在这片面朝大海 冷得发抖的地方 发挥着余热 数万的矮人亡灵们 在这里发挥着天赋能力 日夜不休地锻造着强化金属 亡灵矮人们很努力 不知疲惫的他们 简直就是完美的劳工 只是 相对他们 需要强化的钢铁合金 无疑太多太多了 堆积在荒原上 好似一座座高山的钢铁合金 让每一个过来的巫师们 都看得绝望 巫师们的任务倒也简单 那就是看护好这批亡灵矮人 他们虽然不知疲劳 身体却还是会出意外 比如 某个矮人亡灵一不小心 脑袋或者手臂掉下来了什么的 这时候 就需要巫师们给接回去 并使用亡灵巫术 滋养对方身躯了 巫师们也不用担心 自己专业不合 萧宇这边 为他们贴心准备了大量的教材 和亡灵巫术书 他们只要按步骤操作就行了 也就是枯燥乏味了一些 当然 萧宇也不是什么狠人 还是有给这些巫师们希望的 萧宇承诺 每强化完一座钢铁合金山堆 除了给予每一位巫师超凡资源外 还会随机抽取十分之一的巫师 给他们自由 另外 时不时的还会有表扬 认真负责的奖项颁下来 以保持这些巫师们的工作热情 大海上 萧宇的军舰已然在海面上畅通无阻 海底里也有着潜艇出没 随着人力物力充足 迷失大陆的海洋资源 也被列入了开发范围 这期间 不知名的触手怪们多次表达了抗议 只可惜都不用萧宇出手 黑衣卫和神卫军已经把他们变成了铁板饶 并欣喜地发现味道还不错 第一批被拖进饲养池的触手怪 已经进入规划区域 正在被巫师们研究投放哪些养料能长得更快 在这样的背景下 萧宇还未等到深渊那边的回信 倒是先一步得知了一个好消息 北海那边 探险队们在海底发现了一处上古墓地 从留下的铭记来看 这墓地属于某位亡灵大军 迷失大陆 北海深处 一场改天换日的超大工程 在得到了神之子殿下的大力支持后 短短时间里便竣工完毕 那一处被发现的上古墓地所在海域 方圆百里 硬生生地被一道钢筋混泥土长城给圈了起来 小人国北海深处的海水最深处有三千米深 然而 这圈钢筋混泥土长城 却是能够再树立起来之后 往往要比海面还要高出好几百米 以至于乘坐着战舰赶来的黑衣卫海恩巫师 在第一眼看到这北海长城的时候 还误以为这儿是一座早就耸立在海面上的海上 据成外围城墙 再听闻了黑衣卫队长介绍 这长达数百里 高数千米的海上长城 并非自古以来 而是这几天赶工出来的后 海恩巫师不由深吸了口气 一脸地对神之子敬佩之情 异于言表 这是施展了什么巫术 才能造成这等神迹 海恩巫师崇拜了话 小声询问 黑衣卫队长 是一位眉清目秀的半精灵巫师 他文言轻笑了一声 殿下没有使用巫术 只是运用了神奇的炼金奇物 直接填海造路 而后堆砌而成了 你现在所见的模样 你看 随着这位黑衣卫队长 伸手指向前方一处黑影 战见上海恩巫师 双眸凝聚起超凡灵光 顿时看清了 那巨大的靠在长城上的黑影 乃是一具造型怪异的钢铁巨兽 这钢铁巨兽 此时正发出轰轰轰的鸣叫声 一根又粗又长的管子 垂进了圈起来的内海之中 都没感觉到什么超凡波动 海恩巫师就瞪大眼 瞧见那钢铁巨兽把大量的海水从内海里抽了出来 通过后方程抛物线排了出去 这样的钢铁抽水巨兽 通过声音波动能够感觉得到 四个不同方位各分布了一台 也就是四台这样的钢铁巨兽 海恩巫师却是已经能够感觉到 内海的海平面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下降着 这就是神迹之城的底蕴啊 海恩巫师心中轻叹 哪怕没有陈星级战力坐镇 也能通过各种神奇的奇物 制造出不亚于甚至超过陈星级强者的作用 这样下去 不出几分钟 内海就会为之一空吧 这是自然 那四台钢铁巨兽 可是殿下分发下来的重型抽水机 内海那点水量哪里够吸收 嗯 是统领命令 我们登上海上长城吧 说着 黑衣卫队长飞了出去 海恩巫师不敢犹豫 也连忙跟着浮空而行 带到他们一起 站在了城墙之上 举目遥望过去 海水已经没了大半 那汇报里提及的上古墓地 此时已经露出了大部分建筑群落 这墓地占地颇大 由二十多座大大小小的菱形祭坛组成 其中最大的一座 高达三十层 有一百五十多米高 且每一层的墙壁上 都绘制了各种亡灵相关的图文 确实是王者峡谷的风格 海恩巫师听到旁边有几位黑衣卫 小声低语 不由竖起耳朵 默默听着 在进入了黑衣卫之后 那一位引荐了他加入黑衣卫的副统领 就给出了自己的人生经验 多听少说 情办事 吃亏就是占便宜 数分钟之后 抽水机的水管都已经显露了出来 巫师们齐齐伸出法杖进行施法 将海底上最后的水分都抽取了出来 顿时 整座上古墓地建筑群落都已经显露了出来 一缕缕阴森恐怖的气息 刷一下涌了上来 看来我们这一番大动作 让得这墓地的静止被触动了呀 随着上古墓地出现了一变 青铜巨龙布鲁也出现在了高空 颇有兴趣地看向这处墓地 静止触动不足 看来还得添一把火才行 青铜巨龙布鲁嘟噜了一下 嘴巴张开 喷出了龙溪 顿时 千米长的乳白色龙溪 轰击在了那上古墓地上 哄 上古墓地出现了一道薄薄的黑雾 看似挡住了青铜巨龙布鲁的龙溪 建筑群落却是出现了大量裂缝 不少地板更是轰隆一声翘了起来 随着龙溪消散 黑雾也紧跟着消散 不过 上古墓地的抖动却是加剧了 好 一头体长超过35米的鬼龙 从最大的建筑物那冲了出来 发出了咆哮 龙威肆虐四周 顷刻间就让长城上的黑衣卫们 感觉到了颤抖之一袭来 不过 这点龙威下一秒 就被青铜巨龙布鲁给压了回去 让这头耀武扬威的鬼龙 忽然猛逼了下后 有些迷惑地看向青铜巨龙布鲁 而后 接下来出现的一幕 让这鬼龙脑子猛了起来 青铜巨龙布鲁身后 出现了数十头消雨收服的鬼龙 甚至还有二十多头 没事情做的冰霜古龙 跑来看热闹 再加上两位女神清零现场 黄黄神光照耀每一寸空间 鬼龙开始怀疑起自己的鬼声起来 作为一头鬼龙 它虽然因为被困在了墓地不知多少年 而没能恢复巅峰水准 却也是正儿八经的传奇及亡灵生物 凭着巨龙种族天赋 这头鬼龙 就是遇到了当初横扫迷失大陆的 千语帝国大主宰 那也是能斗一斗 拖延一番时间的 按照这鬼龙 对迷失大陆的了解 它出来之后 本该是大杀四方 让那些可怜生灵们 后悔无比地瑟瑟发抖才对 剧本本该如此 为什么 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子呢 它 怎么就从大反派 变成了小漏了 望着越来越近围观它的群龙 鬼龙身子抖动了一下 强子吼道 这儿 是王者峡谷亡灵大帝卡赞之墓 你们 你们怎么敢冒犯它的灵墓 卡赞 青铜巨龙步鲁微微一正 眯起了眼 寻思了一下吼道 那位可是王者峡谷里的大人物啊 竟然也在这片迷失大陆 留下了灵墓 这片迷失大陆 还真是充满了神秘啊 青铜巨龙步鲁 忽然想到 伟大的神之子 也是从这片大陆的诸神峡谷那儿走出来的 不由暗暗怀疑 这片迷失大陆 是不是上古传说里的灰月诞生之地 不然 哪有那么巧 那么多大人物 都提前了好几千年 就在这里布局了 哄 战争女神摩利甘 听到了萧宇的指示 左手一握 便出现了一柄 充满战争神力的短矛 旋即左手一抛 战争短矛瞬息间 穿透了半空之中的那一头鬼龙 并击碎了上古墓地的防御黑雾 直接将祭坛洞穿了一个大洞 萧宇是记得当初自己的第一件空间系世界奇物 就是从亡灵大军的目的里得到的 是以萧宇想要试试看 能否再得到一件空间系世界奇物 传奇级的鬼龙作为灵体 被战争女神的死亡神力克制得死死的 只是一击 鬼龙就失去了强大的治愈能力 摔倒在了地板上 哀嚎不断 这鬼龙拼命地想要翻身起来爬向最大的祭坛 然而 死亡神力俯视他的速度却更快 这头鬼龙好不容易翻滚出来 已经被俯视得失去了一半的身躯 而等到他想要再前进一步的时候 战争女神魔力甘双眸微微一瞪 鬼龙体内死亡神力获得支援 刷一下暴涨了十倍的分量 鬼龙连哀嚎一声机会都没有 便彻底泯灭 然后 一枚小小的水晶吊石落了下来 还未落地 青铜巨龙不虏的空间之手 已然将之捏起收了回来 空间系世界奇物 青铜巨龙不虏 看着这枚吊饰 心中暗暗吃惊 在神迹之城混那么久了 他也是知道 当初神之子殿下 曾经遇到过一处亡灵大军墓地 并消灭了守护那儿的古龙 得到了空间系世界奇物 只是 这可是空间系世界奇物呢 这在圣龙岛 都是珍贵无比之物 怎么会 随便一头小落 就能爆出来了 这只有一个可能 这些留下墓地的大人物们 需要用到这些空间系世界奇物 在以后某个时间点起一些作用 这迷失大陆的水 真是深不可测啊 青铜巨龙不虏发誓 若非自己已经投靠了 神之子这一艘大船 已经回不去了 在发现迷失大陆 那么多细思极恐的秘密之后 他 早就该抽身离开这片迷失大陆 走得越远越好 鬼龙已死 这片陵墓 也不需要了 青铜巨龙不虏 与其他强者们 齐齐出手 顷刻间 陵墓崩塌 海底深处都被挖出了一个大坑 旋即 或许是因为卡赞亡灵大帝 还活着的缘故 这一番操作 使得陵墓废墟中 出现了一道大型时空门 时空门涌出了海量的亡灵阴气 使得整片海底被围住区域 顷刻间化为了幽名鬼域 亡灵大帝卡赞 身披包裹全身的灰黑色板甲 大不留心地走了出来 是谁 胆敢打扰我的陵墓 你们 这是自寻死路 卡赞的声音直接响彻在了四周生灵的脑海之中 海恩巫师实力弱了一些 自己半蹲在了身子 鼻子流泻不止 那就是十大禁地实力之一 王者峡谷的大人物 好 好恐怖的威士 看着他 我仿佛看到一座高耸路云的高山 耸立在我眼前 别怕 这只是一缕化身罢了 这儿可是神之子大人所在之地 就算是王者峡谷的大人物 也绝对不敢本体过来 毕竟 深渊的那位深渊之王 可是前车之剑呢 青铜巨龙不如瞟了一眼黑衣卫 开口安抚起来 而那亡灵大帝卡赞 也在咆哮之后 注意到了四周环境 确认了这次自己的灵墓被摧毁 乃是那巨人处心积虑而为之事 亡灵大帝卡赞冷哼了一声 我记住你们了 神迹之成 这次的仇 我会牢牢记住的 吼完 这亡灵大帝卡赞便要离开 战争女神摩利杆 却是轻轻移了一声 向萧宇禀报她发现 这亡灵大帝卡赞身上 携带了一枚 蕴含了浓郁至极神力的黑暗宝石 这东西 虽然还不知道是什么用 但是肯定是好东西 萧宇眨了眨眼 觉得反正自己已经得罪了 亡灵大帝卡赞了 还怕继续得罪这家伙 而且 这片迷失大陆 早就是自己的地盘了 是合理合法的行为 于是 亡灵大帝卡赞这化身正要离开 时空门已然被月之女神菲亚 挥手放出的一道月光笼罩住了 下一瞬间 战争女神摩利杆化作一道黑影 披甲持枪驾驭着战车撞向了亡灵大帝卡赞 战争女神摩利杆主攻 月之女神菲亚辅助 青铜巨龙布鲁 时不时骚扰一下 亡灵大帝卡赞 如果是本体在场 靠着底蕴 后实力强 还能突破离开 不足本体一半 关键化身 没有神秘的世界奇物 也没有那些强力的诚心奇物 在萧宇手下三大强者合击之下 一分钟后 亡灵大帝卡赞 已然被摧毁了肉身 只剩下一缕残魂 还被月之女神菲亚 给困在了手掌心中 萧宇看到这 本以为可以靠着这残魂 多多少少知道迷失大陆的隐秘 没想 这亡灵大帝卡赞 也是一个狠人 残魂落入了月之女神菲亚手中之后 立即选择了自我泯面 萧宇微微皱眉 倒也没因此生气 现如今 神迹之城发展到了现在 已然不需要她出手 就能解决亡灵大帝的上古灵墓 萧宇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且自己前进之路 还没有发现停滞可能 自己只需要继续苟下去 就能不断地强大起来 而且 最关键的是 这次又得到了一件 空间系世界奇物 加上邪神寒风 与黑铁之神 送来的空间系世界奇物 我就有了两件空间系世界奇物了 可以用来 强化我手中的时空传送之间 也算是大收获了 很快 两位女神带着战利品归来 萧宇收走了空间系世界奇物之后 拿起了那枚黑宝石 这黑宝石在小人国看来还算大 在萧宇看来 只能用沙力来形容 不过 这沙力大小的黑宝石 竟然隐隐间带给萧宇一丝触动 这就由不得萧宇 对此物感到惊讶了 萧宇将这黑宝石 交给了马法乌师那边去处理 旋即听到了乌图鲁巫师那边传来了好消息 魔女之神的秘法巨石碑 已经做出来第一件成品了 魔女之神的巨石碑 要比想象之中更加的简单 且易于操作 不过考虑到邪神曾经提及过 这魔女之神曾经通过巨石碑 蚕食了一片又一片大陆生灵 乌图鲁巫师也再三表示 哪怕他们都弄清楚了 整个巨石碑奇物的巫术架构 却仍然不敢保证 这巨石碑会不会存在魔女之神的某种后手 从而令得他们一番辛苦 全部做了他人嫁衣 蕭宇自然是点头表示自己知道其中厉害 旋即 蕭宇开始学习起这具石碑的用法起来 三天后 花旗国 西部海岸最繁华的都市 洛杉矶市都市圈 迎来了一个美妙的清晨 晨光温柔 清风徐来 晨跑的男女老少们 都在出门后露出了笑颜 今天的天气 真棒 坐落在洛杉矶市最贵妇人区之一 洛杉矶的一间豪华庄园门口 已经老得走不动的乔治财团现任家主 也在这风和日丽的日子里 照常让仆人推着他来到了庄园天台的空中花园建筑上 居高临下 遥望洛杉矶的优美风景 乔治家主 双手扶着轮椅护手 双眸瞪大 望着远处尘跑的人们 心中感慨万千 他羡慕 更嫉妒那些还能尘跑的人们 如果可以 他恨不得取而代之 家主 刚刚传来消息 大统领那边拒绝了我们的投资请求 就在乔治家主赶伤的时候 一旁伺候着的白发老管家 悄悄弯腰 凑近了这乔治家主耳畔低语道 欧罗巴那边 我们的人也被赶出来了 给的理由是 参与进来的花旗国财团已经足够多了 哼 既然有人嫌钱太多了吗 乔治家主说到这 心中的危机感 却也隐隐间多了起来 如今的世界大事 已是日新月异 各处更是不断有超凡险胜 令得他们这些上层人士一早醒来 猛地发现 原来他们一直都是自以为是的 认为自己已经成为了人类的主人 超凡面前 他们的钱财与势力 什么都不是 是以为了抓住超凡机遇 希望能够在变局下 依旧成为人上人 全世界的豪门世家 财团企业 无不拼命地到处游走 企图攀上一丝超凡关系 为此 不乏有将自己家底都砸出去的事情发生 乔治财团想要走得更远 就绝不能被排斥出局 告诉那位大统领 乔治财团有意收购 洛杉矶市附近的高尔夫球场 希望他能再次慎重考虑我们财团 另外 欧罗巴那边 该用的人情 这次就都用了吧 是 白发老管家文言 不由微微一正 那位大统领 分布各地的高尔夫球场 可是出了名的亏损产业 接盘下来 可是相当的不明智啊 而欧罗巴那边的人情关系 更是乔治财团 用了三代人的时间 靠着各种机缘巧合积累下来的 现在要是用了 是不是太亏了 了解这些的老管家很是心疼 但是看到乔治家主严肃的表情 他旋即点头答应 不敢反驳乔治家主的决定 毕竟 这位轮椅上的老者 再怎么行将就目 只要他一日不死 就还是手握乔治财团 生杀大权的帝皇 喵 忽然 一头漆黑如墨 没有一点杂色的成年黑猫 莫名其妙地出现在了 这空中花园的栏杆上 正优雅地在栏杆光滑的木质护栏上 轻巧地走着 野猫 不 不对 白发老管家听到猫叫 抬起头看到了这只黑猫 并立即浑身汗毛竖起 感到了深深的威胁 快护送老爷回去 不用了 这位朋友 一定是来找我的 乔治家主 却是脸色因为激动而潮红了起来 要不是双腿早就萎缩 他恨不得马上撑着轮椅站起来 迎接这头黑猫 作为大财团的掌舵人 了解相当多超凡 未公开情报的乔治家主 已然把黑猫当作了 某超凡势力的代言人 并从他的身上 看到了自己重新站起来的希望 喵 小白伪装的黑猫 不懈地看着这只插一口气 就入土的老头 尽管心中不喜 却还是不得不按照 萧宇吩咐开口出声 乔治财团的家主 我代表黑暗议会 向你送来一份邀请函 小白例行公事一般地说完话后 小爪子轻轻一挥 一张扑克牌大小的邀请函 就扔在了那乔治家主的胸口位置 会说话的黑猫 第一次亲眼目睹超凡现象的女仆 一脸呆滞 大脑出现了短暂的死机 白发管家和乔治家主 则是心中稍稍松了口气 还好 不是仇家请来的超凡杀手 尊敬的黑猫大人 请放心 我一定按时前去 乔治家主恭敬地回话 而后还想要邀请黑猫 一起共用早餐 并准备让管家 将市面上能买到的猫粮 各买一份回来 不曾想 再次看去 栏杆上 哪里还有那头黑猫的踪影 家主 老管家声音有些颤抖 我们这是 遇到了超凡事件了吧 这是我们乔治财团的机遇 乔治家主 卧颈邀请函放在了眼前 坚定道 是我的机遇 花旗国特议局的特工们 也在第一时间 就得知了洛杉矶市发生的 超凡异常事件 只是 作为西部最重要的城市之一 洛杉矶市的本土势力 可谓是一直伟大不掉 在超凡梅险胜的时候 这已经临近的几个州 觉得自己的税金交太多的他们 可是不止一次吼出了 要从花旗国分裂出去 建立自己的国家的声音 特议局也好 其他几个情报部门也好 在这儿的力量都相当薄弱 加上涉及到的 竟然是整个花旗国西部的 上层豪门市家势力 得知了具体情报的花旗国大统领 也只敢在网上连续发了 好几条评论批评了一番后 吩咐情报部门 还是以调查为主 不要妄动 然后 这位花旗国大统领 急匆匆地寻找各种方式 想要联系上 萧宇当初留在花旗国的 卡木亡灵巫师了 还好 这大统领没等多久 代表了黑暗圣堂的 卡木亡灵巫师 摇晃着自己那可爱的骷髅脑袋 吓死人不偿命地 出现在了大统领的办公室 让得正打电话的大统领 一时间一用力 竟是把话筒的电话线 给拔了下来 四周几位训练有素的保镖 更是第一时间拔出了手枪 还好 他们也是看过 王灵巫师卡木模样的男人 没有人擦枪走火 出现不愉快 大统领从卡木 王灵巫师的口中得知了 自己国家西部 正在发生什么 他越听越是脸黑 为什么要去找 那些家伙合作 难道我们 不是正统吗 稍安勿躁 大统领阁下 卡木王灵巫师 发出了咔咔的骨头碰撞声 继续发出声音道 这只是黑暗议会的几位议员 研究出来的新事物 所以才会特意选择一处 不在任何超凡势力范围里的小地方 进行试验 我所代表的黑暗圣堂 占据了黑暗议会三分之一的席位 我的主人保证 试验如果成功 绝对不会绕过大统领的 听到对面的超凡势力 不是想要分裂花旗国 大统领重新恢复了底气 不过内心深处 却还是怕啊 毕竟 那些西部的叛逆们 要是真有超凡撑腰 妄图分裂花旗国 他 又有什么办法 去处理这样的大事件 派出军队镇压 别开玩笑了 他保证 要是军队知道 要去和超凡势力开战 肯定会觉得 先兵变 把大统领赶下台 会更加简单容易 会议会在今晚召开 没有邀请函的人 虽然无法进入 不过黑暗议会愿意向 所有曾经参与过超凡大会的势力 公开直播画面 以打消大家的戒备心 卡木亡灵巫师说完后 向着大统领缓缓鞠躬行礼 旋即带着咔咔声 离开了办公室消失 望着消失的卡木亡灵巫师 大统领懵逼了会儿 才想起来 自己竟然忘记提醒 这亡灵巫师了 下次别突然出现在自己办公室可好 多来几下 自己也是老人家了 心脏有点承受不起啊 洛杉济市 市区处一座有百年历史的 五星级大酒店 当天入住的客人们都得到了通知 被强行清了出去 一些牛脾气的客人不懈赔偿 坚持要入住 却也依旧被强硬带走 这些客人愤怒地打起了电话 奇怪的是 最喜欢这种纠纷的宋棍们 竟然一听到是这片街区的大酒店 便立即摇头拒绝挂断了电话 令得那些客人们在猛逼之后 也纷纷意识到了事情的不简单 也纷纷清醒过来 按骂几声后 拿着赔偿离开 然后 天色刚黑 酒店所在街区 便出现了大量名贵奢华的黑色轿车 进去了停车场 大街两边 更是出现了当地官方人员助手 并建立起了防线 酒店内 最大的一处会议大厅 酒店经理谦卑地带着手下站在门口 微笑着做着向导的活 指引着来宾 前往门口旁的小桌子边 进行登记 乔治家主 被白发老管家 推着轮椅过来 一入酒店大堂 他就微微一正 瞧见了好几位 和自己身份差不多的熟人 这让他瞬间明白 接到邀请函的人 只怕不守 自己的幸运 看来是多等分的 来到了走廊后 乔治家主 看到了坐在迎宾桌子旁的 赫然是一位骷髅巫师 望着这能动 还会摇头和说话 双眸闪耀着绿油油鬼火的骷髅巫师 乔治家主立即明白过来 为何酒店这儿人们 都变成了有礼貌的身世 各大势力的那些 号称无孔不入的特工们 为何在这儿 完全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 我看看 确实是黑暗议会的邀请函 卡木亡灵巫师 客穿着检票员的活 看了看乔治家主的卡牌后 再看看他的双腿 卡木亡灵巫师 眨了眨嘴巴道 你双腿不变 由你身后人推着进去吧 谢谢大人的体谅 乔治家主 闻言心中一喜 连忙答谢 而得知了这消息 另外几位坐轮椅的家主 忽然发现 为自己推轮椅的职位 突然间变得强手起来 而要不是考虑到 欺骗超凡者 后果很严重 一些能够正常行走的 遇会者 也思考过现在马上断腿 还来不了来得及 这一个问题 大厅之中 早就有酒店方面 布置好了会场 够资格的 一百多名遇会者们 也在约定时间前半小时 全部到场 乔治家主扫过四周 心中大致有了一个框架 他发现 这次被邀请的人 几乎包括了 洛杉己市的 各行各业的掌舵者 不客气地说 这会议的遇会者们 就是洛杉己市的 真正幕后掌控者 洛杉己市的经济活动 政治名声 这儿的人 至少能影响95% 他们要是能一致做出决定 就算是洛杉己市的市长 也绝不可能更改得了 黑暗议会这超凡势力 集中了我们这些人 是想要在洛杉己市 做什么大事吧 乔治家主如此猜测着 却也不说出来 只是安静地等待着 半小时后 随着空气里 突然传来了一阵冷风 异曲充满了古怪韵味 却不得不承认 很有名家风范的曲子 忽然间响起 让得与会者们 纷纷一了一声 打起了精神 伴随着音乐 披着黑斗篷的萧宇 闪亮灯场 出现在了会议厅的讲台上 杀 布置好的灯光 纷纷打开 通过酒店这边的网络 各大势力够资格的调查部门 纷纷看到了直播画面 很感谢诸位 能够应邀来 先介绍一下 我是黑暗议会的 一名微不足道的议员 负责进行此次 在洛杉己市进行的实验 实验 听到这一个词语 人们脸色纷纷变了 结合门口卡木 亡灵巫师的骷髅脑袋 有人开始挠补了起来 该不会是生化危机 亡灵天灾这样的实验吧 神啊 剑仙啊 阴阳师啊 你们快来阻止他们吧 呵呵 大家别害怕 萧宇察觉到了底下 与会者们的忌惮 摊开双手 虽然我们精通亡灵巫术 但是这次 在洛杉己市进行实验的 绝非亡灵巫术 而是 灵网 灵网 这是什么玩意 大家不是 来参加神秘大会的吗 怎么搞出一个网络来了 这神秘的超凡势力 要不要那么与时俱进 莫非 还真是大家第一时间 猜想的那种玩意不成 与会者们 都在听到灵网二字后 集中起了精神 玄机他们注视下 看到那位举办者挥了挥手 一枚约莫五厘米高的石碑 出现在了半空 散发着温暖人心的柔和光芒 同时 举办者的背后 出现了清晰的投影 投影上的内容 有一半是神秘术语 这些与会者 虽然也算是什么 都懂一点的精英人士 却是依旧看不懂 不过这不妨碍他们 看懂剩下的一半内容 并未知震撼的 有些找不到方向 灵网 黑暗议会的天才巫师们 在熟悉了现实世界的科技之后 得到启发 搞出来的伟大发明 以神秘力量为脉络 以所有人都具备的 灵魂力量为动力源 从而开发出来的人人可用 人人都能成为 施法者的伟大奇物 望着举办方 搞出来的投影上 对灵魂的基本介绍 看着直播的各大事理 也纷纷坐不住了 敏感的他们都意识到了 这一神秘界的重大发明 对现实世界 会产生何等巨大的影响 如果 如果普及的难度 不是很高的话 说不定 下一次工业革命的开端 就在眼前 就是现在 当即 就有几十位顶尖 大人物站起身 命令秘书为自己准备飞机 前往花旗国的洛杉几世 本就布置在花旗国的 情报人员们 更是被严令着 向着洛杉几世集中 洛杉几世一时间 竟然有了一种风雨欲来的感觉 会议却是依旧继续着 萧宇安静地 等了数分钟 确认了这些与会者们 都默默消化了自己投影上的内容后 萧宇这才打了一个响指 取消到了投影后 看向身边的巨石碑奇无温和道 我能感觉到 在座的诸位都在纠结 纠结着凌网的真伪 事实上 我能理解大家的担忧 因为在这凌网出来之后 超过一半的议员都提出了各自的疑虑 也因此 才会有我们在这儿 萧宇露出白皙牙齿 摊开双手 希望能够在这座城市进行一次 试点 洛杉几世 将成为实验凌网的特区 而这 需要立于本市各行各业顶点位置的诸位 全力配合 乔治家主率先开口 能做到的事情 我们一定会配合 只是 我们希望知晓 这里面有没有危险 危险 萧宇看向了乔治家主 面不改色的道 这方面 我倒是可以代表黑暗议会保证 凌网本体 是不会对正常人造成人身伤害 这一点 我们从法证构筑基础上 就做好了防范措施 并且 通过了建仙门那边的检查 为了保证可信性 萧宇把建仙门给拉了出来 果然 建仙门一出 许多人都悄悄点头放下心来 显然 建仙门的公信力 已经得到了各大势力的认可 至于黑暗议会是不是说谎 大家则是倾向于不会 毕竟这可是公开场合 还有那么多人在看直播 这等影响建仙门清誉的事情 真要说谎 那也太容易被拆穿了 专家们都想到了这点 越发放下心来 却是没有想到 建仙门和黑暗议会 其实都是一家人 建仙门的检查保证 想要看啊 稍等会儿 萧宇这边马上就给你写上一张 诸位请看 萧宇看到大家都接受了自己的决定 再次挥手 出现了一时用小人果水晶制造出来的盒子 盒子里存放了一万枚芝麻大小的水晶符纹贴片 这些就是灵网的接收器了 普通人只要在头部任意位置贴上这贴片 就可以通过灵网提前供给的灵力激活贴片 得以进入灵网 连接上灵网之后 就可以对我身后的三幅观想图 进行观想修炼了 萧宇说到 这顿了顿 投影再次出现 却是浮现出三幅栩栩如生的观想图 这三幅观想图一幅比一幅要复杂 看似由大量的复杂线条构筑而成 事实上却都是一笔成型 观想方法也很简单 就是顺着线条启示位置集中精神 顺着笔画方向理清一幅观想图即可 按照巫师们的预测 中等资质的普通人 每15分钟可以观想一遍最简单的观想图 每次观想成功都有几率产生信仰之力 概率的话 普通人每观想成功三到五次 就能产生一丝最纯粹的对灵网的信仰之力 进入巨石碑 当然 随着熟练度提升 成功产生信仰之力的几率 也会跟着增加 魔女之神的巨石碑 在吸收了这一丝信仰之力后 可以自行熔炼这一丝信仰之力 将之转化为神力或者法力 存入能量池之中 然后 还根据主人的设置条件 随时将这能量池内法力或者神力支出出去 给灵网连接者使用 并且 在支出的同时 连接灵网者 还可以使用设置好的巫术或者神术模型 从而进行快速施法 当然了 这样的施法是没有灵魂的施法 也就不存在小人国巫师们那样的巫术感悟 从而从中领悟了什么 进行强化改进啥的 施法者们 顶多能是找到相关巫术 运用恰当的时机罢了 哪怕只是想要把500度的火焰 变成501度 那也是不可能做到的事 不过即便如此 也是一件影响巨大的大变革了 要是没有魔女之神留下的坑 创造出一个巫术版本的大工业社会什么的 还真不是没有可能 这三幅观想图 是我们议会暂时推出来的三幅最简单 最能集中普通人精神力的秘图了 普通人每次观想成功 就能为灵魂提供一份灵力 而我们黑暗议会 会将大家提供的灵力 都记录在奇物之中 并在大家需要时候 转化为法术环回去 当然了 为了保证灵魂的运行 大家通过灵魂的施法消耗事实 会贵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二十的渠道费 这黑暗议会 还真有良心啊 乔治家主听到这不由小声的低语出声 并立即得到旁边几位大佬点头附和 现在这社会 百分之三十的渠道费 那都是人情价了 那些打着各种流量吹牛的公众号啥的 你二他八 他还觉得是照顾你了 这黑暗议会 看来确实是有心将这灵魂发展壮大 收取灵力 返还法术 使用次数 这样一来 就算是普通人 也能成批培养成为超凡施法者了吧 乔治家主赞叹了一声 旋即想到了一处关键点 他眼皮微跳了下 仰起头看向了那位神秘的举办者 萧宇正打算引出灵魂最重要的功能 看到这位身残之间的老者 他微微一笑 这家伙上到后 立即转头看向了他 缓缓道 你是乔治财团的家主吧 我看到了你心中的疑惑 你想要问什么 尊敬的阁下 乔治家主深吸了口气 尽量清晰咬词道 据我所知 互联网的一个重要功能 就是提供了交互作用 现在更是有了在网上 就直接发生的交易行为 我想要问一声 灵魂的用户们 可以互相交易吗 呵呵呵 萧宇听到这询问 轻轻笑了笑 弹开双手 当然可以 创造了灵魂的意愿 可没那么古板 其实 他也有过多次上网购物 以及玩网游的经历 你们每一个人 在灵魂里 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账户 你们的灵力 在没使用前 都是你们的所有物 只是存在了灵魂之中罢了 完全可以相当于 你们网络里的某种虚拟币 当然能互相交易了 死 灵力 可以交易 这岂不是意味着 施法次数也可以交易 大势力 官方 岂不是也都可以 集中力量办大事 与会者之中 不少人更是激动的脸色潮红 似乎看到了自己 化身施法者的美妙未来 哼 会场因为有萧宇这神秘代表在 还能保持秩序 会场外 各大直播现场已然乱了 全乱了起来 许多人都叫嚷着 要去落山几事 负责人更是撤掉领带 同时拨打了好几个电话 发出了一个个短信 天哪 灵魂的灵力可以交易 施法权限也随之可以交易 超凡之力 终于能够落到了凡间了吗 虽然 这看起来只是刚刚开端 且肯定有很大限制 可是有开始 就是天大的好事啊 果然 随着会议继续召开 肖宇说出了 关于灵魂的一些限制 首先 自然就是范围限制了 只是一块巨石碑 可满足不了现实世界的需求 哪怕是落山几事 也是如此 并且 为了能让巫术的使用消耗降低 肖宇还得布置好聚灵阵 并使用贪欲者之壶 多多少少活化一番该地的灵力 就算这些准备都做好了 肖宇也只能先覆盖 包括市中心区在内的五个街区 实际覆盖范围 不足落山几事的都市圈 五分之一大小 另外 哪怕靠灵魂施法 不再需要天赋 基本的巫术学习 还是要具备的 并且每一个人 根据资质的不同 也不是说就没有限制了 普通的成年人 每天观想十字左右 就会陷入精神疲劳状态了 之后必须好好休息 才能恢复过来 强行在疲劳状态下观想 成功率将大幅度降低 不说 更会有几率出现昏迷 精神混乱等副作用 施法者也同样不会因为有灵力 就无限制施法了 施法者施法施法 也会运用到自己的精神力 在多次施法之后 同样会出现精神疲劳 注意力无法集中等副作用 并且 灵魂之中的高级巫术 想要施法成功 还得自身精神境界达标才行 不然 这等于一个小屁孩 得到了一把沙漠之鹰 想要开枪 自然也得先有力气 举起枪扣动扳机吧 当然了 为了能够让更多人有机会 施展高级巫术 萧宇承诺 会在后续的更新中 提供锻炼精神力的观想图 以供大家学习 只是 许多家主 想的那种 马上就能利用灵魂成为超人 然后在空中 飞来飞去斗法的场景 现在来看 是没机会实现了 即便如此 与会的家主们 依旧决定这一次灵魂 一定要参与 并且要极尽全力地参与 萧宇满意地望着这些 被调动了情绪的家伙们 在说出了接下来的细节之后 萧宇宣布散会 然后消失在了会场里 大门缓缓打开 有着骷髅脑袋的 亡灵巫师卡木 摇晃着脑袋走了过来 拿起了 萧宇留下的水晶盒子 转头开始与家主们 商量起接下来的细节起来 萧宇离开这座酒店 今夜月色挺好 不过 自己还得忙一阵 才能有闲情去欣赏这儿的美景 品尝此地的美食 就尖视之眼提供的反应来看 萧宇很是自信 洛杉矶的凌网 今夜之后 已然是势不可挡了 然后 便是扩大化 萧宇想了想 觉得还是稳一点比较好 毕竟 凌网这一产物 在现实世界 还是第一次 而在小人国嘛 却是别人家的韭菜田 做不得准 至于说 现实世界里的幻想作品 萧宇回忆了一下心中所想 最能符合自己如今设想的 也就是一本名为 法师伊凡的小说里 提及的魔王了 只是那魔王里的法术能力 可是比自己的巫术 要不讲道理的多啊 动不动就能涉及法则不说 更是在那位师的操控下 几乎无所不能 而自己这凌网 说白了 也只是神系里 傀儡神之路的变种 想要达到上天下地的成就 也不知道 还要多久才行 萧宇开始忙碌起来 现实世界各大势力之人 也纷纷被这凌网事件刺激着 又一次忙成了狗 日理万机的大人物们 更是在看到报告后 感到自己脑袋越来越疼了 这一年 是他们的灾难年吗 先是千年未有之超凡大变局 然后是绝世浩劫 天外陨石九个月之后 就要砸过来了 现在 又冒出来了这一个 似乎能够掀起下一场 工业革命一般壮举的凌网 天哪 这是想要累垮他们不成 不过 转念一想 在天外陨石要砸来的大背景下 那神秘的黑暗议会 竟然还有心思 做这种 推动超凡与现实世界融合的路子 看来 那绝世浩劫 还真有可能会被解决掉 或者 在超凡之力下 至少不会出现灭世级的灾难 这样一想 他们才稍稍安心了下来 凌网的实验 成为了洛杉济世 上层心目中的头等大事 不过上层 却是没有着急着推广 毕竟黑暗议会的举办者大人 只提供了一万枚贴片 这点数目 各大势力之人都觉得 完全可以内部消化 就不必劳累洛杉济世的那些市民们了 他们为了一日三餐 已经够辛苦了 何苦还去劳累观想 在亡灵巫师卡木 和大家谈好了细节 并离开没多久 第一批实验者 就已经粉末登场 这批实验者 倒也都是实至名归之人 得到了多方势力的共同认可 在洛杉济世附近 坐落着一座 在催眠师核心理医生圈子里 最为著名的大学 这所大学的催眠师们教授们 建立起了通行全世界的催眠师考核标准 先是以100分为满分 后来又因为天才的出现 而提升到了120分 才是满分 无数催眠师 无不已能得到该大学的考核 获得初中高等级称认可而自豪 花旗国官方 更是每年都有超过20亿花旗币的拨款 给予这所大学的催眠师学习 在潇宇没有装神弄鬼忽悠现实之前 这个世界最接近于常人眼里超凡的 或许就属于这所大学的催眠师们了 不提那些不敢自称催眠师的心理医生 能得到评级的催眠师们 某种意义上就没一个是好惹的 千禧年后 巴特西国爆发的多起世界银行被抢劫案中 作案者仅有一人 曝光后发现 他身份也仅仅只是一名中级催眠师 为情所伤 于是自暴自弃之举罢了 而根据某些小道消息 传闻花旗国高级催眠师教授们的青传弟子 初师考核之一 便是在不借助工具帮助的情况下 从任意银行里用白条借走一笔现金 更有传闻 不少邪教的教主或者宣讲者 乃是这些教授们故意逐出师门的学生 这些小道消息真真假假 夹杂其中常人难以分辨 但是能够考核过关的家伙们 有一个算一个 都是聪明人 是具备精神力特长之人 大家还是公认的 也因此 在大家研究了凌网的说明内容 发现 这和每个人的精神状态息息相关后 便率先想到了 那一所大学的催眠师教授 和他们的学生们 而这些催眠师们 也对真正的超凡之力向往已久 听到大人物们的安排 无不心动 那些教授们 更是一个不辣的 跑来了洛杉矶市 愿意为了花旗国当小白鼠 而除了这些催眠师 官方还分别邀请了数学系 物理系的高材生 高智商俱乐部的某些优秀会员 加入到了这场实验中来 这些人都在一晚上 抵达了洛杉矶市 并分到了一千份名额 在肖宇忙活好了 这片街区的法阵布局 贪欲者之狐 也活性化了不少灵力 聚石碑被激活 几乎所有人都不顾业 已经很深了 在得到贴片之后 便立即贴在了头部 然后按照说明 躺在了床上 或者沙发里 闭幕观响了起来 艾克瑞斯教授 今年刚刚满60岁 却也已经是花旗国最著名 也是仅有的几位高级催眠师之一 同时 他更是催眠师协会里的高层成员 也因此 哪怕没在那所大学任教了 也依旧够资格得到官方邀请 并第一时间乘坐私人飞机赶来 得到一个名额 艾克瑞斯教授 是催眠师里的天才 很多人都相信着他 肯定能超越当年的米尔顿大师 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催眠师 只是 艾克瑞斯教授 终究让相信他的人们失望了 艾克瑞斯教授 曾经与同伴一起秘密为花旗方服务 结果 艾克瑞斯教授亲眼目睹了自己的同伴 是如何突然发疯 然后丧心病狂地自杀 于是 有了心理阴影的艾克瑞斯教授 选择了更安全的理论研究 却也从此失去了更进一步的可能 这一次凌网实验 却让艾克瑞斯教授 看到了新的希望 他自信自己的天赋 一定是所有参与者里面最好的 而在实际操作里 激活了凌网之后 艾克瑞斯教授第一时间就感觉到了 在自己脑海里浮现出来的 宛如浏览器的界面 并惊讶发现 浏览器的界面 可以随着自己的意念改变 甚至捏扁捏圆 艾克瑞斯教授 自然根据自己的经验 挠不出这种可视化界面 是因为自己的潜意识 被凌网影响而形成的 是以才会被自己如此随意改变 然后 艾克瑞斯教授 不再在意这些细节 开始从最简单的观想图 开始观想 艾克瑞斯教授用了十分钟 便完成了第一次观想 并第一次观想成功 就得到了一点灵力 显示在了自己的脑海里 到底是老了 还是有点吃力啊 艾克瑞斯教授缓缓睁开眼 并不满意 自己比正常人快得多的表现 艾克瑞斯教授 看了看房间里情报部门 正大光明安装好的监视器 深吸了口气 从口袋里掏出了一瓶药瓶 监视着这些实验者的人员 立即发现了这一点 是利他非吗 有情报人员微微一正 对这种用于治疗精神病 以及狙击手战场上 才会使用的提升注意力的药品 不是很有好感 这种药物有一定效果 但是副作用也大 且服用者往往会比正常人 更加经不起诱惑 成为毒鬼 不是 是更高级的一种药物 一位调查员放大了药品图标小声道 效果类似 副作用更小 一些高级私人贵族学校 很流行这玩意 就是太贵了 谢特 这群有钱人 刚刚开口 那情报人员微微皱眉 旋即小声道 不过副作用小什么的 我才不会相信 最多两三年 这玩意肯定会上黑名单 又要我们去忙活擦屁股 队长 要阻止吗 阻止 那情报人员想了想 正要点头 却听到耳机里传来了上级的命令 不用阻止 好 好的 我明白了 听到这话 情报人员回神过来 现在又不是比赛 而是人体实验来着 测试精神药品能否有效 也算是实验项目之一了吧 艾克瑞斯教授开始科药观想 药力下 他注意力得以高度集中 观想速度 其实并没有变快 但是观想完成一次后 疲惫感却是没有那么强烈了 那艾克瑞斯教授 似乎也猜到了 自己科药的场景 已经被记录在案 再连续观想多次休息空暇 脸朝着监视器 平静地诉说起自己的感受 而在艾克瑞斯教授吃药同时 第一批参与这场领网实验的人员 竟是有过半服用了精神药品 药品的种类更是五花八门 区别只是 有钱的会使用还没上黑名单的精神药品 而没那么多钱和或者人脉渠道的 则是只能使用市面上早已流行的处方药 如此高的科药比例放在东方国家 肯定会觉得这不可思议 但是在花旗国情报人员们看来 这是非常花旗国 毕竟 这儿的医生们对抗生素相关药品非常谨慎 往往能不开就不开 可是 对于止痛片等药物 却是可以用泛滥来形容啊 加上这儿可是花旗国西部 大批瘾君子圣母表左派的集中地 大本营 滥用药物能只有50%这比例 已经能说明这些参与者的平均素质足够高了 肖宇在闭幕休息了一会儿之后 直接作为管理者连接了巨石碑 并观察到了那些灵网连接者们的状态 肖宇注意到了 艾克瑞斯教授的不正常精神波动 感知叹了过去 很快肖宇轻轻摇头 服用精神兴奋剂来观想 这是小人国有千年历史的乌石塔 都不敢用的方法啊 还好只是最简单的观想图 不然 这简直就是在作死 肖宇完全能推算出 自己不阻止这操作 接下来会发生的灾难 艾克瑞斯教授为首的 一批老年人会率先出现精神错乱等后遗症 然后 说不定在昏睡中会梦到什么不可名状的怪物 从而直接被吓成植物人 当然 变成疯子 自以为自己已经成为了神什么的 也有一定可能性 但是无论哪一种 大规模出现了 都是对灵网实验的阻碍吧 肖宇开始向灵网核心巨石碑 写入了新的规则 并添加了一个感知法阵 顿时 利用已经存入到了巨石碑里的少许灵力 感知法阵瞬息间就在巨石碑里成形 并被激活 下一秒 艾克瑞斯教授等所有科药的实验者 全部大脑刺疼了一下后 被断开了与灵网的连接 艾克瑞斯教授揉着脑袋 感知到了灵网最后留下的信息 似乎是检测到精神波动异常 谢特 艾克瑞斯教授隔壁的一个房间里 一位皮包骨的瘾君子 疼得泪目满面 鼻涕横流 这灵网 竟然也歧视我们 尹君子骂骂咧咧了几声 干脆摸出了一小片禁用药物 打算乐呵一下睡觉 没成想 药片刚刚吞进去没几分钟 尹君子就立即浑身抽筋着 一下子呕了出来 似乎连接过了灵网之后 哪怕断开灵网 身体也无法接受精神药物了 尹君子的嚷叫声 让监视着这一切的情报人员们 却是一个个都有些猛逼 这黑暗议会搞出来的灵网 竟然 还有检测滥用精神药品的功能 竟然 还可以用来戒毒 妈麦皮 为什么你们派来的代言人 会是一个骷髅巫师啊 你们这样的好组织 应该派出天使来做代言人才对啊 更上层的大人物们 则是从情报部门口 那得到更新的信息 塔木亡灵巫师那边表示 灵网检测到了大量异常精神波动 并发现 这是由药物引起 为了保护他们 不至于受到不可逆转的精神损伤 灵网不得不进行一次自我保护 想要解除身体对精神药品的排斥 只需要彻底放弃灵网即可 彻底放弃灵网 这对于绝大部分参与者 自然是不可能接受的 于是 除了某些实在是没救的重度上瘾者 退出了实验 一切照旧进行 艾克瑞斯教授也在大量喝水 并睡了一觉后 重新登上灵网 开始争分夺秒地观想起来 似乎是意识到 自己的精力在耐力方面不如年轻人 这位艾克瑞斯教授 选择了观想最困难的观想图 虽然后时稍微长了一些 但是 获得灵力的成功率 却是不出所料的提升了不少 以艾克瑞斯教授的能力 从开始的三分之一 进不到了二分之一几率 在艾克瑞斯教授等人 进入了酒店 连接了灵网24小时后 第二批 三千枚贴片 也找到了主人 他们的成分 比起第一批次 无疑要复杂得多 除了各大势力派来的代表们外 还包括了花旗国 在实验区布置的军人 保安 服务员等等人员 另外 得到邀请韩玉慧的各大家族 也分到了一部分名额 让他们的家族子弟 得以连接灵网 所有连接了灵网的人 都被安排在了相关街区 看似一切照常的生活 工作 事实上 却是一切都在各大势力的监视器之下 有条不绪地进行着 灵网连接者们 每天吃了多少 拉了多少 都被一一记录在案 简直就比住在高级病房的病人 都还要细致 街区里的酒店室内篮球场 大批各大势力代表 琪琪来到了这儿 并把注意力放在了被选中的 艾克瑞斯教授身上 艾克瑞斯教授 不愧是花旗国最好的催眠师 他是目前唯一的一个 能够成功观想最复杂的 那一幅观想图的实验者 而能够做到这一点 从灵网提供的细则说明里可以看到 这位艾克瑞斯教授 已经有了足够的掌控力 来释放灵网里的大部分低级法术 于是 花旗国官方一合计 干脆从一部分人员 那收购来灵力份额 交给了艾克瑞斯教授 希望他可以当众展示一番灵网法术 萧宇此时已经没在花旗国了 而是回去了老家 不过通过灵网感知到了此事的他 还是连忙准备好了瓜子花生 等待自己搞出来的好戏登场 艾克瑞斯教授 站在篮球场中央 被上千人盯着 却是没有什么不适感 离开战场后 专注理论研究和演讲吹牛的他 早就习惯这些被众人注视的场面了 在大家的期待中 艾克瑞斯教授 缓缓举起了双手 对准了放在前方篮球架上的一处靶子 默默沟通灵网 知父灵力 发出施法请求 眨眼见 艾克瑞斯教授 就感觉到自己的双手 一下子出现了血木的白光 而后 在一阵惊呼声下 艾克瑞斯教授双手一抖 一发光焰 飞弹脱手飞出 休一声砸中了篮球杆上的靶子 哄 作为这儿巴金的巫术戏法 光焰飞弹 还是很给艾克瑞斯教授面子的 顺着一条直线飞了出去 并命中了靶子 好似手榴弹的爆炸光效和巨响 响彻在了这处空间 随后 众人们怀着复杂心思 看向了被炸的一片焦黑的靶子 犹豫再三之后 纷纷鼓起了掌 虽然 艾克瑞斯教授表演的这一法术的威力 看起来没有电视里 瞧见的超凡者那么夸张 可是这却是这儿巴金的一个普通人 施展成功的超凡法术 具备了跨时代的意义 艾克瑞斯教授 作为第一位成功施法的凌网实验者 也不由露出了笑颜 他拒绝了旁边的美女秘书递来的咖啡和奶茶 觉得自己还能继续施法 现场的几位花旗国代表文言互相交谈了几声 最后由官位最大的一位代表拍板同意实验继续 于是 艾克瑞斯教授舔了舔嘴唇 双手摩擦了一下后 再次按步骤进行施法 他小心翼翼地踏前了一步 大呼了一声 烈火之鞭 艾克瑞斯教授眉心前方三十公分处 一根长达十米的 由火焰组成的长边刷一下弹跳了出来 并啪的一声 抽打在了艾克瑞斯教授目光所知位置 碰 烈火之鞭的特效 看起来要比刚刚的飞弹炫目的多 抽打产生的火花和爆炸声 也令四周围观者们 纷纷觉得这一招威力肯定不俗 会场里 不由再次响起了一轮掌声 艾克瑞斯教授 举起双手 享受众人的注视和赞扬 然后他露出白皙牙齿 不等上面命令 再次准备施法 这一次 艾克瑞斯教授 竟是挥手间释放出了一阵寒风 寒风刮过了靶子后 令那靶子上凝聚起来了大片冰霜 只是 这一次掌声没有响起 反而是来自秘书们的尖叫声 此起批伏 艾克瑞斯教授昏倒了 原因 施法过度 精神力枯竭 花旗国代表目送着艾克瑞斯教授 被医护人员们检测后抬走 表情倒是没有多少担心 神色露出来 灵网方面事实上一开始就有提到这种情况了 卡木亡灵巫师那儿更是偷偷告诉了 帮他洗骷髅头的理发师 第一次施法成功的施法者 往往会陷入自我认知错误之中 认为自己一下子无所不能 而导致施法过度昏迷 这样的状况 不需要太担心 睡一觉醒来 就能好上大半了 艾克瑞斯教授 是我们花旗国天赋最好的催眠师之一了吧 竟然连他这样天赋的人 也只能施法三次 就到极限 花旗国代表旁边 一位财团家主微微皱眉 似乎是有些失望凌网链接者的表现 竟然那么不堪 花旗国代表 却是拿起平板电脑 打开最新更新的PPT图片道 艾克瑞斯教授成功施法后 凌网那边的法术 就新出现了十多种之多 除了消耗6点到12点灵力的外 有三种新出现的法术 标价达到了24点之多 艾克瑞斯教授施法了三次 消耗6点的法术 就达到极限昏迷了 也不过是消耗了18点罢了 想来凌网一定有办法提高 施法者们的精神力的 不然24点的法术 给谁去施法 艾克瑞斯教授 已经是站在凡人之中顶端的存在了呀 花旗国代表的猜测 确实没错 消耗在注视完了艾克瑞斯教授 从意气风发的装逼 到变成了傻逼昏迷的全城之后 通过管理员的身份 消耗解锁了凌网的第一块修炼 用观想图 这一修炼用观想图 是小人国某大型巫师学院 给天赋一般的学徒们 提升精神力上限用的 最适合现实世界普通人不能嗑药 资质也大多一般的现状 不过哪怕是学徒用 这种修炼观想图 也依旧很是复杂困难 想要观想成功 非下大功夫不可 并且 因为与神系之路不同 修炼用观想图 不管成功了多少次 也不会提供灵力给巨石碑 这其中得失 就要看灵王使用者们 如何分配时间了 而萧宇不打算继续施展手段 去强迫这种变化 他只需要等着这一万名灵王使用者 逐渐成长起来 灵力也累积的足够多了 便进行一次收割 弄点施法者 帮忙自己种田炼金附魔什么的 毕竟施法者再差 体型摆在这儿 效率上要比小人国的巫师们 强得太多了 樱花之国 英都 安培康夫得知了 花旗国西部竟然搞出来了灵王 也立即保持了最高标准的关注 在通过英都官方渠道 知道了灵王的进展惊人之后 安培康夫不由地默默记在了心中 并在萧羽所画秦明阴阳师出现之后 把这些事情禀报给了萧羽 我知道了 萧羽化作秦明阴阳师 斜靠在软塌上 微微汗手厚道 不过是用了神灵凝聚信仰之力的路子罢了 黑暗议会 这是为我们探路呢 如果这路子可成 我们一脉随时都能拿出来同样的东西 安培康夫听到这话 脸色不由一喜 头不由自主地刻在了踏踏米上 想来英都那些俗人们 听到这话一定会非常高兴 秦明大人 安培康夫说完之后 缓缓抬起头 小心翼翼到 阴阳神宫那儿 第一批学员已经召集齐了 我们 是否要开始授课了 授课 萧羽想了想 觉得可以提前打好基础 便点了点头 然后轻轻挥了挥手 雪女再次出现在了安培康夫旁边 令得四周空气 刷一下降低到了零度以下 令安培康夫身子一紧 暗暗称其秦明大人的雪女世神 似乎要比上次看见 强大了许多啊 雪女世神 这是晋级更高境界了吧 安培康夫这样想着 却是忽然脑海里 听到了雪女世神清朗的声音 带路吧 我会教导那些学员们第一课 嘿 安培康夫身子一抖 连忙答应了下来 而后敬畏地看了眼帘布里 躺着的秦明阴阳师大人 弯着腰小碎步 退出了房间 萧羽意念一动 雪女世神 缓缓漂浮在了地板上 跟随了过去 已经在小人国称王称霸了 那么长一段时间 萧羽自然重新召唤 并强化了自己的世神 如那雪女 萧羽选择了二级兵系召唤术 召唤初期本体 同时 借助精通召唤系知识的 传奇巫师提供的奇物 作为控制核心 萧羽让得自己的雪女世神 能够做出更多 有血有肉的动作出来 至于开口说话 虽然依旧做不到 但是巫术是万能的 雪女本体做不到没关系 那就添加一个奇物让其带上 利用那奇物 直接对目标进行心灵通话即可 通话的女生 采用的乃是月之女神教会里 新诞生的一位女性主教 保证那谷子清冷味 符合雪女世神的风范 樱花之国 阴阳诗神宫 坐落在樱花之国圣山旁边 并在修建之初 便成为了全世界主墓之地 更是成为了樱花之国 大部分国民心目之中的圣地 等到后来 又发生了世神世格者事件 这神宫更是被许许多多的 中下层人士 认为 是他们这辈子 能够闲鱼翻身的最大机会 他们做梦都希望着自己突然展露了某种天赋 从而被神宫里的超凡大人物们看中 从而一飞冲天不说 更能带动着亲戚朋友们 也一同鸡犬升天 这是有时政的 当初被世神选中的吉平松一 根据新闻记者们的不懈努力 已然发现 他不过是一个冲动的热血中二少年 一个看起来 注定不可能上一流大学 改变人生阶级的社畜 哪里想到 就是这种放在人群里找不到的学生 却是一下成为了樱花之国的超凡者 并且 还是超凡者里的精英人物 据闻 这吉平松一的地位 已经远远超过了那位安培康夫 这段时间都随着秦明大人 去秘境修行去了 也因此 吉平松一的家人 简直就是如今樱花之国最幸福的家庭 窝居换成了家里有森林的传说及豪宅 地位上 更是比皇室都要受到大家的尊敬 要不是皇室那边的公主 长得实在是一半 有点配不上对面 只怕梅叔早就递进去吉平松一家府邸了吧 樱花之国的网络上 类似的相关话题可谓是越来越多 议论的尺度也是越来越大 也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安培康夫的招学员行为 简直不要太轻松了 要不是对资质有要求 且第一批学员安培康夫不敢招太多 别说目前的五十人了 就是五百人 五千人 安培康夫也绝对不会仇招不到人手 神宫正殿里 四位巫女 盘膝蹲在了大殿四个角落 宛如装饰 正殿里 冰冷地板上 五十个来自樱花之国各地的学员 一身素白地跪坐着等待 这些学员大多在十四岁到十八岁之间 来之前都接受过安培家族专业人士的指导 不合格的早就被替换了 能跪坐于此的都算得上是小大人了 一个比一个懂事 突然被停了早课 然后被集中过来正殿 这些学员们一个个都有些猜测 是已 跪坐在石板上一个个哪怕不舒服了 也不敢乱调整坐姿 生怕差那么一丝一喉 便错过了机缘 啪 啪 数分钟后 学员们终于听到了 让他们觉得无比悦耳的脚步声 旋即 学员们瞪大了眼睛 看到了在他们眼里 和教导主任一个级别的安培康夫大人 以及 那漂浮在了半空 一身雪白 好似冰雕美人一般的学女殿下 是学女大人 天哪 我竟然能亲眼看到晴明大人的学女世神 好 好冷啊 这就是晴明大人世神的力量吗 只是无意都能让那么远的我们感到 一阵阵刺骨寒意 你们便是这一届的神功学员 学女世神来到正殿前台后 睁开美目 扫了这些学员们一眼 顿时 包括安培康夫在内 这大殿里所有人都听到了 仿佛从脑海里冒出来的清冷女声 这一定就是学女大人在问话 学员们赶紧低头 琪琪应了一声 肖宇注视着这幕 轻轻移了一声 这批学员在这种紧张时候 还能整齐华一地答应 倒是不赖 看来安培家族的传承 超凡之力虽然是没有的 但是教授规矩方面 有着自己的心得本事 学女世神 缓缓地点了点头 旋即放开了身上的超凡能量 顿时 作为二级超凡召唤物的威压 瞬间爆发了出来 充斥了整个大殿 令得大殿里所有人都一下子 好似照片一般停滞了 大殿外 似乎是感应到了 这儿爆发出来了强大的危险信号 森林里飞出来了万千各式各样的飞鸟 慌慌张张地远离着神宫 一直驻守在正门外 负责保护神宫不受骚扰的樱花之国驻军 则是一个个打了一股寒战 觉得天气似乎一下子转凉了 大殿里 十多秒后 看着学员们 一个个小脸 被冻得铁青 却是没一个求饶 学女世神 缓缓收回了能量 再次传话到大殿每一个人脑海 资质不行 素质勉强 我便按照主人之令 教你们第一课吧 话音一落 学员们的脑海里 浮现出来了 消雨取材自当初 双叶巫师学院的灵魂锻炼术内容 双叶巫师学院 虽然是穷地方的小型巫师组织 但是正因为他们很穷 连最低级超凡材料都在省着花 所以才研究出来了 穷人也能修炼的锻炼术 倒是很适合给现实世界这些没机会 得到超凡材料 洗水的学员们 打好基础 一幅由十二个圆环构成的观想图 也随之鸣刻在了每一个学员的脑海深处 如此大的信息量 直接灌入大脑 让得这些学员里 有几个实在是忍不住 发出了轻微的痛呼声 我会引导你们 进行第一次冥想 然后 第一课就此结束 能够就此找到自己意识海 凝聚法力者 才够资格继续上课 学女世神说完 学员们便感觉到了 那观想图上出现了光点 他们不敢错过这等机缘 纷纷闭目专注地 跟着那光点游走了一圈 并默默记住了游走路线 学女世神做完这些后 却是轻轻扭头 看向了安培康夫 一股威压 瞬间爆发压了过去 只是一眼 却是令安培康夫 感觉到了莫大的压力 让得他嘴角一抖 差点激活世神腾蛇出来抵挡 想想学女世神 可是勤明大人之物 安培康夫终究没有这胆子 而是干脆利落地 跪在了学女世神的脚下 并颤抖着身子 不断磕头 学女世神轻轻摇了摇头 转身消失在了空气中 只是留下了一句下不为例 出现在了安培康夫脑海 吓得安培康夫脸色苍白 身子软软的 好一会儿功夫才恢复力气 在学员们差一目光下爬了起来 安培康夫 看向这些学员里的一部分人 眼神有些阴郁 作为阴阳师之狗 安培康夫第一时间 就自己脑补出来了 为何会被学女世神针对的理由 一定是学女大人教授 这些学员的时候 发现了自己那点私欲了 自己终究还是没抹开家族那边的关系 当贵族家的孩子和平民家的孩子 同时符合要求 且差距不大的时候 安培康夫不自觉地 会倾向于把机会留给贵族家的孩子 为此 如果一切按照资质标准来算的话 这一批学员里 是有那么几位贵族学员 本该换成平民学员的 现在嘛 安培康夫已然下定决心 绝对不能再有 哪怕一丝私心了 否则 一旦被秦明大人抛弃 自己现在爬得有多高 跌下来就会有多惨吧 小清水惠子 是樱花之国西部地区 传统神社的祭祀家族 嫡系长孙女 也因此 在阴阳师神宫建立起来之后 小清水惠子 带到了西部地区的宗教势力 被塞了进来 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巫女 刚刚进来的时候 小清水惠子有担忧过 万一秦明大人要宠信自己 该怎么办 万一其他巫女们都要争宠 又该怎么办 自己是不是该听从母亲的建议 买几本宫斗书 学习新知识 结果成为巫女之后 小清水惠子 才颇为失望地发现 他们在这儿的工作 与神社里的那些传统祭祀 没什么区别 甚至因为有着真正超凡存在 大家的行为 都更加地保守 无版 要不是担心辜负了家族的期望 小清水惠子 怀疑自己早就忍不住这种 如同苦修女的生活 从神宫中逃走了 也幸好他坚持了下来 这才得以被选为背景板 待在了大殿之中 并以部署于 那被挑选中的五十名 阴阳师神工学员之一的身份 见到了美丽强大的学女世神 令得小清水惠子激动得小脸通红 感觉自己这几个月来的辛苦 终于有了回报 小清水惠子 作为一名巫女 蹲在角落悄悄见证着这一切 并以为如同以往的早晚课一样 自己只是陪着见证玩一试 而后该做什么便做什么 没想 当学女世神挥手开始授课 躲在四个角落的巫女们 竟然也如那些学员们一样 获得了超凡知识 感谢秦明大人 感谢学女大人 小清水惠子 在学女世神消失之后数秒 才回神过来 并立即心有灵犀地 与其他巫女整齐华一地 赶紧磕头感恩 巫女们的动作 自然被安培康夫注意到了 他从小心思被发现的惊恐之中 恢复了过来 看到这些巫女反应 哪里不知道 他们好运地得到了机缘 不 这绝不会是什么好运 这一切 应该都在秦明大人的掌控之中 啊 我明白了 安培康夫激动地扬起头 脑海里幻想出了 萧宇所化那秦明阴阳师 妖艳俊美的脸容 露出狂热崇拜的表情 大人一定是体谅到了 我们这边的难处 所以给了我提示 学员一定不能训思 但是超凡的机缘 不一定只在学员上 这些为神工服务的 神工人员们 也有成为超凡的机会 安培康夫想到这里 面朝秦明大人卧室方位 再次磕头不已 萧宇却是没去关注大殿的事情了 她只是注意到 那四个巫女的资质 看起来不比学员要差 反正教导五十个 和教导五十四个难度是一样的 能多出来几个帮手 终究是好的不是 并且 萧宇也有些期待 当自己种下的这批超凡种子们 成长起来之后 会不会发现一些有据有用的东西 比如具备了空间天赋 来之更加神秘的时间天赋的巫师 在那位韩风与黑铁邪神 提供的一些秘密文书之中 曾有过记载 有着时间天赋的巫师 她的血液是超凡药材最好的催化剂 能够极大的缩短超凡药材的成熟时间 嗯 看看最近又有什么大新闻吗 萧宇收回了学女士神之后 忽然心中一空 感觉自己竟然又到了难得一遇的休闲时间 她不由使用巫师之手 将安培加准备的报纸 统统拿了出来 摊开竖着 铺在了半空 嗯 法兰西的大教堂竟然被烧了 嘿嘿 这事情可不是我干的 不能赖在我手上 然后 咦 第一张黑洞图片出现了吗 黑洞啊 比恒星还要恐怖的星体 如果能够契约黑洞的话 我会成为什么巫师 直接成为昔日 或者昔日之上 吞噬一切之主 毁灭一切之王 好吧 看待我没戏了 这个黑洞竟然也离水蓝星 有十六万光年之远 萧羽看到十六万光年这个数字 眼皮也忍不住跳动了一下 脑海里忍不住想起了 在天宫的时候看到的浩瀚星河 一时间 一种天地和其之大的感觉 充斥她的全身 乃至灵魂深处 渺小 卑微的憋屈感觉 也随之从心头最深处 越发壮大 带到这种感觉 壮大到了最大 身为巫师追寻真理的本能 随之涌出 渺小宇卑微感 顷刻间被驱除 萧羽双目闪耀起夺目的金光 她的身后 本该是无形的天赋巫术虚空之手 竟是缓缓凝聚起了半透明的形体 冥冥之中 萧羽感觉到了 自己成为传奇奇事后 凝聚的天地法香 豁然睁开了漆黑的好似连光 都会被吸收的双眸 呼 萧羽不由自主 看向那一双漆黑双眸 然后 瞬息间 神志回到了现实 刚刚那是 遥想到了无尽星空之后 的杂念吗 短短功夫 就让我有种 大战了一场筋疲力尽的错觉 不过 收获也是颇大呀 我的天赋巫术 竟然突破了那一层模糊的界限 有了介于虚实之间的形体了 按照正统巫师体系的内容 我这是伟三级巅峰的表现了 也就是说 只要我有足够的材料 并不置好仪式 我就可以随时进行晋级仪式了 萧羽想到晋级仪式的地点 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天宫 萧羽的直觉隐隐告知她 去外太空进行晋级仪式 将得到更多的好处 将具备更大的可能性 萧羽轻轻闭目想了想 左手一抖 世界奇物时空之界出现 并射出两道光芒 正是融化了萧羽这段时间 得到的另外两件世界奇物 时空之界模样没有改变 不过萧羽双目凝聚超凡灵光看去 便会发现 这枚戒指闪耀出了 常人看不到的五彩灵光 前前后后吞掉了 四件空间系世界奇物了 这枚时空之界 还未达到极限 看来 她的等级不会太低 萧羽心中低语 玄机意识与时空之界沟通 得知了这两次强化 带给她的好处 传送点的数量增加了 一共可不止64处 然后便是萧羽最关心的传送距离 从4500多公里 直接跳到了18000多公里 这样的传送距离 现实世界星球表面之间的距离 已然不需要中转了 而天宫 萧羽考虑到接下来的晋级仪式 决定 让天宫升得更高一些 先定一个小目标 地外距离1万公里好了 天宫之上 观星台 为了加快航空器的研究建造 这片月之女神菲亚掌控的土地上 有着来自各大势力的100多名专家 在这儿三班道地努力工作着 由于不再需要考虑大地重力这一牢笼 航天器的研究 可谓是一日千里 要是目标 还是定在一年前的火星登陆计划 那么 不管是花旗国 还是东方谷国的专家们 都完全可以 现在便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案出来了 从没想到过 航天研究还能这样玩 金教授研究了大半辈子的航天飞机 上来天宫之前 从没想过 自己能有这样的研究环境 那些困惑着航天发展的 无数只能妥协的无解困难 却能够直接跨越过去 再加上最近的可控核聚变小型化研究 也连连传来解报 虽然依旧因为神秘力量的加入 而不具备可复制性 这依旧令金教授等人感到振奋 一旦用上了小型化的可控核聚变装置 作为动力员 再配上他们研究出来的航天飞机 九个月后 从天宫出发去阻止那可怕的妖星 看起来并非不可能啊 金教授想到这 浑身充满了干劲 准备提前上班时候 温和的女神之声 忽然间在他们这些专家们 脑海之中响了起来 而后 哪怕再不干 专家们还是一个不辣的集中在一起 并随即被传送回去了泰山之巅 泰山附近的观察组 第一时间就发现了这一异常 纷纷联络之余 惊讶得知 那月之女神菲亚表示自己 已经恢复了少许力量 事宜 准备将天宫升得更高一些 这算是将天宫变轨吧 不过 那么巨大的建筑群落 想要变轨升空 一定需要无比巨大的能量吧 也不知会升多高 要是能在升高两千公里 达到远离地面六千五百公里的高度就好了 金教授在复述了脑海里得知的消息之后 仰头看向白昼 低声自语 金教授旁边 一位来自莫斯卡的大鼻子教授 呵呵一笑道 你有些贪心了 你应该知道 升空两千公里意味着多大的能量消耗 我觉得能再升一千公里就不错了 虽然这样子 我们的航空器离开庇护区 依旧有着巨大危险 至少能少许多麻烦了 天宫目前离地面的高度 只能算低轨道 不在特定点的话 依旧会受到地面重力的影响 离开天宫神力庇护区之后的一切物体 如果达不到某个脱离速度 就会被重力再次捕获 然后给拖回去大气层里 烧一个痛快 天宫能继续升高 这些专家们都乐见启程 而各大势力的高层们 在得知了这事情之后 也不得不把注意力 从花起国的洛杉矶市 抽离开一部分 看向了那遥远的外太空 自从发现星空之中 竟然真的有着不科学的 妖心模样的星空巨兽存在 三观崩塌的天文学家们 就不由自主地加大了工作量 生怕又错过了某一个疑似小行星 其实是星空巨兽的踪影 在最近一期的天文学汇报大会上 除了黑洞图片 露了一下脸 一批天文学家 更是煞有其事地 把天文学上的几件不可思议事件 牵抢附会的脑补 为了星空巨兽存在的证据 且让肖宇暗暗汗言的是 大会里竟然还真有不少人 相信了这些脑补 并把这一可能性 凝重严肃地写在了档案之中 在天文学历史里 除了知名度颇高的 疑似外星人的WOW信号外 还有两件谜题 困惑着天文学家们 一件是他们观察到 在银河系深处的某一颗恒星 似乎是有什么巨大无比的物体 贴着那恒星表面 缓缓离开 这物体不符合一切已知的星体规律 且通过信号 看起来更像是长方形 而非不规则球体 现在嘛 自然有了答案 这是一头星空巨兽 经过了那一颗恒星表面 另外一件 更是被更多人相信 是星空巨兽所为 那是另外一颗不正常的恒星 一颗部分区域 亮度在不正常减少 并且一直没回复过来的恒星 天文学家们对此的猜测五花八门 在星空巨兽出现之前 戴森球是关于这颗行星 正在发生的变化里 最能引起新闻媒体感兴趣的猜测 现在嘛 自然是星空巨兽 导致着恒星亮度简落论 无可辩驳的一举登顶了 萧宇出现在了天宫之中 作为月之女神的代言人 无需女神清零 她已然沟通了天地之间的月光之力 充斥着整片天宫建筑群落 然后 在无数天文观察镜的注视下 这座每轮每样的天宫 开始缓缓地远离地面 这一过程 持续了差不多一天一夜 萧宇在这期间也没闲着 通过监视之眼 得知了目前的头条消息 并从引起热潮的天文学大会 那知道了更多星空隐秘 这让她对浩瀚星空 越发地敬畏了起来 这片星空 人类已知的 不管是宽度还是深度 都无比地渺小 现如今的宇宙学时 望远镜事实上看到的很少很少 绝大部分内容 其实是科学家们通过已知数据 而后结合目前总结出来的自然理论 加上数学工具推导出来的 偏偏 理论也好 数学工具也好 都不完整 于是 在论证过程里 尴尬的东西自然是不断发生 不过没有关系 科学家们在科学领域 可是比小说家还擅长脑补的 他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脑补 来合理化推导 出现差错的结果 而这些脑补 大部分无法论证 少部分即便得到了公认 却也无人会保证 他们就是真理 最多点头肯定一声 在更合理的新脑补出现之前 这理论或许大约有可能是真的 可以说 如果某位主角得到了不实陆的宇宙飞船 然后真按照现实世界提供的天文知识 去星空深处冒险 呃 除非宇宙气韵钟爱于他 不然 和送死没多少差别 好比一直被科学家们认为应该非常非常稀少的黑洞 在最近的研究成果 却是恶然发现 黑洞在宇宙之中 远比大家想的要多得多 书称 消于老家地下室深处 有一件隐藏在十二道秘书节节之中的保险柜 保险柜的柜子上 使用了十多种古老的语言 明刻下同一句话 不可接触 不可目视 不可窥探 这些名文 分布在保险柜的正面 另得隐隐间 这保险柜的逼格得到了神秘性的升华 只是 作为一件书成某五金厂出品 历史不超过五年的保险柜 它本身显然并没有什么特殊的 而它内部也不是什么危险的收容物 都是受到了消于的感召 明白了正义在何方而幡然醒悟 浪子回头经不患的深渊来客 裁判官克伦维尔 深渊之魔蛇 乃至十多位深渊柜族 都居住在这保险柜中 得到深渊 永远不会给予他们的安静与平和 来得最早的 是裁判官克伦维尔和深渊魔蛇 也因此 在这保险柜空间里 裁判官克伦维尔和深渊魔蛇 在这些醒悟者里 属于老前辈了 当天宫缓缓移动到了上万公里高度的位置 最迟来的一位深渊贵族 忽然睁开脸上额头上的四眼 从玩具床上站起身来 发出了惊呼声 你们有感觉到吗 感觉到 嗯 经这位深渊贵族提醒 其他深渊之人都不是弱者 他们之中最差的 也有尾三级巅峰魔物水平 深渊魔蛇这样的 更是达到传奇巅峰 尽管保险柜内凌厉枯竭 加上无法沟通深渊 令得他们成为了无瓶之水 基本感知力还是有的 这点感知力 想要穿透重重法阵结界 知道老房子外情况那不可能 但是敏锐地意识到 天地有大变 却还是完全可以的 毕竟 当肖雨举行成为传奇巫师的仪式的那一刻 月亮与水蓝星齐齐共鸣了起来 一丝丝常人看不到的超凡灵光 从两颗巨大的星球表面 缓缓散发而出 使得不少敏感的猫犬等动物 都感应到了什么 而熬屋不断 整片大陆都在共鸣 看来 是炎黄巨人一族 有天命之子诞生了 天命之子竟然现在才诞生 难道抓我们来的那位大人 还不是天命之子 深渊贵族们惊恶了一番后 纷纷惊呼出声 裁判官克伦维尔 看了看那些还对未来抱有期望的家伙 摇头冷哼 哼 想想就知道吧 会被发配跑去迷失大陆那样的地方历练的巨人 怎么可能是尊贵无比的天命之子 当然了 从殿下能得到的支持力度来看 至少也是炎黄巨人一族里的大贵族嫡系 不过 你们那点小心思 还是放弃为好 想想吧 这儿可是连深渊都无法注视之地 是炎黄巨人一族的大本营 就算你们寻找到了可乘之机 从这里逃出去之后 又能怎么样 找到诸神峡谷的时空门回去 别开玩笑了 那一道时空门没有殿下在附近 我们恐怕连一秒钟都撑不下去 就会彻底死亡吧 至于逃去炎黄巨人所在的陌生世界 裁判官克伦维尔耸了耸肩 我不觉得我们能得到比现在更好的待遇 说到这 深渊魔蛇扬起脑袋补充了一句 我不觉得我们能够逃得出去 你们的感知或许没有发现 但是我能隐约看到 殿下布置在我们房屋对面的两座女神雕像 都有着神话特性 我不觉得衰弱无力的我们 能面对真神留下的神术 听到前辈们的告诫 最迟来的深渊贵族痛苦地低下头 他旁边稍微比他早一点的深渊贵族拍了拍对方肩膀 安慰道至少这儿没有深渊无时无刻不在的痴雨 我们在这里能得到久违的平静 四眼深渊贵族闻言轻叹着点头 这倒是事实上 这儿没有深渊可怕的音音音声音 他几次睡觉都很安稳 甚至于能入梦享受到堕落 为了深渊贵族之后 就再也没有品尝过的美梦滋味了 这样一想 他也整个人觉得好受了许多 不过 随着天地间的共鸣强度越来越强烈 这些藏在保险柜里的深渊贵族们 无不仰起头 双眸失神地看向了头顶方向 充满了对即将发生之事的迷惑 与深深的敬畏之情 敬生传奇巫师 怎么和说明书里提及的有点不一样 萧宇踩在让天文学家们 跌破了一地眼镜的天宫观星台上 借助整座天宫的法阵帮助 再加上月光之力的护航 萧宇服下几乎掏空了 自己在小人国高阶超凡材料家底的传奇晋级药剂 刹那间 萧宇就感觉到 自己被月亮和水蓝星同时共鸣着 给予着难以形容 不可描述的知识与奇异画面 同时 萧宇明明闭着双目 却仿佛看到了那无尽星空 对着自己一面的亿万星辰 都在这一刻 向着自己射出了 蕴含着珍贵力量的星光 就好像 这一刻 整个银河系都在为自己的晋级发出欢呼 我 萧宇 即将成为此世第一位传奇巫师 啊 萧宇感觉到了自己的身体充斥满了能量 自己的灵魂开始了质变 一时海开始翻滚沸腾 浑身每一根血管 每一块肌肉 每一条神经都在充斥的能量渗透中开始改变 被契约在一时海的那些动物 除了在小人国的科末多聚稀外 其他也都受到了影响 并得到了天地间共鸣下 纷润出的好处 随身秘境里 对大黄成为了天狗或斗一世 颇有点耿耿于怀的小白 忽然从睡梦里惊醒 然后惊讶发现自己的脑子里 涌出来了大量的神奇知识 对灵力吸收与利用的感悟 对信仰之力 对一切自然之物的体会心得 更是如不要钱一般的 从脑海中不停冒出 数时呼吸间 一声喵叫之后 小白的身上 一头虚幻的白虎法香 正隐隐间漂浮了出来 而已经得到了神格 成为了半神之体 凝聚起真神法香 更是吸取到了 大量信仰之力的大圣以及大黄 也在同时 感觉到了自己与萧羽主人的联系 似乎一下子加强了许多 切 同一瞬间 这两位萧羽契约之神 竟是与月之女神菲亚 和战争女神魔力甘一样 仿佛间 看到了那威额如月 神威如海 想看 却有无论如何 都不敢直视的天地 正坐在威延王座之上 高高在上地俯视着他们这些 卑微渺小之信徒 月之女神菲亚 感觉到了 自己正在成为萧羽的属神 不过她没有半点犹豫 反而认为这是 理所当然之事一般地 敞开了自己的心灵 战争女神魔力甘也是如此 他们根深蒂固地脑补着这一切 并认为 这样奉献自己的力量 才是真正能取悦萧羽的正确做法 至于说 这样是不是有损诸神尊严什么的 嗨嗨 两位萌星女神 还是靠着被强行诸入信仰之力长大的女神 真的不明白这些道理啊 哼 萧羽忽然感觉到 脑海里白茫茫一片 也不知过去了多久 她才从那失神状态里恢复了过来 并立即感觉到了自己的与众不同 虽然外表看起来没什么变化 头发和眼睛没有变成金色 身上也没冒出神奇的灵光火焰 可是 轻轻握紧了下双手 感受了神奇而亲切的法力 化作无形流水 流淌在自己的肌肤上 萧羽就能感受到 如今的自己 在法术修为方面 比刚刚强了至少两倍 并且这数字还能随着自己 在传奇巫师之路上行走的足够久 不断增强 而且 萧羽意识到 晋升仪式举行时候 发生的变化 并非什么心魔影响 一切都是真的 自己契约的宠物们 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好处 自己更是成为了诸神之主 神上之神 月光之力也好 战争与死亡之力也好 还有大圣的天神下凡 和天狗祸斗的吞噬之力 自己都不再是借用 而是拥有 仿佛这一切神权 都属于了自己 但是施法代价 却依旧是他们去承担 感觉 比那寒风与黑铁邪神的 傀儡邪神之术 还要霸道啊 我不仅同样能随心操控 这些属神 还能夺取他们的神权为己用 并且我能感觉到 同一时间 如果我来使用的话 神力与神力之间 竟然可以不产生冲突 萧羽感慨了一番 轻轻吸了口气 晋级传奇巫师成功之后 自动铭刻的传奇天赋巫术 当即成形 杀 一直由星光凝聚而成 璀璨夺目的巨手 浮现在了萧羽眼前 这巨手名为星空之手 最大可覆盖十平方公里的地狱 它有着泯灭万物 净化邪恶之力 且最神奇的是 别看它能在一念之间 变成十平方公里大的巨掌 但是却又能如神话片里的 如来神掌一般 一掌砸下去 全部力量在刹那间 凝聚于关键点 做到只破坏涨下之敌 而对周边环境 无意损坏的神奇效果 这可是让一直担心 打打杀杀 会破坏战利品的萧羽 极为满意 这样的技能 实乃打 嗨嗨 实在是维护正义的 优秀好帮手 值得好好融会贯通 而后回去小人国 发扬光大 萧羽走到了观星台边缘 举目遥望 玄机注意到了大气层里 自己的契约宠物 安蒂斯神音的变化 她似乎和躲在 秘境里的小白不一样 小白只是凝聚了半部法相 这已经不再秃顶 俊眉起来的安蒂斯神音 却是在这场变化里 浑身被冰蓝色的 超凡灵光所包裹 而后她曾经吞噬的 大量超凡血脉 开始融合 并渐渐地让她的体型 再度膨胀了一圈 变得有差不多十米长不说 模样 更是越来越像一头 寒冰凤凰了 等小安稳定下来 可以考虑给她一枚神格 成为冰系 或者水系领域方面的神灵了 小白的话 还得历练啊 小语笑着低语了一声 对整场传奇晋级仪式 再满意不过 而后 她心中一动 整个人消失在了观星台 天宫之中 则是重新浮现出来了 月之女神菲亚的虚影 然后 在泰山之巅 一直等着不肯下去 生怕耽误了工作时间的那些专家们 纷纷听到了月之女神菲亚的声音 响起在了脑海之中 告知了他们 天宫已经成功归位 欢迎他们回去天宫 这消息 随着泰山之巅传颂之光闪耀起来 立即被各大势力得知 他们看到了详细情报 纷纷感慨万千 很多认为 天宫不可能升空那么高的专家们 自然是纷纷脸红耳赤 上层人士们 则是在自己的小圈子交流的时候 再次谈及了月之女神菲亚的强大 并因有些担心 掌握着如此伟大力量的神系 在未来 他们应该如何与之相处 才能够继续相安无事 当然了 现如今 妖心才是现实世界所有势力 都需要共同担心的 最大也是最重要的问题 一切有为对抗妖心的建议 一律都得排后 没有例外 在洛杉矶市的凌网实验 也在萧宇举行完仪式之后没多久 只包不住火地 被曝光了大量细节在网络上 一时间 人人都能成为施法者 成为了热议头条 无数人迫切想要知道更多的细节 而花旗国方面 则是在进行了一番讨论之后 竟然干脆为之开拍了一个大型综艺节目 凌网 最专业的电视节目制作团队 最牛逼的特效制作组 最好的导演 纷纷赶来了洛杉矶市 以各大势力推出来的几位 天赋不差的凌网实验者为视角 向着全世界播放了 他们为主角的节目 第一集刚刚发出 没超过12个小时 已然横扫千军一般地 直接对上了各大视频网站的 第一网座位置 让得二三四名的那些制作公司们 纷纷猛逼了一脸 完全目有想到 他们这些靠着做视频节目 恰饭的 也会遇到神秘超凡势力 来抢饭吃 抢曝光度 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 难道时代已经变了 未来没有超凡之力 就连做视频的 也得改行了不成 他们哀叹 他们迷茫 萧宇却是如咸鱼一样 躺在床上 喝着调配 成了柠檬之味道的 月华之力荣业 看完了大型综艺节目 凌网的第一集 想到节目里表现出来的 种种施法者 展现出来的节目效果 萧宇暗暗感叹 还是城市里的人会玩啊 那么多花招 再加上特效和优质的剧本加成 这节目 是挺好玩的 等有空了 或许可以化作安德鲁少年 去客串一下 不过 现在嘛 萧宇放下了手机 伸了一个懒腰 感觉到静生 带给自己的最后一丝不适感 已经完全消失 她微微一笑 出现在了地下室深处 已然做好准备 以传奇巫师的身份 回归小人国 只是回到了诸神峡谷 萧宇就感觉到了自己的不一样 传奇巫师带来的强大感知力 让他只用了短短一眨眼的功夫 就适应了两个不同环境的差异 而在神迹之城 乌图鲁巫师和荒兽大帝 青铜巨龙布鲁等强者 都有所感应地 看向了诸神峡谷方向 是殿下归来了 变得更加强大了 青铜巨龙布鲁沉默了会儿 终究忍不住探出声来 能够引动如此大的灵力漩涡 殿下成为了传奇巫师了吧 是啊 一年时间 殿下就从一名普通人 成长为了传奇奇事与传奇巫师 炎黄巨人一族的血脉之高贵 真是令我等难以相信啊 正在青铜巨龙布鲁旁边的 马法巫师文言 忍不住接嘴感慨 他算是最早接触到 萧宇的小人国巫师之一了 想当初 他还在刚都王国 当着国师的时候 那神之子 不过是仗着体型和炼金物品的 凡夫俗子 春去秋来 神之子殿下 就已经成长到 哪怕体型相同 也令他只能仰望的存在了 实在是令他们这些知道的越多的 越发为之感慨 要成为传奇巫师 正常情况下 对巫师们最困难的 就是获得晋升仪式 所需神秘知识 和布置用材料 然后晋升用的传奇药剂 往往收集材料 本身就会消耗那些巫师 大半辈子时间 而殿下省下了这些功夫 时间能加快 倒也不是不能理解 青铜巨龙布鲁缓了口气 继续说道 只是 我等都知道 一级也好 二级也好 从晋级成功到巩固境界修为 再到确认自己身体与心灵 都达到了自身该阶段巅峰圆满状态 每一样 都只能靠着水魔功夫来完善 有些巫师因为某次重伤 而一直无法圆满 从而一直卡着无法晋升的案例 更是比比皆是 殿下 却是一个意外 殿下他 就如同天命之子一般 消化着晋升药剂带来的好处 而天然的不存在什么后遗症 殿下是炎黄巨人所在大陆的天命之子 青铜巨龙不鲁的这一猜测 让马法巫师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毕竟 别看消雨一直吹自己 是什么九天神皇 神之子 炎黄巨人一族接班人啥的 神迹之城传奇以上阶层的超凡们 却是都没当真的听 他们都相信了 消雨的幕后背景深不可测 甚至于有可能远远超越了深渊 达到了辉月以上 乃至昔日极势力的标准 但是 你要说一个昔日极势力的继承者 连超凡都不是 就被安排到一片迷失大陆 独自奋斗 并且从一级超凡开始 尽管白元叶钢铁等 似乎没有限量的提供 让大家有种 死子乃神豪的错觉 但是只要在神迹之城待久了 哪一个传奇超凡不知道 这位炎黄巨人少年 从超凡骑士开始 关键性的 晋级用超凡材料 全都是从各片大陆交易 或者抢劫来的 难道那低级材料如海样多的炎黄巨人 那能拿得出来的月华玉露 这等传奇之上辅助材料的炎黄巨人一族 会偏偏没有其他超凡主材料不成 这不合巫术逻辑啊 然而 现如今 感受到成为了传奇巫师的萧羽 散发出来的恐怖灵力漩涡 感受到萧羽 那仿佛没有半点缺漏的晋升状态 除了天命之子 这些超凡强者们 找不到更好的理由来 确认萧羽现在的状态 于是 哪怕在不合巫术逻辑 他们也不得不意识到 萧羽殿下以前提到的身份 搞不好还真是对的 伟大的萧羽殿下 他没有说谎 炎黄巨人一族 可能就是如此奇怪吧 一切的不合理 看来都是炎黄巨人一族 对他们一族天命之子的考验 对 没错 肯定是这样 当萧羽不借助交通工具 轻轻地飞回到了神迹之城宫殿之中的时候 萧羽发现 四周的那些超凡强者们 似乎对自己更加地恭敬起来了 还有那些侍女们 他们在恭贺自己晋级传奇之余 怎么眼神还多出来了 那么浓郁的热切韵味 嘖嘖嘖 莫非自己晋级传奇之后 变得更有魅力了 萧羽摸了摸自己的小脸 坐在了宝座之上 开始处理这段时间落下的事物 数分钟之后 萧羽将报表交给了一旁的黑衣卫们 淡淡地道了一声 一跃 黑衣卫之中 立即有一名巫师 站起来接给报表 鞠躬后 小碎步离开了宫殿 外界 得知自己等人的事物 没有受到神之子大人 反对的各项目负责人 自然是纷纷感谢了一遍神之子大人后 放下心继续忙碌了起来 萧羽招呼了侍女团今日的团员 为自己按摩助兴 然后 双眸看向了时空船队那边这段时间 提供来的时空之海大事迹 小人国从来不乏商业天才 只是没有那么强大的势力 将商业天才的设想变成现实 不过 靠着各大时空船队牵线 许多小型的具备大陆间旅行势力的支持 专门为晨星及以上势力服务的 时空之海大事迹 依旧在这几百年里顺利建立了起来 并开始小范围的传播 这有点类似现实世界里的新闻报纸 不过售价可是很贵的 而且 他提及的消息 明白人都知道 只供参考 不保证真实性 萧羽也就是当消遣娱乐看一看 顺便也能拿来和邪神那边的情报渠道 对照一二 嗯 萧羽看着最新一期的大事迹 注意到 这上面有提及 寒风与黑铁之神 在黄昏大陆出现 击败了称得上一流大事里的黄昏祈祷会 把那片大陆的沉心巫师 封印在了时空乱流之中 然后 这位可怕的神灵 竟然陷进了那片大陆的所有生灵 完成了一个神秘仪式 得到了一具 高达三百米的黑铁之躯 萧羽看到这微微一正 想到了这寒风与黑铁之神 从自己这里得到的大量钢铁 看来那些钢铁 被他用在了这个地方 凝炼出来了一黑铁之躯 想来被如此邪恶一世影响 那批钢铁的属性 也已经改变了 不过 这新闻也提醒了萧羽 自己 似乎没注意那些禁地级之下的势力 这是不对的 能成为大势力的组织 肯定有不凡之处 有好东西 否则自己的邪神盟友 怎么会去袭击对方 对了 这黄昏祈祷 会是什么组织 自己记忆里显示 自己在枝言片语里听说过 属于一流大势力之一 我一直只关注禁地级势力 这些一流势力 看来也得注意一下才行 萧羽轻轻说了一声 自有听话侍女退下 数十秒之后 侍女再次出现 已然为萧羽找来了想要的资料 萧羽让侍女念给自己听 伴随着侵权般动听的女声 萧羽得知了 这黄昏祈祷会 竟然还有点特殊 这是一个信仰黄昏与毁灭之神的宗教组织 按道理 信仰这种没入万神殿的神灵组织 一般都是被邪神们给坑的货色 连沉心都不一定能有 可是这黄昏祈祷会 却是不同 他们信仰的那位 号称乃是真正的 辉跃集神上神的神灵 尽管从来没有展现过本体 也不曾出面施展过神力 惩罚过敌人 然而 能够维持着一流大势力信仰的 自然有不凡之处 这黄昏祈祷会的高层们 通过某种特殊仪式 献祭某些特殊物品后 竟是真的能够得到这位神灵的回应 得到能让人从无到有发展壮大的成体系巫术与神系知识 并且 还赐予了黄昏祈祷会高层们献祭的一些物品 将之变成了具备各种神器效果的神器 这些神器虽然没有世界奇物 那么不讲巫术规则 使用方面 除了条件限制 往往还需要付出大量法力和资源 却也具备了各种各样的实用效果 比如资料里有提及 这黄昏祈祷会的镇教神器 是一把酷似枯树枝的黄昏之杖 这一把黄昏之杖能制造出一片时空混乱的领域 将空间戏主神或者上古圣龙这等超凡存在也困进去 然后扔到亿万里之外 虽然杀不了那些顶尖强者 却能恶心死对方 而且双方交战之时 自己这边最强者还没出手 就被驱离开了战场 想想也能明白 这对军心士气会带来多大的负面效应 此外 黄昏祈祷会还掌握了一种特殊的县级秘书 他们的高层会员 在施展这种秘书之后 都能具备高阶陈兴巫师级的施法能力 并且在一小时里几乎不死不灭 当然了 这样的陷级秘书一旦使用 就再没有了回头的机会 一小时之后便会神魂俱灭 看到这 萧宇也明白过来 为何大事迹里提及了那寒风与黑铁之神 对付陈兴巫师会选择封印 然后扔进去 时空乱流 显然也是担心这陷级秘书吧 萧宇继续听下去 一篇日记引起了萧宇注意 日记的主人是一位达到传奇级的旅行家 他靠着一枚特殊的世界奇物 得以游历各片大陆 并记下一篇篇日记形式的游记 记录黄昏祈祷会档案文件里 能有这篇日记 自然是因为这是 这位旅行家抵达了黄昏大陆之后 留下的游记 上面有提到 他在按照约定 给了某位高级会员 100滴成年痛苦巨龙的心头血之后 得到了在这篇大陆旅行的承诺 然后这位旅行家参观了黄昏祈祷会的大教堂 并惊讶地注意到 在这大教堂里 除了正殿上那位看起来半人半神模样的正神外 左手边的墙壁上 雕刻着让旅行家印象深刻的魔女之神的图像 而右手边则是雕刻着一头长满大眼睛和触手的邪灵图像 这让见多识广的旅行家一时间含义刺骨 觉得自己似乎发现了一个藏在黄昏祈祷会里面的大秘密 一个是被公认为邪神的魔女之神 一个则是禁帝及势力邪灵议会里的邪灵模样 这样两个不同种族不同势力的存在 却同时属于黄昏与毁灭之神的丛神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旅行家怀疑 黄昏祈祷会们祭祀的那位神灵 压根不是走的神系之路 他 很可能是一个邪神中的神上神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 如同深渊意志 这晋升为了挥越境界的邪神 显然也出了大问题了 虽然没变成深渊那样的混乱逗逼 却也连展露本体 凝聚化身都无法做到 不过旅行家还是觉得 这是一个危险 他应该马上将消息曝光出去 相信对邪神没好感的禁帝及势力 一定会出手的吧 旅行家准备离开 结果遭遇了黄昏祈祷会的抓捕 对方更是诧异 旅行家竟然没受到伟大真神的感召 并认定了 这旅行家是一个不可救赎的亵渎者 萧宇看到这 立即推测出来 这旅行家从抵达黄昏祈祷会地盘开始 就被对方算计了 只是或许是那间世界奇物的锅 这旅行家抵挡住了那黄昏祈祷会的精神攻击 没有变成对方的信徒 于是乎 对方偷击不成十把米 反倒是暴露了自己的秘密 日记接下来记录了 那位旅行家如何机智地逃离了那片大路 并向万神殿曝光了此事 只不过 让这位旅行家很恼怒的是 禁帝及势力们得知了此事之后 却依旧对黄昏祈祷会视而不见 旅行家虽然不甘心 却也除了留下日记警告后人外 再无其他办法 侍女读到这里 顿了下小心地说出 后方最后排小字 上述资料来源于各大路史料整理所得 身后伪造乃至小说家言 那些巫师们并不敢保证 萧宇对此微微点头 表示理解 小人国的巫师们 对命运之力研究进展一直很差 判断某人是否正在说谎还能做到 但是想要判断未来发生的事 或者判断某条信息是不是真实的 那就无能为力了 预知方面的知识 小人国的发展进度和现实世界差不了多少 甚至因为巫术的兴起 很多预言师压根流传不起来 预言师的地位 更是只存在于迷失大陆最偏僻的地方 魔女之神 是一个邪神 却和黄昏祈祷会有关 萧宇坐起身来 觉得这里面的事情越来越有意思了 尤其是自己刚刚还在现实世界利用魔女之神的巨石碑 玩了一把灵网游戏 萧宇双目微微一闪 万界紫禁浮现了出来 很快 萧宇看到寒风与黑铁之神 回应了自己这边的呼喊 上线了 传奇巫师 寒风与黑铁之神第一眼就看出了萧宇的与众不同 他迟疑了下 憋出了第二句话 你竟是天命之子 小人国 能够在晋升之后那么快就恢复正常 不受半点后遗症影响的 只有天命之子和深渊堕落者两个选项 寒风与黑铁之神是知道萧宇这巨人一些底细的 明白这家伙乃深渊死敌 再考虑到以深渊的混乱逗逼因因因属性 是做不出让深渊意志出面安排间谍这样的行为的 寒风与黑铁之神只能够朝天命之子方向去想 并与青铜巨龙布鲁 乌图鲁乌尸等一样 挠抛了许多许多细节 听说你征服了黄昏大陆 那可是黄昏祈祷会最重要的地盘之一吧 萧宇得意地享受着 寒风与黑铁之神诧异的注视 淡淡询问出生 寒风与黑铁之神闻言 倒也没有半点掩饰地点了点头 玄机道 我的黑铁之躯晋升仪式 需要特殊的环境相助 正好黄昏大陆上面有 我便借来一用 这片大陆上 除了被黄昏祈祷会影响的疯子外 没有什么平民 我正好让这些疯子通通解脱 疯子 对 一群信仰黄昏与毁灭之神到了终点 变成了一句句 只知道吃饭与祈祷的傀儡 说到这 寒风与黑铁之神放出了一段投影 却是黄昏大陆上那些信徒们的模样 这些家伙一个个看起来和木乃伊一样 迈向就很恐怖不说 萧宇还注意到 这些信徒就没一个身体不残缺的 不是缺胳膊少腿 就是干脆没了鼻子或者眼睛 黄昏祈祷会的风格那么独特 自残吗 寒风与黑铁之神听到这询问淡淡道 这其实并非对方经书的教义 只不过 此地的祈祷会高级会员发现信徒们的自残行为 能够让信徒觉得自己献祭的身躯与神合二为一 更能令他们祈祷的信仰之力庞大而纯粹 萧宇闻言 有些不舒服 他感觉到 黄昏祈祷会 就是一群养猪的 还是那种最残忍的工业化规模化的养殖方式 萧宇在晋级为了传奇巫师之后 已经成为了月之女神和战争女神的神上神 对神系之路的体会已经加深了许多 他微微皱眉道 如此行为 短期能催化出大量信仰之力产出 可是这些信仰之力蕴含的信仰之毒 却也会更加恶毒 那位神不怕爆发出来 痛不欲生 呵呵 寒风与黑铁之神斜笑了一声道 看来殿下对神系之路的研究也是颇深啊 不过 为何殿下会以黄昏与毁灭之神的立场来思考问题呢 嗯 萧宇微微一震 玄机明白过来 那些高层们故意的 寒风与黑铁之神点了点头 黄昏祈祷会信仰的那位神灵 伟力确实超越了正常的主神范畴 但是就其表现来看 他恐怕连深渊意志都比不了 而黄昏祈祷会虽然借助了他的力量 从而建立发展了起来 然 随着新一代高级会员出现 自然会有抵御住了这神灵精神腐蚀的家伙 想要让这位靠山一辈子清醒不了 毕竟没谁喜欢自己头顶上突然多出来一位高高在上 一言可决定生死的高层马 萧宇微微点头 得到寒风与黑铁之神解惑 意识到黄昏祈祷会 其实就是一个狐假虎威 还是披着一件假虎皮的势力后 萧宇看着万戒子镜里的寒风与黑铁之神说道 你已经是黄昏祈祷会的死敌了吧 这是自然 不过这也在我意料之中 寒风与黑铁之神微微点头 旋即听到了萧宇的下一句话 作为盟友 我怎么能看着你被那群邪恶的黄昏祈祷会围攻 告诉我黄昏大陆的位置吧 我来助你一臂之力 萧宇说得大意凛然 寒风与黑铁之神却是暗暗嘴角一抽 暗道 我还不知道 你这位炎黄巨人在想什么 不就是想要来奋一杯羹吗 不过 为何是黄昏祈祷会 萧宇看出了寒风与黑铁之神的犹豫 开口说道 魔女之神的巨石碑 很受我炎黄巨人一族的欢迎 目前为止 已经有上万人借助巨石碑娱乐 原来如此 魔女之神吗 寒风与黑铁之神 倒是没想到 魔女之神的玩具 竟然引起炎黄巨人一族的兴趣 不过这样一来 倒也能理解 为何这位巨人 要来插一脚了 想想自己一开始的目的已经达成 接下来可战可不战 寒风与黑铁之神 深深看了眼萧宇 点头传递了黄昏大陆的位置信息 殿下可以派出探索队先行 黄昏祈祷会的建筑群落 大半都被我好好保存着 当然 我可是很期待着 能不能通过黄昏祈祷会 让魔女之神现身呢 萧宇笑了笑 结束了这次会谈 随后 萧宇招呼来了黑衣卫的兰斯统领 将位置传了一份给他之后道 你亲自领队 乘坐时空船队去吧 记住 不要怕事 你的身后是神迹之城 莫 兰斯统领连忙半跪在地点头领命退下 萧宇处理完了事务 伸了一个懒腰之后 开始请巫师们进来继续授课 虽然晋级传奇非常顺利 但是萧宇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 知道自己的巫术修为 都是靠着课金堆起来的 巫术知识什么的 还是得靠着平时多努力 积少成多 才是真理 神迹之城 一处使用了乳白色巨石堆砌 而成的大型训练场之中 因为水太浅 没能自杀成功 而名声大造的海兰大工 在一个月前 就卖掉了全部家产 跑来了神迹之城 以他的身份地位 内城区是别想了 却也勉强在外城区三环处 买到了一处豪宅 得以定居在了神迹之城 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神迹之城公民 成为公民后 海兰大工便经常跑来这训练场之中 期望能够与出入这儿的神卫军军官勾搭上关系 海兰大工 当年能够崛起成为家族的组长 情商自然是极高的 短短十日 他就结识了不少神卫军的军官 并通过他们 认识到了一些大人物的家人 就在这海兰大工 一门心思想要钻营 从而能够继续用自己的残区 为神迹之城发光发热之时 忽然 海兰大工 看到了两位黑衣卫 找到了自己 知道黑衣卫威名的海兰大工 脸色一下苍白了下来 作为前千语帝国的重要大臣之一 作为一名水泰浅大工 海兰大工在迷失大陆 很是代表了一部分投降派 萧宇对这些人 就和看一群小丑一般 在这超凡之力 归于自身的世界 萧宇甚至没有特意去限制这些家伙 当然了 他们的家产 除了需要的超凡材料得贡献出来 其余的萧宇也没有贪磨 不过 此时两位黑衣卫 找到海兰大工 却不是来找对方的麻烦 海兰大工偷偷结交军官的事情 其余人也在做 但是只要不过分 不设计贿赂 没有犯法 黑衣卫们是不会去理会的 倒是有问题的军官 反而能被黑衣卫们提前发现 让他们不得升迁 甚至不得不转行 数小时后 海兰大工有些恍惚地 从训练场里走了出来 看了看手掌里的徽章 有些猛逼 自己这是时运来了 不仅没有被黑衣卫大叫一声 海兰大工 你的事发了 反而得到了黑衣卫里 某位大人物的许诺 只要他肯答应 加入某秘密纵队 就可以成为一名光荣的黑衣卫顾问 比起成为神之子的秘密部队 黑衣卫 黑衣卫顾问 这种清闲职位 无疑是那些投降派贵族们 追求的好位置 深夜 明月高挂星空 海兰大工握紧着 黑衣卫大人物给予的徽章 来到了一处会馆 经过一番秘密检查之后 海兰大工惊讶发现 他被安排进了一座钢铁战车之中 这种如同小山一样的钢铁战车 是伟大的神之子 直属调用的战争机器 看到这钢铁战车 海兰大工悬着的心放松了下来 能出动这样的钢铁战车 显然是得到了神之子大人同意的 自己并没有卷入糟糕的内部清亚中去 海兰大工整理了一番衣衫 这可是 他来到了神迹之城之后 从半精灵一族手里 买到的最好最贵的礼服 登上了钢铁战车 海兰大工发现坐在车厢里的 不止自己一人 果然 我不是唯一的心愿 海兰大工心中嘀咕了一声 微笑着准备套近乎 却发现 早到的十多位同伴 也都纷纷露出了虚假的笑容 他们身上亲切的气质 令海兰大工感觉自己看到了同类 都没有对话 海兰大工就已经猜测出来 这些人和自己一样 都是迷失大陆的帝国 或者王国的投降贵族 和自己是同类人 十多分钟之后 钢铁战车内 又上来了十多人 直到凑齐了三十整数之后 钢铁战车缓缓移动 带着海兰大工等人 竟是离开了神迹之城 用了小半的晚上 行驶到了 曾经属于高原野蛮人 和半人马部落的高原上 这片高原 曾经出现过一处神秘遗迹 只可惜 这遗迹伴随着 萧宇强大起来之后的摧毁式挖掘 已然崩塌消散 不过原一直所在区域 依旧残留着诡异的气息 并导致了该地的空间结界 极为薄弱 这样的薄弱空间 很容易吸引邪神 以及深渊魔物的入侵 在这样的地方生活的智慧生命 被隐忧堕落的几率会 远远高于正常区域 只不过迷失大陆 因为萧宇的存在 已然被深渊和邪神两方 视为了禁区 便是有胆大的不幸邪 也不过是随着例行的大扫除行动 帮助黑衣卫的某些人 增加少许功劳罢了 海兰大工等人 被带到了这里 然后集中蹲在了一处新建的营地之中 欢迎诸位到来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马法巫师长大人的二号副手 马洛斯炼金术士 海兰大工等人没多久 便看见一位竖着金色马尾 右眼带着放大镜的中年绅士 表情温和地走了过来 海兰大工听到介绍 不由心中微动 马法巫师 他是听闻过的 这位当年不过是偏僻之地小国师的家伙 要是放在一年前 就连卖进他城堡门槛的资格都不会有 哪里想到 才区区一年罢了 这位当年自己看不起的巫师 已经成为了自己高攀不起的存在了 而能够担任这等存在二号助手的 对自己来说也是得罪不起的大人物了 必须讨好 海兰大工想到这 露出笑容 并玄机发现 其余同伴都不遑多让地 露出同样的表情 嗯 竞争对手有点多啊 呵呵 马洛斯炼金术士 扫了这些贵族一眼 打开了一份卷轴 我先解释一下 诸位来此的原因吧 根据学者们收集到的资料 诸位都是能够追根溯源到千年前的贵族世家 按照历史记载 你们的家族里 不乏出现了半人半神的超凡强者 甚至 马洛斯炼金术士 扫过了来自飞兰王国王室的一位秃顶老头 不乏有祖先 曾是这片大陆沉心巫师的血脉传承者 某种意义上 诸位都称得上是英雄后裔 身上流淌着可能性之血 听着马洛斯炼金术士的吹捧 海兰大工 却是心中有点虚 自家人最明白自家事 祖宗三代 都没诞生过真正意义上修炼天才的海兰大工 一直怀疑自己的家谱 其实是先人伪造的 当然了 海兰大工不会把这怀疑说出来 反而会将任何质疑自己血统高贵之人 打成脑震荡 但是 现如今却发现自己被选中 竟然是因为古书记载了自己祖先的牛逼事迹 海兰大工不由有些担忧 万一被检查出来 自己祖先其实在吹牛逼 那该怎么办 那位炼金术士大人会不会很失望 并认为我在欺骗他 马洛斯炼金术士注意到了不少贵族脸色的古怪 淡淡笑道 你们不必担心 你们能被选中来这儿 本身就说明了你们的特意 接下来 我将为你们量身定做血脉激活药剂 另外 马法巫师忙完手中项目后也会赶来 为诸位量身定做血脉晋升仪式法阵 请大家放心好好配合我们 哈 海兰大工等人听到这都有些不敢相信 却不知 他们这些人只是萧宇寻找迷失大陆 真正秘密庞大计划里的一小部分 萧宇晋级为了传奇巫师 成为了诸神之主之后 大幅度提升的感知 让萧宇更加感觉到了迷失大陆的不正常 于是 这就贵族血脉追根溯源 寻找秘密的计划 被萧宇找了出来 给予实行 就算最终还是失败了 萧宇也不介意 因为这批旧贵族的血统 确实没有作假 要是真能激活提纯 恢复到千年前 价值绝对不菲 如果能发现秘密 那自然是了结了萧宇一个心结 无疑是大转特转 高原上 海兰大工 很快就被一批巫师学徒 给安排得妥妥当当 就是全身检查的时候 海兰大工时不时会因为尴尬 而老脸一红 不过在检查完毕等待结果的那一段时间 海兰大工也不仅悄悄期待了起来 颇有点回到当年在千语帝国 竞争王公职位的日子 检测一个贵族的血统 这是普通巫师都能做到的事 可是想要深挖出其中的超凡根源 要只是时代以内 倒还勉强能够做到 企图提取出来 那就是涉及到诚心及领域了 这放在一年前的迷失大陆 哪怕是最强大的巫师组织 也无法做到 更不要说 涉及迷失大陆秘密的这些贵族血脉 上诉怎么也得千年以上 难度更加巨大 还好萧宇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巫师团也随时能够 请来外援帮忙 通过万界紫禁 其他大陆的诚心巫师们 都很乐意帮助伟大的神之子一把 结一点善缘 也因此 海兰大公这些贵族的血脉 才变得具备价值 在全身检查结束数小时之后 海兰大公被叫进去了密室 看到了端坐在办公桌面前 温和看着自己的马洛斯炼金术士 结果出来了 你的血脉杂质很多 海兰大公听到这话并不意外 千年的时光中 能保证血脉不灭 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了 还想保留纯血 简直就是在开玩笑 哪怕陈心巫师留下的家族 也会在不断的联姻下 变成不纯起来吧 我们发现了三种传奇血脉 和一种陈心血脉 值得庆幸的是 你的陈心血脉 依旧保留着完整性 这很难得了 说实话 这一期里 也就你和另外一人 具备完整性的陈心血脉遗留 马洛斯炼金术士说到这 伸出了右手 温和道 恭喜你 海澜大公 你可以成为我们的 长期观察对象 与合作伙伴了 海澜大公 听到这长长的名词 总觉得有什么不对 不过形势比人强 再怎么不安 海澜大公依旧拿起了 协议装模作样的 看了看后 按下了手印 很好 契约成立 马洛斯炼金术士两眼发光 那么我们这就开始 进行下一步实验吧 海澜大公阁下 好 好的 对了 我能问一声吗 我的陈心血脉 追溯到谁身上了 请放心 你并非那位陈心巫师 留下的血脉 马洛斯炼金术士 嘴角微翘道 有点惊讶 但是留下血脉的那位 我们猜测 应该是一位 达到陈心境界的 恶魔术士 恶魔术士 混沌魔狱 海澜大公 被这消息 真的有些错愕 恶魔术士 使人类巫师 为了得到更强大的力量 通过一世 沟通了十大禁地势力 之一的混沌魔狱 得到恶魔之血后 变异而成的 半人半魔的施法者 这样的施法者 法力上限和施法强度 都要比同境界的 高一个档次 却也有着许多 可怕的后遗症 甚至传闻里 很容易成为 混沌魔狱里 混沌大恶魔们 强行降临的素体 他无法想象 自己的先辈 是怎么得到 恶魔术士的血脉 并传承了下来的 只不过 想到这是神迹之城 是得罪了好多 禁地及势力 都还活得 好好的神迹之城 海澜大公 不由放下心来 相信哪怕自己激活血脉 成为了一名恶魔术士了 神之子殿下 也不会介意 自己的力量来源 与身份才对 神迹之城 宫殿之中 肖宇也在第一时间 得知了那批贵族们的 详细检测报告 30位贵族 全都有着 传奇以上的 血脉残留 其中五人身上 更是发现了 陈兴吉的血脉残留 只是可惜 陈兴吉血脉完整的 只有两人 传奇及血脉完整的 也只有寥寥三人 考虑到激活仪式 本身就有不小的失败率 麻法巫师那边 诚惶诚恐地提及了 对无功而返可能性的担忧 肖宇嘴角一笑 对此答复了一声无妨 算是表态 不会计较这实验 能否有收获 反正消耗的超凡材料 不是他现在急需的 他不急 并且 肖宇看向万界紫禁上 弹出的几个交易申请 心中 笑得更加开心 为了能够让神迹之城的 名声更加响亮 让贸易量得以增加 从而收购到更多传奇巫师 也能用到的超凡材料 被无数人认为是重要绝密 应当严防死守的 神卫军军阵之术 确实被肖宇 当作了一款重要情报 贩卖了出去 这倒不是肖宇失了理智 而是一方面 这军阵之术 自从在古术大陆大显神通后 就引起了各大势力注意 根据马法巫师 和兰斯特洛奇士等人的猜测 以禁地及势力的底蕴 有案例可循 他们最多半年 就能找到正确路子 并整理出来自己的一套军阵战法 这还是对方没有探子的情况下 但是探子什么的 怎么可能没有 哪怕不给探测到机密 在这巫术风行的世界里 还是太多神不知鬼不觉 得到讯息的方法了 有底子在的势力 靠着这些多多少少的讯息提示 总能加快自己的研究进步 如此还不如趁着这情报 具备价值的时候 赶紧货卖三家赚上一笔 另外一方面 肖宇比谁都清楚 自己与其他大势力 在小人国的不同之处 不是自己的体型 而是自己身后 有着一整个现实世界 作为自己的后盾 拼低级资源 肖宇会怕谁 偏偏这军阵之术 可是越多超凡士兵 才越能发挥作用的 不是肖宇看不起对方 而是对面绝大部分在这方面 就是一若鸡 给了他们这秘书 他们又能养得起多少兵 特别是那些沉心大陆 他们的大陆超凡物资出产 每一年所出 早已经被互相纵横交错的豪门世家 安排得明明白白了 多少用于给人晋级 多少用于养活 各家超凡 都有定数 便是陈兴巫师一系皇族 也不是说抽掉千人份额 就随便抽掉的 毕竟 这搞不好 可是会饿死超凡者的 也是这一点 令肖宇看中了商机 肖宇意识到 自己卖军阵之术后 还能卖卖军粮 而这些用白原液 和地灵草绒 制造而成的军粮 可不是一次性买卖 一旦成了 那就是长久的生意 不仅能裁员广进 且一旦某篇大陆 过于依赖了自己的军粮 从而产生了太多超凡者 肖宇觉得 他们对待自己 这衣食父母的态度 想来会更加微妙 孤山大陆 一片小型大陆 面积比之肖宇所在迷失大陆 都要小上三分之一 在这片大陆上 陈兴巫师 孤山君主 牢牢地统育了这片大陆 超过八百年 孤山君主 是一位性格温和的白鹿族兽人 使得这八百年里 孤山大陆的普通智慧种族 得以生活在和平环境中 许多可怕的天灾 更是会被这位老好人 陈兴巫师 给施法阻挡 使得人口在不知不觉之中 抵达了一个临界点 最近的十年 孤山大陆不再和平 随着智慧种族们 繁衍生息的数量越来越多 孤山大陆出产 已然越来越满足不了 他们的需求了 于是 哪怕孤山君主依然健在 却是越来越多的部落 为了不挨饿 而开始掀起了争斗 同族舰的厮杀 也不再是个理 战争 瘟疫 仇恨 不甘 种种因素 结合在了一起 使得孤山大陆 成为了邪神 与深渊眼里 黄昏下的灯塔 他们纷纷出手 帮助着那些绝望的人们 把事情闹得越来越大 然后借着这些堕落者们的帮助 令邪神降临 深渊出现 孤山大陆 好歹有着孤山君主 这位正牌成心巫师 他第一时间就察觉到了危机 并做出了种种布置 来阻止外界的入侵 只是在粮食危机这大事面前 他的布置也只能起到延缓作用 粮食危机 不仅没有因为外敌入侵而缓解 反倒是越发加大了 被邪神和深渊气息污染过的土地 失去了成为农田的价值 为了战争 各族都不约而同地 加大了对自家超凡者的培养 而超凡者们都是大卫王 超凡食物不足 就得吃十倍百倍的普通食物 才能不饿 结果 与邪神和深渊之间的战争 确实死了不少生灵 却也带来了更大的粮食危机 一些部落 甚至于开始贩卖老弱妇孺 来换取粮食 以及战备物资 孤山君主了解了这些讯息 很是心痛 他有些后悔 自己当初对待这些子民们 实在是太好了 早知道会如此 他本该相仿前一任陈欣巫师那样 分封全大陆后 便作为一个旁观者 漠视各种族之间的优胜劣汰 只需到时候 将最强最优秀的种子选手 收入麾下即可 可惜 这世界没有后悔要吃 而让他现在出手 组织各个部落 放弃掉那千万嗷嗷待哺的平民 以免这些平民们的仇恨 不甘成为对面的力量 他却也自问自己做不到 总能有其他法子 可想的 孤山君主是白鹿兽人 上半身为人类和蔼老者模样 下半身则是一头白鹿模样 有着四提 他从孤山巫师塔里走了出来 看着漫天星空悠悠叹了一声 忽然 孤山君主感觉到了什么 眉头微翘了一下 身上发出了微光 他的意志 却是瞬息间穿破了苍穹 来到了孤山大陆 与时空海洋之间的界限边缘处 这儿 一头体长三十米 一盏超过四十米的火凤凰 正徘徊着等待着他的到来 玄鸟大陆的老祖 孤山君主认出了对方 眼中带着一丝忌惮 玄鸟大陆可是比孤山大陆强大得多的大型大陆 现任陈兴巫师正是这老祖的孙女 据闻 玄鸟一族是不亚于上古巨龙族的陈兴种族 他们一族里藏着无数陈兴及老怪物 孤山君主 你怎么好久都不开启万戒子敬 玄鸟老祖煽动了下翅膀 不满得到 我可是有好东西分享给你 好东西 这是上门推销 孤山君主苦笑了一声 轻轻摇头 他现在正是窘迫的时候 开启万戒子敬的那些资源 他可舍不得 不过很快 孤山君主就诧异的神情微动了下 他看到那玄鸟老祖竟然主动地来了一份卷轴 想了想 孤山君主接过了这份卷轴 打开一看 眼神不由微动了下 不可思议 竟然还有这样的军阵之术 而且 这上面记载的都是真的 十万超凡军士 凝聚而成的超凡灵光法乡 竟能与陈兴对抗 当然是真的 各大势力都有代表亲眼目睹了当初场景 说到这 玄鸟老祖抛出一枚水晶球 顿时当初神迹之城超凡大军 爆发整齐合一军事 凝聚出了三头亲眼白龙法乡的现场投影 出现在了孤山君主眼前 投影不假 孤山君主不由多信了几分卷轴内容 只是 孤山君主 囊中羞涩呀 他苦笑道 此法虽好 可是不适合我这孤山大陆 不怕你笑话 我孤山大陆 现如今内忧外患 更是身陷缺粮危机之中啊 玄鸟老祖眯起双眸 嘴角含笑道 无妨 你继续看下去 就知道 我为何来找你了 说到这 玄鸟老祖心中暗暗嘀咕 要不是早知道 孤山大陆许久没启动万戒子径 更没时空传队 过来传递消息 就是一吐鳖 他还不过来 当这二道贩子了呢 毕竟 要是消息灵通的 底蕴足够的 直接想办法 联系到神之子那边就行 何苦让他们赚这一笔中间商差价 当中间商也不容易啊 玄鸟老祖无聊地遐想着 孤山君主 则是稳定好心境 继续看得下去 看到竟然有超凡食物 以及高热量粮食出售 并且不限量之后 孤山君主心动了 并热切地看向了玄鸟老祖 玄鸟老祖一看对方这模样 立即心中一动 按道一声有戏 立即与对方交谈了起来 一番友好交流之后 孤山君主感激涕零地 目送着玄鸟老祖离开 他觉得 这是玄鸟大陆 看到自己的难处 特意过来帮自己一把 玄鸟老祖 更是这个世界难得一见的大好人 无道不孤啊 嗯 肯定是这样的 不然 为何自己只是付出了 非隐秘籍的知识 以及一堆杂货 几件实用性不高的世界奇物 和帮助附魔与炼金的承诺 就换取到了 足够自己大陆所有生灵 够吃三年的优质粮食 而且 其中还有名为白元叶的超凡食材 除了能让普通人 禁忌为超凡骑士外 还能作为超凡食物 满足一万名超凡者 吃上大半年 再加上那些能源水晶 高质量的冰铁 孤山君主觉得等 自己缓过来了 一定要好好报答回去 孤山君主却不知道 他这些付出 被那玄鸟老祖一转手 立即从神迹之城那边 拿到了付出十倍有余的报酬 事实上 孤山大陆这样的转手 就能赚十倍利润的好客户 并不多 毕竟不是遇到了大麻烦 没有哪个成型巫师 会为了低级资源 就贩卖自家的世界奇物 哪怕这些世界奇物实用性 可能还没二三级巫术奇物有用 但是谁能保证 未来自家这儿 能出那么几个 可以融合世界奇物的主 从而发掘出 世界奇物的真正价值 玄鸟老祖又顺路跑了几处大陆 靠着他这张老脸 以及玄鸟一族的信誉 倒也又做了几次成功的交易 然后 再次施法确认了附近时空海域 没有没拜访过的大陆存在了 玄鸟老祖才心满意足地回去玄鸟大陆 杀 玄鸟老祖的火凤凰形象 在抵达大陆高空之后 就一下泯灭 便回了人形 成为了一个老太龙中 身披大红长袍的老翁 他没有惊动玄鸟大陆的超凡强者 悄悄化作一道流光 顿去了地面 玄鸟大陆首辅附近一处重要的军营里 这些天 集中了大陆各大家族的优秀子弟为骨干 以及上万的精锐士兵为基础 这些士兵每一个都是精挑细选 训练有素的军人 很多人甚至于有着时代从军的背景 他们底子不差 天赋算不上优秀 却也绝对不低 只不过 他们往往因为自身机缘不足 或因为在家里比起同一代的最优秀者 差了那么一点 只能错失了成为超凡者的良机 按照玄鸟大陆正常的发展进度 这些士兵只能把希望寄托于下一代身上 没办法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 玄鸟大陆在发展了那么多年后 虽然靠着广开贸易 加大土地开发技术的研究 要比孤山大陆好上不少 但是超凡资源 依旧是紧巴巴的 哪怕一二级超凡资源 在玄鸟一族精心经营下 出产是一年比一年多 熬熬逮捕的家族子弟 各族精英下一代们 却也是一年多过一年啊 也因此 玄鸟大陆的高层们 已经开始寻思着 是对外开战输出危机的路子了 甚至于 还有考虑过 与另外几个差不多的势力打好默契 在可控的战场上 互相消耗双方多余的人力 当然了 这只是最后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现在搭上了神迹之城 这些事情自然是不用了 且这座军营里面的一万士兵 本来没有机会成为超凡者 现在不仅人人 都已经成为了超凡骑士 还修炼了 由玄鸟女王亲自分发下来的 修改版军阵秘书 这种修改版军阵秘书 更适宜玄鸟大陆的环境 加上玄鸟皇室一族的重视 许多长老都有出手 帮助这些士兵们洗髓炼精 当玄鸟老祖 悄悄地到来了这座军营的时候 已然看到 这座军营的大型轿场上 一万玄鸟地人 正在数百贵族军官的指挥下 练习着军阵秘书 他们的超凡灵光 齐齐凝聚在了一起 画出了石头约莫十米级的火缝 除了这石头火缝外 更高处 一头三十米级的金凤 挥动双翼 展翅高飞 玄鸟老祖 还没靠近这座军营十公里内 就感觉到了 这金凤产生的灼热气息 他望着这头 已经无限接近 陈星级超凡者的金凤法香 脸上浮现出了一丝 发自内心的笑意 不过是两三天的时间 这秘书就已经达到这一效果了 玄鸟老祖心慰的汉手点头 等到以后 我与孙女继续研究 这群小伙子的配合也更好 相信这头金凤 至少能达到中阶以上陈星级战力水准 如果 军队规模继续扩大 我玄鸟大陆 岂不是能够有两位高阶陈星的战力 玄鸟老祖想到这 眼中闪过一丝金光 如果玄鸟大陆高阶陈星能有两位 那么在周边大陆 将一跃成为最强大的势力 以此为契机 说不定能够成为一个 号令多遍大陆的强大势力 想到这 玄鸟老祖觉得自己舍弃颜面 当推销员 也一下舒服多了 就是 军队规模真要扩大 岂不是需要更多的资源 需要更多的粮食 我这把老骨头 还要继续努力了呀 玄鸟老祖哀叹到这 却是心中突然一震 想到了一个问题 如果真的如同神迹之城那样 养出来了百万大军 超凡粮食 还不得全靠神迹之城那边供应 万一 到时候 神迹之城那边 已继续交易为把柄 要挟玄鸟大陆 那 这玄鸟大陆的未来 到底是谁说了算 死 这念头一想起 玄鸟老祖也待不住了 赶紧飞去了宫殿之中 把担忧告知了自己的孙女 玄鸟女王 结果玄鸟老祖发现 不仅玄鸟女王意识到了 长老院的长老们 也在一开始兴奋了没多久之后 就醒悟过来意识到了这里面的问题 玄鸟大陆的高层们 为之讨论整整一夜 待到天明时分 玄鸟老祖依旧飞了出去 化作一头火凤凰 在时空之海里穿梭 他要寻找新的客户 做一名优秀的中间商 数小时之后 玄鸟女王那边 也通过万劫子敬 联系上了萧宇 提出了更多的交易请求 尽管意识到 神迹之城这方面 贩卖大量低级物资 和配套秘书 有着重要的隐患 并为之一群长老 跳出来大吼着 绝对不能上榜 在玄鸟女王 拿出来了军营里 这几天实战训练的成绩之后 看到那接近诚心的惊凤 玄鸟大陆的长老们 也不得不痛心疾首地 哀嚎了几声 真香 当然 既然知道了其中隐情 他们也有了一点折中的办法 那就是 做大做好中间商 这一有前途的工作 尽量囤积足够的物资 以备不测 按照长老会的精心计算 只要物资库存 够扩军之后五六年 那么 即便神迹之城那边出现了变局 玄鸟大陆这儿 也就有了余地 神迹之城 结束了与玄鸟大陆 玄鸟女王的交易 萧宇露出笑意 感觉自己这一招 还真是不赖 短短几日功夫 就有大批订单送来 尽管萧宇很清楚 这里面肯定有不少中间商 在赚取差价 但是他不在乎 或者说 比起那点小利益 萧宇更在乎 如何扩大自己的贸易网络 得到更多自己需要的材料 靠着中间商的推广 神迹之城的白原液 分销到了一片片大陆 大量的二级以上超凡材料 也随之被运送了过来 虽然不至于让萧宇 现在就收集到了 提升传奇巫师的药剂材料 却也令神迹之城 一直缺乏的二级药剂 原材料危机得到极大的缓解 黑衣卫作为萧宇的轻卫军 最先得到了好处 许多黑衣卫老人都惊喜地发现 他们黑衣卫内部 兑换许多二级药剂所需战功都减少了不少 令德刚刚加入不久的海恩巫师 也得以靠着功劳 换取到了一瓶二级魂力稳固药剂 这瓶药剂一服用 海恩巫师立即赶到自己 晋升二级巫师后 引起的许多后遗症得到了缓解 这让他心安了许多 并感觉到自己看到了 成为传奇巫师的光明大道 就在自己眼前 父亲啊 我的选择并没有错 我一定能够成为传奇 成为家族的骄傲的 海恩巫师消化好了药剂 拿起存放有家族传承的明文铁片摩擦了会儿 喃喃自语 说出了心中所想后 感觉轻松了许多的海恩巫师 快步走出房间 向黑衣卫分布报备 嗯 更新了新的自选任务 作为神迹之城的使者 乘坐时空商队的船只 前往各片大陆 海恩巫师 倒是没有诧异神迹之城的这一任务 毕竟从古书大陆这一战来看 神迹之城崛起为这片时空海域禁地及势力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建立起自己的覆盖大部分大陆的情报网络 也是应有之意 海恩巫师注意到 选择这任务的条件 倒也恍然了一下 条件除了要求二级巫师 或骑士级超凡以上外 还要求至少信仰神迹之城的某一位从神 没错 从神 神迹之城的主人 无上高贵的神迹之城城主大人 在成为传奇巫师之后 已然多出来了神上神 这一伟大的称号 而他的从神 自然便是战争女神与月之女神 这两位姓女了 海恩巫师有听前辈提及过 那两位女神一年前 一个只是普通的女祭司 一个甚至连超凡都不是 只是一名歌姬 一名随便一个小贵族 都能一言决定 其生死的蝼蚁一般的角色 却在一年后 成为了让万神殿的主神都不敢轻视 并被认为是未来最强主神之一的真神 命运之无常至此 让海恩巫师有时候都在迷惑 在怀疑 其实 这片大陆的天命之子 是那两位女神才对 否则 哪里有可能发生这样不可思议之事 这让海恩巫师 都忍不住对他们羡慕极度恨了起来 他甚至有些恨自己 为何是男儿身 不然就可以试试 能不能加入殿下的侍女团了 对了 海恩巫师忽然想起来了 小时候的自己女装起来 可是超可爱来着 长大了 也有很多人赞美过 他的长相柔美如公主 海恩巫师呼吸加重了会儿 却又赶紧摇头 驱散掉这可怕的念头 这不靠谱 也不现实 还不如寻思一下 以后能不能得到传说里的魔女药剂 喝下后 能就能直接变成女人 现在不是想这种取巧的事的时候 嗯 至少信仰其中一位 并达到虔诚级别吗 殿下应该是希望我们可以使用 含有神力的徽章等神物 从而实时地跨大陆通讯吧 另外 再想深一点 我记得两位伟大的女神 都掌握了神之注视 或许 我们有机会通过仪式 让女神化身降临一大陆 乃至打开一条时空通道 让殿下的伟大 被更多生命亲眼目睹 海恩巫师闭目让脑海浮现出 两位女神的绝世容颜 很快 他就做出决定 投靠月之女神菲亚 比起更像是女武神 阴气勃勃的战争女神魔力干 月之女神菲亚 显然更符合海恩巫师的审美 从今天开始 每天早起去一趟月之女神的大教堂吧 然后坚持祭拜 自我催眠 应该能在一周内得到资格 海恩巫师深吸了口气 做好了未来的规划 以巫师对自己精神和灵魂的自控理 想要信仰谁又或者不信仰谁 事实上非常方便 当然了 也就止不前程这一级别 狂信徒什么的 是不可能的了 真成为了狂信徒 那巫师也早就转职 成为祭祀了 在小人国 诸神对这些信仰不靠谱的巫师们 充满了警惕心 对待他们往往 只容许其使用常用的简单神术 对他们的祈祷呼唤 也会安排较低一档的优先级 在神迹之城 自然不会如此 两位女神压根不靠小人国提供的信仰之力过日子 又没有养成 啥真神不可亵渎 不可侵辱的习惯 自然不会对巫师信徒们 有什么偏见 神殿组织 与其说是宗教组织 更像是从属于神迹之城官方的 暴力兼情报组织 海恩巫师在大教堂里 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之后 便被在此处负责此事的 一位神力化身扮演的大祭司 亲自种下了神力种子 刻露了女神应急于其意识海中 海恩巫师跟着女神信徒们举行了仪式 喝下了被欺负的圣水 然后回家一趟冥想了会儿 月之女神教派提供的经文 感觉到了脑海里浮现了一轮清冷美丽的明月 顿时 她整个人都清凉了起来 心底里涌出来了 对那一轮明月的无上崇敬之意 这股憧憬 很快就从明月转移到了 其人形象争月之女神菲亚的身上 一句 赞美月之女神 从海恩巫师的嘴里脱口出 让海恩巫师猛个睁开眼 身子一抖道 竟然比我想象之中还要快 月之女神菲亚殿下的感染力 竟然如此恐怖 她要不是殿下的从神的话 最多百年 就会是万神殿里的一流主神了吧 再靠着时间积累 或许未来可以与万神殿之中的狂烈之神 死神并列 想到这海恩巫师身子有些激动了起来 狂烈之神和死神 可是站在整个时空海域最强者高山的巅峰处 金字塔的最顶仓 能信仰一位 未来能站在同样高度的女神 似乎 也是一件无上光荣的事 海恩巫师 顺利地成为了月之女神菲亚的前程信徒 然后 她通过了黑衣卫内部考核 成功入选了外派名单 当然了 海恩巫师没能当初外交大使团队成员 被外派去和神迹之城已经有了外交关系的各片大陆 她成为了一名饮食者 甚至没能使用迷失大陆的身份 而是用上了来自玄鸟大陆提供的一位破络贵族身份 坐在了一艘时空商队的商船 按照黑衣卫这边的计划 海恩巫师将在一个月之后 抵达一片属于圣龙岛境地及势力的大陆 然后 海恩巫师将在那一个人从底层做起 发展出一条情报渠道 最后 海恩巫师能够达到什么高度 自然要看她在未知势力里 能够做到什么程度了 船舱里 海恩巫师闭目倒在了床上 却是在这时空商船的第一夜里 惊醒了过来 月之女神在上 海恩巫师惊醒过来之后 赶紧擦了擦额头上冒出来的冷汗 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在梦里面会梦见我 前往了月之女神的大教堂 进行祈祷并举行弥撒 难道我会发自内心的 信仰月之女神 不 不可能的 这肯定是我作为一名优秀巫师的 自我修养太高了的缘故 海恩巫师喃喃自语 柔美的双眸微微眯起 尽量回忆起梦境里的每一处细节 终于 数分钟之后 海恩巫师回想了起来 梦境里的自己 似乎穿的是一套女祭司的衣服 这发现 让她浑身冒起了冷汗 感到自己肯定是极度两位女神的缘故 以至于产生了心魔 我 海恩 才不是公主呢 海恩巫师握紧了拳头 轻轻拍了拍胸口 嚷出了声 而在神迹之城 迷失大路上 月之女神菲亚 也注意到了 自己在小人国虔诚信徒里 出现了一丝变化 某位巫师 似乎信仰深度 在朝着狂信徒的方向发展 这令月之女神菲亚 颇有些好奇 并注意到了 这位巫师的属性 很适合月光神力 难怪 她会情不自禁地 偏向信仰自己 比起巫术 神术更适合你啊 月之女神菲亚淡淡一笑 没有告诉那位巫师 便悄悄施展神力 在她心中种下了神术暗示 嗯 她觉得萧宇殿下 有句话说得很好 做好事的时候 不能留下名字 所以 月之女神菲亚觉得 等那位巫师成为了 大祭司的时候 自己也不需要告知她 这一切都有 自己出了一份力 没错 让她觉得 一切都是 自己决定的就好 神迹之城宫殿里 萧宇作为神上神 第一时间感知到了月之女神菲亚的小动作 微微摇头轻笑了一下 却也没有阻止 一位二级大巫师 成为传奇巫师 还是传奇祭祀 对她而言区别不大 不过 传奇巫师晋级成功之后 我的修为增长速度 慢了太多了 萧宇完成了一轮冥想 感觉到体内法力原理 那是增长了一丝的上限 暗暗摇头 也深深体会到了 为何当初千语帝国的大主宰 用了好几百年了 才提升到传奇巅峰 而后又在传奇巅峰卡了不知道多久 传奇之后 大部分辅助修炼药剂和法阵 都对我无效了 甚至于贤者之时 这样的高品质模石 也对我现如今的冥想加成 效果寥寥 至于我之前最擅长的科药修炼 现如今更是刻不起了 以我的体型 小人国的传奇超凡材料 清净所有 恐怕也供不出 几瓶成品药剂出来 我还得考虑 晋升晨星仪式所需材料 除了等待其他大陆 能有好消息外 也只能靠着冥想 用水磨功夫了 萧宇想到这 脑海里却是忽然间 划过了现实世界的无尽星空 这让他忽然有些心动 直觉意识到 传奇之上的超凡材料 靠小人国之力全部提供 显然并不现实 说不得 自己传奇之上的主材料 还得从现实世界之中寻来 至于小人国 则是负责提供关键 却需求少的催化剂 比较靠谱 殿下 清晨 萧宇醒来 就听到了黑衣卫那边传来了消息 怎么了 玄鸟大陆那边有消息传来了 玄鸟大陆 萧宇想起了那位 为自己附魔火属性巫术的 玄鸟女王 更想到了 作为自己的大客户 最早的一批外交团队里 就有跑去那的 是的 是外交官得到 玄鸟皇族那边许可后 传来的消息 玄鸟皇族 那秘境里有一处温泉 可洗水炼体 呵呵 洗水炼体 在小人国 能洗水炼体的 都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 比如 萧宇目前越来越少的月华玉露 就是这类珍品 足以引起诚心及强者的注意 萧宇文言也有些兴趣 不过看到具体消息之后 轻轻摇头 那温泉藏在一处 还没篮球敞大的秘境空间之中 温泉大小 更是还没婴儿用洗澡盆大 就萧宇这体格 两条毛腿一吨 估摸着温泉水 就全都溢出到外面去了 呃 这画面太美了 萧宇摇了摇头 赶紧驱散掉 琢磨着 最多也就让人过去 借点温泉水来研究一二好了 玄鸟大陆皇族 为了感谢我们的支持 愿意给我们三十个名额 是的 汇报的黑衣卫点头汇报道 根据我们收集的情报 这处玄鸟大陆的温泉秘境 每一百年才能开放一次 每次最多也就接纳一百个名额 一百个名额吗 萧宇想了想 说道 这秘境的效果可有验证过 这 主要是针对一级超凡者 聚文效果最好 这样吗 那就从黑衣卫 神卫军 也蛮人三者中 各分配三分之一名额派去好了 萧宇文言 随口答了一声 黑衣卫也立即点头退下 这样的事情 对两片大陆的许多普通超凡来说 很可能是决定他们未来命运的大事件 毕竟洗髓炼体什么的 正常人一辈子都不一定能遇上一次 然而对现在的萧宇来说 却已变成了一件随口可定的小事 不过 当时间到了 玄鸟大陆天然秘境 被玄鸟老祖亲自施法打开的时候 双方在座人员都猛逼了起来 那一处天然秘境 赫然 化作了一片废墟 玄鸟大陆的温泉秘境 有着难得的洗髓炼体的作用 是玄鸟大陆培养下一代的的重要底牌 此次玄鸟大陆将这底牌也拿了出来分享 可不仅仅是给了神迹之城 玄鸟皇族很重视中间商这一份越做越乡的工作 是以除了给予神迹之城这边三十个名额外 还给了许多大势力名额 以便他们在玄鸟皇族穿梭各片时空海域的时候 可以行一个方便 也因此 玄鸟大陆的上层对这起活动非常重视 仪式也好 接待规格也好 都是他们能拿出来的最高等级 代表了神迹之城的三十位代表 都有一种宾至如归的不真实感觉 并未知由衷感觉到了神迹之城的伟大 从而未知深深自豪 只是 当温泉秘境被打开 各大势力代表和玄鸟皇族都傻了眼 百年一开的温泉秘境 竟然化作了废墟 啊 玄鸟老祖第一时间化作一道红光 冲进去了秘境之中 中气十足的大吼道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子 玄鸟老祖咆哮声里的愤怒之意 宛如实体 刮得四周那些各大势力代表们 一个个双骨颤颤 大脑疼痛欲裂 毕竟 这些能来的代表 虽然除了神迹之城这边 都是天赋不差 背景不小的天才 却大部分都是刚刚晋级没多久的一级超凡者 哪里承受 得了一位陈兴强者的愤怒 哪怕没有被针对 只是鱼波 也足以重创他们了 所幸 玄鸟皇族很快注意到了这一点 玄鸟女王轻叹一声 束手轻轻弹了一下 一道红光化作护照 笼罩住了在场所有二级以下超凡 随后 玄鸟女王也飞进了秘境之中 轻易就安抚了狂怒状态下的玄鸟老祖 令得四周的几位长老 纷纷眼前一亮 老祖宗离高阶陈兴境界只差一线 只因为火凤肢体缘故才导致情绪容易失控 女王能够轻易安抚住老祖宗 女王陛下 这是再次精进了 据文和那神迹之城有关 女王曾经引导过军阵形成的金凤法香入体修炼 再次有了感悟 女王不愧是我玄鸟一族千年难得一遇的天骄 可惜 我玄鸟一族资源有限啊 不然女王陛下 定能与那十大禁地及势力的大人物一争高低吧 长老们感慨之余 玄鸟女王已然释放出感知 扫描了整个秘境每一寸位置 不是天灾 是 玄鸟女王从秘境出来之后 开口道出了一个惊人事实 顿时 在场玄鸟大陆的超凡们 无不激动亢奋了起来 什么人敢毁掉我族秘境 哇 女王陛下 一定要找到对方 让对方付出代价啊 玄鸟女王扫过众人 双眸闪烁金色火光 刹那间就压住了群情激愤的现场 等到四周安静了几秒 她才继续道 我在秘境里 感觉到了恶魔的气息 不过并非混沌魔狱之人 玄鸟女王看着听到恶魔一个个脸色微变的众人 眼神忽然一动 注意到 有那么一小撮人 似乎对恶魔一次没啥反应 她不由心中寻思了一下 倒是觉得在情理之中 那些人都是神迹之城的代表 想来见识的多了 也就不怕了 玄鸟女王哪里知道 这些神迹之城代表 基本上是迷失大陆的土著 不属于任何巫师圈子 他们对境地及势力压根没有概念 恶魔虽然听过 更了解那些恶魔们 就是被神之子大人打着玩的 自然谈不上害怕和惊讶 玄鸟女王轻轻吸了口气 挥手放出了秘境内的画面 温泉不见了踪影 到处都是倒塌的残垣断壁 地面一片焦黑 毫无生机 就投影画面来看 这秘境里的小世界 已经死了 这应该是一只机缘巧合 打开了连通我们这秘境的恶魔族势力 我的神念 已经循着痕迹追了过去 我玄鸟女王 再次立下誓言 不管对方是谁 对方有多大背景 我们都将 报仇血恨 死战到底 玄鸟女王发出了声明 语气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雍容 同时 她的法箱 一头一盏超过两百米 红中透着金光的火凤凰 展翅在了高空 尽情地宣泄着自己的灼热 神迹之成 萧宇得知了 温泉秘境被毁掉了 微微汗手道了一声知道了 就准备和两位女神 一起在寝宫继续研究新知识 却不想 两小时之后 萧宇就从月之女神菲亚娜得知 玄鸟大陆的外交官 通过祈祷月之女神传来讯息 玄鸟女王希望和自己联系 玄鸟大陆 可是如今神迹之成的头号客户 嗯 邪神一方不算 萧宇想了想 还是决定和两位女神 研究完新知识 再联系对方 毕竟有句话说得好 做事情要专一 又过去了三小时 萧宇神清气爽地坐在了宝座上 打开了万界紫禁 有着一头赤红色长发 阴气冷艳的玄鸟女王 身披靓丽的红色纱裙 出现在了万界紫禁之中 让萧宇有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萧宇以前见过玄鸟女王 美则美 却是绝对没现在那么吸引自己的目光 听闻这位女王修为进步了 看来传言是真的 修为越高 对魅力的修正也就越高 可惜了 玄鸟女王不是巨人族出身 萧宇露出微笑 让你久等了 玄鸟女王 你来找我是为了何事 玄鸟女王轻轻欠身 向萧宇行了一礼 尽管看起来 自己的修为境界 远远高于刚刚传奇的 那位炎黄巨人 可是这位炎黄巨人的战绩 实在是太吓人了 玄鸟女王自认为不如对方 行李起来 自然没什么心理负担 殿下已经知道了 我这边秘境发生的事了吗 我已经知道了 是恶魔一族做的 是的 玄鸟女王点头道 根据我的追查 我已经找到他们了 说到这 玄鸟女王通过万界紫禁 传递来了一段信息 萧宇使用了相应巫术 接受了这段信息之后 放入了监视之眼里 快速播放了起来 很快萧宇就明白 为何玄鸟女王 要跑来找自己帮忙了 这女人 当着各大势力的面 吼出了死战不退的口号 确实很有面子了 只是 那群恶魔 也是有着后台德啊 而且这事情说起来 还真不是那群恶魔 针对玄鸟大陆 玄鸟女王想要讨回公道 只靠自己 怕是要吃亏啊 通过玄鸟女王传来的信息 萧宇得知 那些范式的恶魔 名为赤眼恶魔 是混沌魔域放逐的恶魔族之一 地位方面 还没当初萧宇洗劫过的 贪婪恶魔一族高 因为他们很早就被圣龙岛的 大人物给收服 成为了圣龙岛附属势力之一 被安置在了赤童大陆超过五百年 并靠着一手媲美矮人大师的 锻造手艺 深得那篇大陆统治者 赤童龙一族的好评 从而得到了奖赏 不仅获得了一定的自由 还得以建立起了 属于自己一族的王国 赤眼恶魔一族 恶魔本性难改 他们贪婪 暴躁 偏执 试杀 被归入他们统治区域的 其他智慧种族 无不生活在痛苦地狱之中 但是赤眼恶魔一族很有用 并且很明白自己的身份 对圣龙岛无比恭敬 他们也就在圣龙岛的龙族们看来 是一群难得的好恶魔 只是这样也就罢了 偏偏赤眼恶魔们 还真没有跑去 专门得罪玄鸟大陆的兴趣 他们只是在一次大恶魔仪式中 靠着族里得到的某一件 特殊奇物的指引 打开了一个时空通道 发现了玄鸟大陆的温泉秘境 尽管温泉秘境里 有着大量的人工建筑 可是这儿木有人啊 或者说 这儿木有同层次的超凡存在出现啊 那么这在赤眼恶魔一族看来 显然就是无主之物 是上天恩赐之物 于是 他们也就没想那么多 或者说 不愿意去想那么多 先抢了再说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然后 就尴尬了 玄鸟女王想要报仇血恨 那就得杀上赤童大陆 可是以圣龙岛的护短传统 以赤眼恶魔一族展现出来的用处 玄鸟女王已经看到了 赤童大陆统治者 赤童龙族们拒绝的表情 要是只有赤童龙一族 玄鸟女王倒也不是那么怕的 有着军阵之术加持 玄鸟女王倒是不怕 赤童龙族的高层战力 可是赤童龙族 只是圣龙岛龙族之中之一啊 而圣龙岛 玄鸟女王不是萧羽 没有那股蟒劲 面对着禁地及势力 要说不怕 那肯定是假的 尤其是玄鸟女王 可没有萧羽 大不了放弃神迹之城基业 苟回去现实世界的退路 玄鸟皇室一族几百万人 可都是在她的领导之中了 萧羽看完信息之后 看向玄鸟女王 你没有隐瞒我信息 向一位能够对抗禁地及势力的大人物 故意隐瞒消息 是愚蠢的行为 玄鸟女王听到这话 再次点头 萧羽不由摸了摸下巴 对方是圣龙岛啊 难怪你会希望得到我的支持 玄鸟女王不等萧羽犹豫 第一时间就说出了 让萧羽感兴趣的信息 温泉秘境的温泉 之所以能每隔一段时间 就让人洗嘴炼体 是因为在温泉地底深处 有着一枚与那片秘境环境 天然融为一体的上谷玄鸟灵合 上谷玄鸟 陈星及神兽 我们有确认过 是一头高阶陈星 及上谷玄鸟的灵合 玄鸟女王说到这 看着萧羽双目 说出了让对方心动的讯息 这样的灵合 可遇不可求 哪怕是传奇及强者 也可以使用这种灵合 来提升修为 哦 萧羽再次认真打量起 玄鸟女王 玩味一笑 明白了对方为何会找自己 啊 自己是为了一枚 上谷玄鸟灵合就出手的人吗 这没灵合的上谷玄鸟 体型超过百米 玄鸟女王说到 对殿下而言 这样的灵合 至少能提升 传奇奇事两个小境界 并且 殿下作为传奇巫师 也可以得到好处 虽然没有奇事间那么高 却也有几率提升一个小境界 啊 萧羽微微一正 没有想到这上谷玄鸟灵合的作用 竟然比自己预想的要大 而且 这玄鸟女王口中的百米 放在现实世界 也有一米高了 这样的体型诞生的灵合 能有这样的效果 倒也值得一信 只是 就这样真香了 殿下 据我所知 赤眼恶魔一族 藏有一件与炼金术相关的世界奇物 与炼金术相关的世界奇物 萧羽自从遇见了炼金术 就已经爱上了炼金术了 她觉得 一切和这有关的世界奇物和矮人 都和自己很有缘分 有什么用 具体用途我并不知晓 不过根据以往消息拼凑 我们猜测 这件世界奇物可以加大炼金术的强度或者能力 因为赤眼恶魔一族某些炼金产品的产量 时不时会不正常地加大 萧羽文言立即想到了自家那些 每天也就工作23小时的矮人工匠们 想到了自己缺得厉害的强化金属 她心中轻叹了一声 爱 抬头 双眸炯炯有神地注视着玄鸟女王说道 把赤童大陆详细情报告知过来吧 神迹之城与贵大陆有着悠久的良好关系 作为优秀的盟友 我认为我确实有必要为盟友注意避之力 萧羽说到这里之后 嘴角微微翘起道 当然了 我们出手之前 我觉得有必要进行更多的深入交流 可以 玄鸟女王冷咽的表情也一下笑了起来 数十分钟之后 神迹之城的高层们就纷纷得知了 殿下已经被玄鸟女王给说服了 殿下准备出手帮助玄鸟女王讨回公道 而对手则是有着圣龙岛撑腰的赤童大陆 赤眼恶魔一族 乌图鲁乌师得知此事后微微一正 玄机就释然了 我们的殿下所求之物一向很明确 他愿意出手 想来是玄鸟女王那边 告知了他无法抗拒的理由吧 应当是如此 马法乌师也微微汗手 一边看着卷轴一边回答道 我倒是希望殿下能捉回来几头赤童龙回来 我听说赤童龙的龙类 可以替代大部分二级药剂的辅助催化剂材料 另外 他们一族的龙血有没有其他妙用 我也很想要研究一番 乌图鲁乌师文言不由心中感慨 也就是在神迹之城 马法乌师能够这样口无择言了 放在其他地方 马法乌师这种企图研究真正巨龙身体材料妙用的 不是去了王者峡谷或深渊 就是在不久后飞灰烟灭了 赤童大陆 赤眼恶魔一族建立的城市 位置在一座高达三千多米的巨大火山口边缘上 赤眼恶魔使用黑铁金属和巨石来修建房屋 靠着他们一族媲美矮人的建筑工艺 以及比矮人一族强大得多的先天素质 被誉为火魔宝的这一座城市 从高空看去也给人格外的壮观触感 从山口到山腰 差不多一千五百米的高度上 几乎全都被黑铁色的建筑物所包围 哄 这座火山忽然又一次剧烈抖动了起来 绒江沸腾 大量火蛇伴随着浓浓黑烟喷出 住在火山附近的赤眼恶魔一族平民们纷纷皱起眉头 这不是第一次火山爆发了 是以这些平民们倒也没再如第一次那样 慌慌张张地跑出来 不过 他们还是一直担心着 并时不时地看向山顶位置 火山口位置望着浓浓黑烟涌来 赤眼恶魔一族的五位最强的长老 拿出了族内珍藏的奇物 施法凝聚出了一道红光 很快又将这股黑烟连同那些火蛇给压了回去 沸腾的荣江也在咆哮了几分钟之后 缓缓平息了下来 赤眼恶魔一族的族长 恶魔菲迪斯是一头有着比健美先生 还要油光四色肌肉身材的大恶魔 身高超过八米的他 在这群平均身高五六米的赤眼恶魔长老旁边 有着鹤立鸡群的感觉 菲迪斯族长喘了口气 收回了融合在自己体内的巫术奇物之后 环顾四周 目光看向了正对着自己面前的一个年轻赤眼恶魔 这是赤眼恶魔一族年轻一代里的佼佼者 一大批年轻赤眼恶魔的领头羊 也因此 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赤眼恶魔族长老之后 这位赤眼恶魔就一直暗中与菲迪斯较劲 这次火山经常不稳定 究其原因便和这赤眼恶魔有关 自从将上古玄鸟灵合沉入火山口后 火山就越来越不稳定了 菲迪斯族长咒媒说到 时间越来越短 爆发的力度越来越大 我提议将上古玄鸟灵合提出来好了 不行 绝对不可以 听到菲迪斯族长这提议 年轻的赤眼恶魔赤红色的脸庞 一下子黑了许多 族长 当初你可是也同意的 现在怎么可以反悔 年轻赤眼恶魔越说 声音越是响亮有力 而且就算出现了最坏的结果又如何 大不了火魔宝被毁掉好了 我们可以提前撤离族人 也就损失一座空城罢了 可要是上古玄鸟灵合 能够被我们在火山的布置炼化成功 你应该明白 意味着什么吧 年轻赤眼恶魔说到这 深吸了口气加重语气 我们能够得到大量的洗水炼体溶浆 组长也好 长老们也好 大家遇到的瓶颈 都可以松动一二了吧 不错 而且不只是我们这些老家伙 那些年轻一代的潜力 也能提升一个档次了吧 几位长老也纷纷点头 他们都有各自的小心思 菲迪斯族长冷哼了一声 倒也没有继续坚持下去 他冷眼看了下这些长老们 转身化作一道红光 离开了这座城市 我们的族长已经老了 年轻赤眼恶魔轻笑了一下 不屑说道 不要小看了族长 他可是我们一族 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诚心恶魔 那只是以前 很快最年轻的诚心恶魔 就是我了 这点我们当然是相信的 不然也不会站在你这一边了 长老们愉快地笑了起来 没多久 一道雷霆 却是忽然间从空中劈了下来 炸出了一个巨响 而后 锦中从城堡正中心敲响 怎么回事 还在幻想着 大家美好 未来的赤眼恶魔长老们 微微一正 纷纷奔回去了城堡中心 然后 数分钟之后 这些赤眼恶魔长老们 都猛逼了一脸 他们都没有想到 一年前他们通过仪式得到的恩赐 竟然 是有主之物 好吧 赤眼恶魔们 其实很明白 那地方有主 只不过他们没有想到 这有主之物的主人 还真敢来找麻烦 玄鸟大陆 没听说过 我看看 哼 只有一片大陆 一个诚心巫师的势力 就这也敢来找我们麻烦 不知道我们赤眼恶魔一族 交友广泛 朋友满天下吗 哪怕没有圣龙岛庇护 也能呼朋唤友群殴了他 一个赤眼恶魔长老嘟噜了一声 倒也没有说谎 赤眼恶魔一族 锻造手艺很好 又有赤童龙族做保证人 生意还是很不错的 也因此 结识了不少朋友 不少合作伙伴 然后这些赤眼恶魔长老们 看着赤童龙族那边传来的讯息 忽然看到了一个有点熟悉的名词 神迹之称 眨了眨眼 赤眼恶魔长老们觉得 可能是看错了 却很快又看到了一个词汇 炎黄巨人 不可能 这肯定是吓唬人的 神迹之称 怎么会为玄鸟大陆出头 也不一定 根据资料来看 玄鸟大陆 似乎是神迹之称重要的中间商之一 说到这 赤眼恶魔长老却又一改口封道 不过 神迹之称出手 估计也就是做做样子 充其量 就是派几万神卫军 加上一个晨星及超凡领队吧 其他长老闻言纷纷点头 都认为应当如此 只是 不知为何 赤眼恶魔一族 所有传奇以上的强者们 都隐隐约约地觉得 心头莫名沉甸甸的 似乎 他们真的被某些不可名状的存在给盯上了 菲迪斯族长 此时正在赤童龙族的皇宫之中 面见了伟大的赤童巨龙之王 聆听了这位高贵骄傲的龙王 满口答应 对赤眼恶魔一族庇护 菲迪斯族长感激地谢礼后退下 回到使馆里 他却是轻叹了一声 玄机 这位在恶魔审美观里浓眉大眼的家伙 突然挥手撒出了某种生物的骨灰 令得四周形成了一圈隔绝结界后 这位赤眼恶魔的族长 悄悄地拿出了一枚羊头人身 三头六臂的大恶魔木雕 放在了地板正中心后 不断念念有词 念叨出一串串的咒语出来 这些咒语带动着空气中的神秘力量 让得整个结界内的空间越来越漆黑 直到最后完全化为了一片墨色 轰的一声 一片独立空间出现在了这处结界中 然后 飞迪斯族长睁开双眸 看到了漆黑之中 靠近自己的伟大存在那美丽无瑕的身影 伟大的王啊 一切都如你所愿 神迹之城果然宣布 帮助玄鸟大陆讨回公道 并向赤童大陆发来了战书 接下来 我该怎么做 面对飞迪斯族长的询问 漆黑一片的空间里 很快传来了回声 这声音直接出现于飞迪斯族长脑海深处 让他频频点头 然后 啪的一声轻响之后 一切意想消失 宛如从来没有出现过一般 只是 赤眼恶魔的族长飞迪斯 却是露出了一丝邪笑 同时 身上油光四色的赤红皮肤上 浮现出来了 成千上万颗 小蝌蚪一般黑色小点 在不断飞速游走 这些小蝌蚪 顺着皮肤游到了飞迪斯族长脚底板 而后很快就侵入了地板 并飞快地散了开来 散开过程里 这些黑色小蝌蚪们还在不断地进行着有私分裂过程 大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远方 赤铜巨龙的龙王刚刚答应了庇护赤眼恶魔一族 就忽然被龙神叫去了神殿 龙王一开始不以为然 直到观看了古术大陆上消雨的一系列战斗画面 看到了那简直不符合巫术逻辑的破坏神神像 这位赤铜巨龙一族的龙王 也不得不认真起来道 神迹之城的底蕴 竟然如此地深不可测 不过他应该不会全力替玄鸟大陆出头吧 不一定 龙神语气严肃道 根据我们这些老家伙们对那炎黄巨人的分析 这个巨人喜怒无常 贪婪无耻 暴饮暴食 还贪恋美色 美色 龙王眨了眨眼 难道这巨人和我们龙族一样 不计口 嗨嗨 龙神嘴角抖了一下 摇头道 这倒不是 不过这巨人的审美很是偏向于人族 目前只发现 他对人形生物的容貌感兴趣 说到这 龙神继续调整了一下语气道 但是 这巨人是许诺 是必须要认真对待的 他还没有真正意义上 违背过自己的诺言 所以 龙王也听出了这话背后含义 有些担忧道 我们先撤离赤同大陆 把赤眼恶魔奉送过去如何 龙神有些意外地看了看着龙王 却有些欣慰 不愧是当初自己力排众议推上来的龙王 比起大部分龙族 要有脑子的多 明白何时该耸 这最重要的天赋之一啊 如果圣龙岛那边不肯出手 我会再次力排众议 支持你的决定 不过现在嘛 圣龙岛的大人物们 目前的态度是 假如神迹之城真要打 那就心仇旧恨一起算 圣龙岛那边 会全力支持我们 龙王听到这 不由心中一松 有圣龙岛的大人物们支持 这一次 应该打不起来了吧 禁地及势力之间 要是真爆发全面战争 想来 双方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吧 龙王结束了交谈 刚刚回去了皇宫没多久 就得知 玄鸟大陆与神迹之城联军前锋 已然靠近了自己这边的时空海域 动作好快 龙王嘟噜了一声 不敢犹豫 赶紧一飞冲天 以真身破开的空间 进入到了赤铜大陆外时空海域之中 在这儿 他的双眸轻松穿透了千里的空间 看到了来势汹汹的联军 这支联军 由玄鸟大陆的20艘木制战舰 和一艘明显是神迹之城风格的神迹号星际战列舰组成 20艘木制战舰上 有着火凤凰的光焰保护着 挡住了时空乱流 至于那艘大得多的钢铁战舰 却是靠着时空巨兽的血液制作的涂料 无视了时空乱流侵入 龙王重点放在了那一艘钢铁战舰上 很快就确认了 这一艘钢铁战舰里 一个诚心强者都没有 他不由微微一笑 觉得这把吻了 神迹之城果然没动真格的 龙王忽然注意到四周浮现出来了龙神的虚影 玄机 一百多艘大大小小给人拼凑起来不协调感觉的船队 从大陆上飞起 漂浮在了附近海域 这些勉强能在时空海域短暂航行的船只 都是赤眼恶魔一族锻造出来的产品 而今面对强敌 大家都没藏着眼着 全派了出来 随着船队而来的 是石头传奇及赤铜巨龙 以及他们带头的数千头双翼亚龙 哄 玄鸟大陆的船队 变身而成的火凤凰 火凤凰熬翔在了双方中间 散发出一热浪涌向了巨龙们 巨龙这边 龙王还没动手 龙神却是摇头阻止了他 而后下一瞬间 一道金光后发先制的从远方海域抵达了前线 一头浑身金光闪闪 令常人无法直视的陈兴及金龙张开双翼 和火凤凰对峙在了一起 我乃金龙王 杰尼西亚 我代表了圣龙岛来 退下吧 无理之徒们 仁慈的圣龙岛不希望你们白白死在这里 金龙是血脉强度高于赤铜龙和青铜龙 黑鸣龙一样仅次于圣龙的高等龙族 他们的龙王 哪怕只是之一 也有着高阶陈兴级的战力 与那玄鸟女王同界 数界的尊者们 也是这个等级 不过 公认的 同界之中 单轮战斗力 不管怎么算 巨龙们无疑都是最强的那一个批次 目前 来的这一头金龙王 不说吊打数界尊者了 至少让对方一直处在下风 无力支援部下 是完全没问题的 这样的高手亲自到来 某种意义上 也算是圣龙岛给了神技之城一个面子了 只是 很显然 萧宇表示拒绝 神技号星际战列舰内 指挥官兰斯统领 如实禀报了萧宇之后 很快就得到了命令 于是 战列舰里全副武装的神卫军们纷纷起身 左手打开瓶盖开始喝药 右手握紧武器 爆发出了超凡灵光 随着兰斯统领 嘴巴塞满一大堆药丸 拔出了宝剑 作为军阵核心 也爆发权力 神技之城 明镇天下的军阵秘术 第一次于时空海域里 爆发出璀璨的光芒 好 超凡灵光凝聚 而成了一头青眼白龙 和十多头雄鹰与猛虎 下一秒 这些超凡灵光形成的法香 宛如活了一样 冲向了赤眼恶魔一族 同时 两位女神祭祀 也举起了法杖 高声呼喊出了女神的真名 随着真名被呼喊了出来 月之女神菲亚 和战争女神魔力甘的目光 投放到了这片时空海域 穿透了无处不在的时空乱流 注视到了赤眼恶魔一族 令得那些助阵的赤眼恶魔盟友们 纷纷身子一震 察觉到了什么 不要紧张 不是深渊注视 是那两位依附了神迹之城的女神 赤童龙族之王嘀吼了一声 旋即催动出了 自身凝聚 为了实体的沉心法香出来 吼吼 这两个硕大脑袋的巨无霸赤铜龙 瞬间成形 并挡在了船队最前面 而赶来助阵的金龙王杰尼西亚 此时恼怒无比 在他看来 这分明就是神迹之城 不给自己面子 不给圣龙倒面子的行为 这炎黄巨人实在是太无理了 真以为赢了几次禁地及势力 就可以在这方世界 为所欲为了吗 金龙王杰尼西亚也动了起来 正要施法隔开两位女神的注视 带来的无形压力 玄鸟老祖化身而成的火凤凰 已然先出手 令得其不得不转头 先对抗自己 哄 陈兴急的交战瞬间爆发 搅动的这片海域 出现了一圈又一圈剧烈波动 不少躲得不够远的探子们 纷纷被逼出了身形 而后一个个惊慌失措地赶紧退后 动 两三秒后 玄鸟老祖化身的火凤凰 却被一道金光 记得倒飞了出去 而后那金龙王后 发先知地追了上来 张嘴喷出一口龙溪一下 将火凤凰的身躯打散了开来 哄 火凤凰被打散之后 却又很快化作一团团火焰 凝聚在了数千米外地方 准备重生 金龙王冷哼一声 龙爪一挥之下 一道在小人国里 长达百米的光刃 瞬息成形 展向了远方火焰 光刃速度极快 普通人肉眼完全跟不上 然这时候 火焰旁边一个气质冷艳 锋芒毕露的女子 早已顺移到了光刃抵达方向 伸出洁白双手在光刃抵达的瞬间 啪 女子双手合十 正好拍中光刃 刹那间 能斩破晨星及领域的光刃 在这双素白纤细手掌中 无声无息地消散 令得一直保持着高傲表情的 金龙王杰尼西亚 也不犹疑了一声 玄鸟女王 金龙王杰尼西亚 第一眼便认出了这位 救下玄鸟老祖的女子身份 轻视之心 随之彻底放下 不管这玄鸟女王 到底是靠着奇物 还是使用了什么天赋技巧 他能够那么轻易 化解了自己刚刚那一击 已然说明 他在某个方面 达到了高阶晨星的高度 而每一位高阶晨星 都是值得小心对待的对手 哪怕巨龙本性高傲 也绝对不会小瞧 任何一位高阶晨星 并且 金龙王杰尼西亚能够察觉到 这位玄鸟女王 还是晨星里最最强大的晨星巫师 契约了一整座大陆的晨星巫师 按照小人国的综合战力估算 不计较特殊情况 高阶晨星巫师总是要比 同阶晨星高出一两个档次 而高阶晨星巫师 基本上站在了金字塔的上层了 如果是在主场 一位高阶晨星巫师 等同于一位 有着开了无限法力的 晨星巅峰及施法者 加一头高阶等级的 打不死的晨星及神兽 玄鸟女王 你要站 那就站吧 只是 你要明白 你在和什么存在为敌 玄鸟女王摊开双手 表情冷漠 我很明白 我在做什么 尊敬的金龙王陛下 赤眼恶魔一族 这千年来犯下了多少罪孽 惹出了多少乱子 值得你们如此庇护吗 哼 这方面 轮不到你们来说 金龙王杰尼西亚低吼了一声 尾巴一甩 一道道金光飞出 撞向了玄鸟女王 双方大战再次开启 看起来颇为激烈 令得重生归来的玄鸟老祖 担心不已 想要出手帮助一把玄鸟女王 却听到了这玄鸟女王传话 金龙王杰尼西亚并未出权力 而他也同样如此 显然别看双方都尖牙利嘴地不甘示弱 真打起来发现 双方都势均力敌后 却是都不肯真的拼命了 反正在场的 没有更强的超凡在场 也没人能看出他们在演戏 玄鸟老祖微微一震 旋即领着船队 冲向了赤眼恶魔一族的那些木船 随着石头赤铜 巨龙腾空而起 数千头双翼亚龙也纷纷动了起来 却不想 玄鸟大陆也已经修炼了军阵之术 那些船之上 无不出现了超凡灵光凝聚而成的军阵法香 一头头火凤 猎鹰扑击向了龙族大军 第一时间就占据了上风 令得刚刚挡住了神纪号星际战裂剑 攻势的赤铜龙王错愕了一下后 一不留神 竟是被一根黑色的长矛刺穿了防御结界 打在了肩膀上 肩膀上的龙铃让黑色长矛直接爆炸开来 然而 旋即 赤铜龙王就感觉到 自己这一具身躯竟然被死亡神力侵入了进去 看似问题不大 事实上 那一股死亡神力却是不断渗透进了体内 不断蚕食四周机体组织 让这赤铜龙王不得不选择暂且撤退 龙王退走 小兵间的战争 更是一边倒地呈现了出来 神纪号星际战裂剑 发动机开始全功率运转 尾部喷出了蓝色的火烛 然后 还在交战的双方便纷纷看到 那一艘来自神纪之城的钢铁战裂剑 在加速了十多秒之后 竟是硬生生地 毫不减速地 撞击在了赤铜大陆的空间结界上 哄 撞击的波动 掀起了比陈兴间对轰还要大的浪潮 那一瞬间 传奇以上的超凡们都眼皮微跳了一下 感觉到了这股撞击中蕴含的庞大能量的同时 也感觉到了 这股反阵力量是何其之大 那巨人的手下们都是疯子不成 撞击一座有陈兴巫师坐镇指挥 没有漏洞的大陆 他们以为自己是深渊不成 超凡者们低语着 并注视到那一艘钢铁战舰 在这次撞击之后 也被反镇地退后了好几千米不说 原本混员如意的护盾 出现了清晰可见的裂缝 船体上更是冒出了好几处火花 尾部更是冒出了黑烟 显然损失不小 但是不祥的预感 却让刚刚回到大陆内的赤童龙王 按到了一声不对劲 赤童大陆上空 当神机号星际战猎剑 集中了女神之力 军阵秘书之力 和本体强大的机械之力于一体 撞击在了赤童大陆外空间的瞬间 强大的能量撕裂了四周的空间 也让时空乱流更加的猛烈 尽管代价很惨 神机号星际战猎剑 第一次出现了重大损伤 赤童大陆的空间裂缝 却是不可避免的产生了 兰斯统领一边心疼战舰的损伤 却也一边欢呼出声 乌图鲁巫师的猜想 看来是正确的 强行撞击带来的能量 足以让保护大陆的空间结界 产生裂缝 尽管这些裂缝稍纵即逝 而且内部时空乱流 极度不稳定与强烈 不可能通过脆弱的物体 又因为大陆意志的缘故 天然拒绝强大的超反者进入 可是无生命体的特殊物品 却能通过这一手段扔进去 兰斯统领在刚刚那一刻 却是把一枚浮空石板 放了进去一道裂缝之中 这浮空石板来历神秘 本体坚不可摧 可以成功地通过那些微小裂缝 偷渡到赤童大陆之中去 不过萧宇费了那么大的代价 自然不仅仅如此 关键还是在浮空石板的上面 萧宇使用了自己的 世界奇物时空传送之界 在那儿留下了一个传送点 升级强化之后 萧宇如今的 世界奇物时空传送之界的传送距离 超过了现实世界的一万公里 放在小人国 哪怕时空海域无边无际 大陆与大陆之间的距离 哪怕在宵宇看来也有点远 但是再怎么远 一万公里也是绰绰有余了 伴随着赤童大陆 因为撞击而全大陆 都出现了微小的震感 沿海地区更是出现了 大海啸等天灾 一处在万米高空 忽然裂开的空间裂缝里 一块灰色的方块撞石板 修一下从裂缝里飞了出来 并第一时间就如流星一样 坠落在了群山之中 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巨响 哄哄哄 一朵蘑菇云腾空而起 落地之处化作了深达百米的陨石坑 几座火红色的小山靠得太近 更是被震动地引起了连锁塌方 这片群山外最近的一处据点 是赤眼恶魔一族奴役的羊头人一族牧场 数万一直生活在水生活中之中的羊头人 纷纷睁开麻木的双眼 小心翼翼地看向了群山里的异常 负责此地的赤眼恶魔统领 也第一时间从十多头此羊头人身上爬了起来 挥手放出一刀烈焰 将这些已经被玩死的羊头人烤起来同时 赤眼恶魔统领张开双翼 腾空而起到了高空 注视向了远方的蘑菇云 没有感觉到超凡强者气息 倒是 那落地之处似乎是一见奇物 天降奇物 赤眼恶魔统领眨了下眼 贪婪之心立即发作 让他顾不得通知上面 便双翼一动飞奔了过去 企图将这天降机缘拿到手 万一这奇物可以让他成为陈星呢 他不就能成为赤眼恶魔一族里的大人物了 也就再不用在这儿 以折磨羊头人为乐子了 哄 赤眼恶魔统领不等烟尘消失 就冲了进去 然后 他看到了浮空石板 并看到了浮空石板上的传颂证明文 哈 果然是一件不知名奇物 让我看看 你这件奇物 能够为我带来多大的价值 哼哼 希望你不会让我失望 赤眼恶魔统领弯下腰伸出爪子 刚刚碰到了浮空石板 感觉到了表面那冰凉触感 沙 浮空石板上 突然间出现了耀眼的蓝光 哈 赤眼恶魔统领 几乎再一遍出现第一时间 就顺移了出去 双眸带着惊疑不定的神色 望着眼前这笼罩了陨石坑的蓝光 并很快就从这蓝光之中 感觉到了 让他无比烦躁和不安的真神气息 不可能 真神怎么会越过大陆意志的结界 直接降临到了这儿 赤眼恶魔统领连连后退惊呼 浮空石板上 身穿白色华贵古典宫装的月之女神菲亚本体 已然手握一柄月牙法杖 出现在了半空 刹那间 这群衫白昼化为黑夜 月光照耀了这片土地 月之女神的月光神力 顷刻间就张开了一圈 笼罩了方圆百里范围的天与地 是真神显灵了 神灵? 一定是救世之神 我们羊头人的守护神显灵了 神啊 你终于降临了 请救救我们 绝望之中的羊头人们纷纷跑了出来 并跪倒在了脚下沙土之中 向着他们并不知道名字的神灵祈祷 或许 在这些从生下来 就生活在赤眼恶魔一族统治恐惧之中的羊头人 已然将能产生如此神迹的月之女神菲亚 当成了他们祖辈编造出来的救世之神本体 月之女神菲亚 注射这些呼唤自己的羊头人们 嘴唇微微移动 已然将自己的神明告知了这些羊头人 顿时 随着这些羊头人们高声称呼月之女神 本就因为偷渡而减弱了大半的大陆意志压力 再度减少了大半 随后 在赤眼恶魔统领不敢相信的目光下 伴随着月之女神菲亚 伺候在了一旁 再度出现的蓝光中 一位高180米的巨人 带着淡淡的坏笑 出现在了赤眼恶魔统领眼前 赤眼恶魔统领这等级 接触不到最高层次的绝密 不太清楚月之女神的讯息 可是 望着这高得不可思议的巨人 神迹之称 神之子等早就在有军圈子里吹牛皮时候 吹爆的名词 不断闪现在了这位赤眼恶魔的脑子中 再联想到自己一族 正好被这位神之子大人盯上了 赤眼恶魔统领一屁股摔倒在了地上 旋即想到了什么 赶紧翻身 就想要逃跑 月之女神菲亚 看到萧宇微微汗手 扭头注视 向了那转身的赤眼恶魔 顿时 只是一个眼色看了过去 赤眼恶魔统领 保持着转身奔逃的动作 表情错愕地定在了原地 化为了一具琥珀色的雕塑 这雕塑栩栩如生 在现实世界 也就六厘米高 卖出去的话 想来有不少人啃出高价 只不过 萧宇已经过了 靠出售雕像赚钱买物资的阶段了 他迈步离开了陨石坑 双脚分别踩在了两座小山堆的山顶上 居高临下地 看向了远方贵岛一地的羊头人 以及更远处的建筑群落 萧宇轻笑了一声 呼吸了一口赤同大陆的新鲜空气后 缓缓道 我来 我见 我征服 萧宇通过世界奇物时空传送之间的帮助 越过了赤同大陆的空间结界 成功抵达了赤同大陆地面 随即萧宇就感觉到了 作为偷渡者的自己 巫师和骑士 这两个职业的能力可以完整地发挥出来 道时来自两位女神的神术 却是受到了压制和四周空间传来淡淡的敌意 哪怕靠着羊头人土著们的臣服 减少了一些压制 却也只能施展出八成左右的神术威能出来 萧宇根据回馈来的信息猜测 这可能是因为赤同大陆已经存在了一个本土神系 面对外来神系之力的到来 这些本土神系长久影响下 大陆意志本能地对外来神力的排斥反应 不过萧宇对此并不感到害怕 反而有些想笑 有本土神系挺好的呀 这意味着赤同大陆会有好几位真神存在吧 那么等大战过后 自己手中又能拥有可用的神歌了吧 自己的女神工程员就又能增加了 赤眼恶魔统领化作了琥珀雕像的同时 远方最近的一座赤眼恶魔一族城市里 数十位二级以上超凡恶魔 齐齐睁大眼 腾空而起 飞舞在了天空后 一个个脸色难看的 看到了远方天地之间处 那高高站在大地之上的巨人 一个赤眼恶魔 害怕地颤抖起嘴唇 是传说之中的那位神之子 那个炎黄巨人 他竟然亲自来了 直接跨越了空间结界 降临到赤同大陆上来了 城主 现在可怎么办 赤眼恶魔的强者们 纷纷看向了在场中地位最尊贵的那恶魔 那是一个偏向于菲迪斯组长的保守派 赤眼恶魔 作为城主的他 同时也是在场之中 唯一的一位传奇 也正因为他是传奇恶魔 他最能感觉到 刚刚爆发出来的能量波动 掀起的灵力漩涡 是何等的恐怖 撤退吧 此巨人不可立敌 大家现在就撤离吧 记住了 千万别带上直前之物 轻叹一声之后 这位城主赤眼恶魔好心地补充道 否则你们一定会被这巨人盯上的 这可怕的巨人 比你们这辈子遇到的所有龙族 加起来还要贪婪 想要活命 最好什么 珍贵物品都不要带 说完之后 这位赤眼恶魔城主 却是先一步从高空降落 然后跑进去了城堡中 赤眼恶魔的城堡 相当于巫师组织里的巫师塔 是主持一地防御系统的核心 几位年轻的赤眼恶魔 看到这赤眼恶魔城主 竟然不是第一时间逃跑 都闪过一丝静矣 城主这是要战斗到最后 为我们拖延时间吗 啊 年长的几个赤眼恶魔 嘴角气气抖了一下 冷哼了一下 四散逃离 连招呼都没打一声 倒是赤眼恶魔城主 进入城堡之后 一个扩音树覆盖了全城 告知了神之子到来的消息 发出了警告 年轻赤眼恶魔 更加佩服这位他们 一直看不起 觉得软弱可气的城主起来 最终 两位年轻的赤眼恶魔 对视了一眼 放弃了逃跑 转而跑进了城堡之中 希望能够助纳城主 一臂之力 也让这些元老派的赤眼恶魔们看看 少壮派的赤眼恶魔 同样有着英雄 狂 两位年轻的赤眼恶魔 推开了厚重的铁门 来到了充满工业机械风格 到处都有巨大齿轮和链条的大厅 然后很快就看到了 正在前方法阵操控中心 忙活的赤眼恶魔城主 城主大人 怎么还不启动防御法阵 对啊 我记得我们这儿的低热能法力池 已经蓄能满了吧 我们可以释放出去 打那巨人一个措手不及 也能拖延更多时间吧 是不是操控人手不足 我们这就来帮忙 赤眼恶魔城主 看着这两位不顾危险 不顾自己同意撤离命令 也要来帮忙的年轻恶魔 仿佛看到了三百年前的自己 这让他颇为感慨 年轻真好 不过 谁给这两位年轻说的 自己会留下来抵挡那巨人呢 现在的年轻赤眼恶魔 都变得那么会脑补了吗 你们快逃吧 赤眼恶魔城主看了看这两位 探出了实情 我来这儿 只是为了能够逃得更快罢了 身为城主的我 可以使用城主铭记 启动这儿的传送阵 将我远距离传送出去 只不过这样的长远距离传送 没有空间天赋的 很容易被传送去时空乱流之中 是以那些知道内情的老家伙们 都没有赶来 听到城主并非心目中大无畏的英雄 反而在准备跑得更快更远 两位年轻赤眼恶魔嘴角如动了下 很想要吼一声为什么 却是在赤眼恶魔城主 理所当然的目光之中 吼不出来 赤眼恶魔一族里 可从来没有自我牺牲的传统 英雄、正义、维护大局等等意识 事实上也是来到了赤同大陆之后 被慢慢影响才产生的 赤眼恶魔城主最后看了眼 这两位猛逼的年轻恶魔 摇了摇头之鱼 却也隐隐有些感慨 如果没有大变局出现 等赤眼恶魔一族的这批年轻人 成长起来成为了族里的中间力量 或许会有那么一天 赤眼恶魔一族的恶魔之名 会被去掉 他们也能如那些人族那般地 建立起来一个拥有正常秩序地质国家 快逃吧 别回去王城 远离城镇 远离那巨人 做出了最后的警告语 履行了身为一个多活了几百年长辈的义务之后 法镇发出了红光 这赤眼恶魔城主 一下子消失在了两位年轻恶魔眼前 与此同时 法镇出现了蜘蛛网一般的裂缝 四周那些不断动起来的齿轮和链条 也好似缺少了润滑油一般 开始不停地卡顿起来 城主抽干了法力池的法力 用来传送得更远 两位年轻恶魔痛苦地摇着头转身逃跑 却没想到刚刚跑出城堡铁门 那神之子已然来到了这处恶魔城市的上空 咦 竟然还有两位二级恶魔没有逃离这处城市 消雨第一时间就注意到了留下来的两位勇士 然后 这两位赤眼恶魔在绝望之中爆发出了超凡灵光 想要最后一搏之时 轰的一声 巨响在他们身后炸开 却是紧随其后传送来的大圣一屁股从天而降 做他了那城堡 并伸出大手 将两位年轻赤眼恶魔都给捏在了手心里 当消雨传送到了赤童大陆的时候 赤眼恶魔一族的菲迪斯族长 以及其他强者 都纷纷心中意图意识到出问题了 当消雨控制了第一座城镇 并在这儿打开了随身秘境 让禁地及势力也胆寒的钢铁军团 开始出现于赤童大陆 赤眼恶魔一族的十多位长老 带着上万赤眼恶魔赶到了现场 目睹着小山一样高大的钢铁战车 这些赤眼恶魔们立即怂了 几位一直叫嚣的赤眼恶魔长老 更是猛地闭住了嘴巴 眼前的状况实在是超出了他们的预估 本以为只是被对方使用了神秘手段 偷渡来了一两位强者 一如深渊那般 难想到 对方来的竟然会是一支军队 一支足以征服赤童大陆的军队 赤眼恶魔的大军刚刚止步不前 一阵阵龙鸣声响彻了天空 上百头赤童龙飞扑了过来 为首者是赤童龙族里的三长老 一头体长超过了七十米的陈星及巨龙 虽然只是刚刚晋级为了陈星 但是这三长老乃是赤童龙神的嫡系子孙 拥有着一件融合唯一的龙神器在体内 靠着这一件龙神器 他一直觉得自己的综合能力 至少也能在赤童龙族里排上前十 哪怕抵达战场 看到了远方的巨人和巨人身边的钢铁大军 太过害怕 并且觉得以自己的能力 自保肯定没有问题 并且就他的目光来看 萧宇身边两位女神真身并没现身 大圣也没施展天神下凡 只能算是相当于半步诚心的半神 萧宇的气息虽然危险性十足 却也只是实实在在的传奇等级 至于钢铁大军更不必说了 由萧宇亡灵傀儡和神力化身带出来的他们 抡起超凡力量无疑处在弱势地位 因此在其他赤童巨龙都迟疑的时候 这位赤童巨龙三长老还高昂地仰起头 发出了一声龙吼 并疯狂释放出了龙威 压迫向了萧宇那边 挑衅之位十足 这就是赤童龙了吗 那头巨龙中气十足吗 而且 体内似乎有着神灵化身藏着 萧宇靠着两位女神给予的能力 已然敏锐地察觉到了 那头赤童巨龙的异常 然后 萧宇缓缓地抬起了右手 天空一直刮着的狂风 随着萧宇手起之时 一下子停滞了 莫名的恐慌感 瞬息间涌上了赤童巨龙们心头 不要惊慌 赤童巨龙三长老心中一紧 口中却是大吼出声 安抚军心 不过 正在他们这些巨龙身后 赶来的赤童巨龙之王本体 以及两头巨龙丛神 却是神色凝重地看到了上空 并脸色大变得 马上爆发出最大的力量 想要阻止 随着萧宇抬起手来 据他有现实世界千米距离外的 那些赤童巨龙们的上空 赤童巨龙之手已然成形 这是如同如来神掌一般的大手 闪烁着星光色彩的手掌平铺着 就已然笼罩了下方巨龙们所在区域 哪怕是那赤童巨龙三长老的体型 在这巨大无比的手掌面前 也如同一只刚刚出生的小苍蝇一般不起眼 偏偏诡异的是 谁也无法感知到 这不可思议巨手的能量强度究竟有多少 好似有一层层迷雾挡住了大家的超凡感知 让他们看不透这星空巨手 不过只要是超凡者 只要有抬头看到这一覆盖了天空 取代了他们头顶苍穹的巨手 就无不产生了极大的危机感与恐慌 哪怕是赤童巨龙之王 这一沉心巫师也不例外 萧宇举起的右手开始下岸 星空巨手随之下落 落下瞬间 巨手笼罩区域内的所有赤童巨龙 纷纷感觉到了自己四周空间被禁锢 有了一种龙不由己的错觉产生在心头 赤童巨龙三长老身为沉心巨龙 本能爆发出了龙威 用尽全力才得以仰起头 看到了压来的星空巨手 然后说不出话来的他 开始用平生最虔诚的话语 向着自己的老祖宗求救 藏在这三长老体内的龙神器 也瞬间起了反应 一股澎湃神力从这三长老的体内涌出 凝聚而成了一头 有着两个脑袋的巨龙法箱 冲向了巨手 同一时刻 感觉到不妙的赤童巨龙之王 和两位龙族从神的法箱 也纷纷赶来 四大陈星及法箱齐齐聚合在了一起 四头体型最小也有百米 最大达到了两百米的巨龙法箱 仰起头喷出了龙溪 然后 这四条光柱 刚刚接触到了星空巨手的表皮 就飞速消散泯灭 连池这一小话都没能办到 星空巨手压了下去 四箱在星空巨手面前一触击溃 巨手范围内的巨龙们 也在下一瞬间 处在了无处不在的星光之中 不 赤童巨龙之王与远方的龙神同时发出了怒吼 却是无能为力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星空巨手碰到了那些赤童巨龙 并携带着他们飞快地砸在了地面上 发出了响彻天地的巨响 然后星光爆发 消散 留下一个覆盖了整片荒原 至少三分之二区域的掌印 掌印很浅 至少对萧宇来说很浅 只有不到现实世界的十厘米深 这样的结果 并不会让那些超凡轻视 反而令他们深深意识到那位炎黄巨人 那位神之子 神乎其神的微操之力 已然超过了不少老牌诚心强者 至少 赤童巨龙之王自己是做不到施展出那样强大的绝招之后 又把大部分过剩的威能收回去的 那些巨龙们呢 那位有着龙神器的诚心巨龙呢 一长下来 他们就 都没了 赤眼恶魔们猛逼地看着这一切 那可是陈兴巨龙 让他们赤眼恶魔一族 只能仰望的陈兴巨龙 竟然也会变得如此的不堪一击 赤眼恶魔们 害怕得瑟瑟发抖 赤童巨龙之王 先是看着只留下掌印的大坑 猛逼了一下 以为自己的族人 都被一掌打得飞灰烟灭了 下一秒 他却是双眸瞪大 看向了萧宇那边 果然 那神之子的右手上 出现了一个闪烁月光的泡泡 泡泡里面 那上百头赤童巨龙的身子 不正常地扭曲着挤在了一起 看起来虽然全部奄奄一息 外表更是惨不忍睹 却都还在顽强地活着 萧宇晋级传奇巫师之后 得到的传奇天赋巫术星空之手 终于在这小人国出现争容 萧宇对他的第一次表现倒也满意 并觉得 下一次自己再施展这一招 还可以做得更好 掌印可以再浅一些 萧宇刚刚先用星空之手 进过了那些赤童巨龙 然后一掌下去 把他们打得生活不能自理的同时 虚空之手 借着星空之手的掩护 抓走了这些毫无反抗能力的残废龙 之后便是轻松借助 月之女神菲亚的神术 用半卫面泡泡 暂时将这些赤童巨龙们给困住了 这也是萧宇自信起来的体现 不然 萧宇也不敢冒险在战斗中 还念念不忘 这些赤童巨龙的价值 当然了 这也与萧宇晋级传奇巫师之后 难以继续嗑药升级有关 传奇巫师之后 超凡材料的获取难度 至少提升了百倍 萧宇也有些理解 当初那些传奇对手们的窘迫和穷逼表现了 哎 小人果也不富裕啊 宝贵的材料 必须得珍惜才行 萧宇心中感慨了一下 玄机注意到了 赤童巨龙之王 这沉心巫师急迟而来 停在了自己前方约某百米处 神之子 你太过分了 你是在羞辱我们赤童巨龙一族吗 赤童巨龙之王 看清了泡泡里 互相缠绕在一起的赤童巨龙 怒火中烧得吼出声来 羞辱 萧宇闻言失声笑了下 看着一脸恼怒之意的赤童巨龙之王 萧宇板正姿态 认真地回复道 此地的龙王啊 你可是冤枉我了 我对巨龙一族 一直都怀着一颗敬意之心 不信你可以问问 为我工作的那些巨龙 他们没有一头不满意 我提供的待遇的 这些赤童巨龙虽然与我为敌 我却也不忍心 就这样看着他们去死 萧宇说到这 挥手将禁锢赤童巨龙们的泡泡 扔进去了随身秘境之中 这瞬间 赤童巨龙之王 企图出手抢回 却是被大圣闪出来的强壮身躯挡住 巨人 你 我句句都是大实话 你知道的 我炎黄巨人一族 从来不会说谎 萧宇说到这 炯炯有神地盯着赤童巨龙之王 老实说 打完这场仗之后 其实我挺有兴趣 和你谈一笔大生意的 我这边很缺巨龙来工作 你如果肯发动族人过来 我保证大家双赤童巨龙之王 觉得自己 在和一个假的神之子对话 这神之子谈生意的时候 都不知道分场合的吗 而且 听这语气 这家伙还真以为这场仗 他赢定了不成 赤童巨龙之王想着 想着 心中怒火 却是缓缓削减了下来 他也不再对靠言语摆平此事 有什么希望 好 赤童巨龙之王 双眸闪耀起了红光 身上赤童色的龙铃 齐齐闪耀起了一抹乌黑光彩 面对看起来不可能和谈的对手 这位沉心巫师巨龙 决定全力出手了 旋即 一道乌黑光芒 瞬间划过了现实世界百米距离 喷一声撞在了萧宇的护盾上 请客间 萧宇有两位女神布下的 绝对防御护盾 便接连破碎 不过这也极大消耗了 这道乌黑光芒的力量 使得他最终停在了萧宇的龙龟护壁上 再难寸进 萧宇也不恼怒 只是施展虚空之手 抓住了这乌黑光芒的圆形 一枚如叶片形状 五毛硬币大小的乌黑金属片 一件感觉上 应该挺不错的沉心及奇物 归来 赤童巨龙之王 并不觉得可以一击建功 不过他对自己大半辈子凝炼的 沉心奇物有信心 这是赤童巨龙之王 成为沉心巫师之前 就一直使用本体灵魂温养的 一片神允之铁 带到赤童巨龙之王 成为沉心巫师之后 更是动用了手中能用的所有资源 砸在了这枚神允之铁上 将之打造成为了一枚 无坚不摧的奇物飞梭 这飞梭凝聚了赤童巨龙之王 无数心血 也因此拥有了 对抗沉心及防御的能力 加上飞梭速度奇快 哪怕沉心强者也难以防备 完全可以用于游击作战 达到已若胜强的奇迹 百年前 赤童巨龙之王便是凭此物 硬生生拖垮了 来找赤童巨龙一族麻烦的黑龙王 令得他们赤童巨龙一族 也算在圣龙岛圈子里 鸣声雀起 好 归来 只是 平时十拿九稳的战术 在这个时候 却出现了问题 刺中那神之子的飞梭 赫然被抓住 无法回来 萧宇探出了右手 抓住了这枚被虚空之手 拖住的飞梭 顿时 萧宇就感觉到 一股奇大无比的力道 从手心中涌出 似乎想要拼命挣脱出去 这股力量极大 不比成为传奇奇事之后的萧宇 要小多少 且还在不断地增大中 令萧宇不由高看了 那赤童巨龙之王几分 怀疑这其实是一头 类似马法巫师那样的天才巨龙 可惜他背后是圣龙岛 想要收服这样的人才 最好的办法是 先把圣龙岛给打垮 只是 想要打垮圣龙岛 却是要从长计议了 十大禁地及势力 都藏在超大型秘境之中 数十片甚至数百片大陆 互相连在一起 这样的底蕴藏着的底牌 让萧宇哪怕 晋级为了传奇巫师了 依然选择了 继续狗多一会儿 不敢跑去 禁地及势力老巢 找他们玩耍 萧宇轻贺了一声 启动了世界奇物青铜之躯项链 顿时 在小人国看来 三千米高的青铜巨人 亮相在了赤童大陆 赤童巨龙之王立即发现 随着青铜巨人登场 他哪怕施展出吃奶的劲了 飞梭依旧逃不脱 那可怕的青铜大手 随着拼命到了极限 脑子里轰的一声乍响 赤童巨龙之王 忍不住惨叫了一声 下一瞬间 他发现自己与飞梭奇物 一下子断开了连接 不由惊呼了一声 就想要冲向青铜巨人 萧宇讨回奇物 萧宇淡然注视着 赤童巨龙之王 心中阻止了一旁的 大圣天神下繁华出手帮忙 萧宇只是在青铜巨人状态下 再次施展出了星空之手 当即 星光巨手再度出现 并二话不说 就一掌拍了下来 将正要接近萧宇 十米开外的赤童巨龙之王 轰一声便砸了下去 砸到了大地深处 赤童巨龙之王 躺在了被星空之手 砸出来的掌印之中 怀疑龙声 他作为一头沉心巫师巨龙 本以为能够挣脱出 那巨人绝招的禁锢来 哪里想到 当那神之子巨人 施展出来星空之手的瞬间 赤童巨龙之王 竟然莫名地仿佛看到了 那从未见过的 无边无际的无尽星空 那浩瀚无垠之星空 突兀一出现 就让赤童巨龙之王 产生了渺小自卑之感 那就是炎黄巨人一族诞生之地吗 竟然会如此的 浩瀚无垠 想到这里的时候 刚刚恢复了一点力气 能再次起飞的赤童巨龙之王 仰起头 却是看到星空之手 再次在自己头顶上空成形 哄 星空之手再度落下 砸得赤童巨龙之王 陷入地底更深处 却是萧宇注意到 自己的星空之手 靠着冥冥之中的 现实世界共鸣加持 有了连陈星巫师 都无法挣脱的特殊能力 但是本质上 还是传奇及巫术 哪怕能凝聚大部分杀伤力 与具体范围 打一打 普通陈星问题倒是不大 对抗陈星巫师 第一个大境界的烈史 就暴露出来了 陈星巫师确实会被重创 可是没有 同境界能量 限制其恢复力 又是本土作战 是同巨龙之王呼吸之间 刚刚那一星空之手的伤势 就能恢复得七七八八 要是萧宇还是无下阿蒙 天赋巫术只有一招之力 那就只能遗憾地表示 装逼失败 然后从单挑选择为群殴 还好 萧宇刚刚晋级传奇巫师 各方面能力就增幅了两倍 上限更是拔高 到了萧宇可望不可及的位置 萧宇这传奇巫师的底蕴之身 已然超过了小人国大陆 对陈星巫师的姑娘 星空之手这样的天赋巫术 萧宇哪怕不吃药 也能连续释放十多次 也因此 当第二发星空之手 把刚刚仰起头的赤铜巨龙之王 再度打趴下 第三发星空之手 已然准备就绪 并紧跟着轰了下去 星空之手 星空之手二号 星空之手三号 星空之手三号plus 轰 轰轰 一招招星空之手 成形然后落下 成形然后落下 造成的巨大声势 已然让那些旁观的赤眼恶魔们 从惊慌失措 变得麻木不忍起来 而两位龙族丛神 则是犹豫了片刻后 觉得不能继续这样下去 出手想要施法 救下赤铜巨龙之王 然 两位龙族丛神刚刚动身 大圣已然提着放大的白银之锤 挡在了他们面前 一锤子横扫过去 一股异夫当官万夫莫开的气势 便压迫 向了那两位丛神 让他们生出 此猿猴不可立敌的错觉 咚 咚咚 小鱼脚前方 随着第七次星空之手落下 赤铜巨龙之王 哪怕恢复力再强大 也在这样的连续打击下 变得奄奄一息 赤铜巨龙之王 感觉到了 针对自己的第八次星空之手 禁锢的感觉 再次袭上了心头 让他干脆心中一横 选择了放弃治疗 哄 第八次星空之手落地 赤铜巨龙之王 化作了万千碎片 消失在了萧鱼眼中 击杀了一头 沉心巫师巨龙 不对 只是击败罢了 这家伙倒也够狠 宁愿选择转世重生 也不肯为自己继续刷熟练度 萧鱼轻叹了一声 回头等了几秒 随着那片已经变成盆地的传送阵 所在区域 继续出现蓝光 青铜巨龙 步鲁爬了出来 同时 随身秘境之中 两位强大的魔刀刀奴 也带着亡灵傀儡大军 列队而行 赤铜大陆外 石空海域 玄鸟大陆的上层们 还在位击退了赤铜龙族 而由衷地开心起来 并觉得 有必要庆祝一番时候 玄鸟大陆的上层 忽然接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他们的盟友 还真是比传言之中 还要可靠地可怕呀 明明刚刚还在和自己一起协力 战斗在同一气跑线 结果跑完之后才发现 和自己一起的 只是人家的陪跑小弟 人家主力早已经跑进去 别人老巢 然后拿到冠军了 我们必须庆幸 神迹之称 不是我们的敌人 得知了详细情报的玄鸟老祖 召集了上层人士 语众心长地警告了好几遍之后 看向了玄鸟女王 此战 随着神之子 成功带着大军 侵入赤铜大陆 我们已经占据了优势 接下来就看那头 诚心巫师巨龙 要如何反击了 如果我是他的话 一定会趁着那神之子 立足不稳的时候果断出击 一位玄鸟长老认真分析 大家也都热情高涨地准备加入讨论 忽然有新情报传递了过来 会场气氛突然一静 却是情报显示 那赤铜大陆的陈兴巫师巨龙 已然在神之子面前折挤沉沙 而根据现场传闻 更是指出 那位神之子大人 掌握了一种极为神奇的秘术 这种秘术 能够以传奇境界 越级压制陈兴 创造出来的战绩 堪称奇界 上百头赤铜巨龙 还有那赤铜巨龙之王 就都是在这一招秘术下 吃了大亏的 以至于那陈兴巫师巨龙 不得不选择了自毁躯体 来脱离那秘术的压制 玄鸟老祖目光灼热地 看向了玄鸟女王 我们王室 还有多少代价少女 我觉得 都可以派去神迹之城 照顾神之子的饮食起居 我玄鸟一族 修为越高 气质越是高贵典雅 想来那位神之子不会拒绝 说到这玄鸟老祖 还自作主张了起来 对了 女王啊 我记得 你的妹妹已满了16岁 并在不久前 借助了神迹之城的资源 晋级成功传奇奇事了吧 王妹 玄鸟女王 文言微微皱眉 玄机舒展了开来道 我不会拒绝这个提议 但是前提 必须是王妹本人愿意 四周 其他玄鸟大陆上层 听到玄鸟女王的回答 都无比吃惊 他们没想到 平时表现得极为强势自傲的女王 也会为了如何讨好神之子 而做出那么大的让步 让嫡系王族女子 去做一个侍女 哈 要是以前听到这一说法 他们一定相信 说出这话的 会被玄鸟女王撕成碎片 但是现在 看着玄鸟女王的变化 这些家伙 也纷纷对视了一眼后 认真考虑起自己这边 能挑选出多少杰出女性 去尝试着 加入那神之子的侍女团了 只是 听那些时空商人们吹嘘 神之子的侍女团 已然是神迹之城 最难尽的组织机构 成为侍女团的那些侍女们 也都在齐心合力地 阻止着外面的妖艳建货们 夹塞进来 操作要是乱来 说不定反会坏事 赤童大陆 一座不知名的 由大量赤童堆砌而成的小山 忽然 赤童小山四周 出现了强烈地震 高度超过了200米的小山 开始大幅度地摇晃了起来 这一晃动 立即吸引了周边 超凡强者们的注意 然后 石头头一直看守此地的老年 赤童巨龙 从一处地下深水塘里浮了起来 并齐齐面目猙獰着 释放出了龙威 龙威之下 地底里生活着的一群龙兽 纷纷一边发出迷茫的叫嚷声 一边向着那赤童小山四周集合 这些龙兽千奇百怪 有耐心的人 可以在这儿找到大部分 本土物种的特征 不仅是超凡种 很多特征来自于 母羊 母牛 母鹿等等寻常野兽 却也有了龙兽登场 不得不令知情者们感慨 巨龙一族的兴趣 是何等的博大精深 传闻 巨龙一族他们的审美观 其实能做到 像对方同族雄性那样换位思考 从而以一头公羊的角度 欣赏一头母羊 又或者以一头雄太敌的目光 观察到一头母犬 看看在场的龙兽 相信大家将再难怀疑 这传闻的真实性 这些龙兽 不断从地底之中爬了出来 而后在龙威的催促下 密密麻麻地 铺在了赤铜小山四周 赤铜小山的地震强度 随着龙兽不断拥挤进去 倒也开始均速减弱 但是赤铜小山的山顶 却在诡异地融化 变形 渐渐地 变形结束 却是出现了一头 栩栩如生的赤铜巨龙雕塑 随后 这赤铜巨龙雕塑的双眸 突然间射出来刺目的红光 它竟是一下子活了过来 赤铜大陆的陈兴巫师 赤铜巨龙之王 在山顶重生归来 好 赤铜巨龙之王 仰头发出了一声 宣告自己归来的龙鸣声 声音波及之下 小山周边方圆石里 密密麻麻的所有龙兽 竟是齐齐跪倒在了地上 并把脑袋重重地 磕在了泥土之中 好 赤铜巨龙之王 扫了眼四周的龙兽们 毫不留情地大嘴一掌 顿时 四周数千计算的 大大小小的龙兽们 体内的赤铜巨龙血脉 齐齐沸腾了起来 胃脏被煮熟而送去性命 倒在了地上 并冒出来滚烫的水蒸汽 死掉的龙兽身上 很快冒出了一道道的血光 齐刷刷地入到了 赤铜巨龙之王的体内 随着越来越多这些血光入体内 赤铜巨龙之王身上的气息 也随之越来越强 当五分钟过去 最后一头龙兽的血光 也被吸取完毕 赤铜巨龙之王 打了一个宝格后 感觉自己又恢复到 遇见神之子前的身体状态 可惜 自己的飞缩其物 落入了那神之子手中 想要拿回来 将千难万难了 陛下 看守此地的老年 赤铜巨龙们纷纷赶来 恭敬地说出了 赤铜巨龙之王 自毁后发生的一系列变化 赤铜巨龙之王 困守在了火魔堡 这群恶魔 肯定是得到了什么好东西 放在了那座黑火山中 现在舍不得离开 赤铜巨龙之王 已然对赤铜巨龙之王 已然对赤铜巨龙 感官变得很差 在他迁怒心理下 觉得一切都是 赤眼恶魔一族惹出来的事情 要不是 这帮赤眼恶魔那么贪婪 他何苦招惹神之子 这样的怪物 偏偏 还不能不救 不然圣龙岛的威严 也要扫地了吧 赤铜巨龙之王 深吸了口气 鼻子里喷出少许龙西岛 告知菲迪斯 此事一了 他们在秘境的一切收获 都必须上交赔偿损失 赤铜巨龙之王 吩咐完后 展翅离开了这处秘密重生点 很快就抵达了他真正的老巢 建立于连绵雪山之中的巨龙城堡 城堡里 赤铜巨龙之王 发出了生情并茂的建议书 并多次提到了 神迹之成神之子 对圣龙岛裸的轻视与不屑 很快 赤铜巨龙之王 看到了来自金龙王的回信 这位代表了圣龙岛的大使 也一样觉得自己等龙被可恶的巨人 给裸的轻视打脸了 告得他们觉得 无论如何 都要把丢掉的面子给找回来 好 金龙王的虚影 浮现在了赤铜巨龙之王祈祷的密室之中 并大吼着道 我代表金龙一族 全力支持 你与巨人战斗到底 我会带上最强大的金龙军团 让那巨人知道我们的厉害 金龙军团 赤铜巨龙之王听到这话 颇为羡慕 能被圣龙岛容许 组建自己军团的 可是少之又少 圣龙岛那么多天 也就赤龙 黑龙与金龙三大龙族 获得了圣龙们的支持 许可其可以组建军团 其他的不是不够资格 就是如青铜巨龙 白银巨龙 金龙龙那般 个体实在是太少 而缺乏组建军团的龙力 金龙军团 由八千头成年巨龙组成 毁成灭国 简直就是如家常便饭 一般容易 前几届带头的几头成年金龙 更是都有至少中阶以上 陈兴级的实力 金龙王肯如此做 无疑说明 他是动了真怒了 而在金龙王咆哮 不断时候 圣龙岛也在收到了 赤铜巨龙之王的 求援消息之后 只是简单讨论了一会儿 就以真正龙族永不会 学会妥协为标题 交给了早就准备 妥当的各大龙族 于是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圣龙一族 也派出了精英族人居中调节 勉为其难 就任了总指挥一职务 总调度各个龙族派来的援军 让赤铜巨龙之王 深深感觉到了 圣龙岛对自己的重视 一时间竟然感激涕铃 难以言语 萧宇站在了一辆 龙式坦克的车顶上 目视着前方 有现实世界数十米高的黑色火山 感觉到火山内的上古玄鸟灵河 正渐渐消融于火山中的天地环境 萧宇不由想到了 马法巫师那边给自己的提醒 于是摇头阻止了 蠢蠢欲动的手下们 擅自进攻 这座火山 可谓是一处天然的熔炼法阵 正好赤眼恶魔那边也有能人 做到了转化这股地利 萧宇可不希望自己的出现 浪费了这股天时地利人和一起来 才能有的奇遇 干脆等在了火山旁边 并在这安营扎寨 这一操作 让得赤眼恶魔一族全族大为惊慌 那些长老们 更是一个个拼命 想要联系上菲迪斯组长 报告此事 小人国的陈兴巫师 只要还有血脉子孙 尚存 就不会在战斗中 被真正杀死 他们往往会转世 重生到血脉子孙之中 然后复活归来 当然了 这样的复活 会带来虚弱期 而要快速度过虚弱期 除了服用昂贵的传奇以上药剂外 最容易的就是 直接吞噬铜族的血脉灵魂 赤铜巨龙之王 复活靠的是 一直藏在赤铜小山山顶的 一枚沉睡的龙蛋 这样的龙蛋 被他用来布置了多处复活点 赤铜巨龙之王 更是靠着西式龙兽 快速恢复到了巅峰 看起来各方面 倒是比当初荒兽大帝转世重生之时 吃掉自己分支族人 表现得持重得多 也更让族人们能够接受 毕竟 龙兽在龙族眼里 压根就不算铜族 复活用龙蛋 更是为了复活 故意用失败的龙蛋制作出来的 加上龙兽的培育某种方面 要比培育一个直系血脉浓度高的族人 方便许多 龙族中的沉心巫师 在复活恢复快这方面 一直都处在前列 也就是深渊和王者峡谷 靠着能力特殊 不逊色龙族的沉心巫师 在赤铜巨龙之王 得到了圣龙岛会出手的许诺 全力为此努力忙活时候 火魔堡中 赤眼恶魔一族长老们 此时都十分懊悔 早知道龙族们那么不靠谱 他们就该放弃火魔堡 逃走的 但是 舍不得呀 那与火山正在融合一体的上古玄鸟灵河 实在是太诱人了 他们这些赤眼恶魔们 实在是舍不下啊 于是 钢铁大军出现在赤铜大陆消息 传来时候 他们没跑 城外 出现了追击逃跑赤眼恶魔一族的 炼金战争飞行的时候 他们还是没跑 等到现在 据文已经击杀了一次赤铜巨龙之王的神之子 已然乘坐着比小山还要巍峨魁梧的钢铁巨兽登场 赤眼恶魔一族长老们发现 他们已然逃不掉了 那可怕的神之子 只是站在了那儿 气息却已经笼罩住了整座火魔堡 仿佛整座火魔堡 连通这一座火山的每一丝异动都已经落入到了那巨人掌控之中 这样庞大的另吃眼恶魔们 呼吸都感觉困难的感知力 让他们无不怀疑 那位神之子是不是学会了隐藏自己境界的秘书 不然 为什么怎么看都只是传奇巫师的神之子大人 感知力之强大 和带给大家那种从心底涌来的渺小感 卑微感与压迫感 便是诚心巫师清零都无法办到 并且 火魔堡也在短暂的错愕之后 四周被萧宇的钢铁大军团团围住 并且 萧宇在接到了玄鸟大陆的感谢信之后 也让玄鸟大陆一族的军队借用自己的传送阵 抵达了这片赤童大陆 玄鸟女王 这位玄鸟大陆最强者 此时就倒在萧宇身后 并携带了她的王妹 一位看起来很是粉嫩的青春气息极强的少女骑士 这位少女骑士正不时偷瞧着萧宇 心中无比犹豫 她不愿意成为什么侍女 却又在目睹了萧宇的英姿之后 产生了深深的敬畏之心 也明白了 为何女王姐姐也会无奈同意这一提议 虽然有点小任性 却也被环境教育所影响 有着很强家族概念的少女骑士 却也同样无法说服自己 开口说一声 我拒绝 这股气息 忽然 两道柔和清风飞来 两股温和气息出现在了附近 随着两位绝美女神出现在了萧宇两旁 少女骑士失神了下 羡慕地看了看月之女神菲亚 又看了看战争女神魔力干 眼神看向萧宇背影 忍不住柔和了许多 在她小脑袋想来 能够让那么美丽 强大的女神服从的男性 一定是最优秀的那一批男性之一 自己伺候这样的男性 不吃亏 想着 想着 少女骑士的脸蛋 忽然红彤彤一片 胡思乱想里的画面 让她忍不住呕呼了一声 引来了玄鸟女王担心的一眼 萧宇感知了这幕 却没有好奇用眼神去看 也就是借助了女神凝视技能 看得更清楚一些罢了 萧宇同时还看向了玄鸟女王 轻声道 女王殿下 你与上古玄鸟有着机缘 可能看出什么时候 才是最佳时机 面对萧宇询问 玄鸟女王赶紧收拾好了心情 恭敬的鞠躬回答道 殿下 我能感觉到 那上古玄鸟灵合 已经差不多了 不过 火山羽之连为一体之后 殿下打算 怎么带走 嗯 我先洗一下火山羽 然后自然是连根拔起 将之抬走 萧宇说道 这很是自信 如今的他 借助浮空石板 就算是真的泰山出现了 他也有把握 联合将之搬走 更不必说 小人国的一座火山了 大不了 挖掘机将四周挖出来 连同地底深处溶江 一起打包抬走就好了 哄 萧宇又等了十多分钟 终于 火山再次冒出来 滚滚黑烟 没有了组长带头封印 火山灰很快就被大量喷射了出来 靠近山口的建筑群落 第一时间被火山灰给淹没 高温下 一切可燃物 包括赤眼恶魔 随之自燃了起来 随即 又是几秒后 火山再度震动 有熔岩和火球 被喷射了出来 一切 都宛如一场火山爆发的天变 在这火魔堡里爆发 是上古玄鸟灵河溶解引起的天灾 玄鸟女王叹道 这些赤眼恶魔也够疯狂的 竟然想全力镇压这座火山和那灵河 要是成功了 这火山还真能成为一片浮地 殿下 我们坐看火山爆发即可 让其爆发之后 我们继续封印难度 可以下降许多 反正 死的都是那些赤眼恶魔 玄鸟女王说着 嘴角上翘 心中很是开心 萧宇文言 却是摇了摇头 站起身举起了右手 顿时 火魔堡的上空 硕大无比的星空之手 覆盖了这座城堡 方圆数十里的天空 不仅仅是那些赤眼恶魔 就连火山喷发 似乎也被这星空之手影响 有些卡顿停滞的感觉产生 菲亚 魔力干 保护好那些赤眼恶魔们 火山 我来镇压 萧宇说着 右手微微下岸 星空之手刷一下盖在了火山口 将刚刚喷发出来的熔岩 火山灰 以及黑烟 全部压了回去 而两位女神 也是施展神术 在火魔堡里 展开了一处处结界 令得赤眼恶魔们 一个个不知所措 殿下为何要救下这些无耻之徒 玄鸟女王小声低语 却是旋即听到了萧宇声音在他耳畔响起 赤眼恶魔一族 罪恶滔天 这等恶徒 岂能一色之 神迹之成奉正义之名 行正义之事 当然不能就这样 简单饶恕赤眼恶魔一族罪恶 他们 会用自己的一生 来为曾经的罪恶赎罪 哄 随着星空之手 落下盖住了火山口 整座火山的山体抖动幅度 变得更强烈了 火山堡的许多建筑物 纷纷崩塌 地面上更是时不时就出现了一道道闪耀着红色光芒的裂缝 喷出致命的火烯 令恶魔们意外的却是 在这样的天灾面前 这些赤眼恶魔们损伤却是很少 许多等死的赤眼恶魔们 都在那一瞬间 感觉到了一股柔和的白光卷住了他们 然后带着他们脱离了险境 恶魔们一开始还以为是祖传的大恶魔显灵了 救下了 他们这些卑微可怜的子孙 没想 适应了四周光线看清了眼前状况后 被救下的赤眼恶魔们惊慌失措地发现 他们竟然出现在了敌人大营之中 四周 是虎视眈眈的超凡野蛮人们 一个个不怀好意地打量着他们的身子 仿佛在讨论着寻思着 他们这些恶魔的身体哪更好吃 哪吃了可以大补 都快冷静下来 不要惊慌 也不要做什么出格的事情 一位被女神抓来保护的赤眼恶魔长辈清醒来之后 忍住心中惧怕 站起来大声提出安抚之语 这是那位神之子的军营 我们既然能被抓来还活着 就说明 我们一定对那位神之子很有用 不可自乱阵脚了 有什么疑问和不安都学我 先憋着 赤眼恶魔如此说着 萧羽那边则是镇压了火山异常之后 双目一扫看了一遍 那些在空中四处躲藏的赤眼恶魔长老 张嘴轻轻地喝了一声 看看你们四周 还打算复我顽抗吗 我刚刚不出手 只是顾忌熔炼的这枚上古玄鸟灵河 现在 这枚上古玄鸟灵河 已经彻底融合 为了一体 对我来说 已经足够实用了 萧羽说着加重语气 盯着那些赤眼恶魔长老喝道 现在不想 以后也就别降了 萧羽话音刚落 赤眼恶魔一族的长老们 立即脸色难看的 齐齐看向了那位年轻的长老 要说他们这些强者里 还有谁有足够强大的锐气 非这位一直以非迪斯族长 争夺族长宝座的年轻长老莫属 作为最年轻的赤眼恶魔长老 这头赤眼恶魔 自然百分之一千的不甘心 他看了看一百八十米高的萧羽 放弃了和对方最后一搏的念头 转而身上一阵红光冒出 一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身为最年轻长老 年轻一辈领头人 这位长老还是有点底牌的 一瞬间就逃到了火魔榜千里之外 然而 不等着最年轻的赤眼恶魔 长老松一口气 他就脸上表情错愕了一下 身子微微一顿 然后下一秒被虚空之手捏着 重新拖回去了火山口附近 重重地摔在了萧羽的面前 碰 这赤眼恶魔长老摔倒在地上 发出了痛呼声后 刚刚想要仰起头 看向萧羽 发出求饶之声 就听到了来自萧羽的一声轻叹 然后他瞪大眼 看到了星空之手覆盖了下来 并在接触到了他的瞬间 万千星光瞬息间凝聚在了自己四周 从未一瞬间 就将这位赤眼恶魔长老的身躯 打成灰灰 便使灵魂也在失去的下一瞬间 飞灰烟灭 哄 这一次的星空之手 在最后一刻 把攻击范围局限在了那赤眼恶魔长老 四周方圆十米处 使得原地一下 造成了一片方圆十米的掌印 掌印约莫现实世界七八厘米深 比起上次产生的深度 无疑有所进步 不过萧羽微微皱眉 意识到 自己刚刚竟然毁掉了一个好用的免费劳动力 不仅杀了他 还来了一个毁尸灭迹 连复活为亡灵都办不到了 还真是装逼一时爽啊 萧羽微微摇头 旋即再度看向那些表情各异的赤眼恶魔长老们 面对着一招 灭杀了自己一族最年轻长老的神之子 威延目光 其余赤眼恶魔长老们纷纷落地 并跪倒一片 磕头在地 你们赤眼恶魔一族 作恶多端 已然是罪不可赦 然上天有好生之德 我神迹之城 更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正义手段 你等的性命可以保住了 但是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你们需要用一生来赎罪 萧羽说完挥了挥手 立即有大批黑衣卫 赶来压着这些赤眼恶魔们离开 一些二级以上赤眼恶魔 更是被带上了项圈 限制住了他们的超凡之力 赤眼恶魔长老们 人人都带上了项圈 却也纷纷在心中松了口气 看来那位神之子大人 说的都是真的 他还真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领袖 竟然没有把他们灭族来彰显威严 对他们赤眼恶魔一族来说 看起来也就是换了一个主人 从赤童巨龙一族 换成了炎黄巨人一族罢了 不 不对 不仅仅是这样 几位赤眼恶魔长老们 对视了一眼 发现大家都想到了一块去了 是啊 就目前公开情报来看 炎黄巨人一族 可是比赤童巨龙一族牛逼高贵得多的种族 能跟随这样的主人 为奴为仆 前途怎么看 都只会更加远大吧 赤眼恶魔长老们 做起了美梦 还在看到了强大的神卫军声势之后 幻想起自己也能成为其中一员 甚至是领导者的想法 却不想 等到他们这些赤眼恶魔们 被扔进去了一辆钢铁巨兽之中 经历了一次传送后 来到了迷失大陆神迹之城郊外锻造厂的这些赤眼恶魔 很快就了解了 他们要在这做什么 锻造 炼金 附魔 这种种工作 他们倒也熟悉 很容易上手 虽然感觉工作时间多了点 工作量大了一些 但是 至少能确信没有生命危险 就是那些赤眼恶魔长老们 也目瞪口呆地发现 情况怎么和想的不一样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这些长老也要工作啊 并且工作量还和实力有关 可恶啊 难道神迹之城的领导们 不知道他们可都是传奇及超凡者吗 为什么他们这些传奇 会没有优待 一样得劳作 还得被定期抽血 赤眼恶魔长老们 第一时间就想要反抗神迹之城的暴政 只是 想到了惨死当场的那位年轻长老 这些赤眼恶魔长老们 却又纷纷泄气 没谁肯出头 神迹之城的矮人们 对赤眼恶魔们的到来 一开始 还是很好奇的 尤其是知道对方 也精通锻造术后 不少矮人大师 更是生出了比拼的念头 因为他们担心 赤眼恶魔一族的到来 有可能影响到 他们矮人一族 在神迹之城重要的地位 担心那位慷慨仁慈的 神之子大人会以此减少 对矮人一族美酒的供应 毕竟 这些美酒一定价值不菲 那么久了 那么大量的美酒 一定让那位神之子大人 破费颇多了吧 可恨自己等矮人都是酒鬼 每次都想到了 却是怎么也做不出 主动向神之子大人 提出减少供应这一请求 矮人一族里的 王趁着一小时到休息时间 以友好交流为理由 带着几位矮人大师 跑进去了赤眼恶魔一族的锻造场 在这儿 他们看到了 比矮人高大好几倍的赤眼恶魔们 挥汗如雨地 对钢铁进行着出加工 矮人王看了会儿 放下心来 这些赤眼恶魔的出加工技术 也就普通矮人水准 虽然工作效率相比矮人很高 但是也没有矮人一族的特殊天赋技能 做不到强化金属 我们矮人一族的美酒 应该是保住了 矮人王心中寻思了一下 心情愉悦了一些后 很快走到了中央工房 在那瞪大眼 看到了正在进行炼金操作的 几位赤眼恶魔长老 传奇恶魔的气息 让矮人王手脚一下冰凉起来 还好看守此地的黑衣卫 为他们试了一个保护巫术病道 不必担心 这些传奇恶魔 都有特殊静置在体内 而且 他们是囚犯 可不是你们这些公民 你们无需 对他们卑微 囚犯 矮人王喃喃自语了几声 目光如炬 看向了一处工作台 那儿有着一套巨人 才能使用的防暴服部件 赤眼恶魔长老 正施展天赋巫术 配合自己熟练的炼金术 强化这部件 并为其鸣克法阵 技术水平之高 让矮人王也不由福气 当然了 作为一名传统的矮人 矮人王只是福气对方的境界 要是同为传奇 矮人王自认为 他们也是 可以做到同样技术水平的 并且 听到了黑衣卫的话语 矮人王不由自信了起来 看着这些长老 也不害怕了 再又询问了这些 赤眼恶魔们的待遇后 矮人王回去的时候 脚丫都是飘的 他回去之后 大嘴巴一张 很快全矮人族都知道了 他们的邻居 是一群被当作囚犯 来对待的苦逼犯人 没有美食 没有美酒 没有自由 更没有各种许诺的 美好上升空间 可以幻想 他们哪怕本体比矮人强大 也注定了地位 要比矮人一族卑贱得多 矮人们不用担心 这些赤眼恶魔 来抢夺他们的待遇了 反倒是因为 赤眼恶魔们的出现 令这些矮人们 一个个地有了一种 莫名的优越感 充斥心头 倒是让一部分 矮人的工作效率 再度提升了一些 算上神迹之城的意外之喜 而赤眼恶魔这一边 黑衣卫们 执行着严格的管理制度 来确保赤眼恶魔们的 工作效率不至于太低 当然了 随着时间流逝 这些赤眼恶魔劳工的 生产积极性 会越来越低 这是棍帮再多 也避免不了的大趋势 不过萧宇是打算 等降低到一定程度了 便来一次杀鸡儆猴 而后稍稍给这些赤眼恶魔们 调一根胡萝卜 来激励他们的 法子 萧宇都提前想好了 到时候推出彩票这一玩法 只要完成规定工作 就能得到一张彩票 中了奖的 就能得到 比如格外的美食 乃至外出放风 神迹之城 一日有什么的奖品 然后再时不时推出其他活动 激励他们多干活 干好活 也不枉自己 那么仁慈地救下他们性命 让他们为自己的过去罪恶赎罪 赤童大路 巨龙城堡 赤眼恶魔一族的菲迪斯族长 躲在了这儿 再次跪拜了邪神 告知了他此时正发生的事情 禀报完毕 菲迪斯族长撤掉了结界 刚刚走出房门 浑身立即绷紧 他惊讶地发现 不知何时 门外竟然有一头漂亮 得给他惊艳美感的 纯白色闪闪发光的巨龙 正睁着白金色的双眸盯着他 带给了这位菲迪斯族长 莫大的压力 恶魔 你身上有邪神的腐臭味 这巨龙缓缓俯身 巨大身躯 遮蔽了菲迪斯族长 能看到天空的世界 不用忙着辩驳 我 圣龙使恩非 从不接受解释 我一定是正确的 如果猜错了 那只能算你倒霉 菲迪斯族长瞪大了眼 赤童色皮肤上疙瘩凸起了一片 他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会被一头圣龙给注意到 偏偏这还是一头 蛮不讲理的上位圣龙 看到这圣龙 还真不是说谎 竟然真的探出了龙爪抓了过来 菲迪斯族长 哪里肯束手就擒 不由高呼了一声 吴王救我 顿时 菲迪斯族长 胸口涌出来了一道红光 瞬息间 带着这赤眼恶魔 消失在了原地 哄 圣龙使恩非龙爪去世不减 一找下来 爪风撕裂了赤眼恶魔 曾经待过的食屋 鼻子微微秀了一会儿 这头巨龙 脸色微变了下 此时 这地生事 也吸引到了金龙王的注意 他展翅飞了过来 看到恩非的美丽龙驱 双眸闪过一丝热切 旋即落地 讨好询问了起来 赤眼恶魔一族的族长 是邪神信徒 圣龙使恩非 没看金龙王这头舔龙 他看向了菲迪斯族长逃走的远方 有些心虚不宁 敢插手我们圣龙岛 与炎黄巨人之间 事情的一定不是简单的家伙 这里面有着阴谋 我觉得 长老们必须重视起来 金龙王啊 你能帮我抓住那逃跑的赤眼恶魔吗 面对恩非圣龙的请求 金龙王鼻孔喷出来两股龙溪 双翼一盏 好似发情的孔雀一样 展示着自己的强壮有力 放心吧 就算他被空间之神带走 我也会为了您抓住他的 说完 这头金龙王立即展翅高飞 眨眼就消失不见 恩非圣龙往往摇头 他虽然不算圣龙一族里的皇室成员 却也是某位长老的嫡系孙女 长辈里更是不乏还活着的龙神 以及陈兴巫师级圣龙 他本身也是天之蛟龙 今年才三百岁 还未成年呢 就已经晋级到了陈兴境界 就等着有合适时机 便尝试契约一片大陆 成为陈兴巫师了 怎么会看上那头比自己大十倍 血统低等的老龙 他的配偶 至少也得是同年龄段的最优秀者 就算不能是最优选的另外一头圣龙 至少 也得是一位年轻的高阶陈兴吧 恩非圣龙缓缓起身 他的身后 圣龙岛派来的120头傀儡龙组成的军团 也纷纷抬头 注视了过来 这些傀儡龙 最小的也有50米长 最大的两头 则是超过百米 他们身上还铭刻了大量的巫术名文 加上恩非圣龙 融合了一件世界奇物 带来的特殊效果 这些傀儡龙军团 综合战力之强大 甚至不在金龙王的金龙军团之下 赤铜大陆 火魔宝 赤眼恶魔一族 被萧羽打包带走之后 萧羽便撤销了星空之手 当即 火山再度迸发 熔岩碰上了天空 岩浆和火山灰冲了下来 淹没了火魔宝大片的人工建筑群落 火魔宝这下 算是毁掉了 玄鸟大陆出身的 一位玄鸟长老 望着覆没在了天灾下的火魔宝 心中却没有半点快意 尽管这些赤眼恶魔 是玄鸟大陆世事大会上 指定的此战大敌 还是这场境地及势力之间 斗争的导火索 可是对于玄鸟大陆的超凡者们而言 这场大战打倒了现在 好像已经没有了他们什么事 他们就如同一群旁观者一样 只负责一旁拍拍手便是了 拍拍手看似轻松了 可是正因为轻松了 收货也就没了 玄鸟大陆的那些长老们 大贵族们 目睹着被带走的赤眼恶魔一族 还有那些成敦成敦被拉走的库存材料 要说不心动 那肯定是假的 更不必说 还有这座还在爆发的火火山本身 更是成为了一座不可多得的府邸 他们这些人可都是看得眼禅不已的呀 偏偏 这些好东西都不属于他们 玄鸟女王一早就表示了 玄鸟大陆放弃对战利品的分配权 加上自己一方在大陆上都没有出什么力 又哪里好意思去讨要好处 萧宇观察着火山的变化 无意中瞟了一眼那些盟军 心中顿时了然 不过萧宇可不会因为 注意到盟军们的想法 就做出妥协分配给他们好处 神迹之城的好处 不出力者不可得 想要得到战利品 就在接下来的战斗中 好好表现吧 萧宇相信 火魔宝只是一场开胃小菜而已 接下来 还会有更加激烈的战斗在等待着自己 不过 在这之前 眼前这场机缘 自己还是先拿了吧 萧宇感觉到 火山爆发差不多要结束了 轻轻吸了口气之后 一跃而起 来到了火山口之上 随着月之女神菲亚 和战争女神魔力甘 紧随其后地跟了过去 两股庞大神力爆发而出 瞬间弥漫了火山四周 遮蔽了四周大军 看向此处的视线 乃至感知 哄哄哄 高耸的火山 被巨大力量不断碾平 最终原地化为了 一约抹现实世界 七八平方米的澡盆子 这澡盆子里 热气腾腾 通红的岩浆 混合着白玉一样的溶液 在这里面缓缓流转 不时冒出一个热炮 溢出大量 引人心旷神医的清香 主人 上古玄鸟灵河 已经和这火山岩浆 熔炼为了一体 形成了这独特的 洗水炼体溶液 殿下 面对月之女神菲亚询问 萧宇微微一笑 用行动 表明了女神心中所想 萧宇用随身空间 收去了身上衣服 然后一跃 没入了火山化作的枣盆子里 滚烫的熔岩 无法灼伤如今的萧宇 配上那些白玉溶液 反而令萧宇能加快吸收 直呼舒服 我这也算是在小人国里 抛上了温泉吧 还是超奢侈的浮地温泉枣 泡了会儿 感觉到自己已经快吸收到了极限 而温泉里 还有点白玉溶液剩下 感觉到这白玉溶液的效果 比自己想象之中还要 并且还能大幅度强化神力躯体 萧宇便以不要浪费了为由 招呼着一旁犹豫着的两位女神 一同泡进了温泉之中 大家一起洗水炼体 两小时之后 在上百万大军围观 上千个族强者的等待中 神力屏蔽忽然减弱 然后众人纷纷看到 他们伟大的神之子大人 萧宇殿下神清气爽地走了出来 玄鸟老祖和几位长老 注意到了萧宇身上 不经意间散发的气息 瞳孔微微收缩 暗暗撑齐 炎黄巨人一脉的资质 竟然如此恐怖吗 只是两个小时的洗水炼体 就能马上得到好处 又变强了那么多 应该是那两位女神 也在帮忙催化要力 但是即便如此 这神之子的天资之高 也足以傲视天下了 等 等等 那两位女神也出来 不知是否错觉 他们好像更美丽了 绝非错觉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 他们应该也使用了那片伏地吧 玄鸟老祖猜测着 并意识到了 通过赤眼恶魔一族 机缘巧合的布置 那一枚上古玄鸟灵合产生的伏地 或许出现了一变 已然能对传奇以上超凡者也起笑了 这让这位老头 也不由有些心动 琢磨着 可不可以通过关系 请得那么 一个份额去试试伏地对玄鸟一族的效果 待到神力屏蔽彻底消失 火山原先爆发出来的水蒸汽和火山灰也被清除 人们终于看到了火山的原貌 他们目瞪口呆地发现 印象里巍峨的火山 竟然被消掉了三分之二还要多 剩余的部分 结合着崩塌的山岩作为基座 形成了一座不大不小的火山壶 火山壶里 清亮水质表面 散发着热气 然而 怎么看 却也只能发现这些湖水 就是普通的热水 并无什么特殊 结合刚刚看到的神清气爽的萧宇和两位女神 在场超凡们都不傻 纷纷意识到 他们的神之子大人带着两位女神试了一下伏地效果 然后或许是效果不错 于是三位大人便将这伏地的能量全给吸收光了 伏地已经暂时失去功用了 以此地的布置 想要重新恢复产生洗髓液 至少也要百年以后了吧 玄鸟老祖叹了一声 倒也不生气 玄鸟女王却是眨了眨眼 看着 正在一旁与几位巫师进行交流的消遇 微微皱眉道 或许是我错觉 我却发现 那位殿下对这伏地依旧颇感兴趣 恐怕我们这位殿下 找到了快速回复伏地能力的办法 这不可能 玄鸟老祖闻言 立即叫了一声 玄鸟却也皱眉思考到 但是如果是那位神之子的话 倒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毕竟这位神之子的背后 可是有着超越禁地及势力的炎黄一族撑腰 他有什么神奇办法 倒也不能排除 说到这 玄鸟老祖也期待着 萧宇能有好办法 让伏地也能如同白元宴那样大白菜花 从而令他也能顺便凑一下好处 而萧宇那边 感觉自己传奇奇事 提升了一个小境界 从低阶圆满升为了中阶 传奇巫师虽然没提升 却也让自己的冥想效率 明显提升了30%不说 更是一下 明误了许多道理 有了一种升到高阶之前 都将顺风顺水的感觉 如此好处 萧宇自然舍不得百年采用一次 便与马法巫师等专家 一起商量了起来 也确实从中寻到了一些头绪 至于这火山温泉浮地本身 也随着萧宇的一声令下 大圣亲自带队 从地底百米处挖掘 并整座山给抬了起来 然后被几辆拖车给拖着 伴随着轰轰轰作响声音 给拖进了萧宇的随身秘境之中 火山温泉浮地 被拖进去了随身秘境之中 但是 这对于神迹之城挖掘机大军而言 只是一个开始 四周的泥土 还有火山旁边的几处矿脉 也被亡灵傀儡们开动了挖掘机 连跟带土一起挖走 对于萧宇这种 连敌人老家都打包回家 带走的操作 神卫军们都已经见怪不怪了 超凡野蛮人们 则是高兴地乌拉乌拉叫嚷着 觉得这是神之子大人的传统 与他们古老传统暗和 是神之子大人 更加亲近他们野蛮人一族的铁证 玄鸟大陆之人 却是一个个低下了头 心中有种兔死狐悲 误伤其类的错觉在弥漫 有脑不过度的 甚至幻想起了 自己出生的家乡 被那些可怕的钢铁爪子 一片一片带走的恐怖场景 远方 赤眼恶魔一族的菲迪斯组长 从一处空间裂缝里 被扔了出来 遭遇了时空乱流的他 此时颇为狼狈 整个身子只剩下了半个脑袋 和三分之一的肩部 他落地之后 仅剩下的毒眼猛地睁开 看清了四周环境之后 半张嘴露出了邪笑 顿时无数黑色蝌蚪浮现了出来 为他重组了躯体 不过七八秒 菲迪斯组长就恢复如初 且身上邪恶气息越发浓郁 呜 菲迪斯组长看向了火魔宝的方向 想要看看自己老巢 如今是什么情况 黑色如墨的邪力 浮现在了菲迪斯组长的 头顶高空千米处 凝聚出来了一颗 橘红色的椭圆形毒眼 这眉眼睛 微微收缩了一下 当即 数千里之外火魔宝景象 被他看在了眼中 旋即 菲迪斯组长猛逼了一下 他看着那宛如大型陨石坑的大坑 陷入了迷茫中 火魔宝呢 黑火山呢 还有四周的那些山山水水 花草树木呢 怎么就一会儿 就都不见了 全没了 哪怕自从被那位伟大的王所诱惑 自己就对赤眼恶魔一族归属感越来越弱 可是真瞧见几百年的老家 一日间消失的连根都没有了 菲迪斯组长还是有些难受 想哭 他呼吸急促了下 旋即指挥着那邪眼扫向更远方 果然 大坑外约莫百里处 便是神迹之城和玄鸟大陆 联军的临时驻地 看到了连绵如山脉的钢铁巨兽 菲迪斯组长刚刚准备让邪眼停止 以免意外发生 萧羽感觉到了体内的信仰神器 真武神剑呼的一动 立即发现了远方的窥视 萧羽冷哼了一声 道了一声 剑去 虚空之手 已然抓住了飞出来真武神剑 修一下如飞剑一般 化作了一道白光刺向了千里之外 不好 通过邪眼 看到了剑光那瞬间 菲迪斯组长 竟然有种看到了天敌的恐慌感 洗满全身 真武神剑 斩妖伏魔 真武伏魔之力 可谓是一切邪恶之力的克星 想当初萧羽还不是传奇的时候 就可以凭借这一把信仰神器 打得深渊里的大人物们 嗷嗷大叫 此乃深渊之敌 现在得到传奇加成 真武神剑的威能也随之倍增 哪怕不使用自带的绝技 单凭剑身本体 也能做到越级镇压邪恶之力 菲迪斯组长来不及收回邪眼 干脆拍了一下身子 再次堕入了空间裂缝之中 大半身子进入裂缝的瞬间 菲迪斯组长看到了那一把长达一百多米 充满了威严神圣气息的巨剑 轻易撕碎了自己召唤出来的邪眼的护盾 并将之筒破撕碎 这诡异的画面感 令菲迪斯组长想到了刺穿鸡蛋的大宝剑 哄 邪眼爆炸 爆炸波却是被真武神剑释放的伏魔之力 后发先知的进化之后 再散发四周 地底深处 许多黑色小蝌蚪们 都在这股伏魔之力波及下 瞬息间化作了尘埃消散 不过菲迪斯组长本体 却也靠着果断感在伏魔之力爆发那一刻前 关闭了空间裂缝 消失在了原地 算是成功躲过了这一截 萧宇通过真武神剑的视角 看清了一切 并立即投影了过来 让大家一起研究 菲迪斯组长身上的那些黑色蝌蚪 还有那召唤出来的 充满了邪恶力量的邪眼 都让各大巫师 还有玄鸟女王这边的人 皱眉苦思了起来 少许 玄鸟老祖迟疑了下道 这赤眼恶魔 应该就是赤眼恶魔一族的组长菲迪斯 看他现在的变化 恐怕他早就堕落了许久了 只是 究竟是哪一位邪神出手 我们却是缺少相关资料 无法辨认 马法巫师 乌图鲁巫师等也纷纷点头 关于邪神一级的知识 也确实太为难他们了 毕竟他们只是巫师 不是什么都知道的十万个为什么 萧宇想了想 决定回去神迹之城一趟 使用万界紫禁 联系上那寒风与黑铁之神问问情况 这家伙可是邪神之中的OSS 应该知道 那邪神是什么来历 萧宇虽然成为了传奇 能够知己知彼的话 还是会尽量做到的 萧宇很快离开 临时驻地的防御 交由两位女神与玄鸟一族负责 在萧宇离开没多久的情况下 圣龙使恩妃 带着傀儡龙大军 抵达了被真武神剑进化之地 查看现场的恩妃 很快就仰起了高婷美丽的脖子 看向了紧随其后而来的赤铜巨龙之王道 这种力量你们熟悉吗 有点像太阳之力 却少了一些霸道 多了一些圣洁 这力量对亡灵 深渊 邪神仪系 都有极强的克制作用 这片大陆能做到这一点的 只可能是那巨人 赤铜巨龙之王坦然回答道 恩妃特使大人 看来那邪神使徒 也和那巨人发生了冲突了 多半是不自量力 想要窥视那位神之子的秘密 结果自食苦果罢了 圣龙使恩妃低语了一声 嗅了下地面后 白金色的龙爪猛的一排 地面轰然间出现了一处 深达小人国一百多米深的大坑 坑洞里 四周巨龙纷纷双眸微微收缩了一下 竟是看到坑洞最底部 数十头变异的地虫怪症 如同群蛇取暖那般 互相纠缠在一起 组成了一团又一团地虫球 这事情本不出奇 然而 这些地虫的身上 不时会有黑色蝌蚪游动 并实在皮肤下凸起化作疙瘩 令得这些见识不凡的巨龙们 都莫名地感到了一阵心迹 这些怪虫是怎么回事 莫非藏在地底后 连那种净化力量也失效了 并非如此 圣龙使恩妃表情名重道 他们是从别处地底刚刚来的 刚刚来的 赤童巨龙之王闻言 微微一正之后 脸色立即大变 他很清楚 这要是真的 意味着什么 那些怪虫 很可能早就潜伏在赤童大陆 不知道多久了 待到一朝爆发 会引起多大恐怖 赤童巨龙之王完全不敢想象 赤童巨龙之王 对地底出现的那些黑色蝌蚪 惊恐异常 一是他作为此地诚心巫师 本该有天时地利加持 对大陆异想 本该最是敏感不过 偏偏若非圣龙使恩妃大人出手 他都感应不到 这地底深处 已然有大量本土生物 被这些黑色蝌蚪感染 增值 二则是作为赤童大陆的诚心巫师 在看到了这些黑色蝌蚪之后 他立即冥冥之中 警觉到了什么 仿佛看到了 未来会由此产生可怕的大恐怖场景 赤童巨龙之王深吸了口气 让自己心情稍微平复了一下 正要低姿态地请求一番恩妃特使 希望能够从他口中得知 关于黑色蝌蚪的情报 却不想那美丽的圣龙压根没有理会他 直接就张开双翼散发出白光 包裹住了傀儡龙大军之后 便化作一道白光一飞冲天 远离开来此地 给赤童巨龙之王留下的 只有一具 此乃污秽之虫 必须及早拔除 赤童巨龙之王也是果断之龙 立即张嘴喷出了持续长达一分钟的龙溪 这股灼热龙溪 不仅烧死了那些被污染的地虫 还顺着他们挖掘的地下通道 一路烧了过去 直到蔓延地底世界十多公里的网络通道都被烧尽了 这头赤童巨龙之王才停止喷吐龙溪 转而寻思了起来 污秽之虫 赤童巨龙之王隐约记得自己曾经听说过这玩意 利用陈兴吉带来的强大回忆能力 不过数秒 赤童巨龙之王就从自己的记忆里 检索出来了一切与污秽之虫相关的知识 然后 赤童巨龙之王心脏不争气地猛跳了一下 手脚都有些冰了 我这赤童大落啊 怎么就被污秽之神给看中了呢 污秽之神 神迹之城里 斜靠在了王座之上 看着万界紫禁里的韩风与黑铁之神头像 萧宇微微皱眉询问出生 他刚刚询问了这位邪神头目那些黑色蝌蚪来历 却是从对方口中得到了一个陌生的名词 韩风与黑铁之神看着萧宇的迷茫 淡然道 这位污秽之神千年前 本是混沌魔狱出身的混沌大恶魔 更曾是某片超大陆的陈兴巫师 只是随着他晋级到了陈兴巫师巅峰境界之后 如其他境地及势力的大人物们一样 他也遇到了瓶颈 且怎么也找不到突破的希望 于是 这位混沌大恶魔 想到了深渊突破挥越境界的道路 放弃了陈兴巫师这一身份 转而成为了一个邪神 传闻 他在成为邪神之后 没多久就挑战了邪神界的七大上古邪神 虽没能取代其中任何一位的地位 但其还能活着 本身就已经让无数大势力们侧目了 寒风与黑铁之神说到这 目光闪过一丝同感 我却是觉得 若非污秽之神 不肯走上古邪神和深渊的老路 以牺牲自我意志为代价 恐怕早就成为又一个灰月级的怪物了吧 当然了 真成为了灰月级的怪物 或许他也就没有工夫来找你的麻烦了 寒风与黑铁之神说到这 脸上露出唏嘘表情 我现在 凝聚了黑铁真身 倒也越来越有些深感气瘦了 灰月大道路上 虽然有无数前人 却无任意能呈明灯 想要保留自我而呈灰月 前路何其渺茫啊 寒风与黑铁之神的感慨 萧宇通过这段时间的补习 主要是通过与古术大陆的战斗 得到的新知识 倒也能够体会一二 小人国如今的状况 很有种山中 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感觉在里面 位于大势力天花板上的禁地及势力 活跃的依旧是那些陈星级的超凡们 灰月级的力量 除了还能从各片大陆留下的遗迹 上古传说之中能够体会到外 剩下的还存在的灰月级存在 无不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无法轻动 比如阴阴阴的深渊 就是公认的灰月大能 但是深渊意志是一个逗逼 只会凭本能行事 七大上古邪神 据闻至少也是半部灰月存在 可是就是这样的存在 除了时不时会有倒霉 但被他们的邪力感染 成为了眷顾者封掉碗 这些上古邪神本体 也无不疯疯癫癫 且困手一地 比之深渊意志还要不如 其他禁地及势力 也有灰月级存在作为底牌 可是同样的 这些底牌 要么是一直处在 自我封印状态的古老族人 要么就是突破灰月 然后意识到 自己马上会封掉的 大能自我毁灭前 留下的灰月奇物 这种灰月奇物 众多势力都公认 他们的力量定然其大无比 可是想要使用代价 定然极为不菲 不然 那么多年了 也没见禁地及势力 四处征战的时候 会用上这些灰月奇物 若非当初深渊 与圣龙岛等为敌之时 逼得圣龙岛 用了一次灰月奇物 恐怕那些新生的大势力 都会悄悄怀疑 这些传闻里面的 真实性有多少了 污秽之神 一个不敢突破灰月 再不断寻找 别的出路的邪神大能吗 那些污秽之宠 就是他的天赋能力 是 也不是 寒风与黑铁之神摇了摇头 缓缓道 他被称为污秽之神 据我观察 是与一件世界奇物有关 世界奇物 没错 至少可比你手中 威严王座 和那灾厄怀表 同等级的世界奇物 寒风与黑铁之神认真的道 我听闻 世界奇物的真名为 污秽之冠 带上此观者 必为谢神之神 万界之敌 萧宇听到这话 眨了眨眼 感觉这世界奇物的逼格 还真高 一听就觉得和自己特有缘分 谢神什么的 自己在小人国 已经干得太多了 不过污秽之神 似乎有点厉害呢 自己对付他 得从长记忆才行 想法一定 萧宇又和寒风与黑铁之神 友好交流了一会儿后 便终止了这次谈话 转身赶回去了赤童大陆 赤童大陆之中 圣龙岛的大军 并没有趁着萧宇不在 就去偷袭 反而一反常态地 归缩在了赤童龙族的 王都城堡之中 玄鸟大陆超凡们 对此一头雾水 直到萧宇回来召开会议 这些超凡才知道 这片大陆除了他们外 竟然还多出来了 一位污秽之神来搅局 污秽之神 玄鸟老祖听到了这个词之后 寻思了一会儿 立即压了一声 我记得这个邪神 玄鸟老祖表情凝重 与其带着一丝颤音道 五百年前 我凝聚出火凤凰实体的时候 曾经外出游历过 极远处的海域 在那儿 我曾经遇到了一片 被污秽之神侵入过的大陆 玄鸟老祖说到这 挥手施法 顿时 脑海深处的记忆片段 被投影了出来 虽然因为太久远 而显得有些模糊 却不妨碍四周的超凡和消雨 看清投影里的具体场景 消雨看到 这片被污秽之神入侵的大陆 已然被层层叠叠的黑色蝌蚪所覆盖 靠近了一些 高空看去 甚至不觉得 这是一片大陆 反而会觉得 这就是一大堆数不清的 黑色蝌蚪聚合物 望着因为表层黑色蝌蚪蚪 而形成的波浪 消雨脑海里 忽然间浮现出了 密集恐惧症这一名词 消雨琢磨着 这段影像 要是能录下来 然后发去现实世界的视频网站里 一定能够吓哭许多小朋友 吓哭一大批 密集恐惧症患者吧 影像中 大陆很快从视线里远去 能感觉得到 是玄鸟老祖在拼命远离 众人纷纷看向了玄鸟老祖 听到他解释道 我本打算靠近观察的 毕竟不是直吹 我修成火凤凰之体后 已可浴火重生 寻常沉心巫师 也休想杀我 可等我靠近的时候 看清了那些黑色怪巢的同时 脑海里就阻挡不了的 听到了来自邪神的低语 身上更是不知何时 冒出来的那些黑色蝌蚪 令我不得不选择 暂且远离 这片不正常的大陆 玄鸟老祖说到这 其他超凡纷纷点头表示理解 虽然有点耸 但是换位思考 自己也未必能做得更好 而荒兽大帝和 虔诚心巫师乌图鲁巫师 则是对视了一眼 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荒兽大帝低声道 你都没进去 那片大陆空间节节范围 就听到了邪神低语 身上还出现了那些污秽之虫 是的 玄鸟老祖肯定地点头 并叹道 不然我也不会被吓成这样 这种可以不断增值的污秽之虫 看来也是那世界奇物带来的力量 萧宇听到这 心中已然有些底了 能够那么不巫术地突破 诚心强者的领域 而让对方无法发现 除了世界奇物 似乎也找不到其他解释了 诚心的力量 也阻止不了那污秽之神的协力 这岂不是接近深渊了 一个玄鸟大陆长老 师生叫了一声 顿时引起四周超凡者们的点头认可 是啊 能做到如此不可思议之事 那污秽之神 恐怕真的接近深渊的手段了 而深渊 想想这个几乎无解的禁地及势力 许多人都情不自禁地看向了萧宇 在他们看来 假如神之子大人表现得不坚决 他们或许可以见好就收 反正赤童大陆不是他们家的 他们此次来的目的 总的来说 其实已经完成了 至于说道歉什么的 面子怎么能够和命去比 在众人的注视下 萧宇轻轻用手指敲了敲护手 淡淡道 我有对抗污秽之虫的力量 我在 污秽之神的协力 不会奇效 萧宇说完 身上浮现出来真武神剑 以及樱花之国三神器 此外 并不常出现的 圣主之城墓之圣母雕像 也盘旋在了半空 释放出一圈又一圈 安抚人心的光环 这些信仰神器 都有着克制污秽之力的能力 也是萧宇对付污秽之神底气所在 另外 萧宇身上更有十多件 融为一体的世界奇物护体 萧宇相信 对上污秽之神的时候 总会有一款适合对方 没有修炼过君阵之术的 可以回去了 这片大陆 我们接下来的敌人会是成群结队的巨龙和躲在阴影之中的邪神 另外 从现在起 营地所有人进出都必须接受我这把真武神剑的检测 萧宇说着 道了一声 去 真武神剑立即飞了出去 悬于了大营正中高空 如一顶小太阳一般 散发出淡淡白光照耀营地 以真武神剑作为守护神器 萧宇相信 污秽之力不可能再度无声无息入侵进来 并且 真武神剑刚刚旋立 营地里就有几处出现了污秽之虫的地点 发生了一变 那些污秽之虫本能地想要躲避 却是不管藏在地底 还是藏在了人体之中 都被一下净化 在引起了一阵阵骚乱之后 倒也确实安抚了君心 大家都相信了真武神剑的威能 对污秽之神的恐惧无形之中 已然减弱了许多 哄 赤铜巨龙一族王都附近 一座差不多有现实世界抬球桌大小的大型城堡 被铺天盖地的金龙们所包围 随着金龙王一声令下 上千头金龙集体喷出了龙溪 如千道火色光束炮一般 瞬间就把这大型城堡移为平地 不 不仅仅是平地 就连地面也被轰成为了一处深度超过百米的大坑 城堡内部由无数污秽之虫组成的 类似千族虫的怪物也随之烟消云散 然而 金龙王微微皱眉 感觉到了什么仰起头发出了一声龙鸣 顿时 金光横扫四周 竟是从巨龙大军四周空中逼出来了成千上万的黑色蝌蚪状污秽之虫 这些东西还真是无处不在 金龙王低吼了一声 转头猛地收缩了一下瞳孔 被轰为大坑的原地止处 一大团黑雾忽然涌了出来 然后 密密麻麻的污秽之虫组成了那城堡园主人 一个蛇尾人身的四壁美肚沙的巨大化模样 这四壁美肚沙直立起来 至少有一百米高 体型上 已然对金龙们产生了优势 是那位美肚沙女王的模样 那位堕落的邪神信徒 果然 这座城堡会出现那么大的邪神灾害 就是这家伙造成的 金龙王听到手下汇报 冷哼一声 毫不畏惧地冲了过去 变大的四壁美肚沙张嘴发出了笔哭还要难听的呜呜声 同时四壁骑出 轰击在了金龙王的金光之上 金龙军团们想要上前帮忙 却被赶来的赤童巨龙之王拦住 圣龙使恩妃大人 请示了巫上龙皇 并得到了启示 陈兴以下的巨龙 不得与巫灰魔物正面交手 金龙王最终奇高一招 赢了四壁美肚沙 将之形体撕成了粉碎 并发出了一声响彻天空的龙吼 震碎了四散开来的黑雾里的巫灰之虫 算是完美的将之灭沙 不给其复活重来的机会 但是做完这一切的金龙王妃回去了王兜之后 已然不再如刚来时候那般高傲 刚刚的巫灰魔物四壁美肚沙 只是十多万美肚沙族人 被巫灰之后积累而成的魔物罢了 却已经逼迫的他动了真本事 且因为对方的巫灰之虫 躯体恢复力实在是太强 能力也太诡异 让他也不得不费了好大一番功夫 才做到了现如今这一战果 没给金龙异族丢脸 不过 下次还遇到这样的巫灰魔物 金龙王觉得 或许可以让别的龙族先生 恩妃大人呢 金龙王回到了城堡 却发现圣龙使恩妃的气息不见了 傀儡龙们却是留了下来 忍不住好奇询问 赤童巨龙之王不敢隐瞒 从门外伸出了一个脑袋道 特使大人说 要去会一会那位神之子 什么 去见那位好色的巨人 金龙王的鼻孔 喷出了两股龙溪 这怎么行 嗯 冷静一下 赤童巨龙之王汗颜了下 虽然圣龙使恩妃 在他们这些龙族眼里 那就是圣龙族的掌上明珠 最美的龙族绝世加龙 可 那巨人的审美 显然没有龙族那么的不爱 只是迂腐地 种意着人形生物 这一种美好之物罢了 唉 真为那炎黄巨人一族 感到不值 明明有着不比圣龙族要差的底蕴 为何要局限于一种美好呢 学学龙族的上古前辈们 或许就能看到美丽的新世界呢 不过现在嘛 却要感谢炎黄巨人一族的审美观 还没龙族化 不然 就是赤童巨龙之王 也会有点小小的担忧 神迹支撑驻赤童大陆临时营地 由钢铁战车围了一圈作为城墙 里面则是使用了画泥为石之树 修建了一栋栋高楼 作为住宿用建筑 圣龙使恩妃 独自飞来了此处 先是偷偷窥视了一会儿 玄疾就感觉到 自己被营地里的存在发现了 那么快就发现了我 这感觉便是那位神之子的目光了吗 哼 传奇境界 感知却已经不逊色于感知戏的沉心了吗 喃喃自语了一声之后 圣龙使恩妃微微张嘴 声音传入到了临时营地的防御法阵之中 听到了来者乃是圣龙岛的特使 出身圣龙一族 负责防御的巫师们对视了一眼 不敢怠慢 立即就把讯息传递了出去 数十秒之后 营地大厅里 萧宇独自一人接见了圣龙使恩妃 圣龙使恩妃体型修长 皮肤呈现着白金色 哪怕萧宇没有巨龙异族的审美观 也不由得承认 这位圣龙使恩妃 十分的漂亮 如果是在现实世界遇到这样美丽的动物 萧宇相信自己肯定不介意大出血 也要将之买下来饲养 那些靓丽的龙灵 一看就让人忍不住 想要抚摸一把 神之子殿下 我代表圣龙岛 向你问好 圣龙使恩妃缓缓汗手了一下 向萧宇问好后便开始道出了 仕同大陆出现的异常 显然 面对着突然出现的污秽之神 萧宇能够感觉得到 圣龙岛方面对其更加警惕 甚至于是仇视 这让萧宇不由有些浮想连篇 怀疑是不是圣龙岛 曾经在那污秽之神的手底下 吃过大亏 在听到圣龙使恩妃 建议双方修战 一同对付那污秽之神后 萧宇想了想 给出了回答 恩妃特使 你的来意我已经知道了 修战当然可以修战 毕竟我们神迹之城 一向爱好和平 我们炎黄巨人一族 更是最喜欢倡导和平 解决一切事物的温和种族 但是 倡导和平不代表我们就畏惧战争 此次我为了公道与正义而来 赤同大陆 必须还给我们这个公道 圣龙使恩妃望着眼前这雄性生物 第一次觉得自己见过的恶魔和深渊领主 都比不上这位爷的厚颜无耻 他竟然好意思 替爱好和平 真以为圣龙岛没有情报渠道不成 只是 恩妃啊 恩妃 你可不能生气 不能因为这点小事 就动摇了自己的心境 圣龙使恩妃压下了心中的那点波澜 望着萧宇道 公道 自然会还 不过 我记得罪魁祸首赤眼恶魔一族 已经被贵方剿灭 全体族人也都成为了俘虏 被带离了这片大陆了吧 全体吗 我怎么记得 还有漏网之鱼 萧宇亦有所指地说道 圣龙使恩妃顿时会议 明白过来 这位巨人分明就是贪婪地盯上了赤眼恶魔一族 在赤童巨龙一族手中帮忙锻造的那匹工匠 按到了一声 真无耻后 圣龙使恩妃点头 代表了赤童巨龙一族表态 我会说服赤童巨龙之王 让他将赤眼恶魔一族都交给贵方 萧宇文言微微一笑 玄机道 既然你们那么有诚意 原本的道歉声明啥的 我觉得就不需要了 不过 我听闻那菲迪斯族长 已经成为了污秽之神的眷顾者了吧 是的 我们初步怀疑 污秽之神会入侵赤童大陆 便是这菲迪斯族长一手策划 如果殿下能帮助我们找到他 圣龙岛必有众仇 众仇就不必了 我对污秽之神也无好感 萧宇说道 所以 还特使记得提醒一下那些巨龙们 为了消灭污秽之神的势力 我们神迹之城和玄鸟大陆一方 也会主动出击 搜索并剿灭对方 还请贵方不要阻挡 圣龙史恩妃闻言沉思了话 萧宇的这要求 等于是 想要赖在赤童大陆不走了 这不由令圣龙史恩妃怀疑 他是不是盯上了赤童巨龙们 龙族一身都是宝 可不是夸大其词 加上这神之子 有着俘虏蓝龙 青眼白龙等龙族的劣迹 圣龙史恩妃在答应之后 立即决定提醒一下赤童巨龙之王 让他小心自己的族人 被这巨人给拐卖了 他们会被分散在赤童大陆的各个地区 圣鸟老祖以及那位圣龙史恩妃提供的消息来分析 污秽之神定然会在赤童大陆的某处降临 或许是一具化身 也或许是本体清零 考虑到污秽之虫 即可能是世界奇物污秽之观的产物 萧宇倾向于这位 估计也快成半个疯子的污秽之神 乃是本体降临 本体无疑会更加强大 但是这也让萧宇有了杀死对方 然后爆出世界奇物的机会 萧宇觉得 这个机会值得自己去争一争 当然了 既然对方够强 自己这边也要尽量准备充分才行 萧宇心算了一下时间 心中忽得一动 想起了自己忽悠了全世界之后 借助妖心曝光而炼制的超神器 神剑赤消 这把用光之起源水晶精华凝聚而成 融合了神格 吸取了全世界纯净信仰之力 又被自己扔进去了火山之中 借助大自然之力 天地之阵熔炼的超神器 算算时间 也是倒了可以出世的时候了 从当初自己融合神格 给予赤消之名后的天地感应来看 自己的第一把超神器 应该不会让自己失望 萧宇起身 安排了大圣与两位女神 一起留守在了赤童大陆 转身离开了这儿 回去了现实世界 倒是玄鸟大陆的超凡们 在听闻了萧宇与圣龙使恩妃会面之后 传出来的消息之后 大家都有些猛逼 我们什么时候答应过 要去对付污秽之神呢 我们不是过来找赤眼恶魔一族的麻烦 然后已经成功完成任务了吗 女王陛下 我们 我们真要去和污秽之神为敌 因为玄鸟长老有些担忧 他只是传奇出街 还是一个骑士 遇到邪神低语的话 可是连跑都跑不掉的 玄鸟女王看了这长老一眼 温和地安抚了几声后 道 玄鸟大陆已经绑在了神迹之城这艘大船上了 既然神之子说了 要对付污秽之神 我们自然是要处理的 不过考虑到邪神的攻击手段 不是陈兴的骑士街留守大营即可 传奇以上巫师和其余陈兴长老 还请配合我与老祖 负责不同方向的搜寻工作 女王陛下 这些工作 怎么能让你亲自出手 几位长老闻言 纷纷大惊失色 玄鸟女王却是摇了摇头 轻声道 你们觉得 那位神之子会在意我们的身份吗 你们没看到 那位荒兽大帝 还有那位光辉君主 无不是契约了大陆的陈兴巫师 大陆之主 还不一样在那为神之子出力 大家无需再劝 我意义定 玄鸟女王说完 走出了会议室 然后化作一头金色的火凤凰 刹那间瞬息千里 玄鸟老祖环顾了四周一圈 开始点名分配任务起来 另外一边 看到玄鸟大陆的人马都行动起来了 荒兽大帝 光辉大帝等陈兴巫师 也轻叹一声 纷纷行动了起来 有着萧宇留在营地的真武神剑保护大营 这些陈兴们倒是不担心 手下有被钻了空子的 把污秽之虫带回大营 一座临时修建起来的约莫小人国三百米高的巫师塔里 因为会议而赶来的乌图鲁巫师 站在塔顶 有些羡慕地望着那些离开大营的陈兴巫师们 曾几何时 他也是金戈大陆的陈兴巫师 只可惜 他因为大陷将至 而迷了心智 竟然遭了深渊的诱惑 尽管没有堕落为深渊贵族 却也葬送了自己的大陆 甚至因为契约 不得不放弃了身为诚心巫师的一切 重头开始 变化之大 让乌图鲁巫师不得不臣服 并出卖自己的知识来换取神之子的支持 这样的臣服行为 对每一个天骄来说 都不会是什么舒服的事 乌图鲁巫师看得出来 其他诚心强者们也和自己一样 有着自己的小心思 并非真的臣服于神之子 在神之子连大巫师都不是的什么 不乏有强者 产生我可取而代之的想法 然而 臣服越久 就会越发意识到 取代神之子 压根就不可能啊 那藏着炎黄异族巨大秘密的时空门 大家都可以确认 是在诸神峡谷之中了 然而 那片可怕的禁地 该说不愧是超越禁地及势力的 炎黄巨人异族的手笔吗 哪怕是诚心巫师 都不敢接近那处禁地 因为灵魂的本能 会告诉他们 靠近那处禁地一定范围的话 就算是不死的诚心巫师 也一样会死 会神魂俱灭 再无复活之机 连接近都不可能 也就谈不上什么窃取秘密 寻找到破绽了 加上神之子变强的速度 和他带来的物资分量 一样的不可思议 哪怕乌吐鲁巫师 有时候还是会幻想 一会儿自己当老大的模样 现实里 却是臣服得越来越习惯了 根据我丰富的经验 那位玄鸟女王 恐怕也会渐渐习惯 被神之子指挥着 东奔西跑吧 偏偏这玄鸟女王 恐怕还会觉得 他能够得到机会 找到那神之子的破绽 从而取而代之 或者至少平起平坐吧 果然 年龄不大 就是会太幼稚 太简单啊 现实事件 萧宇回来之后 照例刷了一下新闻 发现东方古国和花旗国之间 又出现了小摩擦 不过按照另一边反馈的消息 这只是两大强国在小国面前演戏 以方便他们回收资源 集中力量半大事罢了 时间差不多了 神剑赤箫 该出事了 萧宇淡淡一笑 关掉了手机后 便起身消失在了房间里 阿提亚国 安帝斯山脉 自从犬神祸斗 在这活跃了几次 这片山脉 就迎来了不少游客 这些游客 友德 其实单纯就是想看看神迹出现的地方 顺便祭拜一下犬神祸斗 求得保佑 友德则是希望能够入雪山之中 寻得自己的超凡机缘 这样的人不多 友德也都训练有素 没办法 前往雪山深处的艰难困苦 可不是大学生们喜欢的野游可以比的 没点家底 没有训练过 就想去雪山深处 那和送死没啥区别 安帝斯山脉深处 萧宇飞落到了熔炼神剑赤箫的火山口 牧师下方 熔江深处 萧宇立即瞧见了自己的神剑赤箫 正悬浮于熔江中心 已然度过了熔炼阶段 此时正自发地形成了一道暗红色薄膜 挡住了四周的熔江 萧宇见此 不由心中一喜 心念一动之下 已然与神剑赤箫连接在了一起 嗡 随着神剑赤箫有了感应 轻轻发出了一声鸣叫 他藏身的这座火山 随之剧烈地颤抖了一下 熔江开始剧烈沸腾不说 与火山连接的四周地底深处 更是齐齐涌动了起来 一股无比庞大的大地之力 随着赤箫的异动突兀诞生 并不要前一般涌入到了赤箫的箭体之中 这无疑是对这把神剑极为有益的变化 萧宇自然不会阻止 不过 随着这儿出现了一变 正在安地斯山脉深处的探险小队们 立即有幸运或者不幸的队伍察觉到了 等等 什么情况 地震 进入到了无人区 好不容易才登上了一座 不那么高山峰的阿提亚国本土登山队队员们 面面相睹 站在山坡上有些不知所措 带队的登山队队长曾经得到过官方的嘱托 立即拿起了卫星电话拨打了上级联系号码 然而 很快这位已经快50的登山队队长 刚毅的脸上闪过了一丝担忧 却是他手中的这部 号称全球都能打通的卫星电话 竟然只会发出一阵阵喳喳喳声响 他不由有些担心起来 怀疑自己等人该不会是遇上了异常事件了吧 犬神或斗保佑 队长和许多阿提亚国本土人一样 在伟大的犬神或斗显示了神迹之后 哪怕犬神看起来和自家传统神话对不上号 更像是东方文化里的神话人物 却也不妨碍他们去改变信仰 去信仰这位犬神来求得保佑 这让当地的其他教派可是急得跳脚 但是再着急也没卵用 圣主之城的大人物们只顾着自家一亩三分田 他们这些乱改经书的异端 他们才不管你的死活 而且在这个超凡险胜的大变局世界里 人类主体是一种很现实的生物 在他们看来 一个教派有无超凡险胜 是证明其教义到底算不算真的最重要的指标 阿提亚国本土那些教派们 哪里能拿得出来 除了魔术以外的超凡来险胜 再怎么挣扎 也阻止不了被淘汰这大势所向的结果 哼 就在登山队的队长把卫星电话失去联系的消息 告知了身边队员时候 一边突起 一声响彻了天地的巨响 从不远处的火山口里喷发而出 并旋即化作飓风一样的狂暴声浪 刷一下吹散了天空中的白云 快趴下 那登山队的队长在看到了白云被撕碎吹散 这震撼的一幕后 颤抖了一下 立即发出了惊呼声 下一秒 这批登山队刚刚趴在了山坡 恐怖的飓风已然横扫了过来 哪怕真正的大风是在高空横扫而过 只是余波也已经令得这批登山队队员们 感到自己的耳畔 四面八方全都是利刃一样可怕的狂风 让他们有种天地翻转 昏天黑地的错觉涌上心头 随着巨响横扫四周 安地斯山脉的绵绵雪山产生了共鸣 至少三分之一的山脉里的雪山出现了可怕的雪崩 如此异象自然吸引到了各大势力的注意 本就用来监视犬神祸斗 这一特殊存在的情报力量 立即十二分地运转了起来 反倒是阿提亚国成为了后一批 才知道异象发生的国家级势力 这自然令阿提亚国的大统领极为不甘心 却又无可奈何 犬神祸斗看似在阿提亚国出现 却对各国代表一视同仁 很快就给对方摸清楚 这位犬神并不在意阿提亚国 阿提亚国没能成功抱上神秘势力大腿 国小名若被人欺的本质也就无法改变 使得一如那些巨文为神秘势力而开采的矿山 现如今都沦为了多国联合开采的项目 阿提亚国除了名义上是总指挥 实权职位半个都没占到 现在眼看着一变再次发生 阿提亚国大统领觉得 自己或许应该为了自己身前身后名 为了自己的家族能够永远长青 他拒绝了来自花旗国的顾问善意地提醒 执意坐上了专机 准备清零异象出现的前线一贯究竟 花旗国顾问看着阿提亚国的大统领 对神秘如此热衷 轻轻摇头 作为一名优秀的历史学家 选修了外交学 人文学 经济学 以及南半球神秘学的学霸 这位顾问记得很清楚 阿提亚国在超凡方面面临的现状 与花旗国差不到哪里去 这儿的原住民不是死绝了 就是搬迁离开了 神话基础的那些土著们 早就被换了 不知道多少代种了 要是真的齐鲁威鲁等神话怪物出现 花旗国顾问觉得 阿提亚国能不被对方报复 就是好运了 哪里还能和对方攀关系 真以为你住在人家的土地上几百年了 就能当别人家的孙子吗 别做梦了 你又没继承别人的文化传承 你 当孙子都不够资格 花旗国顾问目送着大统领专机远去 拿起电话向着情报部门汇报了此事 花旗国情报总部得到了这份情报 很快就将支列为了次要重要级 他们全副身心都集中在了 那正在出现神奇变化的安地斯山脉深处 通过最近一段时间 从天宫那边 试验着成功发射的禁地卫星的帮助 花旗国的情报官员们 得以如科幻片那样 清晰地看清了事故发生地的火山口 以及火山口旁悬浮着的那一位熟悉的身影 一席轻衣悬空而立 掀气逼人的青云剑仙 在看到了是他们熟知的正义一派的代表 剑仙门中的青云剑仙之后 可以说 在场官员们都悄悄松了口气 一些将军甚至琢磨着 是不是把刚刚提高的戒严命令取消 毕竟这可是青云剑仙 有他在 就不会有真正大灾害发生的青云剑仙 是青云剑仙在这火山口 并且对方表情淡然 想来不是什么怪物出事 一位专家盯着大屏幕上的卫星画面 点了几下手中平板 竟是一下放大画面到看到了青云剑仙整个人身上 这样的卫星技术 老实说 哪怕是积累身后的花旗国一样 是做不到的 也就是目前这一枚卫星 借助了神秘的炼金术帮助 这才做到了 这般充满未来感的监控卫星 可惜炼金术加入了进来 效果更好的同时 也意味着 这卫星无法工业化 无法量产 确实如此 东方古国那边也传来了消息 希望我们能够静观其变 不要打扰了青云剑仙 一位花旗国的上将得到了最新的消息 轻叹了一声 拿起通讯器 下达了命令 顿时 因为狂风和连环雪崩 而吸引来的花旗国战机 纷纷在中途停了下来 附近的机场 也转升空了救援用的直升飞机 负责援救那些 因为异变 而出了事故的倒霉弹 比如太靠近了火山的那批登山队们 他们因为就在山顶 倒是没被雪崩 直接埋了进去 却也一个个狼狈不堪 加上他们没能发现青云剑仙 未知的恐惧 最是能折磨人 带队的几位 此时都后悔不已 恨不得时光倒流 然后自己找各种理由 推掉此次远行 杀 忽然 火山口射出了一道红光 红光形成的光柱 直接冲破了苍穹 仿佛一座连接了天空与火山口的垂直电梯 红光照耀下 登山队的队友们纷纷感觉到了异常 从地上艰难爬起 抬起了头 看向了光柱 旋即 他们的意志 受到了来自神剑赤箫无形的影响 脑海里浮现出了神剑赤箫的虚影 并由衷地对这一把武器起了沉浮之心 他们跪倒在地 把头重重地埋在了土里 不只是这些登山队员 随着红光画作光柱直冲苍穹 方圆千里 只要能看到这红光的智慧生灵 都纷纷意识到了 这红光之中藏着一把神剑 一把铭刻了赤箫二字 象征了帝王之道的神剑 一把可以凝聚所有人的人心愿力的无上至尊之剑 尽管 在这影响里 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人 时不时会对这神剑的造型和名字产生困惑 但是 不管怎么说 感觉是不会错的 而且 那么大的神迹就在眼前 信吧 反正信了又不会掉块肉 万一借此 讨好了这神剑赤箫 从而得到了机缘 成为超凡了呢 那不就大转特转 从此走上了人间巅峰了 萧羽所画青云剑仙 脸上表情微微移动 却也是感觉到了 神剑赤箫的这一番天地共鸣 引起了很大的阵仗 并又给其吸引了一大波粉丝 人心愿力 天地灵力都齐齐涌来 加护在了这把赤箫箭上 让那萧羽有种 时来天地接同力的感触 嘖嘖嘖 这就是时来天地接同力啊 神剑赤箫 果然该此刻出事 萧羽深吸了一口气 也注意到了上空卫星在关注 四周也有各大势力的情报人员 使用了滑翔伞等工具 尽量动作轻巧地靠近过来收集情报 也是 亏得他们有心了 萧羽所画青云剑仙 便干脆一跃而起 飞到了离火山口千米高处 一声清河 青蝉剑修一下释放了出来 化作一圈绿光 盘旋在红色光柱四周 化作一道光环 与此同时 在四周山坡 刚刚落地 打开收音设备没多久的情报人员们 以及那些跪地不起的登山队员们 纷纷听到了高空之中 那位青云剑仙 铿枪有力地喝道 地道神兵赤箫剑 我以剑仙门之名义 问你 妖心将至 大便就在眼前 沉寂已两千年的你 可愿重新出世 再庇佑人族一事 神剑赤箫 可愿出世 青云剑仙顿了一下 再次喝声而出 然后 下一秒 整座高耸巍蛾之火山 整座身子 当着众人面 不可思议地剧烈一斗 玄疾 噢 一声悠长有力的龙鸣声 从火山口里跃出 红色光柱瞬间消散化为虚无的同时 一把包裹在红光中的神剑 腾飞而起 一头体长超过三百米 通体无一处不经营剔透的赤色神龙 更是发出着龙鸣声的同时 盘旋在神剑赤箫四周 宛如守护神一般 守护着这把神剑 跟着其飞底千米高空 这是一头舞爪赤龙 一头各种意义上 都无比符合东方古国 对真龙模样 想象极限的东方神龙 噢 舞爪赤龙扬起头 每一声龙鸣 都让安帝斯山脉为之颤抖 让天空为之共鸣 让四周听到龙鸣声的万千声鸣 都感受到了 从灵魂深处 涌来的 对这头舞爪赤龙 对那把神剑赤箫的敬畏 花旗国情报部门 官员们听到了传递来的龙鸣声 虽然效果没现场那么强烈 也无不声出了 对那舞爪赤龙的尊敬之意 东方古国和樱花之国这边 深受东方文化熏陶的他们 更是联想的更多 许多专家翻阅典籍 纷纷看到了神剑赤箫的来历 神剑赤箫传闻中 乃是创建汉朝的开国君主刘邦的配件 传说中斩白蛇用的就是这把神剑 在无数神话故事里 这神剑赤箫 更是一柄象征了帝王之道 等同于天子剑的神剑 一些好事者 还将这把神剑 拿来与轩辕剑这样的上古神器 并列为了什么十大神剑 而从如今的声势来看 这把神剑赤箫 倒也配得上这样的名声 不愧是一把东方古国传说里的上古神剑 神剑赤箫 地道神兵 得知可以此平天下 某个中二专家激动的小声道 单单看那头舞爪赤龙的声势 想来 要是古时候 真有哪位把这召唤出来 其他反贼也不用打了 全部投降好了 是啊 我觉得别说九州了 就是全世界都能顺入征服了 现在看来 我们的历史 隐藏了太多东西了 也不知道 国家主持的几次大规模考古行动 能不能为我们的知识瓶颈 找到突破口 快看 那头舞爪赤龙 竟然钻进了 那神剑赤箫之中 不可思议 却又在情理之中 那头赤龙 竟然是舞爪真龙 地道神兵 换出了舞爪真龙守护 我有些相信 古时候 关于天子乃真龙的传说了 东方古国的调查总部里 一大群调查员 聚集在大厅里 望着屏幕之中 威严自身的舞爪赤龙法香 一个个忍不住胡思乱想了起来 说不定 我国自古以来的皇室 就与真龙这一超凡生物 纠缠得极深 不过 这次神剑赤箫 怎么会出现在阿提亚国的 安地斯山脉 调查部的副部长说道 这微微皱眉 玄机心中有了一个 大胆的念头冒了出来 莫非 这南半球 其实就是古书里记载的 犀牛鹤州 或者山海街中的某一大陆 这 还真有可能 毕竟古人称呼与金人不同 实在是太正常不过了 是啊 只是这样一来 我们是不是能够对南半球大陆 也说一声自古以来了 调查部的副部长旁边 一位少壮派的将军 听到这忍不住打去了一声 倒是引起了会场一阵倾笑 也算无形之中 减少了大家的一点压力 安地斯山脉深处 萧羽所画青云剑仙 看着飞抵自己面前的赤箫神剑 再看看那栩栩如生 宛如实体的五爪赤龙 心中暗暗一叹 在这没有真神的现实世界 靠着神格升级的感觉 就和开挂了一样 这神剑赤箫 才刚刚出世 就能具象化出实体的五爪赤龙法香 把法香以虚化时 这可是陈星级超凡才能具备的特点 神剑赤箫 单单法香已然有了陈星级的能力 算上本体加持 怕不是一个普通人 在得到其认可后 也能拿着抗衡一个陈星强者 这样的结果 不由让萧羽忍不住想大叫一声 这真是开挂一时爽 一直开挂一直爽啊 哦 五爪赤龙刷一下动了起来 围绕了青云剑仙一圈后 龙手微微汗手 似乎是认可了 那青云剑仙 便一下子快速钻入了神剑赤箫之中 五爪赤龙那么庞大的三百米长身躯 一下钻入一米五的神剑赤箫体内 偏偏这过程无比流畅而充满美感 自然是又引起了各大势力 看到此目之人的一阵阵惊呼与脑补 萧羽索化青云剑仙淡然一笑 轻轻地靠近了神剑赤箫 然后 伸出右手 有力地握住了神剑赤箫的剑柄 嗡 又是一声震动而引起的风卷残云 狂风四散去 横扫八分 数千米外 那些情报人员们好不容易安装好的监测设备当即中招 哐哐当当倒了一地 还好情报人员们都在暴风降临前得到了各自上级的预警 有了充足时间做好防风准备 监测设备被影响 卫星则依旧忠实地履行着工作任务 观测到了那青云剑仙 握住了神剑赤箫之后 那一把地道神兵先是不断闪烁红光 而后呼地从那青云剑仙手中脱手而出 盘旋了几圈后 化作了一道红光 没入了那青云剑仙体内 颇有一种青云剑仙被神兵给认住了的错觉在其中 看得不少脑补过度之人 那是一个羡慕极度恨 一些看多了修仙小说的 更是瞪大眼睛认为 这位青云剑仙看来就是这一时代的主角了 这不 大变将临的现在 肯定是作者担心青云剑仙这主角实力不够浪了 于是主动送上了一看就超级厉害的神兵 萧宇所画青云剑仙 收服了神兵便准备离去 忽然 心中一动却是萧宇感觉到了地面传递来不正常的震感 萧宇立即使用了世界奇物灾厄怀表 感应到了有海底地震在远方海底爆发 这爆发带来的冲击力并未影响到陆地 冲击量就是阿提亚国沿海的渔村或多或少会感觉到二三级左右的震动 但是海底火山爆发却掀起了一场大海啸 如果萧宇做事不管 这场大海啸将冲击阿提亚国沿岸 当然了 由于地形环境等因素 这海啸是造不成当初樱花之国那么惨烈的灾害的 不过一些渔船会受损 几处港口得再次大幅度维修 却是难免的了 萧宇感应了一下与自己融为一体的神剑赤箫 感觉到其比之世界奇物魔刀兵心恩赐还要炽烈的汹涌战役 萧宇也确实有一种刚刚得到了新玩具 很渴望炫耀一番的冲动 于是乎 萧宇所画青云剑仙猛地飞到了更高空之后 转身 双眸目视向了大海方向 表情还颇为到位的 抿其嘴 做出了凝重表情 顿时 各大势力情报人员们 在诧异了一会儿之后 有回神过来的高层皱眉喊道 快使用其他卫星 看看阿提亚国海面上 有没有什么异常 很快 就有情报汇报了过来 阿提亚国的经济专属海域 出现了海底地震 目前还无法具体估计震级 不过有专业机构 已经给出了海啸预警 就等着上面批准之后 公布出来 地震 海啸 花旗国的官员吞了吞口水 目光阴沉地想到了 花旗国发生的不愉快历史 小声道 能让青云见先那么在意 这一定不是正常的自然灾害 这里面肯定有神秘异常 阿提亚国大统领 刚刚在最近的山脉基地下了飞机 就听到了顾问那边传来的最新消息 刚刚听到一半 这位大统领 就与万里之外的花旗国官员 心有灵犀一般 一口同声 说出了同样的话来 阿提亚国大统领旁边的顾问和官员们 在听到这话之后 竟然纷纷点头赞成 神剑赤霄刚刚出世 附近海域就出现了海底地震 此事哪里有那么巧合 其中定然有着异常 这些人并非一味地奉承 而是星底里也确实相信着 这场海底地震与神秘有关 且很可能就是神剑赤霄出世引起的 他们哪里肯相信 霄宇现在虽然是传奇巫师了 也能算是这颗星球的天命之子了 可是天可连剑 他还真没有制造自然灾害的能力 至少现在还没有 不过 既然大家都相信着 这场海底地震与神秘力量有关 霄宇自然不会辜负了大家的期待 随着世界奇物灾恶怀表能力被动用 在海面上刚刚酝酿起来的大海啸 呼得出现了异常 数秒后 一个由海水凝聚而成的人鱼怪物 拔海而起 阳天发出了咆哮 这人鱼怪物通体由海水凝聚而成 高达五十多米 上半身有着宛如健美先生一般 钢铁铸就一样的肌肉线条 就是脑袋颇为畸形 长满力尺的嘴巴 占据了三分之二的脸部面积 眼睛造型也和鱼眼差不多 实在让人无法联想到 海皇波赛东等神话生物造型 只能被归类为 某种海洋系的怪物 还是一看就知道 属于反派的那种怪物 此刻 这怪物虽然形象不佳 声势却是很大 五十米的它 挥舞鲨鱼一样的尾巴 驾驭着巨浪前行 被其掀起的海浪 高度也有二十来米 足以轻负一般的渔船了 这片海域 阿提亚国的本土渔船 其实并不多见 大部分活跃在这儿的 都是进行远洋捕捞的 东方各国的远洋渔船 这些渔船有的合法 更多的则是非法捕捞 当人鱼怪物出现 掀起声势时候 一艘来自东方古国的远洋渔船 很快就发现了 这部科学的怪物 渔船上的水手们 在震惊地快尿裤子之后 大幅大骂了一声 扔掉了手上的烟斗 发出了刺耳的吼声 猛着干嘛呢 兔崽子们快跑啊 最大马列 跑啊 驾驶舱里 船长也紧跟着红了眼睛 一把推开了驾驶员 亲自上阵掌舵 只是 随着人鱼怪物开始前进 这艘远洋渔船 与其的距离 就以可见的速度不断缩减 大量的冰冷海水 更是如暴雨一样 哗啦啦地打在了渔船上 另得不少水手 吓得跪在了甲板上 大副作为一个快六十的老男人 望着必须仰望 才能看清的人鱼怪物 不由后悔了起来 为什么要怂恿着船长 跑来这片捕捞 钱少赚点 就少赚点吧 何苦把命给赔出去 哀声叹气之余 他忽然想起了 家里等着自己的妻子 以及一年到头都不肯回家的女儿 他摸了下裤腰带 取出了一台海维手机 庆幸地发现 居然有信号的他 刚刚准备拨打一个电话 交代后世 忽然 四周空气一阵热浪袭来 令他被海水打湿的身子 一下子有了暖意 大副赶紧转头望去 虽然看不清 高空那一道红光包裹的人影 究竟是谁 那突然间传来了一声龙鸣 而后显出身形的五爪赤龙 大副等水手 却是无论如何 都不会认不出的 毕竟 他们也是龙的传人 龙 是龙来救我们了 有水手同样仰起头 看到了天空的变化 欣喜如狂地 发出了欢呼声 哦 萧宇所画青云剑仙 在人鱼怪物成形之后 也第一时间就飞了过来 并在注意到了 有倒霉的渔船之后 萧宇唤出神剑赤箫 握在了右手上后 五爪赤龙 被其召唤了出来 发出了龙鸣 龙鸣生下 赤箫神剑的地道领域 刷一下扩张了开来 一如沉心巫师的领域 结界一般 顷刻间笼罩了方圆数十里范围 并将范围内一切物体 都施加了地道领域的影响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莫非王臣 臣服 青云剑仙 手持神剑赤箫 虚空挥剑 指向了那人鱼怪物 顿时 灾厄化而成的人鱼怪物 竟是也猛地停滞了一下 嘴巴艰难地保持着危章 并在僵持了两秒钟后 哇的一声轰隆一下 自爆了开来 化作大团海水 散在四周 显然 挡不住赤箫神剑领域影响的这怪物 选择了自爆 而挣脱着影响 不过好歹也是灾厄怪物 自然不会就这样消失 不过数秒 海水再度凝聚了起来 海啸再次于海面上卷起 人鱼怪物也重新爬了起来 怒视着消雨所化 轻云见仙 哇 人鱼怪物发出了怒吼 胸口和嘴巴处 都喷出了一股蓝色的水泡 从这水泡撕裂空气产生的尖笑声 可以感觉得到 其威力之大 不会亚于现实世界的现代火炮 再加上其超凡特性 真正杀伤力 只会更强 只是现如今的消雨 已飞无下阿蒙 神剑赤霄在手的消雨 连自己的法香都难得调动 只是挥动宝剑 五爪赤龙 已然随着消雨心意 一声龙鸣扑了过去 几股水泡 轰击在了五爪赤龙的龙鳞上 却是连鳞片都没能打掉下来一片 动 五爪赤龙 直接扑击在了人鱼怪物的身上 靠着身体 素质碾压 直接击溃了人鱼怪物 而后 五爪赤龙没入大海 龙身一卷之下 海啸纷纷消失 大海刷一下 画出了好几处大型漩涡 哦 五爪赤龙一声龙鸣 漩涡上喷出了海水龙卷风 龙吸水的奇观 刹那间出现在了这片 阿提亚国经济海域之中 让渔船里的水手们 看傻了眼的同时 也令得各地大势力们 关注到这战况后 对五爪赤龙的伪力 有了更深刻的印象 有五爪赤龙细耍 席卷大海 海啸自然无从生成 人鱼怪物 作为灾恶巨兽 再牛逼 也无法重生 回来 萧羽微微汗手 对五爪赤龙的近战能力 表示认可后 心中一动 五爪赤龙立即飞回了高空 然后 面对着海底火山爆发地 萧羽所画青云剑仙 深吸了口气之后 右手握紧赤萧神剑 竖起在了眼前 而后左手捏成剑 指点在了剑身 念念有词 很快 赤萧神剑的剑身上 无数细微的纹路 闪现出了红光 帝到天下 萧羽双手握紧了赤萧神剑 用力向着海面一挥的同时 激活了这一把神兵的最强杀招 顿时 五爪赤龙咆哮一声 化作一道红光 凝聚在了赤萧神剑的身上 并随着这一挥动 如同一道超级粗大的斩剑光刃一样 顷刻间飞出千米 直接没入海面 顿时 大海在这一剑下 被硬生生地分了开来 摩西圣人分开红海的经典奇幻场面 在这个时刻 在这一瞬间 出现于了全世界的面前 各大势力的情报部门里 望着卫星图片之中 那被一件分开的大海 露出来的清晰可见的海底原生样貌 无数人在这一瞬间 短暂地失去了自己的语言能力 东方古国之中 不少调查员则是在心中狂呼道 卧槽 神剑赤萧 要不要那么牛逼 卫星画面中 大海被那青云剑仙使用神剑赤萧给一剑劈开 千万吨级的海水沸腾着 咆哮着不断倒卷向两旁 阻止着四周海水倒灌回田 本该是海水千米深的海底火山 已然崩塌 大量巨石泥土填埋了火山口 而那崎岖不平的海底地貌上 更是有一道蔓延超过千米的剑痕 从海底火山处一直延伸了出去 专家们从卫星画面上分析得知 这件横滑处的裂缝 至少也有两米宽 至于深度 则需要实地去考察 才能准确得知 不过 哪怕深度不够 能一剑滑出千米长的两米宽裂缝 能分开千万吨级的海水 并且还是隔着至少两千米的高度 做到了这一切 专家们相信 这已经超出了现实世界里 正常核弹爆炸能起到的作用 神剑赤萧一击之下 能量级数竟然超越一般核爆 这样的分析报道刚一出来 着实吓了不少人 也令得许多西方文化圈里的上层们 开始思考 是不是要安排家族子弟们 去学习古老悠久的东方文化 神剑赤萧的相关研究课题 更是一下子被许多研究机构 调为了最优先等级 当然了 也有少部分专家 没有被一剑分海的壮阔震撼景象 吓得完全倒向超凡这边 他们仔细研究着海水的变化 隐约觉得 青云剑仙这一剑 能起到如此震撼景象 应当是取了巧了 只是 如何取巧 取巧了多少 他们却又说不出过一二三来 也只能写写报道 作为一个可能性 来给上面参考 而这样的报道 很显然不会得到多少重视 萧宇一剑分海之后 整个人都澄清于 刚刚那一剑带来的感悟之中 持续了数秒 才重新呼气露出笑意 刚刚的那一剑 是如今神剑赤萧 能施展出来的最强一剑 这其中 分海一幕 看似最不可思议 最难以取巧 最需要恐怖的能量 但事实上 神剑赤萧这一剑 真正起作用的是 划出千米长的剑痕 以及一剑堵住了那海底火山口 至于分海 事实上 是神剑赤萧成心法香 舞爪赤龙的天赋能力 作为一头真龙 翻江倒海 翻云覆雨都是 自带天赋能力 它只是没入大海之中 利用海水本身的力量 来阻止海水的倒观 声势看起来 颇具神话色彩 事实上 却就是那么回事 放在小人国 只要有巫师在的地方 就很容易看出 这中间的虚实 忽悠不了人 但是在现实世界嘛 大家想到的 也就是古代神话里 分海的摩西圣人传说了 事实上在某些人眼里 萧宇所画青云剑仙手中的 这把神剑赤萧 已然和摩西圣人的枯木法杖 相提并论 某些人更是自我安慰 东方的神兵 既然都出世了 西方的神兵 特别是圣主之城的神兵 出世的时间 还会远吗 他们却不知 萧宇目前还真没让西方神兵出世的计划 实在是顶级的超凡材料 太紧缺了 出东方的几大神兵 萧宇都担心不够呢 哪有功夫照顾西方那边的文化圈 不服 那也只能憋着 谁让你们家里的超凡们 其实都是我小号呢 为我独法的世界里 作为幕后黑手 就是可以随心所欲 决定剧情的发展轨迹啊 神剑赤萧的这最强一击 威力之强 已经等同于那些数界尊者的 大型巫术强度了 并且在攻击范围上 更是甩了那些尊者们几十条街 并且 五爪赤龙和神剑赤萧本体散发出的能量 我能感觉到 对一切邪恶之力都带有威压克制作用 虽然比不上真武神剑那么猛烈 却也要比大部分巫术强了 嗯 就是这一击后 要想让五爪赤龙法相恢复过来 需要二十四小时 且中间 还需要消耗大量的信仰之力 萧宇感悟了一下 倒是不怕没有信仰之力 一剑分海之后 神剑赤萧 不愁没人关注 作为一柄被超凡者清定了 是对付妖心的神兵 萧宇就不信 自己写几封信件之后 各大势力会不尽心尽力地 为自己的神兵做宣传打广告 哗 随着萧宇将神剑赤萧收回了体内 大海之中 被分开的那一条大峡谷一样的通道 海水开始缓缓地倒灌了进来 整个过程 随着五爪赤龙的影响逐渐减弱 而渐渐加快 却也持续了差不多快一分钟 从而令最近的东方渔船的水手们 担忧的海底大漩涡 没能成形 这令水手们松了口气之余 纷纷抬头看向了那青云剑仙所在方向 一个个跪在了甲板上 向其感谢了起来 萧宇所画青云剑仙 轻轻看了那些水手一眼 淡淡一笑后 化作一道青芒 刷一下顿入了远方 并在数个呼吸之后 猛地在卫星追踪画面里 失去踪影 呼 看到青云剑仙消失 花旗国的官员们 齐齐松了口气 青云剑仙真的离开了 这说明危机解除了 这是好事啊 只是 花旗国大统领敲打着桌面 看了第十二遍一箭分海的短视频后 表情忧郁到 我们本土真的找不到 类似的神兵出现的可能性吗 历史顾问用同样的眼神看着大统领 肯定道 就我们了解的历史而言 确实没有相关记载 大统领 我们不用拘泥于历史 旁边 一位刚刚敲门进来的高级官员走了过来 眼神有些喜意道 这是洛杉矶今天的实验报道 我们与黑暗议会的合作成果非常喜人 哦 花旗国大统领文言脸上浮现了一丝血色 今天终于又有好消息了 他拿起报道看了看 右手熟练地摸出了手机 登上网络后 发表了一条消息 高级官员和历史顾问 看着这位大统领的动作都没有去阻止 临网实验已经半公开了 有花旗国大统领时不时放出点好消息 也能起到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的作用 至于这些好消息 到底有几分是真实的 反正这些消息都是大统领发的 万一网民们发现自己被骗了 那也是大统领的郭 不过看大统领的过往经历 显然他也不在乎自己的名声 洛杉几世 室内的真正掌权人们与黑暗议会达成了协议 又得到了全世界各大势力的资助 临网也算是展开得越发有声有色 随着加入临网的实验者们 越来越多地体会到了巫术的好处 法力的重要性和稀缺性 越发受到上层的关注 这其中最受欢迎的是巫术戏法里的 安抚人心之术 这巫术带有的镇静和强暗示效果 被催眠师们发现 并开始用于了医学上 这其中最好用的一种 便是催眠式全身麻醉 催眠式全身麻醉 并不是什么新鲜词 在超凡出事之前 最早在不列颠的医学院 就有过实力用催眠术来取代麻醉为病人进行手术 这样的好处很明显 后遗症小 手术方面的风险也可以相应降低 只不过催眠师们终究不是神 大师级催眠师们也往往得看人下菜 有些被认为是木头属性的病人 就算是大师中的大师 也对他们无能为力 加上全世界能做到这种催眠程度的催眠师 加起来也就大猫小猫 不超过三位数 这样的治疗案例 最终也就是引起了各地新闻媒体 当作花边新闻吹捧了一阵 然后熄火 但是现如今 在洛杉矶市区里的几家医院 不少富豪 已然成为了第一批 享受这种手术好处的病人 有了安抚人心巫术帮助 哪怕是初级催眠师 也能轻松地将潜意识里不反抗的普通人 进行催眠式麻醉 然后 艾克瑞斯教授 在消遇一见分海的时候 靠着科药升级 作为凌网实验者里最顶尖的一批 他开始尝试着 为一名癌症病人 释放了巫术戏法里 比较困难的法术 屏蔽痛苦 这巫术释放成功之后 艾克瑞斯教授的脸色变得 和刚刚泡了一天的 福尔玛林的大体老是一个模样 但是在医生和护士看来 奇迹却是在这一刻诞生了 连最好的止痛药 都已经失去效用的那位癌症病人 竟然久违的嘴角含笑 脸上露出了如释重负的表情 并如动了几下嘴后 说出激动的词汇 医生 我不疼了 能取代效果最强 副作用也最大的止痛药 偏偏还没后遗症出现 艾克瑞斯教授的这一次成功施法 立即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吹捧 不知道多少被病痛缠身 靠着止痛药 也只能缓解的上层人士们 渴望着下一秒就赶到这位艾克瑞斯教授身边 请求他为自己缓解病痛 在灵网上 屏蔽痛苦需要消耗十二点灵力 只靠一个人的观想 显然是跟不上需求的 再加上安抚人心 也需要大量灵力 很快 大家就发现实验者们的灵力用光了 观想得到的灵力也太慢了 于是或 在一些专业人士的提议下 剩下的五千名额 被分发给了签署了卖身协议的普通人 这些人的任务就一个 激活灵网什么 便开始如同工作一样 不断观想生产灵力 并将生产的灵力交易给指定人物 随着总的一万名额都有了着落 不少经济学专家 敏锐地察觉到了灵网的商机 并指出了 灵力很可能会随着灵网的发展 成为新世界的黄金 一些激进的专家 更是提出了 灵力天然便是货币这一概念 并觉得 在未来的灵网生产体系里 所有人都得以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与产品 不过 剥削很明显依旧会存在 至于是变得更好还是更加残酷 那就得看历史的进程 会往哪边走了 随着一万名额被分发完毕 有花旗国官员悄悄接触了黑暗议会的联络员 提出了增加名额的请求 这请求 很快就落在了萧宇的眼中 萧宇想着在小人国的见闻 知道了魔女之神 和神秘的黄昏祈祷会有关 和一个类似深渊的半封掉的邪神有关联 萧宇还是决定稳重一些 以需要更多的实验数据为由 回绝了对方的请求 不过这请求也吸引了萧宇的注意 萧宇在将神剑赤箫 扔进去了太平洋深处的火山口里休养后 便转身飞去了洛杉矶 洛杉矶街头 夕阳西下的时候 人头永永 街道上更是车水马龙 到处都充满了勃勃生机 让人想到了东方古国魔都 帝都等地的繁华街头 萧宇隐身走在了这儿 观察着这座繁华都市 说起来 洛杉矶能有现在的繁华 还是多亏了萧宇推广的凌网 否则 作为花旗国西部明珠的洛杉矶 也早就有了几分日落西山木的味道在里面了 这几年 洛杉矶暴力部门的腐朽 早就不知道被花旗国本土媒体 吐槽了多少次了 只是在花旗国 当暴力部门不在乎脸的时候 舆论监督什么的 也就是一个笑话 在萧宇进行凌网实验之前一周 洛杉矶还刚刚经历了一次全程戒备过 被花旗国上层强行塞进了洛杉矶基本土部门里 企图当一颗钉子 结果吗 这位退役军官自然成为了斗争的牺牲品 他收集了证据 然后检举了当地暴力部门走私 饭洗衣粉 勾结黑帮等等问题 然后 他被反手送进了监狱 靠着军方出面才保住性命 却也被关押折磨了三年 才被放出来 只是 那些洛杉矶的头头们 目有想到 这家伙估计是看英雄电影看傻了 竟然还真想要当一个英雄 他将证据和自拍录像 邮寄给了全花弃国的各大知名电视台 然后开始了一场 猎杀洛杉矶高层的行动 数个高级官员被其拘杀 也算是 引起了大范围的轰动 一些知名电视台 也开始试探着 播放相关新闻 只是 这样的英雄 并没有电影里那样的结局 随着全程封锁 洛杉矶暴力部门 开始动真格的 并误杀误伤了大批无辜群众 这人也最终被逼迫在了一座公园木屋里 点火而死 当然 这只是官方通报 然后事情 也就那么结束了 花弃国的电视台 也确实在新闻里播报了相关报道 并提及了这位英雄的出身 以及反抗原因 还有那些检举证据 然而 一切都没改变 除了被毁灭的几个倒霉的洛杉矶高层 其他腐朽高层们 依旧趴在洛杉矶身上吸着血 曾经关注这事件的花弃国民众们 也很快被更新更吸引眼球的新闻和娱乐节目所吸引 很快就忘记了这座城市不久前发生了什么 随着灵网实验办公开化 洛杉矶市已经成为了全花弃国关注的焦点 几乎每一家有点名号的电视台 都有常驻记者在这拍摄节目 把一个个灵网实验者的福报带给观众 以灵网实验者为主角的综艺节目 更是一下打败了花弃国的好几款传统脱口秀节目 夺得了收视率冠军 一直没有找到花弃国本土超凡传承的许多花弃国人 也通过这些节目重新找回来了一点 身为世界第一强国公民的自信 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艾克瑞斯教授好不容易休息好了精神 并又被安排着为一位大人物施法阵痛 意识到自己变成了人形止痛药的艾克瑞斯教授 在回到了休息区后 揉着眉心扪心责问了自己 我得反抗 我得拒绝 我是来搞研究工作的技术人员 怎么可以成为人形止痛药 艾克瑞斯教授眼神坚毅了起来 双手用力握紧 显然已经下定了决心 碰 忽然 休息室房门被一名漂亮的金发美女推开 这金发美女吸引了艾克瑞斯教授的目光 艾克瑞斯教授很快就想起了她是谁 曾经的花旗国选美亚军 现如今的凌网实验A区联络员 艾克瑞斯教授 这金发美女看着艾克瑞斯教授露出了笑颜 刚刚得到的消息 杰克将军和洛克市长都希望你能够再休息好 之后再帮助一位病人解除痛苦 艾克瑞斯教授看着美女的笑颜 虽然生不起气 却依旧摇头摆手 我不行了 我感觉自己用脑过度了 这几天恐怕都不行了 教授 金发美女眼角微微抖了下 靠近了艾克瑞斯教授凑在对方耳盼柔声低语 很快 艾克瑞斯教授在身子颤抖了几下之后 呼吸急促了起来 我明白了 我会努力调整好状态的 艾克瑞斯教授刚刚答应了下来 金发美女已然笑着起身 并毫不留恋地转身离开了休息室 艾克瑞斯教授看着房门苦笑摇头 自己还是太天真了 不是超凡者 也没有幕后势力支持的自己 又怎么可能拒绝得了那些大人物们的要求 刚刚的私下低语 艾克瑞斯教授得知了 接下来那位病人 竟然是花旗国的前副总统 那位在传闻里 掌控了花旗国半个地下世界的暗世界里的王者 艾克瑞斯教授立即吓了一跳 并暗暗庆幸自己没有公开表态拒绝 不然 自己或许短时间没事 可是自己身后的一大家子呢 全不管了 都不需要那位大人物说句话 只要他身后那些刺一些的人物动动手指 艾克瑞斯教授的一大家子 就会都明白什么叫生活不易了 并且 反过来寻思 艾克瑞斯教授也意识到 自己有了帮助那位大人物的经历在身上后 稍微运作一二 想来顶尖长青藤明校董事的推荐信 应该能起求来那么一两张吧 自己不成器的几个晚辈 也就无需花大价钱去读那些伪名校 或者名校专门用来骗钱的伪专业了吧 并且等到要毕业的时候 靠着这份人情 学习那位智商没超八十的前前总统毕业的法子 找一个教授捏着鼻子认了 自己家族也就可以一门三清藤 勉强能挤进上流圈子外围了吧 艾克瑞斯教授再次嗑药 并因此而出现了轻微的后遗症 只是 比起家族未来更进一步的可能 艾克瑞斯教授不打算停止服用这些精神药物 艾克瑞斯教授整理了下一山 也是做出了豁出去的打算了 萧宇无声无息地 游历着洛杉磯市的凌网覆盖区 感知全面放开的他 一边走着 一边细细体会着 四周凌网实验者们散发出来的各种情绪 喜怒哀乐 悲观离合 萧宇发现 这些情绪本身也带着一丝灵魂属性的力量 与信仰之力相似 却是更加的混乱 不堪 并难以分解净化 萧宇注意到 巨石碑在吸取灵魂实验者们灵力同时 也在吸取着这些充满了杂志的混乱情绪 这些另类的灵魂力量 被巨石碑存放在了基座处 若非萧宇的感知在现实世界得到天地认可 敏锐地超乎寻常陈兴 且萧宇还接触到了神系 成为神上神 更长时间与信仰之力打交道 萧宇还真没法发现 这具石碑的这一小手段 更不用说在小人国了 够感知的陈兴巫师往往对神系不熟悉 而熟悉这方面的真神 偏偏没有陈兴巫师 在自己大陆的那种感知加成 难怪护魔女之神在小人国布局了那么久 搞得大家都知道这女神坏得很 没安好心 却偏偏偏没谁能够先破她那魔女巨石碑的底细 嗯 萧宇寻色下 做出决定 等会自己回去之后 就立即帮魔女之神 广而告知 她那具石碑上的秘密 免得这位魔女之神一番苦心 大家却都不知道 嘿嘿 至于魔女之神的感谢吗 自己作为一个好心人 就不需要对方的福报了 心情愉悦了起来的萧宇 又在洛杉矶市走了一会儿 忽然 萧宇眼神微微一动 却是从凌网之中 感觉到了一股股极大的愤怒与不甘 这引起萧宇好奇 立即双眸闪耀起巫术花纹 通过巨石碑控制凌网 直接看了过去 赫然是在洛杉矶市区的 一座高约60层的金融大厦 在这金融大厦的地下三层 被花旗国的军方与安全部门接管 改装成为了一处特殊用途的实验室 一批最无可舍的犯人 被安排了进来 成为了凌网实验室之后 被一大群专家们进行了人体试验 他们渴望能够通过对凌网实验者的再试验 找到凌网的秘密 最不济 也能找到让凌网实验者效率提升的办法 一开始 这些实验者们还算被好吃好喝地招待着 可是 随着凌网的重要性越来越大 特别是艾克瑞斯教授施展成功了痛苦屏蔽 成为了人形止痛药之后 许多大人物有些急躁起来 他们渴望着 实验能快点出成果 不说凌网的秘密了 至少能多出来几个艾克瑞斯教授吧 需要人形止痛药的大人物们 可是都在排着队呢 于是 在压力下 实验也开始越发地不人道起来 消雨得到了这些讯息之后 忍不住轻哼了一声 却也不打算管这闲事 直到 消雨注意到了这批犯人之中 有那么一个熟面孔 搜寻了一下记忆 消雨诧异了一下 回神过来 这熟面孔并非她的熟人 而是不久前在新闻上播报过的 干出了引起全城封锁大事件的那位主角 看来新闻说谎了 这家伙竟然没被洛杉矶本土势力 给抢先干掉 不过看来 她遭遇依旧不美妙啊 显然 她的上级 已经和洛杉矶这边本土势力 达成了妥协 再次放弃她了 有意思 正好据石碑的秘密 我挺想知道效果 就让你们这些实验别人的 也来成为我的实验品吧 消雨很快就来到了金融大厦的正门口 仰头看了看这座洛杉矶的代表建筑之一 消雨挥了挥手 心面一动 探测邪恶之术 已然刷一下 侵蚀了整座金融大厦 大厦里的工作人员们 第一时间感到了寒意 有人抬头离开了电脑屏幕 小声则问 大厦的空调系统 是不是开得太低了 而在地下三层的实验室里 无数穷凶极恶 又被折磨了多天的罪犯实验者们 反应最大 他们的眼球刷一下凸起 就好似脑子里出现了什么异物 压迫了眼球一样 大量常人看不见的黑物 刷一下从他们身上蔓延而成 代表了他们的邪恶 已经到了能让亡灵巫师们满意的程度 奇怪 刚刚那瞬间发生了什么 怎么有五分之四的实验者 出现了异常 身穿防化服的主管站起身来 大声地贺问出声 四周的技术人员们 却是对此迷茫摇头 记录下来 等会交给上面去分析 另外 B组的药物已经到了 今天就可以进行强精神药剂注射实验 希望我们能够成功吧 主管皱了皱眉 白手吩咐了起来 他的心脏 在刚刚也有那么瞬间急促跳动 只是这位主管觉得 这可能是这几天压力太大导致 毕竟 每天都因为没有成果 而被上级骂上一个小时 可不是谁都能掉转心态过来的 对了 A组今天的实验有效果吗 专家们模仿观想图绘制的那几幅图画 都没能产生半点灵力 算了 停下吧 让A组休息一小时 然后继续奠机测试 主管说到这 不由低头看向屏幕里 A组的一名壮士的中年男子 就是这家伙 被不少大人物点名了 要他生不如死 主管虽然心中 盈盈有些佩服这家伙的胆子 却是不敢不履行命令 随着主管输入了几个密码 大屏幕上出现了A组所在的房间 这是一个和医院病房 差不多大小的密闭空间 靠墙并排放了五张病床 那位制造了全程封锁事件的名叫多尼 就在第五张病床上 和其他实验者一样 被皮带和镣铐困得紧紧的 多尼此时麻木得如同一个死人 只有起伏的胸膛 还能证明这家伙还活着 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现在开始第一次实验 随着播音器播放出声音 实验即将开始 就在技术人员看向主管 等待着命令声时候 肖宇却是已经屹立在了 这大厦的天台上 靠着天时地利 加持解锁了巨石碑基座的控制权 并释放了那些混乱的力量 没入去了地下三层的那些实验者中 当然了 那位多尼 还有少数几个熬过了邪恶探测的罪犯 没被肖宇使用这股能量入侵 下一秒 主管刚刚张开的嘴巴 一下子凝固在了空气里 主管眼神惊恐地看着屏幕里的变化 喉咙里只能发出嘶哑的呼吸声 其他技术人员们 也是一副见了鬼的表情 望着屏幕里实验者的变化 想到了在地狱岛 进行超凡实验的同行们 那些同行的下场 可是全灭啊 实验密室里 混乱能量通过灵网 轻而易举地 就入侵了那些罪犯们的心灵空间 这些罪犯很快就起了反应 大部分第一时间发出了惨叫 七孔开始流血的同时 他们的四肢开始变形 有的罪犯双手便成为了 如同螳螂才有的锯齿肢体 身上长出了一层 又一层厚厚的灰色脂肪 双脚则是在肥胖变大之鱼 咔嚓咔嚓着 变成了反关节腿 更可怕的是 有的密室里 五个都出现变异的罪犯 轻而易举地破开了禁锢后 竟然互相奸笑着贴在了一起 并在短短的几秒里 就已超出了常识的变化 变异成为了一个大肉球 大肉球的顶部 五个已经严重变形地秃顶脑袋 长在那儿 瞪大着死鱼一样的眼睛 疯狂嚷着邪神之语 主管所在的办公区 接收到了这些邪神之语 当即 这些普通人就痛苦地抱着脑袋 在地上翻滚 这些来自魔女之神的祈祷词 对他们而言 简直比刺声波武器 还要恐怖得多 如果有可能 这些人都会选择自杀 来免除这种痛苦 萧宇发现 受到邪神之语影响的 这些研究人员们 他们的痛苦 他们的恐惧 也被不断吸取抽走 而后钻入到了 几头最强大的变异体之中 让这些变异体 得到了更多的能量支持 同时 萧宇还注意到 四周灵力的不正常波动 萧宇为了凌网 而聚集来的这片灵力湖泊 受到了这些变异体的疯狂吞噬 已然在金融大厦地下 形成了灵力漩涡 灵力漩涡的出现 萧宇却是松了口气 这魔女之神 果然没有深渊那么霸道 人家深渊 可是连固体灵气都能撼动 不夸张地说 要是没有萧宇 而深渊一种 却又出现在了现实世界 给它时间成长 它就能最终吞掉整个星球 这魔女之神 却还是得小人国那样的环境 才能支撑着变异强度提升 某种意义上 现实世界 其实相当于这些邪神的禁区 也就靠着萧宇制造的灵力 才能吓唬一下人 没了灵力 立马就会被打回原形 萧宇在分析着 地下三层 却是完全乱了套了 哪怕关注着实验室的花旗方 第一时间就远程控制了实验室 并切断了广播 让主管等研究员 脱离了邪神之语的影响 沉重的铁门 更是第一时间 框一声关上 隔离了整片试验区 但是这突然而来的变化 还是令花旗国方面 胆战心惊了起来 花旗国大统领 更是第一时间得知情况之后 大骂出声 该死的 为什么又有怪物 找上我们花旗国了 我们明明没有超级英雄啊 为什么那些怪物 还是不放过我们 抱怨归抱怨 花旗国官方 还是第一时间行动了起来 金融大厦方圆十里 都被列为了禁区 大批武装力量被调集 并且 有意思的是 似乎是觉得 法术效果会比炮火更好 一百多名军方 领网实验者们 也被分配了零力之后 进驻到了前线阵地 金融大厦内部 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 金融大厦外围 不少正在享受 下午茶的观光客们 也在迷惑不解中 被大批专业人士 请离开了现场 这期间 自有从事媒体业的记者 跳了出来 坚决反对 然后就被喷了辣椒喷雾之后 惨叫着被拖走 在这么拖走了七八个 不怕死的勇士之后 其他人都乖巧了许多 使得花旗方的清场行动 进行得还算顺利 负责前线的麦克将军 听到了这些好消息 表情却依旧严肃地 盯着指挥室里的屏幕 屏幕里显示的 正是那金融大厦 地下三层试验区的画面 那些被巨石碑的 混乱力量入侵之后 便溢出来的怪物们 在一分多钟后 便撞开墙壁 或者房门 冲到了走廊上 这期间 不断有怪物互相见遇到 然后对峙嘶吼了一会儿后 或擦肩而过 或者就直接融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头 更大更强壮 也更加诡异的怪物 专家们很好奇 这些怪物们 在说一些什么 只是看到了那些 倒霉主管的监控记录 他们却是怎么也不敢 现在就去听那些录音 而从逐渐清醒过来的 倒霉蛋的回答之中 他们更是得知 听到了那些怪物声音的人 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 那就是 生不如死 生不如死吗 专家们回想着看到的画面之中 那些倒霉蛋们 一脸不愿回想的惶恐表情 就忍不住双骨有些打颤 一些人更是琢磨着 等会做研究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借过顿走 咦 你们看监控 忽然 有一位年轻的顾问发现了盲点 指着某个小屏幕喊道 还有没有变异的实验者 确实如此 大约有五分之一的罪犯 没有变异 一位专家点了点头 看向屏幕后 表情微微变化 竟然没被那些怪物袭击 不可思议 或者说 这些变异体的目的 不是为了袭击人类 我们对神秘了解的太少了 更不用说 这些一看就是邪恶势力的造物 他们说不定 我们不了解的后手 在等着我等 另外 从警报响起到现在 催眠气体 已经释放了快两分钟了吧 这些怪物看起来却越来越精神 他们的体魄真那么强壮 某个出身医学系的专家 盯着一个双头怪物 喃喃自语之鱼 双手微微有些颤动 却不是害怕 而是 兴奋 这位医学界的大牛 有些渴望自己 以后可以在手术台上 解剖这些异类 了解他们的生理秘密 地下室三层 魔女之神留下的暗门 催化出来的这批怪物 在眉头眉脑地乱窜了一阵之后 终于被看不下去的蕭宇 亲自给予了指引 集中到了实验室大门口 这大门已然被改造过 用了类似银行金库的那种厚重圆形铁门 四周则是比门后上好几倍的水泥墙体 也难怪花旗方会选择了这个地方作为洛杉矶区的实验室基地 这些怪物们看向了大门 停顿了会后 一头身高已经超过三米半 上半身长满了七个脑袋 身子看起来比小巷还要壮实的怪物 忽然尖笑着 加速撞向了铁门 哄 一声巨响之后 金属铁门威然不动 反倒是那怪物轰然倒塌 化作一堆烂泥一样堆砌在了门边 形成了一处约莫一米高的泥堆 七个脑袋更是滚落在了四周 不甘心地叫嚷了几声后 便也随之好似雪糕一样融化 这样的表现 令不少专家胸口涌起了一股藕意 更有看过《樱花之国》恐怖漫画的 想到了一篇名为融化的恐怖故事 不由心中距异一下侵入灵魂深处 让他忍不住提出了 是不是把指挥地点再往后方安置的建议 卖伤 不要害怕这些怪物 他们就是恶心了一点 你看 这些怪物连门都打不开 我觉得不需要超凡势力的支援 只靠我们军方都可以解决这次事件 一位少将听到了这建议 忍不住轻笑了一声 并指着屏幕嚷道 而后这少将转头看向大屏幕 双眸猛地一呆 却是惊愕地看到那圆形铁门 竟然好似遇到了科幻片里异形的血液一样 被腐蚀出了一个大洞 且腐蚀范围还在飞快地扩张 谢特 立即启动自动武器平台 开火 开火 看到试验区的大门被毁坏 花旗方失去了最后一丝活着这些怪物的念想 不知在铁门后方走廊的几处武器平台 弹出了速射机炮 这些机炮以每分钟800发的射速 把至少3000发炮弹倾泻进了试验区 集中在试验区大门前会场的怪物 无疑幸免地都被这波覆盖式轰炸 打成了碎片 而后花旗方还担心有一变 又发射了多枚高温燃烧弹进去 轰隆一声 让火焰请客间充斥了实验室会场 乃至一部分走廊 数分钟之后 一辆轮式机器人被投放了进去 确认了整座地下三层 再没有了这些怪物们的踪迹 那位迈克上将看到这 拿起手巾擦了擦额头汗珠 微笑着道 主位 看来我们解决这次异常事件了 我觉得我们可以大为宣传一番 毕竟 这可是我们人类一方 靠着科技的力量 第一次完美解决一次异常事件吧 将军 我觉得不能那么乐观 医学系出身的大牛 皱眉看着屏幕道 我希望军方能够尽量收集这些怪物的残骸 用于医学研究 我有些担心 这些怪物真正的能力 不是正面战斗 而是瘟疫 瘟疫 迈克上将微微一正 脑海里想到了地狱岛事件里 变异的整座岛屿 表情有些僵硬 应该 应该没有那么糟糕吧 而且 就算有瘟疫 我们现在不是已经封锁了他们吗 对了 为了安全 三层的那些管理人员 就为了国家再待多几天 进行隔离检查吧 说到这 迈克上将还想要说什么 却是忽然发现 有紧急转来的通话记录 上将只是迟疑了一秒 就按了接听 立即听到了前方维持秩序的警官 忽然打了紧急电话录音 可恶 这是怎么回事 嗨嗨嗨嗨 请快些派救护车来 派医生过来 嗨嗨嗨嗨 我们 这儿 出现了大量的病人 需要救助 那神秘莫测的炎黄巨人一族 虽然确实有提供月华预录 赤月经等超高品质的好东西 但是必须清楚 这些都不是主材料 他们再珍贵 也只是辅助用料 以传奇超凡们的眼光来看 萧羽要真是接班人 那也肯定是无数个接班人中的一个 不然 这待遇也太难以想象了